男人为了向全世界复仇 尽不惜舍弃了自己的昆帝 甚至将自己变成母虫 生了十万虫仔 而其中不乏有双手如刀的刀牢 可在挥手间斩断十万大山 更有力大无穷的使得浪 能在投足间滚走百万吨响 只因在我前世末世降临 各种昆虫疯狂变异 仅在一夜间蓝星便消亡百亿人 而我为了保护妹妹却被虫群感染 并成为虫群主宰 更是利用昆虫能力帮助人类 最后却是被全人类背叛 妹妹更是亲手将我处死 现如今我虫活一次 必定要让所有人付出代价 此刻我正走在前往虫母洞穴的路上 而这个地方 是我前世成为虫族后偶然发现的 似乎这里是某一只虫群聚落的发源地 里面闪烁着巨大的光团 随着我不断深入 终于是看清楚那诡异而美丽的光团 只见那是一只高耸入云的虫子 身上覆盖着坚硬的外壳 浑身长满虫子锋利的肢解 与此同时虫母也发现了我的存在 感受着我那贪婪的目光 虫母低吼着试图警告我不要靠近 然而在虫活仪式的我眼中 对方的警告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我熟练地找到对方最为脆弱的部位 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块砸了上去 并从虫母体内挖出那如红宝石般的核心 随后我将核心插向自己的胸口 而那核心仿佛有了生命般与我融合 同时我的身体释放出层层白色的丝线 化作虫检将我完全包裹 而当虫检再次破壳时 镜头里面钻出一个白发少女 此刻我看着自己全新的身体 嘴角勾起一抹坏笑 果然还是女生的状态兼容性最好 上一世我为了不让妹妹担心 一直都用虫群拟太的能力维持男性身体 这样的结果就是 拟太身体与虫体兼容性太差 无法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就在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一道声音 检测到宿主成为虫群主宰 系统开始激活 恭喜宿主绑定多子多福系统 本系统将根据你繁衍后代的数量与质量 给予你相应奖励 我一脸震惊地听着系统提示音 这傻波仪系统是要我生孩子 还是一直生 那我岂不是要跟很多的雄性生物那个 想到这里我不仅打了一个寒战 这种昆虫娘的剧情 在奖励自己的时候确实是很好的素材 但是当女主角变成了自己 那可真是一场灾难 不过以我对虫族的了解 虫群繁衍只需吞噬生物 并获取对方的基因就可以生成虫卵 我边想着边看向身旁已经死去的虫母 差点忘记这里还有个新手礼包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吧我就爬上那虫母巨大的身躯上 紧接着张开大口吃了起来 三天后 我摸着撑得圆滚滚的肚子打了个宝罗 此刻近视完毕的我早已做好了产卵的准 随即我释放出自己的真实形态 虫族的肢结撕裂我原本的身体 外形也随之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母 而周围的地面也被无数的均毯覆盖 变成了虫群最好的培养命 随着我的一声哀嚎 无数虫卵在均毯上肆意的挥洒 撑不住了这身孩子实在是太累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会坏掉的 而将虫卵释放出来的同时 我的体力也彻底耗尽 意识也模糊起来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周围全是一颗颗雪白的虫卵 这种出为人母的感觉 还是我两世以来第一次感觉到 随着无数的破壳声响起 一只只小蜘蛛般的虫子 我将发放奖励 恭喜您获得奖励血脉蜘蛛之母 以及大量进化点 随着系统声音的落下 我只觉得一股灼热的热浪 在我血管中四面 身上的虫壳也随之脱落 而我感受着身体上的变化 不由的心中一喜 现在的我比起刚成为虫弩的时候 可以说是强了不止一点 不仅是等级获得了提升 还获得了血脉相应的天赋技能 妈妈妈妈我好了 正在这时一道道孩童的声音 在我脑海响起 我看着脚下一只只嗷嗷待哺的声音 我冷声一笑 妈妈 没有关系 在你们眼前不就有丰盛的食物吗 互相吞噬吧孩子们 我的虫族只需要强者 不需要废物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 密密麻麻的虫子 垫在巢穴中展开了厮杀 半小时后 原本十万多只虫子 就只剩下三万多只 看着小蜘蛛们大快躲一 我的肚子也不顾叫了起来 但我并没有吃自己小蜘蛛的想法 而是准备出去吃点更好的东西 就这样我化身成人类少女形态 向外走去 从山洞出来我看了眼手机 目前虫群刚刚降临 蓝星还在孵化和潜伏期 现在离虫群末世降临还有一周时间 而我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尽快寻找食物 只因之前的产卵 消耗了我大量的体力 随即我用手机叫了个网约车 师傅去市区 在我上车后 司机不时地打量着我的身子 主要是像这么漂亮的女孩 她还是第一次遇见 有种话中出来的不真实感 而我自然也注意到 司机这奇怪的目光 你能不能带我去你家吃点东西 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 说完我甚至还将领口向下拉了拉 司机咽了咽口水 这不太好吗 我注意到司机的目光 在看着平台的录音和监控 客客原来是在担心这个 我轻笑一声拿出手机打字说道 叔叔不用担心 等你回家后我自己来找你 看到我的话 司机脸上浮现一抹笑 既然这样的话 真是拿你没办法 画面一转 在一个老居民楼房间内 我整理好衣服轻声笑道 大叔多谢款待 我看向床边那具带血水的骨架 嘴角以一种极其扭曲的程度上扬 之前我在和司机约定好地点后 便绕开监控来到司机的家中 按照我的说法 只要司机能让我吃饱 就可以满足对方任何要求 可惜我已经吃饱了 却再也听不到大叔的愿望了 正在这时电视里 正播放着最近的新闻 近日本市房产大亨之子 突然变卖所有家产 并大批采购物资引路人为官 我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眉毛一条 随即拿出手机详细地 调查这房地产公子的进口 而这一查还真有点让我惊讶 只因这小子哪里是购买物资 这是直接把超市背后的工厂给垄断了 基本所有物资全满了 甚至还走关系倒到了一座军事基地 越看越感觉这种墨市屯物资剧情 在小说里看过 按剧情这小子应该也和我一样 是个重生者吧 随即 林墨用手机搜索到了 那个军事基地的位置后 站起身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 居然让我给遇到重生者了 如果没有林墨 那个家伙 或许真的能复刻屯 亿万物资打造安全屋的操作 但是没有用 他的一举一动 全都在林墨的意料之中 照搬小说里的操作 生搬硬套固然好用 但假如 大反派也知道这操作 反手蹲点一网打尽怎么办 而林墨 就是那个 将他一网打尽的大反派 所谓安全屋 如果被敌人知道了位置 那便不再安全 试想一下 林墨在吃完那小子 屯的所有家禽牲畜后 将会吸收多少血肉 吸收完血肉以后 他就能继续产载 生一大窝的宝宝 使进薅系统羊毛 这不是 又把新手大礼包 直接塞进他的嘴里 原本没有目标方向的林墨 现在突然思路清晰起来 想到这里 少女可爱的小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林墨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市区外 军事基地附近 王源站在一旁 深深吸了口手上的芙蓉王 对 就把这些货运到仓库就行 王源指挥着搬运工们 将大批量的货物 都搬运进入军事基地里的储藏室 里面俨然比当地 最大的商超的货物都还多 实在是有些壮观 就在不久之前 他还是市里房地产大亨的公子 不过最近却突然变卖全部家产 很反常的大批量 订购物资囤起来 他的这个操作 引来了商界的一些大佬的关注 不过 当那些大佬发现 这小子囤的东西 基本都是那些生活用品 柴米油盐 还有牲畜家禽之类后 便没有再搭理这小子 认为他纯属是疯了 毕竟在别人看来 这些基本的物资 有着官方的调控 是不可以让商人去炒作抬高价格的 囤这么多 只能烂在仓库里 亏损最大化 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小子到底是发什么颠了 等到这些搬运的工人们 将货物都安置好后 王源将小费塞到这些人手中 大家辛苦了 过后一周时间里 我每天都还会订购更多的货物 之后要再麻烦一下你们 说着 王源给美人散了一条芙蓉王 出手阔绰 搬运工们接过小费和芙蓉王 难掩眼中的笑意 要知道 这个王少给的运送和搬运的费用 就要高于市场价 之后 每次还给他们送烟送小费 这一周下来赚的钱 估计比他们平时一年加起来 都要赚得多 工头摆摆手 谗媚地笑道 不辛苦 不辛苦 王少宁之后还有这样的好差事 可一定得叫我们啊 王源点头笑道 那必须的 目送这些搬运工离开 王源随意地抬起手 系统打开无限空间 在王源说话的同时 他的身旁冒出了 类似次元裂缝的空隙 将眼前仓库的物资 大部分都吸纳进去 只留了一部分 放在外面随时取用 在收纳了今天装过来的货后 王源算上今天 已经连续进货五天了 他能联系到的厂家 基本也都联系了 再过一周 潜伏起来的那些虫子 就会从阴影之中 全部涌现出来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同时爆发一场 极为可怕的虫群天灾 到时候 整个世界的秩序都将崩塌 在那样的世界里 谁掌握着物资 谁就能掌握世界的话语权 为此 王源将他能力范围内能 囤的物资 全都囤了起来 并且 他还请了一支雇佣兵团队 来保护他的安全 王源身旁 身穿黑色西服 戴着墨镜的男子问道 王少 您突然买这些东西 到底是打算做什么啊 而且 您还让我们把自己的家人 也都叫到这个军事基地里 王源轻笑一声 你的老大没有跟你说过 不该问的事情少问吗 雇佣兵的准则就是 不管雇主打算做什么 他们什么都别问 只需要知道 雇主让他们做什么就行 拿钱办事 少说 多做 男子沉默下来 王源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 在最后的三天 我会告诉你们 接下来的事情的 而现在 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好好保护我就行 王源掐灭手中的芙蓉王 再过一周 这个世界就会陷入混乱 而他则能通过重生者的经验 提前猎杀重足 获得核心 觉醒异能 扩张自己的势力 到时候 他便是这重群默势力 人类幸存者阵营的最强的势力 他的目标 可不仅仅是活下去那么简单 他要积蓄力量 成为默势重建后的人上人 为此 他需要自己的团队 他才会请来这些雇佣兵 想到这里 王源玩味地笑了声 等到重群默势爆发 他就是全场最亮的仔 傍晚 市区广场 林默坐在广场的长椅上 一双白皙的小脚晃悠着 少女手中拿着雪糕 舌尖轻轻舔了舔 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不解馋 林默吃着雪糕 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虫族吃这些人类的食物 其实并不会排斥 毕竟虫子也是需要摄取糖分的 只是虫族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来进行进化 以及补充繁衍后代的体力 所以才需要不断捕杀猎物 现在的林默 并没有着急去找 那个虫生囤货的公子哥 因为他知道 目前林默氏爆发 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对方还在囤货的过程中 那个家伙 可是一直会下金蛋的母鸡 杀鸡取卵的事情 林默可不会干 他要等到默氏爆发前夕的最后两天 再上门把那家伙给一锅端了 这样一来 才能收益最大化 而现在 林默在这广场晃悠 则是打算在吃正餐之前 来些开胃小菜 林默记得 在前世的时候 这个市里有不少人贩子 这些家伙 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诱骗那些离家出走的少女 以及走投无路的年轻人 用高薪工作 轻松跃入三五大白流的幌子 将他们骗到金山角区 之后 那些被骗过去的人 便会过上非人的生活 最后被榨干最后的价值 掏心掏肺 结束悲惨的人生 而那些人贩子 对于林默来说 就是最好的开胃菜 林默盯上他们 并不是因为 他想要为民除害 而是因为 那些人会主动带他 去官方查不到的地方 到时候吃掉他们再跑回来 官方也根本不会知道 他做了什么 不管怎么看 那些人都是最好的餐前甜点 正在这时 一个大姐姐的声音 在林默面前传来 小妹妹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你家大人呢 林默抬头看去 那是看上去三十出头 颇有姿色的少妇姐姐 林默装出一副 潸然欲泪的样子 喃喃道 我跟家里吵架 一个人离家出去 坐火车到了这个城市 现在没有钱回家了 少妇点点头 牵住了林默的手 小妹妹别怕 姐姐带你 去找爸爸妈妈妈好不好 林默微笑点头 嗯 表面上看 这个大姐姐 是个好人 不过很可惜 林默有着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他早已探测到 这少妇的附近 有几个男的跟着 一看就是这女人的同伙 表面一套 背地一套 装成好人诱拐小孩子 这不就是这些人贩子 管用的伎俩吗 在少妇没有察觉到的那一面 林默脸上露出一抹狡黠的冷笑 优秀的猎人 往往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的 林默 嘻嘻 猎物上钩了 星号Omega 跟林默寒暄一阵后 少妇姐姐牵着她的手 带着林默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小妹妹 走 姐姐送你回家 上车以后 少妇姐姐将一瓶水和一个面包 递到林默的面前 小妹妹 你离家出走 也没有好好吃饭吗 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林默看着少妇姐姐递来的食物和水 直接接过来 谢谢姐姐 林默表面上很礼貌地面露微笑 心里早已开始骂娘 因为 她虫群的敏锐洞察力 已经感知到 在这瓶水里 已经下了迷药 虽说这种迷药 只是让服用的人 暂时失去意识 而且对林默这样的虫群之母 并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 一想到这个坏女人 装成好心大姐姐的样子 诱骗无数的少年少女 林默就气得捏紧拳头 是 没错 林默很痛恨上一世背叛自己的人类联邦 以及林女 但是 她也同样痛恨那些 欺骗坑害无辜的人的渣子 那些人的行为 跟上一世背叛林默的联邦政府和林语 没有任何区别 林默将手中的面包吃下 随后在那个少妇姐姐注视的目光下 将那瓶放了迷药的矿泉水 咕嘟咕嘟喝下去 因为重裙优秀的代谢系统 林默喝完水以后 一点事都没有 那少妇姐姐 惊愕地看着林默 小妹妹 你不困吗 林默歪着脑袋 啊 啊 好像是有点困呢 林默不清楚这迷药的药效 还以为要等一下才会生效 所以打算在车上再跟那姐姐聊聊来着 没想到对方对她的要这么自信 没有办法 林默只好装作有些疲惫的样子 故意让自己的声音也显得有些虚弱 姐姐 我好困啊 我想睡会 林默闭上双眼 轻轻靠在车的后座 那少妇姐姐轻笑一声 点头音声 嗯 你睡会吧 等你睡醒了 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林默闭着双眼 装出一副已经睡着的状态 为了能显得逼真一点 林默主动进入休眠状态 沉沉睡去 等到林默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处山区 在她的身边 还有十多个看上去 跟她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 之前那个好心 帮助林默的少女姐姐 此刻再次站在林默的面前 那张漂亮的脸上 却带着一抹阴沉的冷意 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的味道 林默周围的孩子们也醒来后 一个个哭闹起来 我要回家 我要找妈妈 姐姐 求求你 放我回去吧 不是说带我们去旅游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些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的孩子们 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 吵吵闹闹起来 砰 正在这时 一声枪想在整个山区里响起 只见刚才的那个少妇姐姐 手中拿着一把手枪 对着天空开了一枪 煞时间 原本吵闹着的人群 突然就安静下来 这些孩子 虽说从小没有看到过枪 但是那种源自生物本能的恐惧 还是让他们不禁净声 他们很清楚 如果那一枪打在他们的身上 会是什么结果 少妇姐姐语气冰冷 现在 这里已经出了国界 你们别想 回去找 你们的爸爸妈妈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听懂没有 下一秒 少妇姐姐的目光 放在了林末的身上 她刚才就在观察着这里的小孩子 其他小孩子 或是脸上带着惊恐 或是茫然 只有这个白发女孩 似乎对被抓到这里 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少妇姐姐 走到林末的面前 喂 你叫什么 林末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你可以叫我茫茫 少妇轻轻摸了摸林末的小脑袋 温柔说道 茫茫 你是这批人里最听话 最有潜力的 以后这些家伙就归你管了 他们要是有什么小动作 或者想跑 就跟姐姐说 姐姐给你钱买糖吃 好不好呀 林末点点头 装出一副乖巧的模样 好 少妇再次揉了揉林末的脑袋 乖孩子 随即 她看向其他孩子 你们听清楚 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以后 你们就跟着默末 我们安排下来指标 然后听她安排完成 只要完成每个月上面 下达的业务量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们 这时候 有个孩子颤颤巍巍地举起手 那个 要是没有完成业务量吗 少妇姐姐轻笑一声 没有完成 那也简单 不听话的 可以丢在水牢关上几天 关老实了就行了 要是因为能力不行 导致业务不达标的 男生可以拉去嘎腰子 女生的话 可以去会所陪老板 玩坏了 也送去嘎腰子 听到这个少妇姐姐说的话 孩子们各个脸色铁青 心情也是跌落到谷底 他们之前就听说过 被骗到金山脚区的人 会有什么下场 只是他们没有想过 这种事情 会真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一时间 孩子们有的开始 哭哭闹闹起来 呜呜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还只是个孩子 姐姐 求求你 放我回去 我家里有钱 我可以让我爸给你钱 呜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一时间 原本安静下来的人群 再次开始闹腾起来 碰 这次 枪声再次响起 却并不是对着天空放空枪 其中一个哭闹得最凶的少年 惊愕地看着他身上的 黑洞洞的枪口 嘴角渗出血液 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上豪冷 豪冷 豪冷 他不想死 真的不想死 扑通 少年身子一僵 倒在了地上 这下 这些少年少女们 终于确信了 对方是动真格的 是真的会杀人的 一时间 他们也不再闹腾 全都吓傻了 少傅看向林默 这些人你管着 在闹腾就跟我说 我来出脸 随即 少傅便带着几个看上去 就凶神恶杀的金山脚士兵 押送起这些少年少女们 在前往金山脚园区的路上 林默小声对这些孩子们说道 你们放心吧 过了今晚 我就带你们回去 那些少年少女们 听着林默的话 有些难以置信 你真的可以带我们回去吗 真的吗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她自己都自身难保 还带我们回去 画大饼啊 听着林默的话 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小声 谈论起来 林默偷偷记下了 那个质疑她的人是谁 准备等之后 解决了这些人贩子 就顺手 把她也一起解决了 很快 林默他们便跟着这些诈骗人员 来到了他们的园区 安排进入住宿之后 林默发现 这园区还挺大 光是这里 驻守的金山脚士兵 就有两百多号人的样子 加上园区的老板 还有拐骗的人贩子 以及那些管理层 上上下下加起来 应该也有个小一千人了吧 想到这里 林默舔舔嘴角 真是期待呢 应该可以饱餐一顿了 说起来 这里也离官方的管辖范围很远 似乎当作新的产卵巢穴 也很不错 正当林默在盘算着之后 要怎么吃这些诈骗饭的时候 她的宿舍门被敲响 之前那个把她骗到这里的少妇姐姐 微笑着看着她 默默啊 跟姐姐过来 姐姐给你看个好东西 林默歪着脑袋 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那少妇姐姐微笑说道 你过来就知道了 林默的脑海中 浮现了以前看过的那些诈骗园区里 殴打被骗过去的人的视频画面 少女心中一横 呵呵 这些人想揍咱 林默 没关系 今晚就拿你们当开胃菜 锦浩 姐姐 你要带我去哪呀 林默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眨巴着眼睛看着走在自己面前的大姐姐 少妇姐姐轻笑一声 带你去的当然是好地方 过去你就知道了 林默心中一惊 她感觉 这女人说话神神秘秘 鬼鬼祟祟的 总觉得憋不出什么好事情来 林默甚至感觉 这女人不会是打算带着她 去某个黑市上去 把她的腰子给嘎了吧 想到这里 林默心中一沉 现在的林默并不是很怕这个坏女人 就算对方是真的打算嘎了她的腰子 林默也不可能被对方拿下 毕竟 现在的林默并不是人类 现在只是在这里扮猪吃虎而已 但是 一想到这女人打算坑害自己 林默心中就默默发痕 如果过去以后 对方是打算嘎她的腰子 那她绝对要当场把这人给吃掉 就这样 林默跟在少妇姐姐的身后 朝着外面走去 很快 两人便走出了园区宿舍 来到了外面 穿过一片山区的山路后 少妇姐姐带着林默来到一处山洞口 在这山洞口 林默感知到了一抹奇怪的气息 这是虫族的气味 林默用她的无感 感受着洞穴里的状况 即使她还在外面 也依旧能感知到 其中不断涌动着的小虫子们 在里面密密麻麻地蠕动着 正在这时 那少妇姐姐从林默的后面 给了林默一脚 我去你的 然而 当这女人的一脚 踢在林默的身上时 林默却纹丝不动 并且 她踹在林默的身上 就像是踹到了一块铁板 只觉得脚被自己踹得生疼 林默现在的身体 表面上是人类少女 实际却是浓缩了虫群的完美身躯 加上她本身LV9的等级 目前来说基本上 想碾死一个普通人 就跟才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如今的林默 被这女人踢一脚 可不就像是踢到了铁板吗 不要说被踢一脚 就算是这个女人拿出手枪 来给她当场清空弹夹 林默的身上 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一般的武器 已经无法伤到林默 想要让林默受伤 目前来说 起码要坦克和轰炸机 应该能对她 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 林默歪着脑袋 看向身后捂着脚 戴上痛苦面具的少妇 少女疑惑地看向对方 大姐姐 你怎么了 那女人摆摆手 我没事 林默点点头 哦 林默看向洞穴口 随即又看看着女人 大姐姐 你说的带我去个好地方 就是这里 你准备让我进去吗 那女人见林默 一脸天真的模样 随即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啊 对啊 里面可是有好东西呢 小妹妹 你快进去看她嘛 这女人用看傻子的目光 看着林默 她刚才的那一脚后 发现应来是没法 把这孩子弄去洞里了 于是打算用哄骗的手段 把林默给骗进去 林默听到这女人 让她进入洞穴 却是直接点头乖巧的 哦 好啊 就这样 林默在这少妇 惊讶的注视下 直接进入了洞穴 那少妇 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远去的林默 这丫头真是傻子 傻到没边了 算了 无所谓了 反正今晚给的祭品送到位就行 林默当然知道 那女人带她 来这里是打算做什么 她在一路进来的时候 观察着洞穴的周围 阴影中 无数蠕动着的幼虫 正在嗷嗷待哺 等待着食物 而剩下的成年虫子 则是用极度贪婪的目光 看向林默 在这些虫子的眼中 林默便是他们最好食物 林默静止走进了洞穴的最深处 在那边 一只看上去通体漆黑 如同一只大蛾子的虫子 正在林默的面前 用一种审视猎物的目光看着林默 然而 当她的目光落在林默的双眸的时候 却发现林默同样 以一种异常可怕的目光盯着她 林默看着这家伙 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页数据栏 姓名 无 血脉 食人鹅 净化度 3% 等级 LV6 血脉技能 飞翔 她是飞天的好手 扑火 她喜欢火光 鹅子容易被火吸引 增值 宠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林默看着眼前出现的一行行技能提示 在看到最后一行的时候 眼前一亮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吗 这倒是个不错的技能啊 林默估摸着 她自带的多子多福系统 如果加上这个增加产卵效率的技能 应该能得到更多的奖励 毕竟 升得越多 得到的奖励越多嘛 你看上去 相当的美味呢 林默舔了舔嘴角 肚子发出咕咕的响声 这只鹅子 还在疑惑地看着林默 脑袋里懵懵的 哈 这个人类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完全不带害怕的 林默的行为 让这原本打算进食的大鹅子 产生了怀疑 之前 那些被带来的孩子们 基本都是又哭又闹 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 然后 这鹅子便会 将那些哭闹着的孩子们 给生吞活泼 之后的残渣也不放过 全都给了她的幼虫吃掉 然而 现在在她面前的这个白发少女 却是用吃大餐的态度看着她 这让这只大鹅子很不爽 死死死 大鹅子朝着林默这边 用力发出一声嘶吼 似乎用这样的方式 吓唬住眼前的少女 然而 少女却依旧不为所动 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眼前这只无能狂怒的鹅子 林默双手抱在胸前 露出微笑 本事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吗 下一秒 少女的五官开始变得扭曲 八只长长的蜘蛛腿 也从她的背后冒出来 没等这只大鹅子反应过来 从少女的皮中显露出来的蜘蛛獠 已经死死咬住这只大鹅子 注入了毒素 这只大扑伦鹅子 根本都没有想过 会有这种奇葩的事情发生 明明是她要用餐 可是眼前的猎物 却变成了猎人 将她一口毙命 在用毒素 麻痹了这大扑伦鹅子之后 林默从后面 释放出一层层的猪网 将整个洞穴 都给蔓延覆盖起来 那些想要从洞穴中 逃出去的幼虫们 纷纷被白色的猪网 给缠绕起来 动弹不得 林默也没有管那些小东西 以他们的体质 是不可能挣脱猪网的 还是看看眼前的大餐好了 林默原本跟着那些诈骗犯 来到金山角区 只是准备吃掉小角色 结果没想到 直接捅了老窝 被直接带到了一处 虫群的聚落 这聚落的虫母 也就是这只扑棱蛾子 恰好等级也没有林默的高 就这么憋屈地 惨死在林默口下 毕竟 在这个时期 所有的虫群 基本都还在发育的阶段 谁会想到 有人会来抄家的 就这样 林默不断用白色的猪丝 将那扑棱蛾子缠绕 缠绕 再缠绕 最终包裹成了一个 白白的椭圆的球 林默又看向那些 被蛛网缠住的小虫子们 上去就是一口一个 口口爆浆 嗯 鸡肉味 大崩脆味道真是好极了 林默说 这味道好 不是在开玩笑的 以虫族的味觉来说 吃这些小虫子 就像是在吃小零食与豆腐一样 有着香香软软的口感 以及鲜美的滋味 这种感觉 让林默产生了一抹愉悦感 生而为虫 我很开心 在吃完前面的那些小虫子以后 林默看向被缠住的大鹅子 吃完小的 自然要吃正餐了 嘿嘿 林默那看不出表情的蜘蛛脑袋 似乎带着阴险的笑意 那我就不客气了 金山脚园区办公室里 身穿黑色衬衣 戴着墨镜的男子 吸了一口手中的瑞克舞 冷冷看着眼前的少傅 在他的旁边 蹲坐着一只白色豹子 似乎叫做雪豹 今天的祭品献祭得怎么样了 那少傅面对着眼前的男人 使劲点点头 都安排妥了的 嘿嘿 你也知道 这年头最不缺的就是傻子 在拖走十个为了神明大人之后 今天又拉来了二十多个新火 黑衣男子点点头 嗯 那就行 说着 男子将一打钞票 扔在少傅面前 这是你今天的工钱 好好干 以后好处也少不了你的 少傅难掩心中的喜悦 笑道 那可就谢谢老大了 眼前这个黑衣男子 便是这个园区的主人 同时也是金山脚区的军阀 阿珍将军 阿珍将军是维新派的第一人 本是个纯真少年 充满了野心的美 原本未来光明的他 却走上了歪路 被骗到金山脚的他 走上了诈骗犯罪的道路 不过这些年 他却是做大做强 从被骗来的人 变成了这里的大猿驱逐 开始了罪恶的生涯 而在最近 他意外发现了山里的那群虫群 并从那虫母的心灵感应里 得知了关于虫族的事 只要他不断给虫母贡献人类祭品 虫母便会给他虫族的核心 这核心让阿珍将军 觉醒出了异能 并且 只要虫族不断给他提供核心 他的力量就会日益增加 为此 他跟虫群达成了协议 他一直给虫群提供人类当作共品 而虫群则给他核心 互利互惠双赢 想到不久之后 虫群末世爆发 他到时候 就能通过积蓄已久的力量 直接在这末世 称王称霸 想到这里 阿珍将军轻笑一声 正在这时 他旁边的雪豹嗷嗷一声 嗷嗷 阿珍将军立刻怒喝 雪豹闭嘴 园区办公室里 阿珍将军抽着瑞克武 手上轻抚着雪豹 原本享受着这片刻宁静的他 忽然感觉到头痛欲裂 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感 这种感觉 是精神连接被强制中断的感觉 给予他核心的宠母 死了 阿妩 雪豹看到阿珍难受的样子 不由地吼了一声 阿珍将军立马怒道 雪豹闭嘴 喝止雪豹的同时 阿珍将军手捂着额头 好一阵才缓过来 旁边的少女担心地看着他 对阿珍将军问道 老大 您怎么了 阿珍将军反手一巴掌 抽在那少傅脸上 随即用那浑厚的口音怒喝道 我测你的马 你到底把什么东西 带去给神明大人吃了 那少傅被阿珍将军抽了一巴掌 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脸猛逼地看着阿珍将军 老大 到底发生什么了 阿珍将军怒道 发生什么了 神明大人死了 听到阿珍将军的话 那少傅傻眼了 不是吧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阿珍将军冷笑一声 那你现在就去山洞那边查看情况 那少傅为难地 看着阿珍将军 无奈道 将军啊 您都说了 那边有危险 我去不是送死吗 阿珍将军拿理理会这少傅 直接掏出手枪 对准了他 你不去 你不去 我现在就打死你 没有办法 那少傅被阿珍将军逼迫着 只能再次朝山里走去 与此同时 洞穴里 林墨将洞里的所有小虫子 全都吃完 享用起那只大扑冷蛾子 一口一口 嘎嘣脆 简直就是人间享受 林墨巴唧着嘴 吃得嘎嘎香 巴唧巴唧 真好吃啊 前世的时候 我居然都没有去吃这些食物 辛辛苦苦地装成人类 真是太亏了 林墨吃着大餐 不禁感叹人生的美好 现在的他 简直就要爽到不行 不是再吃 就是在找吃的路上 完全就是人生赢家了好吧 吃完了眼前的大扑冷蛾子 林墨便顺着整个洞穴 开始铺好军探 林墨注意到 他的属性栏发生了变化 姓名 林墨 血脉 蜘蛛之母 净化度 9% 等级 LV9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 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拟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拟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增值 虫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在吃掉那只大扑冷蛾子虫母之后 他竟然意外吸收了对方的专属技能 获得这个能力 正是林默所期望的 他的多子多福系统 只要生孩子 就能获得奖励 生得越多 奖励越多 为此 增加生小宝宝的效率 是林默 现在最要考虑的事情 不过 林默现在还不打算马上产卵 毕竟虫母在产卵后 会进入几天的虚弱期 要是在这个时期 被天敌袭击的话 那就离死不远了 林默深深地清楚 这个丛林法则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他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绝对不能让这里的 那些金山脚园区的人 抓到他产卵期的破绽 而林默的计划 也很简单 只要先去把金山脚园区的人 全都吃完 那不是就不用担心 产卵的虚弱期被袭击了吗 想到这里 林默退去了外壳 恢复成原本人类的外貌 少女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尘 用织网的能力 变出一套衣服穿上 哎呀哎呀 还是这副模样好用 少女看了看自己的小裙子 煞是可爱 她捏紧小拳拳 很可爱地 为自己加油鼓劲 决定了 就这样混入园区 然后把里面都吃得一干二净吧 林默从洞穴里面出来 却发现 外面是一片山区 并且路况非常的复杂 毕竟 这里可是金山脚区 每年被骗到这里 然后被杀害的人 都是成千上万 地形复杂 是防止那些被骗来的人逃出去 只有在这里 常年待下去的人 才能顺利找到路线 其余的人 基本在这里就会迷路 林默四处观望着 在这里兜着圈子 她喵的 为什么路况能这么复杂 咱又不是想要跑路 咱只是想回去园区里面 夹叉而已啊 少女在心中委屈地抗议着 正在这时 林默跑路到一半 就正巧遇到了那个 把她带到这里的少妇 林默注意到 那个少妇看上去火急火燎的 好像家里死了人一样 一脸哭丧脸 正在这时 那少妇也注意到了出来的林默 你怎么还活着 少妇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林默歪着脑袋 疑惑道 哈 我为什么不能活着 话说到一半 林默忽然想起来了 好像也对 她被这少妇骗去了洞穴里 按照对方的预期 现在林默应该已经是 那个大扑龙儿子的美餐了才对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 那只大扑龙儿子 被林默反手给咬死 一口一口大块朵頤 吃了个爽 林默表示 这可比之前吃那个 对她图谋不轨的司机爽多了 司机身上也没多少肉 还是这大扑龙儿子 吃着过瘾 不过林默意识到 似乎不能让这女人发现真相 要是让她知道了 其实林默是个 吃人不吐骨头的怪物 估计绝对不会 把林默带回园区了 林默还等着回园区 去再狠狠地加一顿餐呢 为此 绝对不能让这家伙发现端倪 林默小脑袋灵光一闪 解释道 那个 大姐姐 我在进洞穴以后就发现 里面全都是虫子的残骸 里面全都是猪王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 老吓人了 原本对林默 为什么还活着有些疑惑的少傅 茫然道 哈 什么情况 你进去以后 里面的虫子都死了 林默乖巧点头 嗯 不骗你 咱们自己人不骗自己人 林默嘴上说着假话起来 就像是家常便饭 一点都不带含糊的 毕竟 自己人不骗自己人 可是 谁跟你是自己人啊 呵呵 不过 是咱的餐前甜点罢了 那少傅依旧是有些不相信 于是 林默便跟对方说道 你不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林默打算带着这少傅去现场看看 反正里面的大扑棱儿子 和那些幼虫 全都被林默给祸祸完了 确实只剩下了一地的残骸 带着这女人进去 也说得过去 等到获得这女人的信任以后 对方就会带着 咱去园区里面 直接给咱带路 毕竟 林默很有自信 这些家伙 不会让他走的 在园区的人看来 像林默这种待宰的羔羊 可是园区的财产 既可以拿去诈骗 又能带去会所 之后还能卖了嘎妖子 要是就这么放跑了 那要少赚多少钱啊 所以 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放林默跑的 现在林默只需要让少傅放松警惕 带着他回园区就好 少傅点点头 好吧 我相信你 你给我带路吧 就这样 少傅跟着林默到了山洞路口 少傅使了个小心机 跟在林默的身后 让林默带路 你走前面去 这样遇到危险的话 要被袭击的也是林默 到时候 这少傅见识不妙 就能趁机开溜 林默带着少傅进入了洞穴 里面果然如林默所说的那样 满地都是那些虫子的残孩 以及一地狼藉 少傅深吸一口气 有些惊恐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正在这时 少傅忽然发现 眼前的少女停下来了脚步 林默口中发出一声笑声 少女的脑袋 以360度的诡异角度转过头来 非常恐怖地看着少傅 少傅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身子一软 林默微笑道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在吃掉人类的时候 能获得对方的记忆来着 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我要费心费力地 获得你得信任呢 啊 直接吃掉你就好了 少傅身子颤抖 默默 你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少傅想过要逃走 可是双腿瘫乱 根本迈不开腿跑 林默轻笑着 你还不明白吗 造成这里的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我啊 说吧 少女的身后 冒出了八只蜘蛛爪子 嘴角上扬 快要咧到耳根 虽说刚才吃了一顿大餐 但是林默也不介意加餐就是了 那么 我不客气了 我的小甜点 尖锐的蜘蛛爪子 刺入少傅的心脏 下一刻 林默便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山路上 白发少女吐着舌头 脸上的表情很难受 这姐姐的味道 这难吃啊 那少傅姐姐表面上 看上去很漂亮 实际是整容整出来的 脸上全是玻尿酸 胸口也是硅胶填充的 身上充满了各种人类智慧的结晶 林默在吃的时候 郝玄没给直接噎死 不过好在 吃掉那个家伙之后 林默也算是掌握了整个金山脚园区的路线 那少傅生前记忆里的路线 全都清晰地浮现在林默的脑海中 他再也不用担心 找不到回去园区的路了 就这样 林默一路回到了园区 根据林默从那个女人身上获得的记忆 他似乎效忠于一个叫做阿珍的家伙 那个人被称作阿珍将军 养了一只雪豹当作宠物 似乎就是这一片园区的园区主人 林默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吃掉这个园区所有的坏人 同时将那个阿珍将军解决掉 最后兑现自己的承诺 把被拐到这里的孩子们送回家去 林默是不打算当人 但是不代表他是出生 林默吃的 都是那些做坏事 或者起坏心思的人 虽说要当个反派 但也要做个有格调的反派 强者愤怒 挥刀更强者 弱者愤怒 挥刀向更弱者 林默要复仇没错 但那是有针对性的 他还是想要尽量不忘记 自己曾经是个人类这件事 林默走着夜路 一路回到了原本的金山脚园区 金山脚的夜晚并不安静 在星星的点缀下 山里不断传来悠悠的虫鸣 有些过躁 啊 果然还是好饿啊 林默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轻叹一口气 身为宠母的他 饭量也比普通的虫子大得多 毕竟身兼复兴虫族的使命 他需要大量的进食补充体力 才有力气生好多好多的虫子小宝宝 正好来到了金山脚园区 这里最不缺的 就是那些没有人性 丧尽天良的人渣了 吃掉它们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它们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增加更多的二氧化碳 污染地球环境 这么一想 我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林默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大好事 少女舔了舔嘴角 嘿嘿 那么 我亲爱的夜宵 我来咯 组长 这边发生了一些变故 阿珍那家伙 似乎要提前展开下一步动作了 再不收网的话 会有更多无辜的受害者 我申请提前行动 园区内 染着金发 小太妹模样的少女 手中拿着手机 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着话 苏雪儿表面上 是金山脚园区的管理层 实际却是联邦政府的 特别行动组成员 她卧底在这金山脚地区 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 为的就是打掉 金山脚园区的诈骗窝点 将这里的阿珍将军 抓捕归案 DIV Datafone Chate Type 等于Image Source 等于User 苏雪儿 最近一段时间 苏雪儿便发现了 这里的情况不太对劲 原本的园区 虽说是会带着人去嘎妖子 但是至少 她也是知道那些人的动向的 可是最近 园区总是有人 莫名其妙地失踪 再也没有回来 后面苏雪儿经过调查法发现 在这大山的洞穴里 竟然存在着 一只好几米高的吃人大鹅子 并且在洞穴里 也充满着这大鹅子的幼虫 而那个阿珍将军 竟然跟大鹅子 达成了某种合作 阿珍将活人给大鹅子吃掉 大鹅子则给阿珍一些其他的好处 用活人来喂养虫子 这样的做法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身为正义小卫士的苏雪儿 自然是看不惯这样的做法的 最近他们特别行动组 便已经组织好武装力量 准备剿灭这里 可是他的队长 却让他按兵不动 等待指示 电话里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雪儿 你不用着急 这次的情况 依旧在我们的掌控之内 目前还没有到行动的最佳时机 贸然行动的话 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损失 苏雪儿皱起眉头 但还是点点头 嗯 我明白了 身为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长官的命令是绝对的 这是身为军人的纪律性 然而 苏雪儿却明白 这件事不能再等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刚刚 园区主阿珍将军 让大量的园区士兵 去带走这里拐来的人 也不知道把他们要带去哪 但是苏雪儿知道 这其中绝对发生不了什么好事 他隐约感觉到 如果放任阿珍将军带走那些人 他们全都会死的 想到这里 苏雪儿将手摸到了 自己身上的手枪上 上面的人不行动 我以个人的身份行动 总是可以的吧 能就一个是一个 反正他不能看着这里的人 被那些人渣全部害死 少女双手握住手枪 跟着园区的士兵身后 来到了一处仓库附近 让他震惊的一幕 出现在他的眼前 阿珍将军和他的雪豹浑身染血 鲜红的色彩让他们的身上 看上去如同恶鬼一般恐怖 地上导致一具具尸体 有那些被拐来园区的人的 也有这里的园区士兵的 阿珍将军手中拿着瑞克舞 深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透露出一抹满足 一 嗯 阿珍将军畅快地长舒一口气 同时 旁边的雪豹也仰天长笑 阿珍将军看着他自己的双手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呵呵 原来人的血肉 真得能提升我的力量 看样子 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既然如此 那只虫子是否活着 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正在这时 阿珍将军的目光 落在了过来的白发少女身上 只见白发少女向他慢慢走去 脸上带着一抹怒意 阿珍将军轻笑一声 这些死掉的家伙里 有你的朋友 而苏雪儿也是很紧张地 看着那白发少女 那少女过去 不是在送死吗 又有一个受害者要出现了 然而 白发少女的话 却让阿珍和苏雪儿 顿时一脸猛逼 你把这些人全杀了 你难道不知道 活着的食物才新鲜吗 你这让我怎么吃啊 简直是暴殖天物 这也太浪费了吧 原本林默是打算来园区加餐的 结果 当他回到园区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眼了 人呐 园区那么多的雇佣兵和诈骗人员 一个个的都跑去哪了 林默在园区看了一大圈 愣是一个人都没有见到 这让少女气得不轻 她本身就饿着肚子跑到这边来 本来想着 回来吃两个不长眼的家伙解解馋 结果现在倒好 回来园区里 却是人去原空了 草 真是太草了 你古丁 阿珍 你这个杀千刀的 把老娘的夜宵 都弄到哪去了 林默愤怒地喊着 阿珍将军的全名 这是从那个被他吃掉的家伙记忆中得到的信息 似乎是从某高原圣地来的称号 他只想给那个从他口中虎口夺食的家伙 狠狠来两全 至于那些人被带到哪里 林默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头绪 毕竟他吃掉的那个女人 记忆里有着关于阿珍将军的计划 于是 他也摸索着 来到了那个仓库 结果到了现场以后 林默才发现 被绑架到这里的人 以及很多原本属于园区的诈骗人员 全都被阿珍将军给杀死了 这让林默出奇的愤怒 毕竟 这些家伙原本该是林默的口粮的 可是现在 全死了 浑身染血的尼古丁阿珍和雪豹 冷笑着看着眼前的少女 喂 你在那边自言自语什么呢 呵呵 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尼古丁阿珍从身上摸出瑞克武 换上了最新款的烟弹 深深地吸了口 他完全没有将眼前的少女给放在眼里 毕竟 身为异能者的他 面对一个普通人的少女 根本不带慌的 林默看着阿珍 脸上浮现一抹杀意 尼古丁 阿珍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少女目光灼灼地盯着眼前的青年 同时 在少女的目光中 浮现出了尼古丁阿珍的面板属性 姓名 尼古丁 阿珍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纯真之力 觉醒度 20%等级 LV9技能 纯真之眼 具有一种野性的美 能看清对方的动作 甚至预判出三秒内的未来 动物朋友 与召唤兽 血豹产生羁绊 双方同时出场 能增强40%的实力 四字真言 念动真言我侧尼马 大幅压制对方实力 电子雾气 将瑞克5的烟雾释放 既能当作攻击的手段 同时也能当作烟雾弹迷惑对手 瑞克铠甲 维新派的终极必杀 与瑞克人烟合一 化身瑞克铠甲 将获得全新的能力 林默 林默看着他 整个人都猛逼了 卧槽 不是吧 你不是跟那个大铺人鹅子 签订契约 成为觉醒者的吗 怎么你的技能和属性 比那家伙还好得多 嗯 你看到过那只鹅子 尼古阿珍眉头一皱 意识到了事情 有些不太对劲 他将手摸向自己的瑞克5 警觉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我只是个想吃饭的女孩子而已 林默嘴角勾起一抹魅惑的笑意 尼古阿珍拿起瑞克5 吃饭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想吃的是什么 林默轻声微笑道 还能是什么 当然是 你们这些搞诈骗的人渣啊 尼古阿珍冷笑一声 哼 就凭你 没等尼古阿珍的话说完 他的话语便戛然而止 因为 在尼古阿珍还在说话的间隙 白发少女 已然瞬移 出现在她的眼前 一拳将她打飞在半空 林默身形一闪 同步出现在半空的尼古阿珍面前 少女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坏笑 对啊 就凭我 怎么了 说话的同时 少女来了一记360度螺旋回旋梯 她的身影 如同利刃华尔兹一般 优雅而美丽 就这么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当场将尼古阿珍击落在地 地面上被砸出了深深的坑洞 扑 尼古阿珍口吐鲜血 现在的她 只觉得自己内脏破碎 少女那一击 没想到威力竟然如此之猛 让尼古阿珍感觉自己 不是被一名人类的少女给击中 而是被一辆好几吨重的虎式坦克 当场创飞 尼古阿珍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少女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 另一个觉醒者 尼古阿珍冷哼一声 纯真之眼 在她喊出这句话的同时 尼古阿珍的双眼闪闪发亮 好似那瞪大的铜铃一般 原本尼古阿珍打算用这能力 洞察出眼前少女的实力 却看到了 让她一辈子难忘的一幕 在少女的身后 浮现出一道可怕的气息 那似乎是一只偌大的 身高数米长 通体洁白 看上去恐怖而又美丽的蜘蛛 这个家伙 不是人类 雪豹 我们走 尼古阿珍大喝一声 雪豹叼起阿珍 直接跑路 哼 想逃 林末见尼古阿珍想要逃走 冲上前去 便打算擒住他们俩 没想到那雪豹的速度极快 转眼便消失在林末眼前 林末轻叹一口气 呼 阿珍 你可真是金山脚跑难熬 跑得可真快 算了 虽说地上的这些家伙不太新鲜 但是总归还是能将就着吃一下的 正在这时 林末注意到了一旁的金发少女 正用一脸崇拜的目光看着她 那个女人的眼中闪着小星星 似乎林末就是她的偶像一般 好厉害 你是觉醒者吗 少女凑到林末的面前 林末看着这可爱的少女 虽说一副小太妹打扮 却难掩那份活泼的感觉 林末有些疑惑地看着少女 呃 你是 林末在思考 要不要吃掉眼前这位少女 虽说她一般情况 不会对普通人出手 但是这女人看到了现场的全过程 要是出去到处乱说的话 只不定招来什么麻烦 正在这时 少女立正之后 对林末进了个军礼 我叫苏雪儿 是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特工 就是说 你是卧底 林末打量着少女 苏雪儿点点头 差不多就是这样 林末 林末 呃 好像不能吃她 吃了绝对会出事的吧 到时候被军方盯上 可就不好了 您就是传说中的觉醒者吧 少女双眸闪闪发光 看上去就是一副小弥媚的架势 林末被眼前的少女用 充满崇拜的目光盯着 整个人都觉得有些不自在 喂喂 咱可是反派啊 怎么用一副看英雄的目光来看咋啊 很不舒服的 然而 眼前的这个少女 似乎是官方的人 林末还不能让对方发现 她的真实身份 要是被官方的人发现 她是宠族的宠母 估计下一步就是出动军队来围剿她了 林末听说过一句老话 叫做 实时务者 维俊杰 目前的她 还处在发育期 绝对不能在官方眼前暴露身份 还是顺着少女的话说下去好了 林末有些无奈地望着面前的金发少女 轻叹一口气 嗯 没错 我是觉醒者 苏雪儿得到林末的回答 点点头 您一定是早就得知了这个园区的阴谋 所以也潜入境来 就是为了打败尼古丁 阿珍对吧 林末也是顺着少女的话 点头应道 啊 对对对 你说得对 苏雪儿看着林末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敬佩 一般来说 觉醒者很多人 在得到了超越常人的力量后 第一时间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享受人生 有些人甚至会利用自己的能力 作威作福 为祸一方 可是反观眼前 这位白发少女 身名大义 潜入金山脚园区 只为能救出这里的受害者们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大公无私 舍己为人啊 林末被苏雪儿这么盯着 大概能猜到 这女孩在想些什么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只要对方 不要猜出她重足的身份就好 至于被误会称觉醒者什么的 不影响 被官方当成觉醒者 然后招揽 总比被官方认出 虫族的身份 然后追捕要好很多 以林末前世的记忆 官方在早期的时候 很难辨别 伪装成人类的虫族 技术上面 还没能突破的这一层 再加上 林末本身就是 虫族主宰级别的虫物 伪装能力 比一般的虫子好多了 就算她装作觉醒者 也问题不大 说起来 既然这丫头是官方的人 那么从她的口中 套出一点情报也不错吧 林末记得 上一世的时候 发后的两个月了 可是现在 末世都还没有开始呢 尼古丁阿珍就不说了 就连官方都针对觉醒者 设立特别行动组了 估计 前世的时候 也很早就有了觉醒者 只是官方后面才爆料 林末感觉 或许在前世的时候 还有很多事情 她都被蒙在鼓里 现在正好借着女人 将事情的原委 好好了解清楚 林末微笑着 看向眼前的少女 说起来 苏雪儿 我问你 你们特别行动组 是多久发现有异能者的 苏雪儿对于眼前 这个刚刚击败阿珍 救下她的白发少女 并没有太大的警惕 将她知道的情报说出来 大概就是一周前吧 之前陨石落下以后 就陆陆续续 出现了拥有异能的人 里面不乏异能犯罪者 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上面呢 对于这情况 也是相当的重视 特别成立了特别型动组 来针对这情况展开调查 我们目前的方针就是 对于好的觉醒者 尽量地拉拢 而那些 打算用觉醒的能力 做坏事的人 也绝不姑息 林末大概知道 官方的情况了 她看向少女 嗯 行吧 所以 你用这眼巴巴的目光 盯着我 是想要把我拉到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 行动组了 林末撇了一下苏雪 只见那金发少女 正用冒着小猩猩的 可爱眼眸 不断打量着她 老实说 林末不喜欢被这么盯着 因为 这会让她想起上一世 那个一直喊着她哥哥 像是小尾巴一样 跟在她身后 最后被刺她的那个女人 嗯 就是她曾经的妹妹 林语 林末不需要粉丝 不需要崇拜者 这些只知道依附于强者的家伙 只是牧强心里发作罢了 而这类人 总有一天会变成强头草 当初有多喜欢 被刺的时候 就能有多狠 林末不能判断 苏雪儿是不是淋雨那种人 但是她只知道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有些事情 不得不防 现在的林末水泥风心 不可能再相信任何人 正当林末还在心里面 这么想着的时候 苏雪儿却是使劲点点头 嗯嗯 没错 我代表第九区 这以最诚挚的诚意 来邀请您加入我们 加入第九区以后 会有官方的编制 五险一惊 周末双休 还有年假哦 林末摆摆手 不用 编制 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 末世彻底爆发 到时候 整个人类都快要灭亡了 我还要你这编制 有用 不过林末不能表现出来 免得被看出端倪 只能委婉拒绝 苏雪儿有些失落 啊 那真是可惜 能告诉我理由吗 林末想了想 回答道 我不喜欢被约束的感觉 很讨厌进入编制 其实 是因为林末是宠母 平时还要忙着去下蛋 和带小宅子呢 要是真的入职了编制的话 随时都可能 被上面追查去向什么的 更容易被暴露风险 毕竟 不入编制 没有人一直追查你 可是想要进入编制 那可是得直接查 你背后的背景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 不干净的履历啥的 一不小心 就把他宠母的事情查出来了 苏雪儿灵机一动 啊 这好办 我帮你申请个 编外人员的名额 平时也不会有 组织上的人来管你 该发的津贴和福利 都不会少 怎么样 林末轻轻扎舌 则 这女人 怎么不依不饶的 好想直接吃了她 算了 别人也不是坏人 饶她这次吧 编外人员 倒也无所谓 还能偶尔借机打听一下 官方近期的动作和情报 不是什么坏事 想到这里 林末轻叹一口气 好吧好吧 看在你用看偶像一样的目光 看我的份上 我就答应你吧 苏雪儿高兴地举起手 好耶 金山脚园区内 特别行动组的几辆越野车上 身穿军服的组员们 手持枪械 从车上下来 看着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以及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 即使是这种酒精沙场的老兵们 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些搞诈骗的家伙 可真不是人 人性明面 道德沦丧 林末看着这一地的尸体 擦了擦嘴角溢出的口水 嗯 小苏啊 这里的尸体能留给我吗 苏雪儿疑惑地看了眼林末 眼中的神色带着不解 啊 木木姐 你要这些尸体做什么 在特别行动组的人 来到这里收拾现场之前 林末跟苏雪儿一番交流 两人的关系 已经非常不错了 林末跟苏雪儿 在之前交换了手机号码 并且成为了好闺蜜 当然 是苏雪儿认为的好闺蜜 至于林末嘛 她只是将苏雪儿 当作了可以利用的线人而已 在林末眼中 苏雪儿这样初出茅庐的小白花 是最适合利用的工具 靠着跟对方拉近关系 也方便 她能随时及时地了解到 官方的动作和消息 简直不要太方便 林末收起思绪 面对苏雪儿的疑问 林末也装作为难的样子 小苏啊 你也知道 觉醒者的能力 有很多邪门的 对吧 苏雪儿点点头 嗯 我知道的 苏雪儿身为官方的 特别行动组成员 自然不久前 也在档案中 看到过一些奇怪的异能 比如 能力是将生物 变成活体炸弹的能力 只能将活物变成炸弹 然后那个觉醒者 便专门抓流浪的小猫小狗 制作成为活体炸弹 用来抢劫银行 以及制造恐怖袭击 还有觉醒者的能力是长生 但是前提是 必须要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吸收他人的生命力 来延续寿命 很多觉醒者 或多或少 力量都没有那么的 嗯 没有那么正派 所以 在听到林末这么说以后 苏雪儿大概也明白了 林末的意思 你想要这些尸体 林末点点头 嗯 我留这些有用 为了防止苏雪儿多想 林末继续说道 我的能力 需要血肉来提升力量 你把这些尸体留给我 总比我黑化 去袭击活人要好吧 苏雪儿倒吸一口凉气 林末这样的觉醒者 对于普通人来说 简直就是移动的天灾 只要林末想 在场的特别行动组成员 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对于这样的存在 确实应该该轰轰就轰轰 该赵安就赵安 要是真把对方逼急了 走上了异能犯罪者的道路 那可就是一个大麻烦了 苏雪儿想到这里 赶忙对林末说道 默默姐 您放心 这些尸体你带走 我不会多说什么 至于上面 我会想办法蒙混过关的 苏雪儿看向身后赶来的 特别行动组成员 走吧 幸存者都被尼古丁阿珍给干掉了 这里的烂摊子 就交给咱家默默姐吧 我们就不要影响她了 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 看到林末的双眼 紧紧盯着那些尸体 嘴角流着口水 一个个都背后一函 那个苏队 您确定她是好人吗 面对队员的质疑 身为小队长的苏雪儿 则为林末争辩道 怎么不是好人 嗯 默默姐可是从阿珍的手中 就吓了我 你们是没有见识过 默默姐的实力 她要是坏人 我们现在都得死 苏雪儿看向林末 默默姐 你跟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林末 这么高调的吗 林末本身不是什么 喜欢炫耀自己实力和张扬的人 而且 她想隐藏自己 身为虫族的身份 更加的不喜欢险山露水 结果 现在苏雪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没有办法 林末只能给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 现场表演一下 什么叫做狠活 行吧 林末耸耸肩 既然你们这么想看的话 稍微给你们展露一下 也不是不行 林末心想 在觉醒哲理 应该也有肉体系的人 所以 稍微展露一下自己的实力 应该也是问题不大的 想到这里 白发少女轻轻甩了甩胳膊 走到园区的一处大楼面前 看好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整个狠活 忽略 走你 林末抡起拳头 一拳打出 当少女的拳头 落在园区楼房的时候 这栋大楼 竟然直接当场 从少女拳头击中之处断裂 整个大楼被一分为二 轰然倒塌 苏雪儿见状 立马像是小妹妹一样 当起了捧根 默默姐天下无敌 默默姐把你骨啊 真狠狠羞辱 默默姐 我们敬爱你啊 林末摆摆手 嘴角微微上扬 哼哼 低调 低调 与此同时 内地 圣地最高城 纯真青年身穿脏袍 左手拿着瑞克舞 右手牵着雪豹 见此情景 谁人不得迎唱一句 仙衣怒马少年郎 谁人不识李唐王 尼古丁阿珍 震臂高呼 李唐 你们的王 回来了 阿珍看向雪豹 摸摸他的脑袋 用那初中文化的烟嗓低沉道 雪豹 看样子 这么多年 我们终于还是回来了 金山脚一败 让阿珍明白 这个世界上 并不只有那大破棱额子 似乎各个地方 都有虫足在暗流涌动 这让他洞察到 现在正是他维新派 崛起的好机会 十年魔一剑 就是为金招 阿珍这么多年 在金山脚积蓄力量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回到圣地 重铸维新派瑞克荣光 虽说他败在那个白发女人的手上 但是没有关系 阿珍明白 不能杀死你的 只会让你更强大 阿珍不会担心 他还有他的动物朋友 一 嗯 阿珍一声咆哮 在圣地的神兽们 紧跟着呼啸而来 知识 蛇利 知识狐猎 知识张子 知识炎阳 还有他最亲密的伙伴 知识雪豹 看着眼前的动物朋友们 你古阿珍心中的热血 不断上涨 阿珍脸上 带着纯真的笑容 圣地礼堂 该变天了 带到特别型洞组的人 全部走后 林墨将园区的尸体 一个个搬到了之前的洞穴 为了防止有人跟踪 林墨还特别用他的蜘蛛感应 感知了周围的动静 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 少女这才舔了舔嘴角 嘿嘿 多谢款待 两小时后 林墨摸了摸他圆鼓鼓的小肚子 身子轻轻倚靠在洞穴石壁 打了个小宝格 格吃了好宝 俗话说得好 吃饱喝足好办事 现在 林墨已经进食完毕 完全做好了下载的准备 就这样 他退去了人类的外形 变成了那原本的宠母的状态 身形五米多高的雪白大蜘蛛 在整个洞穴结网 让原本很是宽敞的洞穴 变成了一处盘丝洞板 再然后 林墨便放松了身子 那蜘蛛的脸颊微红 明明已经不是第一次 但是他却依旧觉得很害羞 嗯 果然 生小宝宝什么的 还是很难为情啊 但是 毕竟他的系统是多子多福系统 所以 妈 即使在害羞 那也得硬着头皮上 只有多生小宝宝 才能获得更多的系统奖励 才能不断变强 想到这里 林墨憋足了气息 他只觉得 一股暖流流过 一颗颗白色的蜘蛛蛋 像是不要钱一样涌出 瞬间 整个洞穴像是被虫卵所淹没一般 被完全堆积起来 刚刚才吃饱饭的林墨 此刻只觉得身体有些虚弱 劳累的他长舒一口气 闭上了双眼 生小宝宝好累 还好生完了 接下来 就等着宝宝们孵化出生吧 丁 您的子嗣已孵化 即将发放系统奖励 您此次孵化子嗣 1919810只 等级 低等重足 您获得奖励 大量进化点 您的等级已达到瓶颈 需完成进阶任务完成突破 否则进化度将不再提升 这次竟然一次升了快200万只 不得不说 之前从大扑冷额子那边 继承的增值天赋 真不错哦 林墨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 姓名 林墨 血脉 蜘蛛之母 进化度 14% 等级 LV19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 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擬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擬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增值 虫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林墨看着自己的属性 再看看之前的子嗣数量 近200万只的后代 原本宽阔无比的洞穴 现在密密麻麻 全是白色的小蜘蛛 要不是因为幼崽的体型足够小 不然的话 恐怕这洞穴都要被填满了 现在这里无数的幼虫们 纷纷看向林墨 林墨即是他们的母亲 同时也是他们的主宰 这种场面 若是让一个密集恐惧症的人过来 估计要被当场吓晕过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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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万小蜘蛛的声音 不断在林墨的脑海中 欢腾地叫喊着 这吵得林墨有些烦 带孩子 真是一件麻烦事 原本看着幼崽时候 还有些慈爱的林墨 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幼崽 却并不开心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吵了 啊 好烦 好烦 果然 我不适合带小孩子啊 林墨重新拟太出人类外形 变成了白色长发 倾国倾城的美少女 现在 她要离开金山脚区了 多子多福系统的 奖励她 已经拿到了 继续留在洞穴 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说 就算她想管这些孩子好了 这一两百万只小蜘蛛 让她怎么管 一个个去管 根本照顾不了 而且 蜘蛛本身也不是什么群居生物 还是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 林墨还真不信了 她不管他们 他们就能饿死 妈妈 饿饿 妈妈 范范 林墨听着这些小蜘蛛们的声音 却无动于衷 少女冷漠地丢下一句 呃 就饿呗 谁管你们啊 饿了自己出去找东西试选 说完 林墨便头也不回地 朝着洞穴外面走去 她现在要回原本的城市去了 林墨是爆发 又近了一些时日 林墨要着手 准备去找到那个 用无限空间囤物资的重生者 直接抢走 她囤的所有物资 发家致富去 至于带娃什么的 嗯哼 咱就是管生不管养 略略略 林墨回到了 她原本的城市 在街边的广告位 她注意到 上面贴着一则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我家哥哥林墨 她现在走丢了 求求见到她的好心人 能带她回来 联系电话 林墨看着眼前的告示栏 皱起眉头 哼 假惺惺的 林宇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少女轻轻将之前 在路边摊买来的 鸭舌帽的茂盐压低了一些 随即又看向另一个公告 今日 有市民称 不少人在山里遇到了怪物 山中多人失踪 近期还请不要靠近山里 安静在家 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山里 嗯 咱在去金山脚区之前 好像生了不少小崽子 在那边来着 官方 估计会查到那边去 无所谓 就算官方剿灭 她的子嗣 林墨也能随时再生出 更多的宝宝 只要她这个宠母还在 她的子嗣 便能生生不息 比起这个 林墨更担心现在的她 该如何突破瓶颈 现在的她卡在瓶颈 要是想要继续变强 就必须要做系统的 进阶任务才行 可是 她到现在还没收到 什么进阶任务 正在这时 林墨的眼前 弹出了系统提示 定 您收到了一则任务 进阶任务 吞噬三只 其他虫群的 虫母的核心 完成任务后 即可突破瓶颈 并活得丰厚奖励 看到眼前的任务 林墨眉头一皱 吞噬三只虫母的核心 我她喵哪儿 给你去找三只虫母啊 明警号 收到了系统给的 进阶任务 林墨开始思考 今晚在哪里睡觉的事 重生后 她就离家出走 去找到虫母 继承了核心 之后的时间 她要么在山洞里 孵化小虫子 要么就是之前 去金山脚园区吃大餐 现在回到城市的林墨 忽然发现 她好像没带钱 完蛋 没有住的地方了 总不能去睡桥洞吧 现在的林墨 腹白貌美 还有着符合 大众审美的白毛 要是真睡在桥洞 肯定会来图谋不轨的家伙 到时候 她一个不小心 没有忍住吃掉了那家伙 到时候 说不定会被监控拍下来 想到这里 林墨的小脑袋 刮摇的 就像是波浪鼓 不行不行 还是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才行 身上没有钱 又想要找到睡觉的地方 该怎么办呢 有了 林墨户的脑袋灵光一闪 她之前在金山脚区 离开的时候 还加了苏雪儿的手机号码来着 现在不就派上用场了 想到这里 林墨拨通了苏雪儿的电话 嘟嘟嘟 嘟嘟嘟嘟 手机铃声响过几声后 电话接通 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默默姐 有什么事情吗 林墨倾咳一声 那个 小苏啊 你能把我找个住的地方吗 苏雪儿那边 听到林墨的话 回答道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这边 没有什么豪华的住宅 住在我家普通的小公寓 默默姐能接受吗 在苏雪儿的印象里 她这些天接触过的觉醒者 基本觉得自己 得到了与众不同的力量 早已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人上人了 为此 那些觉醒者们 要住的是总统套房 洗澡要用牛奶泡澡 吃的要是米其林三星 当林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苏雪儿觉得 林墨可能也会这样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这样的话 也只有在超级英雄的电影里面 才会出现 正常的情况下 基本都是能力越大 排面越大 觉醒者的态度基本上是 我随便能像捏死蚂蚁一样 捏死那些普通人 凭什么还要我保护他们 蝼蚁们就该像是 供祖宗一样供着我 所以 苏雪儿也只是向征信地问下 她认为 她这么说 默默姐应该就不会想来了 然而 手机里传来了林墨开心的声音 当然可以啊 小苏你愿意收留我 真是太好了 听着林墨的回答 苏雪儿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林墨是她遇见的第一个 也可能是唯一一个 不摆排面的觉醒者了 就如同是林家的大姐姐一般 让苏雪儿感觉有些亲切 苏雪儿原本就因为林墨 在金山脚园区救了她 心中对林墨怀着感激 现在更是彻底放下 对林墨觉醒者身份的偏见 将她当作自己的亲姐姐一样 好 默默姐 我把定位发给你 不对 默默姐 你发定位给我吧 我直接来接你 公路上 苏雪儿开着车 白色长发的少女坐在她身旁 少女用发圈将白发梳起单马尾 原本就很可爱的翘脸 多出几分活力 多谢多谢 小苏啊 要不是你 我还不知道今晚该去哪里呢 林墨由衷地感谢着苏雪儿 如果苏雪儿真的不收留林墨 那林墨打死也不会去睡桥洞的 估计今晚就要去山上的山洞里 变回蜘蛛的原形 然后在外面的山洞睡一晚上了 比起冰冷的山洞 曾经是人类的林墨 还是更喜欢软软乎乎的大床 一想到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 重启末世就会彻底爆发 到时候就更难找到大床睡 林墨表示 要趁现在赶紧睡个够 苏雪儿正开着车 听着林墨对她的感谢 心中越发加深了 她对林墨的好感 苏雪儿心中暗想 嘿嘿 果然墨墨姐跟别的觉醒者都不一样 好可爱哦 想到这里 苏雪儿不禁偷偷瞥了一眼林墨 少女的身高不高 一米五出头的个子 小巧可爱 雪白的长发 与她白皙的肌肤相得一张 如洋娃娃般精巧的面容 仿佛是来自上天的礼物 不得不让人感叹 墨墨姐真是好生漂亮 孤独 苏雪儿咽了咽口水 身为女孩子的她 在看着同为女孩子的墨墨姐的时候 竟然不由得有些脸色泛红 能让女孩子都感到心动的面容 这才是真正的高颜值好吧 林墨坐在车上 心里想的却跟苏雪儿完全不同 林墨现在在思考 为什么苏雪儿一直盯着她 林墨心想 不是吧 为什么这小苏一直盯着我 难道说 她在怀疑我的身份 我虫族的身份 要是暴露的话 可就麻烦了 要杀了她吗 不行 不能杀了她 要是现在杀了她 以她第九军区的身份 她的上面早晚会追查到我 就没有办法安心苟着发育了 哎呀呀 好麻烦 算了 还是跟她好好问清楚吧 想到这里 林墨冷漠地看向苏雪儿 你看我做什么 被林墨这么一说 苏雪儿身子一颤 将视线重新看向前方 那个 默默姐 我只是觉得 嗯 我不知道苏雪儿想要跟林墨解释 可是越想解释就越紧张 总不能说 她是觉得林墨好可爱好漂亮 好想抱着波波 好想要入味一入 林墨那白白的头发 摸摸她的小脑袋瓜吧 要是将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林墨 恐怕会被林墨当作是女童 或者变态严加防范的 结果 苏雪儿就越描越黑 更加心虚起来 林墨轻轻叹了口气 果然还是被怀疑了吗 林墨再次开口 你是在想 我到底怎么处理那些园区的尸体了 对吧 苏雪儿一愣 哎 我不是 我没有 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不过 这个理由倒是比说她 突然对林墨感兴趣要好 于是 苏雪儿顺着林墨的话 点点头 嗯 我是这么想的 林墨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 那些尸体 被我全部吃掉了 苏雪儿 啊 苏雪儿大脑户的当机 理解了林墨话里的意思 直接汗毛倒立 背后冒出冷汗 墨墨姐 把那些尸体 全都吃掉了 林墨看着苏雪儿 被吓得惨白的脸 不禁笑出声来 哈哈 小苏啊 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 我是觉醒者 但不是怪物 吃人这种事情 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林墨换回了那天真无邪的 可爱笑容 这让原本被吓到的苏雪儿 输了口气 只见金发少女 在开车的同时 呼出一口气 墨墨姐 你别吓我啊 你明明知道 我之前在阿珍那边卧底 所以老爱疑神疑鬼的 林墨轻哼一声 哼哼 下次不逗你了就是了 林墨故意说出 自己吃掉了那些人的尸体 就是为了看苏雪儿的反应 而对方的反应 则可以代表 她知道的信息的程度 刚才的苏雪儿 听到林墨吃掉了 那些尸体的时候 脸色煞白 这就代表着 苏雪儿之前对于这事 是一无所知的 所以在听到之后 第一时间会是诧异 然后是惊恐 这是正常人 在听到自己 难以理解的事情后 最为寻常的反应 若是苏雪儿 在听到她的话后 表现得波澜不惊 或者一副早就知道的样子 那林墨就该考虑 是否要对苏雪儿出手的事了 因为 如果是那种情况 就说明苏雪儿 甚至第九军区的 特别型动组 已经掌握了 她是宠母的情报 那样的话 就没有隐藏的必要 好在是 苏雪儿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的话 林墨也能安心 留在苏雪儿的身边 一小时后 苏雪儿的车子 开入市区 普通小区的地下停车库 两人下车以后 坐着电梯上楼 打开门 里面是一间套衣的小居室 虽说并不大 但是看上去却很温馨 房间是白色加粉色的基调 沙发上面放着小熊玩偶 看上去少女心满满 林墨有些诧异地 看了苏雪儿一眼 没想到 这个特别型动组的特工 竟然也会有 如此不为人知的一面 嘖嘖嘖 有点意思 林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苏雪儿自然也是注意到了 林墨的反应 慌张地将小熊玩偶收起来 少女慌忙辩解道 这是亲戚的孩子 来我家玩的时候 我放在家里的 才不是我喜欢的 林墨不置可否 坐在沙发 哦 好的 苏雪儿见林墨 没有笑他孩子气 稍微放松一些 正在这时 林墨抬头看向苏雪儿 小苏 说起来 你们特别型动组 有没有什么比较棘手的案子 比如说 市里有没有人失踪平反 林墨打算利用官方的势力 寻找到其他虫族的族群 然后 灭掉对方的虫母 夺走核心 收集三颗虫母核心 完成系统给的任务以后 就能突破等级的瓶颈 之后就能生出 更多更强的小宝宝 苏雪儿听到林墨的问题后 点点头 嗯 最近确实有人频繁失踪 听说最近在城外的约会圣地 就是流星雨降落的那座山上 经常有去约会的小情侣失踪 啊 那座山 林墨听到苏雪儿的话 眉毛一条 那座山 不就是林墨成为虫母 然后下崽子山吗 不行 不能让官方调查那个地方 虽说崽子没了可以再生 但是 毕竟也是他的孩子们 林墨可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 损失子子孙孙 林墨严肃地看着苏雪儿 那座山上 我也有过调查 苏雪儿双眼一亮 墨墨姐 你也查过那山了 怎么说 有没有什么发现 林墨装出一副担忧的样子 那座山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 因为 那座山上 有外星邪神留下的遗迹 林墨空口 编出一段瞎话 但说得很唬人的样子 此刻的林墨 就像是一个老练的说书先生 在生动地讲着他刚编好的故事 邪神的遗迹 苏雪儿歪着脑袋 不是很理解 林墨的话 超出了他的认知 邪神什么的 就算是特别行动组 也是闻所未闻 你听说过克苏鲁神话吗 知道奈亚拉托提普吧 旧日支配者 外神 古神什么的 林墨见苏雪儿 还是一副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 干脆拿手机打开短视频APP 搜出了有关洛老的一些 克苏鲁名著 给对方看了看 苏雪儿这才知道 邪神的可怕 林墨随即说道 异能者的力量来源 就是出自邪神 而那座山上 有着禁忌的邪恶魔器 只要有人靠近山上 就会散之狂调 然后疯掉 这就是为什么 进入山上的人 基本都会失踪 苏雪儿难以置信地张着嘴 他感觉自己 自出生以后的世界观 都要崩塌了 但是偏偏 这是林墨告诉他的 苏雪儿相信 莫莫姐不会骗他 苏雪儿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林墨随即警告道 所以 包括你 还有第九军区 都绝对不要调查山上的事 嗯 也不要警告其他人 这种事情是不可言说的 如果让一般人知道这事 他们就会散之狂调 以后整个城市的人 都会疯掉的 林墨倾咳一声 小苏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苏雪儿像是小鸡啄米一样 使劲点点头 莫莫姐 我明白了 苏雪儿心想 果然莫莫姐是个好人 还特别厉害 其他的觉醒者 很多人都不清楚 异能的来源是什么 但是林墨姐姐 却能说得非常清楚 对此 苏雪儿只能在心中感叹 林墨姐姐 永远低神 然而 苏雪儿不知道的是 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邪神 San直狂调什么的 也是林墨编出来骗他的鬼话 林墨之所以编出这样的故事 只是为了让苏雪儿 不要带着军队 打扰他的宝宝发育壮大的谎言 是为苏雪儿量身定做的骗局 看着完全信任他 把他说的每句话 都当真的苏雪儿 林墨却根本不会良心不安 因为在重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将良心丢掉了 林墨 良心 那是傻 我可是要当大反派的 可没时间跟小妹妹们 讲良心讲道的 林墨 只要我没有良心 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Omega 所以 绝对不要靠近那座山 林墨一本正经的瞎说 把苏雪儿这个身经百战的特工 都吓得够呛 如果是一般人跟苏雪儿说 山上有邪神 苏雪儿绝对会当对方在开玩笑 但是这是林墨姐姐告诉他的 那就不得不信了 林墨姐姐的话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亦能觉醒者的事情 谁说得准呢 嗯 我明白了 苏雪儿的小脑袋瓜 就像是小鸡灼米一样点着 林墨见苏雪儿信了他的话 于是便继续跟他打听起 最近市里的消息 除了那座山上有人消失之外 你还知道 有哪些离奇的事情 林墨看向苏雪儿 打算从他这位官方人员口中 问出情报 苏雪儿摇摇头 目前组织里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林墨有些无奈地 摸摸后脑勺 也对 在林墨前世的时候 虫群末世爆发之前 虫母们各个都在暗处积蓄实力 根本不会大张旗鼓地出来 只有林墨是个例外 有着系统的他 则是在外面到处打野游走Gank 寻找夺取其他人类和虫母的资源的机会 原本林墨来苏雪儿家 只是为了能有个住的地方 至于能不能从苏雪儿这边 找到他需要的其他虫群的消息 林墨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安安心心 在这里住下就好 吸收三个虫母核心的任务 也没有时间限制 慢慢来就行 大不了等虫群末世爆发之后 各个虫群都崛起了 虫母们自然会浮出水面 到时候 林墨再去一个个杀了以后 吸收掉对方的核心就完事了 现在林墨更馋的是 那个同样身为虫生者 有着无限空间的能力 打算囤货狗着 躺赢的家伙的物资 直接给对方吃个精光 到时候 估计能孵化出不少的后代 从多子多福系统这边 狠狠地赚奖励 至于现在 嗯 在末世爆发之前 稍微放松一下好了 林墨跟着苏雪儿 在客厅沙发上坐着 看着电视节目里 放着的连续剧 不得不说 上一世的林墨 没有闲暇下来享受生活 现在看看电视剧 倒是觉得蛮好看的 林墨和苏雪儿 相互依偎着 看着电视剧一不小心 就看到了半夜 啊好困哦 林墨打了一个哈欠 想要去睡觉去了 小苏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早点休息吧 她的话音刚落 靠在林墨肩头的 苏雪儿呼的一阵 少女看上去 很是慌张的样子 糟糕了 明天还要去 第九军区报到呢 完蛋了 居然熬夜到了这个时候 不行不行 要赶紧去睡觉去了 林墨看着少女 慌慌张张 貌貌失失的样子 觉得这女生 还挺可爱的 比起她的那个 白眼狼妹妹林宇 苏雪儿 似乎更适合当她的妹妹 嗯 那晚安吧 林墨点点头 表示得赶紧去睡觉了 正在这时 林墨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苏雪儿的家 是套衣的房间 只有一间卧室 林墨轻叹一口气 小苏 你会房间睡吧 我睡沙发就行 男女瘦瘦不轻 虽说林墨现在 变成了女孩子的身体 但是上一世的她 还是男孩子 随随便便 跟别的女生 一起睡觉什么的 不是林墨 会做出来的事情 苏雪儿听到这话 秀眉微醋 问道 莫莫姐难道是嫌弃我吗 说话的时候 少女的声音有些委屈 似乎是感觉自己 被讨厌了 林墨歪着脑袋 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跟什么 不就是不一起睡一张床吗 为什么这丫头 就觉得 咱是讨厌她了 女孩子之间 难道都是要一起 躺一张床上 才能证明双方的友谊的吗 林墨不是很懂 但是还是回答 不嫌弃 既然不嫌弃的话 那莫莫姐 今晚就跟我一起睡在床上 苏雪儿听到林墨的话 看上去心情又好了几分 少女拉住了林墨的手 带着她去了房间里 两人同为女孩子 所以 苏雪儿并不会有心理上的负担 主要林墨可是来她家住的客人 同时也是她的偶像 身为小迷妹的苏雪儿 又怎么能让偶像 大半夜地睡在沙发上面呢 为此 林墨半推半就地 就被苏雪儿带去了卧室 两人睡在了一个房间 到目前为止 林墨倒是也觉得 并不是不能接受 然而 晚上睡到一半的时候 林墨忽然醒来 她感觉到自己被抱住 有些恍惚间 注意到苏雪儿 竟然像是树栏抱住了大树一样 把林墨直接当做了抱枕抱枕 林墨有些无语了 这小苏 睡想能不能好点啊 而且对其他人 一点防范和警惕的心理都没有 要不是咱是女孩子的身子 换作是男生的话 小苏这样晚上 估计就要被直接就地正法了 哎 糊里糊涂的 也不知道这丫头 是怎么当上第九军区的特工的 主要 这妹子 实在是太憨了 早上 苏雪儿给林墨留下了早餐之后 便早早出发 从家里离开 她身为第九军区的 特别行动组的A组小队长 经历了之前金山脚的行动之后 自然是要回去军区汇报工作的 并且 她还需要跟上面说一下 吸纳林墨这个异能者 进入特别行动组 成为边外人员的事情 苏雪儿想到这里 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嘿嘿 等以后 就能跟墨墨姐成为同事了 苏雪儿开着她的车子 来到了第九军区 特别行动组的基地 来到第九军区 这里全都是鹤枪实弹的士兵 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 苏雪儿也收起她平时憨憨的状态 严肃起来的样子 还真像是合格的女特工 坐上电梯 来到最上层的会议室后 坐在里面正前方的座位上的 是一个看上去不苟言笑的中年大叔 这个人 便是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也是整个觉醒者计划的负责人 严良 同时 他也是之前苏雪儿在金山脚区卧底时 苏雪儿电话里 指挥整个行动的总指挥 看到苏雪儿的到来 对方点点头 随即 严良开口 苏特工 据我了解 之前你说的 那个觉醒者 现在就在你家 苏雪儿点点头 嗯 默默姐没地方去 赞助在我家 严良呵呵一笑 随即说道 那正好 我有点问题要问你 关于那个叫做林默的觉醒者的问题 严良双手合十 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势 他看着面前的苏雪儿 不紧不慢开口 苏特工 关于那个叫做林默的女孩子 你不觉得 她出现在金山脚区 有些太过巧合了吗 苏雪儿歪着脑袋 有些不解地 看着面前的严良 关于这位她的领导的话 苏雪儿有些不太明白 在苏雪儿的视角里 林默就像是在黑暗中 拯救她的光芒一般 本来苏雪儿 在面对阿珍的时候 都以为要被对方给杀掉了 是林默救了她 她才捡回这条命 所以 苏雪儿并不认为 林默的出现 是别有所图 林默总不能是为了 那些死掉的人的尸体 才去的金山屈原区吧 应该不可能吧 处理那些尸体 应该只是顺手的 苏雪儿摇摇头 我觉得林默她没有什么问题 她是很强的异能者 关于这一点 我可以做担保 以她的实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 如果居心叵测 那我们A组的人 一个都没有办法活下去 严良意味深长地说道 真正的坏人 懂得放长限掉大鱼 苏雪儿 我承认身为特工 你的能力确实很出色 但是在城府这方面 你还差得很远 完全没有一名特工 该有的素养 说吧 严良将一叠文件袋 丢到了苏雪儿的面前 算了 那个觉醒者 我会找其他人调查 至于你 苏特工昨天事例 出现了连环杀人案 需要你调查一下 苏雪儿接过文件袋 查看这里面的资料 文件袋的资料里 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 凶杀画面 受害者全都是 十多岁的年轻少女 死状凄惨 身体的内脏被掏空 很是猎奇 而组织上 却没有关于凶手的线索 就连监控 都没有锁定 有着嫌疑的家伙 心中正义感爆棚 身为正义小卫士的苏雪儿 看到资料里的惨剧后 眉头微醋 他最见不得 这样的事情发生 之前去金山脚园区 也是因为 那边有着 惨无人道的人口贩卖交易 去阻止他们 而现在 苏雪儿也是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接受这个任务 嗯 我会调查的 这个案子 我接手了 苏雪儿拿上文件袋 转身离开 在苏雪儿离开之后 炎梁身后的阴影中 看上去很可爱的小萝莉 走出来 少女用可爱的声音 轻笑着问道 爸爸 我想要吃掉小苏姐姐 可以吗 少女的眼睛泛着红光 嘴角以诡异的幅度 裂到耳根 炎梁摸摸小萝莉的脑袋 慈祥地说道 暂时还不行 等爸爸弄清楚 小苏姐姐身边的 那个女人的来历 你再吃 听到炎梁的拒绝 小萝莉有些失落 她蹲在会议室的角落 手在地上画着圈圈 一副委屈的样子 爸爸 我想要吃掉小苏姐姐吗 小苏姐姐香香的 软软的 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我真的已经馋她好久了 要是再不吃掉小苏姐姐的话 我可能会馋得发疯的吧 炎梁宠溺地看着小萝莉 安抚道 我的宝贝女儿 乖 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等爸爸调查清楚以后 你再吃也不吃 好吗 炎梁的话刚落 这个小萝莉的脸颊就鼓起 看上去很不开心 爸爸不让我吃小苏姐姐 讨厌爸爸 炎梁很无奈 不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吃掉苏雪儿 而是他在顾忌着 苏雪儿同居的那位白发少女 不搞清楚对方的身份 贸然出手的话 容易出事 毕竟 金山脚园区 可是有着食人鹅的宠母在那边的 并且还有着 尼谷阿珍那样的异能者 一般来说 就算普通的异能者 也不可能一个人杀穿金山脚区 尤其当炎梁派手下去搜寻 宠母的尸体和核心的时候 却是一无所获 炎梁感觉 这一切都跟那个白发少女有关 为此 他必须弄清楚对方的底细才行 有句古话就是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不打探好情报在出手的家伙 基本都是送人头的愣头青 而他炎梁 身为特别行动组的老狐狸 自然不会做那种没把握的事 炎梁摸摸小萝莉的脑袋 乖 晚上爸爸带你吃大餐解馋 总葬了吧 小萝莉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 嘿嘿 这才对吗 爸爸最好了 苏雪儿离开第九军区 特别行动组的总部 开着车子回到家 苏雪儿发现太阳晒屁股了 林墨还在睡懒觉 苏雪儿不禁心里暗想 默默姐 咱为你准备了早餐 感觉有点多余 看样子 应该等回来以后 一起直接吃午餐的 不过 苏雪儿心里这么想是这么想 但是却没有把林墨叫醒 她欣赏着林墨的睡颜 有些入迷 这如人偶般精巧的面容 白色的长发有些卷曲 发烧微微从床边垂下 好一副盛世睡颜 苏雪儿越是这样看着林墨 越是感觉心跳有些加速 可爱 好可爱 林墨姐姐 真是她见过这个世界上 最最可爱的女生 苏雪儿甚至感觉 她有些喜欢上林墨姐姐了 苏雪儿表示 她并不是女童 但是 在看到林墨的时候 心中总是有一股 莫名的小鹿乱撞 心跳加速的感觉 嗯 看着墨墨姐的睡颜 我感觉我能看一整天 正当苏雪儿 还在欣赏林墨的睡颜的时候 林墨双眼呼地睁开 林墨有些疑惑 啊 小苏 你盯着我做什么 苏雪儿满脸通红 尴尬的小声支支吾吾 我没有盯着墨墨姐 我刚从外面回来呢 准备叫你起床 林墨没有怀疑 点点头 哦 这样啊 说着 林墨顺口问道 对了 你出门去哪 嗯 我想起来了 你昨天 说是今天要去特别行动组来着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案情和情报 苏雪儿点点头 有的 刚才去组里 上面让我调查一个案子 就是这两天 市里闹得沸沸扬扬的连环杀人案 林墨听到这个 可不困了呀 连环杀人案 就在虫群末世爆发的几天前出现 大概率是虫足做的 要是遇到虫母级别的虫子 林墨就离完成系统的进阶任务 更进一步 想到这里 林墨有些兴奋地看着苏雪儿 尊都假都 让我康康 苏雪儿 苏雪儿一脸猛逼地看着林墨 有些疑惑 怎么默默姐 听说有连环杀人案 看上去那么开心啊 Sigma 监控竟然一点有用的证据 都没有拍下来吗 林墨翻看着档案代理的资料 嘖嘖称奇 在现代化的社会 很多时候 官方都会依赖天网和监控 来锁定嫌疑人 也正因为科技的发展 让很多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只要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 就会立刻被监控拍下 之后就会洗涤帽子叔叔 送上来的银手镯 但是 正所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高科技的发展 其实也只是增加了 作恶的门槛 而不能根除 比如 如果犯罪的人里 有着对天网和官方运作 极为熟悉的高手 将整个天网黑掉 甚至改写内容误导官方 那么这些 原本值得信赖的系统 将会成为那些 作恶的人的戾气 看着档案记录 林墨的心中 对于这个案件 有了几种猜想 一 连环杀人案的帮凶里 有着天才黑客 抹消了全部监控证据 二 作案的家伙里 有着极为擅长隐蔽的虫族 能完美找到监控的盲区 三 作案的家伙 就是第九区的 特别行动组成员 他直接把对自己 不利的证据隐藏了 不管哪一个 林墨都感觉有些棘手 想到这里 少女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哼 这真是 太有意思了 如果对手是一些 平平无奇的垃圾货色 一点挑战 难度都没有的话 那可就太无聊了 林墨重生以后 正打算找点对手练练手呢 这不就来了吗 越是强大的对手 杀死并吃掉对方以后 能获取的基因就越优秀 这样一来 后续生出来的小宝宝们 也就越是强大 多子多福的系统 便会给林墨更多的奖励 让他杀死更强的对手 简直就是利滚利 利滚利 再利滚利 光是想想 就爽得很了 林墨转头看向苏雪儿 小苏 光是这些资料 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想要找到罪犯的话 果然还是要去受害者家 看看才行吧 苏雪儿听到林墨的话 点点头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林墨拉住苏雪儿的手 迫不及待地向门外走去 他已经等不及找到宠母 吃掉对方吸收核心了 啊 苏雪儿一惊 被林墨突然牵着手往外跑 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情况 墨墨姐的手 小小的 白白地被他牵住的感觉 怦然心动 难道这就是 传说中的 橘子香气 林墨姐姐 真的好可爱啊 就这样 苏雪儿心中的那百合花 正悄然生长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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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佛伯乐 林墨按着大门的门铃 扯着嗓子喊道 他坐着苏雪儿的车子 两人一起 来到了受害者的住址 表面上 林墨希望从对方的亲属口中 了解看看 有没有什么隐情 实际上 他只是到这边想看看 有没有虫足留下的痕迹 只是林墨需要一个 能让苏雪儿配合的理由 所以才说 要过来在对方家属口中 问问线索 装装样子的 喊了半天没开门 林墨呼的响起 在这边好像不心佛伯乐 于是 林墨换了个喊法 开门 顺风快递 当林墨换了个喊的说辞之后 公寓的大门打开 林墨注意到 在大门之后 是一个看上去很小的女孩子 有些战战兢兢的看着她 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的 可可爱爱 只是小小的脸上 带着一抹愁容 苏雪儿走过去蹲下身子 小女孩摇摇头并没有说话 少女似乎很畏惧地看向林墨 林墨正脸上 带着可怕的笑容看着她 苏雪儿转头看向林墨 林墨的脸上 表情变回了原本天真无邪的样子 默默解 林墨应声 嗯 怎么了 苏雪儿摇摇头 没什么 苏雪儿很疑惑 她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小女孩 要一直盯着林墨 并且似乎很害怕林墨的样子 这很不对劲 非常非常的不对劲 在苏雪儿的心中 林墨是个温柔善良 强大又可靠的异能者 长得又好看 不论如何她都想不明白 林墨身上有哪一点会招人害怕 只有林墨知道 对方在害怕什么 林墨盯着眼前的小女孩 在她的面前 浮现出了系统的信息面板 姓名 微微 血脉 脑虫 子嗣 觉醒度 3% 等级 LV3 技能 寄生 吞噬目标的脑子后寄生 可以夺射目标身体 幻象 侵蚀对方的意识 让目标产生幻觉 子嗣 附属于脑虫虫母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这可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默然回首 她却在灯火阑珊处 原本林墨只是打算过来这边看看 有没有关于虫族的线索 结果直接就找到了一只小虫子 嘖嘖嘖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 林墨越是这么想着 越是觉得有趣 这个小女孩 之所以看上去 那么害怕林墨的样子 并不是因为她知道 林墨已经发现了她的身份 而是因为血脉压制 本身蜘蛛在自然界 就是很多虫子的克星 小虫子就不用说了 随随便便炫着吃 甚至连很多比蜘蛛本身要强大的虫子 被蜘蛛抓住 用猪网缠住 那也是难逃被吃掉的命运 更不用说 林墨是蜘蛛虫母 林墨不管是血脉 等级 还是觉醒度 都远在对方之上 区区虫族子嗣 面对虫群的虫母 会出于本能地产生恐惧 瑟瑟发抖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 林墨并没有急着点破小女孩的身份 林墨表示 不急 先跟她耍耍 既然这里有脑虫的子嗣 那么顺藤摸瓜 说不定能找到她的虫母 林墨目前的系统进阶任务里 就需要三个虫母的核心 才能让林墨突破瓶颈 进入下一个大境界 现在 这不就是给她送突破境界的材料来了吗 林墨来到这个叫做微微的小女孩面前 缓缓蹲下 小女孩健壮 身子颤抖得更厉害了 吓得腿软地动不了 额头冒出冷汗 却见林墨脸上带着和善的笑意 摸摸女孩的脑袋 小朋友 不要害怕嘛 姐姐不是什么坏人哦 苏雪儿健壮 也是帮林墨打着圆场 嗯 我可以作证 墨墨解释大好人 小女孩并没有因为两人的解释而放心 反而看上去更害怕了 小女孩 我好你MMP 这女人凶狠的眼神 分明是想吃了我好吧 那个 两位大姐姐 你们来这边 是准备调查关于我家姐姐的事情吗 小萝莉战战兢兢 为林墨和苏雪儿两人倒上茶水 恭恭敬敬地端上来 林墨接过茶水 端起来便放心地喝了起来 她并不担心 这个小萝莉给她下毒 因为她的技能 蜘蛛感应 能提前预知到相应的威胁 只要对方对林墨图谋不轨 林墨基本是可以提前预知到对方的意图的 再加上林墨身为宠母 对于毒是有着极高的抗性的 就算对方真的给她下毒 其实对她也够不成什么威胁就是了 林墨点点头 嗯 差不多吧 你家大人呢 林墨看向小萝莉 明知顾问道 林墨当然知道 这个家里已经不可能有活人了 眼前的小萝莉 也不过是被脑虫夺射的怪物而已 但是她很享受这种猎物战战兢兢的感觉 这个小萝莉 摸不清楚林墨知不知道她的身份 就犹如一只小兔子 不知道有没有被狮子发现 一旦被发现 那么 她的下场将会非常非常的悲惨 别看小萝莉现在表面镇定自若的样子 其实现在的她 早已肾上腺素飙升 小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她神经紧绷 生怕就被林墨发现 她是虫族 小萝莉吱吱吱吱 我 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在解决出事以后 就没有再回来 一般情况下 虫族只要伪装得足够好 即使是别的虫群的虫母 也很难分辨出 他们的真实身份 但怎奈何林墨不是一般的虫母 她是带着系统重生的虫母 多子多福系统 不仅在林墨繁育虫群的时候 会给她奖励 平时的时候 也会像是游戏的UI面板一样 显示她和别人的属性栏 这样一来 林墨就能提前掌握到对方的信息 非常好用 小萝莉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脑虫 她哪知道这么多 现在的她 还在为如何在林墨面前 蒙混过关而发愁呢 林墨愉悦地看着眼前少女 尽力伪装的模样 觉得很好玩 林墨点点头 用手温柔地摸摸少女的脑袋瓜 真是可怜的孩子 姐姐被人杀死 爸爸妈妈也不知所踪 这么说 现在你已经是个锅了对吧 说话的同时 林墨的嘴角带着笑意 一旁的苏雪儿 听到林墨的话 再看看那个小萝莉 觉得有些不妙 苏雪儿轻轻拉拉拉林墨的衣袖 小声在林墨耳边提醒道 默默姐 别人小孩子都那么惨了 你这么接她的伤疤 这样真的好吗 虽说苏雪儿很喜欢林墨 心里将她看作是偶像 但是 在面对现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她还是不得不提醒林墨一下 林墨点点头 嗯 确实不怎么好 随即 她看向小萝莉 抱歉啊小妹妹 大姐姐性子比较直 要是说话哪里冒犯到你 还请原谅大姐姐 小萝莉听到林墨的话 立刻连连摆手 没有没有 没事的 我知道大姐姐不是故意的 而且 大姐姐们 也是想要调查找到 杀害我家姐姐凶手 能理解的 理解万岁 林墨轻笑一声 伸出手摸摸小萝莉的脸蛋 乖孩子 全程 林墨都能感觉到 对方紧绷的神经 在林墨的手触碰到她的时候 直接呼吸 都仿佛要停滞一般 林墨感觉 自从接受了自己是宠母的这层身份 不断进食后 似乎她的思维 也偏向虫族化 她会享受猎杀猎物的愉悦 会因为猎物的恐惧而兴奋 林墨收回手 站起身 好了 小苏 调查也差不多了 这里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走吧 去别的地方看看 苏雪儿听到林墨的话 没有怀疑 哦 好 小萝莉看着起身 打算离去的两人 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少女心中暗自感叹 呼 那个可怕的家伙终于要走了 太好了 总算是能活下去了 正在这时 小萝莉听到林墨下一句话 愣在当场 太好了 总算是能活下去了 你是在这么想 对吧 林墨的这句话说出的时候 不管是苏雪儿 还是那个小萝莉 都是一副猝不及防 一脸猛逼的状态 林墨也没有多说什么 顺手将旁边茶几上的水果刀拿起 猛的一刀 刺入眼前少女的胸口 少女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墨 此刻的她脑海中不断在思考着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暴露的 默默剑 你在做什么 苏雪儿满脸诧异地看着林墨 当她反应过来 想要阻止林墨时 却见林墨单手掐住对方的脖子 另一只手掀开了对方的脑门 好好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林墨看向苏雪儿 嘴角勾起一抹愉悦的笑意 那处原本该是人类大脑的地方 里面却是一只外貌可怕 形状扭曲的虫子 大概就跟电影《异形》里面的暴脸虫差不多 苏雪儿见状 身后冒出冷汗 他们俩刚才 一直都在跟这样一只怪物在聊天吗 亏她还一直以为 那个女孩是个善良可爱的人类 这怪物的伪装能力还真强啊 嘶嘶嘶 并且 那虫子还在不断发出嘶吼 林墨将少女的脑门盖了回去 她看着眼前被她重伤的脑虫附身的少女 再次用水果刀抵住对方的脖子 那少女不对 不如说 那怪物 此刻正用那小萝莉的模样 可怜兮兮地看着林墨 大姐姐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我不是怪物 我真的不是怪物 林墨没有管那么多 直接说道 说吧 你们的宠母现在在哪里 只要你把我们俩带到宠母那边去 我就饶了你 怎么样 苏雪儿看着眼前的画面 有些惊魂未定 不过 当她转眼看着林墨的时候 心里的恐惧便消散了 林墨的手上 脸上 身上 被血迹浸染 脸上带着细血的笑意 整个场面看上去 更是诡异又吓人 现在看来 他们俩好像更像是反拍啊 苏雪儿很懊悔 她在后悔着 刚才她竟然会觉得 林墨姐姐会伤害普通的小女孩 看着眼前正在审问 那脑虫夺舍的少女的林墨 苏雪儿心里对她的崇拜 更加深厚了 果然 林墨姐姐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的天才少女 现在苏雪儿对林墨的崇拜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苏雪儿不禁在心中喊道 林墨姐 永远的神 刚才苏雪儿甚至都不知道 那个小女孩 竟然是怪物夺舍假扮的 而林墨姐 也什么都没跟她说 一定是因为林墨姐姐 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才没有告诉她这件事 坐视干脆利落 雷厉风行 扶大煞之将轻 果然 只有这样的人 才是觉醒者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 苏雪儿不知道的是 林墨不仅不是那股清流 甚至是泥石流 毕竟 林墨才不是觉醒者 她就是虫群的虫母之一 林墨来找这虫子 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 或者成奸除恶什么的正义的理由 她完全就是为了系统的任务来的 如果不是系统 让她收集其他虫母核心的任务 那她鸟都不带鸟 这些虫子的 林墨将水果刀 抵住了眼前怪物夺舍的少女 虽说破坏对方人类的肉身 对方不会死掉 但是 若是林墨将里面的脑虫 弄出来碾死 对方也会死的 再加上林墨那 虫母与生俱来的威慑里 这让眼前的少女 完全没有反抗的念头 林墨看着眼前的少女 带我们 去找你家虫母 我就饶了你 怎么样 少女面带恐惧 使劲摇着头 不 不行 不行 林墨轻叹一口气 唉 你呀 就算死也不肯暴露 你家虫母的位置吗 可真是孝顺的好孩子呢 说吧 林墨将水果刀 抵住了对方的脑门 给你五秒钟时间考虑 五秒过后 我就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暴僵虫脑 五 三 伴随着林墨的倒计时 少女脸上的恐惧 越发强烈 脑虫少女求饶道 求求你了 我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你饶我一命 林墨点点头 好啊 你告诉我 你家虫母的位置 我就饶了你 少女再次摇头 唯独这个 这个不行 母亲大人会杀了我的 林墨轻叹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 写满了失望 宝 你不是 想要活下去吗 可是我没有看出 你有活下去的欲望 真是的 不是你说什么 都愿意做的吗 我看不到你的诚意啊 少女再次摇头 我是说真的 我告诉你的话 我会死 林墨轻笑一声 你不说你也会死 是被你家虫母杀死 还是说被我杀死 你选一个 少女闭上眼睛 让我考虑下 林墨点点头 嗯 不着急 我重新倒计时五秒 慢慢想 好好考虑 五 四 三 啪哒 正当林墨还在倒计时的时候 那脑虫从那具身体的脑门 直接弹射出去 击碎了客厅旁边的窗户玻璃 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 林墨来到床边 看着逃出去的脑虫本体 轻笑一声 这小东西 跑得倒是挺快的 一旁的苏雪儿见状 慌慌张张的 就要出门去追 林墨抓住苏雪儿的手腕 拉住了他 小苏 别急 让那家伙再跑一会儿 苏雪儿疑惑地看着林墨 墨墨姐 为什么不追啊 那怪物要跑远了 再不追就追不上了 林墨笑了笑 你还是太年轻了 那脑虫 不过是脑虫虫群的一只小漏而已 就算抓住它 又能怎么样 我们不仅要抓住小漏 更是要捅了对方的老窝才行啊 苏雪儿虽说不知道林墨 要如何找到逃走的那脑虫 但是他现在没有在怀疑林墨 毕竟 墨墨姐本身就是他的偶像 加上之前他怀疑墨墨姐 结果发现 他错怪墨墨姐这件事 苏雪儿现在决定坚定地 站在墨墨姐这边 无条件地相信墨墨姐了 那 墨墨姐 我们要怎么找到那怪物呢 那脑虫逃到外面 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 很难找到 林墨却是倾笑道 我刚才在掀开对方脑门 显露出对方真身的时候 在对方身上放了追踪设备 想找到它简简单单 林墨其实并没有放追踪设备 但是它身为蜘蛛虫母 确实在对方脑虫身上 系上了肩不可摧 却又难以察觉的细小丝线 只要跟着这根线 就能一路找到对方逃跑的目的地 然后 就能将对方一网打尽 抢走对方宠物的核心 完美 别墅区 豪宅内 一名少年 正坐在书房里做着功课 他是市长的独生子 叫做阿凯 任何人都想不到 眼前这个未来 将会成为市里政坛新兴的少年 真实身份却是 一只怪物 他的真实身份 是脑虫虫群的宠物 身为一族的主宰 他选择附身在了市长的儿子身上 这样一来 方便他调动全市的资源 而不容易被怀疑 毕竟 直接附身在市长的身上 很容易被特别行动组调查 但是 只要附身在市长的儿子身上 然后用精神系的能力 控制市长 以及他的幕僚们 这样一来 他便能将整个城市掌控 呵呵呵 再过一周 再过一周时间 虫群们将会占领整个星球 而这个城市 将会成为我的猎场 脑虫虫群 将会是最强的虫群 从内部渗透 将整个城市的管理层 都夺射成为自己这边的人 到时候 就算被官方的特别行动组发现 也不可能再奈何的了他 原本 阿凯是这样想的 正在这时 一只脑虫慌张逃进了阿凯的书房 慌慌张张地跟他说道 母亲大人 不好了 我被特别行动组的人盯上了 差点被他们给杀掉 说着 那脑虫如同劫后余生般 得意倒 还好我聪明 趁他们不注意 舍弃肉身跳窗逃出来 逃过一劫 那脑虫跟阿凯汇报着情况 阿凯本来还想问问对方发生了什么 但是 当他看到那脑虫身上 缠着的半透明 微不可查的丝线的时候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你这家伙 是猪笔吧 他喵的 这哪是逃过一劫啊 这分明就是给别人带路来了 你这个蠢货 阿凯面色铁青 望着眼前的他的子嗣 言语中带着怒意 你好好看看 你腿上缠着的丝线 你被人跟踪了 脑虫少女听到阿凯的话 这才反应过来 啊 母亲大人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脑虫少女委屈的跟阿凯解释场 但是 他那苍白无力的解释 根本得不到阿凯的原谅 脑虫本身就属于战斗力不强的虫族 全靠一手夺舍偷家 偷粮换柱狗子发育 他好不容易夺舍市长的儿子 并控制了市长 以及市里的幕僚们 结果现在这脑虫 却被特别行动组的人 给跟踪盯上了 特别行动组 是官方成立管理觉醒者 以及处理异常事件的专案组 也就是说 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全现在市区官员之上 约等于古代时候的钦差大臣 要是被特别行动组盯上 就算没有被立刻指认出来 之后 也会一直监视这边 那脑虫族群 占据这座城市的计划 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 阿凯很清楚这一点 为此 他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阿凯目光瞥了一眼 面前局促不安的脑虫少女 心中想到了个不错的计划 特别行动组 不是跟踪脑虫少女的吗 只要让脑虫少女配合演戏 被赶来的特别行动组杀死 这不就完事了 汽车宝帅 是下棋里很常用的手段 放在现实世界里 也是这样 为了保住身为宠母的他 牺牲一只小小的脑虫 根本无关紧要 至于脑虫少女是否愿意配合吗 区区子嗣 是没有拒绝宠母命令的权利的 他如果乖乖听话 阿凯会给他体面的死法 如果不听话的话 阿凯会用宠母对子嗣的压制 帮他体面 默默姐 我怎么感觉这条路有些熟悉 苏雪儿手握方向盘 看着眼前的道路 莫名的有些熟悉 他作为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 其中一个小队长 自然是会经常去一些 大人物的家附近的 比如说 上上次的任务 他就是负责担任市长家的保镖 负责保护市长 免受异能犯罪者的刺杀 等等 说起市长 苏雪儿想到这里 呼得双眼瞳孔放大 这条路 不就是前往市长家所在的别墅区的吗 他是说 为什么这条路这么熟悉 原来还真是去了 他以前的保护目标家的吗 苏雪儿倒吸一口凉气 默默姐 你说 那个怪物 该不会是打算去袭击市长吧 苏雪儿心中 隐隐有了不好的猜测 原本就有些紧张的他 额头冒出冷汗 坐在苏雪儿身旁的林默 倒是不慌不忙 白发少女 轻轻哼着小曲 妹妹背着羊娃娃 走到花园去看樱花 娃娃哭了叫妈妈 树上的小鸟在笑哈哈 娃娃呀娃娃 为什么哭呢 是不是想起了妈妈的话 林默口中的歌谣婉转动听 听上去是一首歌 但是不知为何 苏雪儿听着 却感觉到一抹诡异 曲调中似乎带着忧怨 让他有些头皮发麻 苏雪儿尝试着喊了一声 正在轻轻哼歌的林默 默默姐 林默这才反应过来 转头看向他 小苏 怎么了 苏雪儿重新将他的猜想 跟林默说了一遍 林默听完苏雪儿的猜想 嘴角浮现一抹愉悦的笑意 不如咱们大胆猜测一下 那脑虫就是市长的手下 市长已经被脑虫给头梁换住了呢 苏雪儿一惊 这 默默姐 真的吗 林默摆摆手 脸上的表情带着一抹玩味 开玩笑的 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就像是你刚才的猜测那样 无凭无据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在得到确凿的证据前 不要胡乱猜测 免得事后反转被打脸 苏雪儿联想到了之前 他怀疑林默的事 羞愧地低下头 没错 不知事情的全貌 贸然评判一件事 确实很不好 任凭脑补猜想去进行判断 也不是一个特工该做的事 这是他的失职 苏雪儿于是跟林默认错道 对不起 默默姐 我以后都不会随便乱猜了 林默微笑着点点头 大姐姐般温柔地口吻安慰对方 知错就改 就是好孩子 林默轻轻摸了摸少女的脑袋 而苏雪儿则是有些害羞道 默默姐 还在开车呢 你这样 我会分心的 扑通扑通 苏雪儿的心脏 加速跳动着 林默的手 在她的脑袋上摸着的每一下 都牵动着她的心弦 此刻的她 似乎被林默姐姐 拿捏得死死的 在一本名为 小王子的童话书里 小王子驯服了小狐狸 与对方成为了朋友 而现在 苏雪儿感觉 她似乎也被林默姐姐驯服 成为了离不开林默姐姐的小笨蛋 林默疑惑地 看着那边脸红心跳的苏雪儿 却是有些不解 嗯 女孩子之间 互相摸摸头鼓励一下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为什么苏雪儿 她会一副为难的样子 懂了 咱被小苏给讨厌了 所以 她才会开车的时候 坐立不安 林默点点头 好吧 那我以后不摸你脑袋了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呼得慌了神 默默姐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结结巴巴 我只是 现在正在开车 所以不太方便 被姐姐摸着脑袋很舒服 也很开心 所以 请以后也尽情地摸我的脑袋 苏雪儿一副恳求的目光 盯着林默 像是在求主人摸摸的小狗狗一样 林默有些无奈地轻叹一口气 好吧好吧 真拿你没办法 说完 林默指了指面前的路 好好开车吧 别看我 看路 这小苏到底是什么想法 猜不透 完全猜不透 尤其在林默完全接受了她虫族的身份 变成虫母之后 就更猜不透了 毕竟 成为虫母的她 甚至有时候 思维都跟人类不太一样 别说女孩子 就连人类的有些想法 她都不是很能理解 不过 林默自己对苏雪儿 倒是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想到这里 林默暗笑一声 她当然不会对苏雪儿 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现在的林默 可是虫族的虫母 尤其这一世的她 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件事 不再做人了 虫族不会爱上人类 就像人类不会爱上自己养的宠物狗 在人类里 如果一个人跟她养的狗结婚 做情侣之间的那些事 那绝对会被当作变态 异类 甚至怀疑精神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同理 对于虫族来说 若是虫母爱上了人类 也是这样的 林默瞥了眼开车的苏雪儿 小苏的脸依旧泛红 似乎是踏入爱河的少女 小苏对于林默来说 就如同人类养的一只乖巧的小狗狗 林默挺喜欢小苏的 因为她听话又好用 小苏身为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能为林默第一时间 带来官方最新的消息 防止林默的充足的身份 被官方发现 完全就是最合适的工具人 为此 林默以后 也会继续好好维系 跟苏雪儿之间的关系 林默轻声开口 小苏 苏雪儿开车的同时 应声道 嗯 怎么了 默默姐 林默温柔道 以后也要好好相处哦 以后也要好好相处 意思就是 以后也要一直在一起 换句话说 想要结婚 然后一辈子在一起 默默姐这是 在跟我告白吗 可是 咱们俩都是女生爱 苏雪儿本来刚刚平复下来的心情 再次被林默撩起 少女的脸色 就像是红苹果般 羞涩不已 小苏克服心中的害羞 还是简单应了一声 嗯 果然 按照林默给的路线 两人一路来到别墅区 很巧合的是 他们还正好就来到了市长的家门口 苏雪儿熄灭了车子的引擎 看着眼前曾经自己担任过保镖任务的宅邸 心情复杂 不会吧 难道说 林默姐姐刚才的猜测是真的 市长该不会真的被那些怪物给偷梁换住了吧 林默看了眼不安的苏雪儿 将手轻轻握住她的手 小苏 放心吧 有我在呢 默默姐会好好保护你的 咚咚 咚咚 苏雪儿本身之前就被林默聊得不行 现在被林默握住手背 又说着这样暧昧不清的话语 这种感觉 就像是橘子百合里 作为公的那一方 对弱瘦的那一方宣誓主权一样 苏雪儿咽了咽口水 点点头 嗯 好 她已经将自己想象成那弱势的地位 甚至在脑补着 在床上被默默姐强势扑倒的画面了 林默看着又开始脑补的苏雪儿 实在有些不明白 这丫头在想些什么 林默只是将苏雪儿 当做了好用的工具人 身为工具的使用者 他当然会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工具 要是工具损坏的话 其他工具 可就不一定有这把工具这么顺手了 林默带着苏雪儿 按响了别墅的门铃 叮咚 叮咚 开门 佛伯乐 林默扯着嗓子喊道 苏雪儿有些疑惑地看着林默 那个 默默姐 为什么你总是喜欢自称佛伯乐 这其中有什么含义吗 林默怂怂肩 没什么含义 叫着好玩 佛伯乐是FBL的音译 其实是FBI 是米国那边的帽子叔叔 只是有个博主没文化把 FBI叫做了FBL 还念的拼音 结果还玩成了流行梗 大伙看得挺乐呵 就延续下去 林默以前看那些视频解说的时候 博主们都喜欢把帽子叔叔叫做佛伯乐 他也就这么用了 正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别墅的大门打开 开门的是个看上去上了年纪的老头 不过这老头看上去斯文的体 很有精神 看上去 像是这里的管家 老头冷冷望着林默和苏雪儿 质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知不知道这里是市长家 这里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 林默笑了笑 看向苏雪儿 小苏 给他看看你的证件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拿出他第九军区的身份证明 我们是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 按照上面的指示 前来抓住怪物 那管家老头当场态度 就360度大转变 变得客客气气的 啊 原来是特别行动组的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正好 市长大人确实遇到了怪物 不过被我们抓住了 林默轻哼一声 心中暗道 真是个视力眼的老东西 赶紧抱金币吧 林默习惯性地查看了一下 对方的属性栏信息 姓名 张远 血脉 脑虫 子嗣 觉醒度 5% 等级 LV7 技能 寄生 吞噬目标的脑子后寄生 可以夺射目标身体 幻象 侵蚀对方的意识 让目标产生幻觉 子嗣 附属于脑虫虫母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看着面前的提示 林默轻笑一声 呵呵 有点意思 这家伙也是脑虫 只是觉醒度和等级 比之前的脑虫少女要高一些 原本林默就感觉 这边或许有着隐秘 现在看来 还真是这样 之前林默说的 市长可能已经被脑虫夺射 是他瞎猜的 但是现在看来 他的乌鸦嘴 好像真要灵验了 管家老头看到林默笑出声 有些不解 这位小姐 何故发笑 林默轻哼一声 我笑那脑虫无谋 虫母少智 居然敢逃到市长家来 这不是直接就被咱们 瓮中捉鳖了不是 老管家 你说我说的对吧 老管家点点头 没错 你说的很对 老管家看着眼前 看上去天真无邪的少女 心中不禁发出冷笑 呵呵 没想到吧 整个别墅区不对 应该说 整个市区的幕僚们 都已经是咱们 脑虫虫群的势力了 瓮中捉鳖 要不是咱们 虫母不想太早暴露 现在被瓮中捉鳖的 应该是你们才对 不过老管家 并没有将心里话 告诉林默 而是对两位少女说道 那怪物现在正关在别墅里呢 二位跟我来便是 就这样 老管家带着林默和苏雪儿 一路进入了别墅里 走进别墅 路过玄关 一路来到了客厅大堂处 此刻 一个身穿黑色西装 看上去风华正貌 不怒自威的 三十岁出头的男子 正站在这里 就好像是一直在等待 两位的到来一样 苏雪儿一眼便认出 眼前之人便是他之前任务保护过的那位市长 年纪轻轻便登上了市长的位置 可以说是青年才俊了 只见那市长指了指 另一边收容箱子那关着的怪物 可不正是之前林默和苏雪儿 调查的那个脑虫少女吗 林默的那丝线 现在还连在对方的身上 错不了 就是她 那市长看着林默和苏雪儿 轻笑道 两位特工远道而来 真是辛苦了 不过 这怪物已经被我抓住 就不劳烦二位操心了 苏雪儿严肃地看着市长 处理这怪物 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事 就算您是市长 也不能私自处理 市长冷声道 这东西可是潜入我家 差点要了我的命 要是就这么 让你们带走它 我可是会很困扰的 苏雪儿拿出他的证件 我是特别行动组 A组小队长苏雪儿 这是我的证件 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市长摊摊手 也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带着他走 苏雪儿坚定道 没错 就算你是市长 也不能例外 正当两人谈话针锋相对 空气中充满火药味的时候 关押脑虫的 收容箱子呼地 被那虫子破坏 并且那脑虫速度 迅猛地朝着苏雪儿这边扑来 啊 苏雪儿看着 朝着它扑来的怪物 心头一惊 正在这时 那脑虫 被一只白皙的手 给单手抓住 苏雪儿转头一看 是林默抓住了它 林默波拨拦不惊地 看向苏雪儿 小苏 没事吧 苏雪儿使劲摇摇头 默默姐 我没事 苏雪儿心中感动 按道 默默姐 好帅好撒 又一次救了我 林默点点头 没事就好 说吧 林默脸上浮现一抹目意 他冷冷用眼睛的余光 瞥了一眼市长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你这是打算杀了我家工具人吗 苏雪儿要是死了 可就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用的工具了 扑呲 只见林默单手轻轻用力 那脑虫标出绿色的枝叶 当场被捏爆 变成了爆僵脑虫 死的不能再死了 林默随手从客厅的桌子上抽出纸巾 将手上的血迹擦干净 他转眼看着一旁的市长 显示出他的信息 姓名 陈哥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觉醒度 等级 技能不可名状 除此技能外 其他技能及属性无法查看 林默看着这位名为陈哥的市长的属性栏 他头一次感觉到了威胁 没想到在脑虫的阵营里 竟然还有人类的觉醒者 不过 这也不是林默第一次遇到觉醒者了 之前的阿珍 也是跟宠母签订契约 觉醒异能的 前世的时候 林默并没有接触过对方 似乎在人类的联邦政府里 并没有这么一个人 排除他在重群末世爆发的时候 死掉的可能 那么很有可能 这个家伙是重群末世中 隐藏起来的一股势力 林默越发感觉 前世的他 太过想要保护妹妹 似乎还有很多没有发觉的情报 但毋庸置疑的是 眼前这个家伙 绝对很不妙 陈哥微笑着 这怪物差点就袭击到苏特公了 林默脸色沉下 嗯 确实好险 好险 他喵的 那脑虫明明就是 你们阵营的好吧 不过 林默并没有直接明说出来 他无法查看陈哥的属性 但是他的蜘蛛感应却在告诉他 眼前这觉醒者 恐怕实力并不在他之下 陈哥收起笑意 今天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也累了 既然二位特公 已经击杀了这怪物 那么可以收工回去复命了吧 苏雪儿还想说 继续在这里调查 林默却是点点头 嗯 这只怪物的尸体 我们可以带走吧 陈哥当场同意 行 这怪物已经死了 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 你们就带走吧 就这样 林默跟苏雪儿 带着那被他捏死的脑虫 离开了市长家的别墅 出门以后上了车子 苏雪儿发动引擎 开车带着林默离开这里 路上 苏雪儿长出一口气 呼 刚才可真是吓死我了 要是我被那虫子袭击的话 应该就死定了 说着 少女看向副作的林默 默默姐 谢谢你 你真的按照约定 保护了我 林默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 敷衍道 嗯嗯 这次没能见到脑虫的宠物 这让他有些不爽 不过 林默也不打算强行跟陈哥他们 硬碰硬就是了 林默曾经听过一位高人说过 明知道不敌仍旧死战 那是名为热血的愚蠢 越吉吉沙 固然在爽文小说里 让人感觉畅快 但那不过是被天命眷顾的气韵之子们 自持有着外挂的有恃无恐罢了 虫群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强者就是要将弱者践踏 将其吃掉 化作进一步的力量 换句话说 在虫群的世界 就是要视强凌弱 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 就绝不会出手 这便是百战百胜的要决 林默唯一的目标就是不断变强 站在虫群的巅峰 向曾经背叛他的家伙们复仇 他必须要掌控整个局面 将他获得胜利的几率 无限放大 为此 他绝对不能在那之前死掉 好在 林默有着其他虫族所不具有的优势 那就是多子多夫系统 有着系统的他 不仅在情报方面 比所有虫群都更能抢占先机 并且 还能比其他虫群更快地发展势力 想到这里 林默轻哼一声 只要等他足够强大 到时候再回来这边 干掉这里的脑虫们 找回场子就是了 苏雪儿开车送林默回公寓后 他便又动身去第九军区 准备去将脑虫的尸体交给上级 林默则是在苏雪儿离开后 一个人出门 叫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这里 林默拿出手机导航 给司机点名了要去的地方 司机看着林默手机上面的位置 有些惊讶 小妹妹 这不是之前新闻报道里 陆续有小情侣失踪的山里吗 你去哪做什么 林默冷声道 你只管送我去就行 不用问那么多 司机被林默这一枪 倒也无所谓了 毕竟 他只需要把林默送到山脚下就能走了 至于这位不礼貌的小姑娘会怎么样 他无所谓 好心提醒他不听 那只能说 好言难劝该死鬼了 司机开车 将林默送到地方后便离开 林默一路上山 来到了他当初刚刚重生的时候 成为宠物的那处洞穴 洞穴里 无数白色的一米多长的蜘蛛 在这里盘踞着 无数的蜘蛛 眼睛冒着赤红色的光芒 看上去阴森而可怕 若是换作一般人来到这里 恐怕早已成为这些蜘蛛的食物了 但是林默不一样 林默是他们的母亲 妈妈 妈妈 林默回到洞穴的同时 在他的脑海中 传来了跟子嗣们的精神感应 几天时间里 这些原本小的可怜的孩子们 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林默身为他们的妈妈 心中也是有些欣慰 白发少女轻轻抚摸着 凑上前来的蜘蛛们 眼中带着一抹母亲的慈爱 妈妈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有没有好好吃饭呀 林默的脑海中 冒出了这些蜘蛛们 异口同声的声音 有 之前有好多情侣来山上 都被我们吃了 林默满意地点点头 嗯 狠狠地吃 就该把那些气息出去 虐狗的家伙们全吃了 林默说话间 声音咬牙切齿 她平生最恨虐狗的小情侣了 秀恩爱死得快 物理意义上的 不过现在 比起做掉秀恩爱的小情侣 林默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赶紧提升实力 然后将脑虫虫群 给直接端掉 林默绝不允许 在这个城市里 有比她还牛逼的虫群存在 如果有 那就变得比对方更强 然后吃掉对方 林默看着眼前 一米多长的蜘蛛子嗣们 孩子们 你们现在长大了 是时候提升咱们 整个族群的实力了 蜘蛛们满脸疑惑地 看着林默 妈妈 您的意思是 林默脸上浮现一抹冷意 进入城市 找到其他虫群的家伙们 然后 把他们杀死 再吃掉 提升实力的两个必要条件 一 多子多福 繁育子嗣 二 进阶任务 收集核心 简单点来说 玩过地下城的都知道 当玩家升级到某个等级节点 就会无法再提升等级 这个时候 就需要完成转值任务 或者觉醒任务 来进行转值和觉醒 从而提升等级的上限 并获得更强大的技能 林默点开她的个人面板 姓名 林默 血脉 蜘蛛之母 净化度 14% 等级 LV19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你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你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增值 虫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目前 林默的个人等级 已经到了他这个阶段的极限 换个简单点的说法理解就是 就像是玄幻小说里面的修仙 炼器 助击 劫丹 金丹 元英 化神 大成 杜劫 成仙 每一个阶段 都分为初期 中期 后期 大圆满 林默现在的等级 就约等于进入修仙体系里的 炼器期大圆满 半步助击 想要突破这瓶颈 就得击杀三个宠母 取得对方的核心 才能晋升到下一层 继续升级 这两天里 林默深深地感觉到 一个人的力量 实在是太有限了 虫群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并不是宠母一只虫 在负重前行的 个人英雄主义 在集体的面前 太过势单力薄 林默决定发动虫群的力量 让他的子嗣帮忙一起 去找出躲藏在这城市里的 其他虫群 找出那些比他弱小的虫母 杀死对方 吸收对方的核心 有人会说 他是势强凌弱 卑鄙无耻 林默只能说 在这个弱肉强时 强者为君的虫群中 势强凌弱 才是活下去的最好办法 只有真正的王道爽文主角 才会傻愣愣地跑去 找比自己强好几个境界的对手 越即单杀 林默知道自己 并不是他们那样的天命之子 他只有步步为营 才能活下去 在这虫群末世 想要成为最后的赢家 就需要运筹帷幄 将一切都掌握在 自己的计划之中 至于他人对他行为的鄙视 林默无所谓 只有弱者才会在意他人的评价 林默会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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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强者 而那些对他的恶评 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 你 过来 林默让其他蜘蛛子嗣离开的同时 对其中一只白色蜘蛛招招手 那蜘蛛有些疑惑地看着林默 不过还是很乖巧地 凑到他母亲的面前 小蜘蛛疑惑地看着林默 母亲 您找我 林默点点头 嗯 林默在回到洞穴的时候 简单地查看过子嗣们的属性 其余的子嗣们 基本发育得很平稳 但是没有特别突出 唯独眼前这只白色的蜘蛛 实力却是突飞猛进 姓名 无 血脉 蜘蛛 子嗣 净化度 9% 等级 LV9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子嗣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默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子嗣的等级 是无法超过虫母的 但是 能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 到达如此高的净化度 已经很恐怖了 要知道 林默在第一次获得 多子多福系统奖励进化点后 那时候也就到了9级 也就是说 眼前这只蜘蛛 已经到了林默当初的水准 不过 林默并不会因为 自己的孩子变强 而极度就是了 毕竟 他的子嗣越强 他也能获得越多的系统奖励 可不仅仅是繁育种群 能获得奖励 生下来的子嗣们 在后续变强后 也会源源不断地 给林默返还奖励 林默将这孩子叫出来 就是为了能够单独培养他 多一个帮手 也能给林默省点心 林默一颗核心 交给眼前的蜘蛛 你吃掉这个东西看看 这是他今天杀死那只脑虫的时候 从那脑虫身上拿走的 虽说不是宠母的核心 但是那脑虫的属性 看上去还不错 林默觉得 让自己的子嗣 林默并没有怀疑林默 身为林默的子嗣 他没有拒绝的权利 蜘蛛将那核心吃掉 同时吸收其中的基因 很快 那白色蜘蛛开始蜕变 节俭 破解出 一只看上去很可爱的白发小女孩 小姑娘看上去八岁左右 天真无邪很是可爱 不管是外貌还是生硬 都跟林默差不多 不过却是林默年幼版本 少女牙牙血语地看着林默 开口喊着林默 妈妈 妈妈 林默再次看着少女 查看其对方的属性面板 性灵 无 血脉 蜘蛛 子嗣 净化度 11% 等级 LV13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子嗣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默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你太 子嗣 吸收脑虫 并结合自身基因得到的能力 能你太成为宠母 变成的生物外形 她的子嗣 似乎获得了你太的能力 并且等级实力 也得到了增强 虽说只能你太出 林默的模样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毕竟是子嗣的技能 也不能要求太多 现在眼前的少女看上去 就像是小孩子版的林默 正好 她是林默的女儿 想到这里 林默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开口道 以后你就叫林雪吧 平时我不在的时候 顺带帮我管一下你的姐妹们 获得新名字的少女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她不清楚 为什么妈妈要给她取名字 但是 这是妈妈给她的名字 她很开心 嗯 妈妈 林默摸摸少女的脑袋瓜 乖孩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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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毛小萝莉 抱着林默的手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除了看上去只有八岁之外 这孩子 简直就是林默的翻版 嗯 幼年版林默没错了 林默给她取名林雪 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 只是在取名的时候 想到了苏雪 就顺便取了 毕竟 林默还是第一次给孩子取名 也就没有那么讲究 变成人形的林雪 属性也得到了质变 如果说林默是他们虫群的主宰 算是大boss的话 那么林雪总得算是个小boss精英怪了 如同林雪的外表一样 她的心智 其实也跟小孩子差不多 小孩子都是喜欢黏着母亲的 林雪也不例外 白毛萝莉抱着林默的手 乌咽着 妈妈 妈妈 要 要抱抱 林默揉了揉林雪的小脑袋瓜 轻轻将孩子抱起 好 抱抱 林默抱着林雪 从山上下来 打了个网约车 回到了苏雪儿的公寓里 第九军区 办公室中 苏雪儿将之前被捏爆的脑虫残骸 用收容箱装好 放在组长 阳梁的面前 族长 这就是我们调查的时候 发现的怪物 之前那些失踪的人 应该是被这怪物袭击吃掉了 苏雪儿将她跟林默调查脑虫少女 以及去市长家里的事情 全都跟阳梁汇报一遍 阳梁看了看面前的收容箱 不置可否 沉默两秒 阳梁看向苏雪儿 苏特公 说起来 你之前申请进入边外人员的白发少女 到底是什么来头 苏雪儿摇摇头 默默姐没有跟我说过 我也不好问 咱们特别行动组里的觉醒者 不是或多或少 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过往吗 这种事情 也没有必要搞那么清楚吧 阳梁微微皱眉 随后长舒一口气 呼 的确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阳梁不久前派人调查过林默 结果就是 阳梁发现 这个叫做林默的女孩 档案干净的 如同白纸一般 就仿佛 那女孩曾经完全不存在 就好像是凭空突然就冒出来这么一个人 阳梁倒是查到 最近市里 有个叫做林默的人失踪 但那是个男生 两人的外貌完全不同 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阳梁对于林默的身份 更加好奇 根据苏雪儿的汇报 那白发少女 能直接徒手抓住脑虫 单手捏抱 阳梁感觉 那林默的实力 恐怕不容小觑 再结合最近山里 频频有人失踪 阳梁推测 林默或许也是 某个虫群势力的强者 如果真是虫族 那家伙应该懂得先来后到的道理 苏雪儿是他女儿先盯上的猎物 可不能让别人抢走了 阳梁看着苏雪儿 冷声道 你让那林默明天单独来见我 我觉得合适的话 就同意他加入特别行动组 成为边外人员 苏雪儿眼中浮现一抹喜悦 例证站好 敬礼道 是 阳组长 汇报完工作后 苏雪儿离开第九军区 开车回家 他准备告诉林默这个好消息 林默姐姐终于能正式加入特别行动组 成为他的同事了 然而 苏雪儿刚进家门 便发现了林默给他准备的惊喜 少女看着坐在沙发上面 正在看电视的两人 傻眼了 沙发上 林默的怀中 坐着一位看上去体型更小的林默 同样雪白的发色 同样白皙的肌肤 同样洋娃娃扮 可爱的面容 只是无论怎么看 林默怀里的这只小可爱 都要更迷你一些 苏雪儿缓过神来 默默姐 这是你的侄女吗 林默歪着脑袋 看向刚回来的苏雪儿 不 她是我女儿 苏雪儿满脸疑惑地看着林默 哈 默默姐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林默轻声道 我没有开玩笑啊 听到林默的话 苏雪儿更加震惊 默默姐看上去 也就二十岁左右 而且还是那种偏小巧的可爱体型 而那孩子 看上去起码有八岁左右 如果那孩子真的是林默的女儿 那孩子她爹 应该已经在牢里蹲着了 或者已经被枪毙了 也说不定 苏雪儿试探性地问了句 那 孩子她爹现在在哪儿 苏雪儿准备找到孩子她爹 然后帮默默姐解决掉那个人渣 林默却是耸耸肩 这孩子从小就没有爹 我一手把她拉扯大的 这不是想着 我一直住你这边 孩子在老家没人照顾 就接到这边来了吗 林默一边用手捏着女儿肉嘟嘟的脸蛋 一边跟苏雪儿说着 林默并没有撒谎 林默身为宠母 直接吞噬血肉 获取蛋白质 再结合吸收的基因 就能直接繁衍 而她家女儿 之前一直在山上的洞穴里住着 也算是从老家接过来 没毛病 句句符合现实 主打一个真诚 不过林默的话在苏雪儿听来 却是另一番景象 林默刚才的解释 印证了苏雪儿的猜想 果然 默默姐是以前遇到人渣了 那人渣或许跑路 也或许被抓 反正默默姐 应该就是从小将孩子拉扯大 没想到 就算是强大如默默姐这样的觉醒者 也会有这种不可言说的悲惨过往 真是让人唏嘘 想到这里 苏雪儿看向林默的时候 目光里也带着一抹心疼 林默这时看向苏雪儿 带着几分歉意 抱歉啊 小苏 之前没有跟你说这件事 我家女儿可以住在这里吗 如果你介意的话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安置下这孩子 苏雪儿使劲摇摇头 不介意不介意 当然不介意 默默姐 你把我这里当自己家就好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会把她视如己出的 苏雪儿话说的一半 这才发觉 她好像说错了话 什么叫做默默姐的孩子 就是她的孩子什么的 这 这不是说的 就像是她要跟默默姐结婚 以后她就是孩子后妈什么的了吗 苏雪儿倒是不介意 当林默的孩子的后妈 但是她不清楚 林默愿不愿意 想到这里 苏雪儿小脸仗的通红 语无伦刺起来 糟糕了 默默姐听到咱刚才的那番言论 会不会因此觉得 咱是个奇怪的女人 然后讨厌咱 疏远咱啊 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要啊 苏雪儿的眼眸中 带着一抹担忧 好在 林默并没有发觉到苏雪儿的脑补 甚至还为苏雪儿 没有怀疑她为什么多出一个女儿 而暗自开心 林默点点头 露出一抹笑意 嘿嘿 那就多谢小苏了 小苏 你人还乖好的嘞 差点忘了正事了 苏雪儿突然想起 组长颜良 让她转告林默 明天去第九军区的事 对了默默姐 我们组长同意了 我给你提交的编外人员申请 不过 需要你明天去第九军区跟她见面之后 她才能让你加入 林默有些不解 哈 编外人员不是没有编制吗 为什么还这么麻烦 苏雪儿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没有办法 特别行动组的编外人员名额 比正式组员申请还难 编外人员在其他地方 属于那种 没有正式编制的外包员工 但是 在特别行动组 却是不受管制的拉拢对象 基本上 特别行动组的编外人员 各个都是曾经的危险分子 比如 第九军区有个编外人员 就是不久前杀了好几千人 只是为了好玩的异能犯罪者 像这样的坏人 肯定是不能正常 收编到特别行动组的 为此就特别给他安排了 编外人员的名额 觉醒者对于每个国家来说 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特别行动组会根据他们能力强弱 和是否可控作为评估 适当地进行拉拢 只要对方不是那种 真完全无法拉拢的疯狗 那特别行动组 都会适当地 为其开放一些特权 所以 苏雪儿之前跟炎梁的谈话里才会说 每个人都有 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秘 让炎梁不要再继续探究林默的过去 在苏雪儿看来 林默可比族里的一些编外人员 要好得多 至少 苏雪儿感觉 林默比那些混蛋有人性 很多觉醒者 在得到了异能的力量后 便将自己视为人上人 将普通人踩在脚底 甚至根本不把人当人 以欺压普通人取了 得到异能后 伸张正义什么的 不过是超级英雄电影里的美化 或许有的觉醒者刚开始会学超级英雄 但是现在觉醒能力快半个月 很多觉醒者尝到了特权的甜头后 一个个都开始变成了祖国人 祖宗人 不当人 所以 苏雪儿见到的异能者越多 就越是喜欢林默 林默姐姐是真的 完全没有一点人上人的架子 就算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 依旧待人如常 这也让苏雪儿越发期待 跟林默成为同事的未来 林默看着苏雪儿期待的目光 轻叹一口气 你啊 就这么希望我跟你成为同事吗 苏雪儿点点头 嗯 因为我喜欢默默姐 说完这句话 苏雪儿脸色一红 随即支支吾吾解释道 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林默歪着脑袋 有些疑惑 嗯 她当然知道 苏雪儿对她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喜欢 不然呢 两个女孩子之间 还能有别的喜欢吗 家人的喜欢 总不能是苏雪儿 也把她当作是妈妈 想要感受一下母爱的温暖了吧 这么想 还真有可能 毕竟 从认识苏雪儿后的这两天 这丫头都一直粘着她 想到这里 林默摸摸苏雪儿的脑袋 好了好了 小苏 我明白的 我们或许 不只是朋友哦 摸摸头 偶尔跟我撒撒娇 也是可以的 林默的意思是 她偶尔也能扮演一下母亲的角色 给苏雪儿这个工具人 一点温暖 当作奖励 在苏雪儿听来 却像是在说 他们俩其实不只是朋友 而是恋人 咚咚 咚咚咚 苏雪儿的心跳开始加速 脸色飞红 这 默默姐 真的可以跟你撒娇吗 林默点点头 可以哦 苏雪儿开心地抱住林默 将脸颊埋入林默身上蹭了蹭 林雪看到以后不乐意了 拉住苏雪儿的衣角 妈妈是我的 不许你抢走妈妈 林默看向林雪 也是摸了摸林雪的小脑袋瓜 你这孩子 这都要吃醋的吗 林默轻叹一口气 小苏是妈妈很重要的人 要对小苏阿姨有礼貌哦 毕竟 小苏是林默打探官方那边消息 最好的工具人 必须要搞好关系才是 林雪听到林默的话 小小的脑袋 有着大大的疑惑 很重要的人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是少女还是点点头 好吧 小雪以后会对小苏阿姨有礼貌的 林默满意地点点头 乖孩子 第二天 林默和苏雪儿 要出发前往第九军区 出发前 林默轻轻摸了摸林雪的脑袋 微笑道 妈妈跟小苏阿姨出门半点事 中午吃饭之前就会回家 你不要到处乱跑 乖乖在家等妈妈哦 林雪乖巧地点点头 答应道 好的妈妈 交代完事情后 林默便跟苏雪儿离开 林雪乖乖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电视 电视上面放的是动物世界 上面正在播放蜘蛛纪录片 正放到两只蜘蛛 在那边进行生命的大和谐 林雪看着电视上面的画面 咽了咽口水 孤独 这是什么 好乖哦 再看一眼 这电视上面播放的画面 对于一只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 幼年期蜘蛛来说 还是太过于刺激 林雪 第一次看蜘蛛片 需要注意点什么 看着电视台的动物世界 给孩子看得小脸红扑扑的 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不过林雪还是从指缝之间 继续看着电视 乐在其中 正在这时 林雪的蜘蛛感应感知到 在公寓的外面 似乎有什么家伙在徘徊着 少女刷的一下 以诡异的姿势沿着墙壁 爬到了天花板上 同时 林雪再次感知外面的状况 外面 不止一个家伙 似乎有五个人 每个家伙身上 都散发着异能觉醒者的气息 并且 那些家伙们的目标 就是这处公寓 没错了 门外的那些家伙们 是妈妈的敌人 想到这里 林雪的眼中 散发着一抹敌意 林雪使用技能 珠网编织 珠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珠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一时间 原本温馨的屋子 变成了布满珠丝的盘丝洞 林雪布置好一切后 如同伺机而动的猎物一般 静静等待着 她在等待着 那些家伙闯入屋子 到时候 她就能解决这些 对妈妈图谋不轨的坏人 然后 饱餐一顿了 公寓门口 中天双手插兜 来到了苏雪儿家门口 在她的身后 还跟着四位异能者手下 中天是特别行动组 C组的小队长 跟苏雪儿 同样是特别行动组的小队长 不同的是 C组是组长受命 组建的异能者小队 里面全都是 最近觉醒异能的异能者 跟没有异能的苏雪儿不同 他们的小队可以说 是特别行动组 真正的中流砥柱 中天看着面前的大门 轻哼一声 哼 也不知道 严老大让我们来苏雪儿 那废物的家做什么 其中一位异能者少女 轻轻挽住中天的胳膊 轻笑道 严老大让我们来办事 一定有他的道理天哥 你不要生气 等下办完事 我好好地补偿一下你 中天听到少女这么说 倒是提起了兴致 行 那我就好好期待一下 你的技术吧 这位少女的异能 类似某位海贼王 能将身体随意拉伸 柔韧性远超常人 这让中天有些期待 之后跟对方的互动 中天将思绪来回到现在 按理说 苏雪儿这样的特工 不至于让严老大 派他们五个 一起来他家才对 这就让人有些难以理解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不过 妈 他们五个觉醒者一起行动 总不会真的被反杀了吧 而且 按照严老大的说法 那个叫做林末的白发少女 跟苏雪儿一起去第九军区去了 现在这公寓里 只剩下了那林末八岁大的女儿 五个成年人 抓住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不管怎么看 都是稳操胜券的事情 他们必不可能出事 中天 你能秒我 我们这边五个觉醒者一起 你能秒杀我 你一个小女孩 真能秒杀我 我当场就把兜里的手机给吃了 公寓内 林雪已经将猪王给完全布置好 现在的林雪 将之前林末交给她的脑虫核心完全吸收 她的实力也再次变强 获得了新的能力 姓名 林雪 血脉 蜘蛛 子嗣 进化度 11% 等级 LV13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猪王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猪王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子嗣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末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幻象 侵蚀对方的意识 让目标产生幻觉 尼泰 子嗣 吸收脑虫 并结合自身基因得到的能力 能尼泰成为虫母 变成的生物外形 现在的灵血 不仅可以尼泰出妈妈 林末尼泰过的外形 而且 它还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技能 幻象 幻象技能 是脑虫这种精神系攻击的 虫族的能力 在核心被灵血吸收以后 现在的灵血 也能使用这份力量 灵血自然是没有 林末的系统的 所以 少女并不知道 自己的属性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灵血知道的是 她的实力变强了 而且 她似乎还得到了 能制造幻象的全新能力 在得到这个技能的同时 灵血就直接能熟练地使用 一点压力都没有 也正在这时 面前公寓的大门 缓缓打开 那些入侵者们 妈妈的敌人们 要进来了 第九军区 办公室内 灵末单独一个人 进入办公室里 苏雪儿则是在外面等候 据说是她的上司炎梁 想要单独找灵末谈谈 所以才让苏雪儿 在外面等着她 灵末倒是无所谓 反正苏雪儿在不在场 她也不过是来走个过场而已 然而 让灵末有些意外的是 她近来随意看了看 炎梁的信息的时候 却发现 对方是个异能者 姓名 炎梁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炎罗王 觉醒度 14% 等级 LV19 技能 勾魂 玻璃对手的灵魂并囚禁 需比对方高十级 生死部 在异能绑定的生死部上 写下对方的名字 可以设定对方的死法 需比对方高十级 鬼将 能召唤鬼将 作为自己的打手 召唤物随机 这人的能力 比之前遇到的尼古阿 真要厉害多了 不过 也确实 别人毕竟也是 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这特别组织的头头 要是没点什么底牌 还真没法当上的 灵末之前被苏雪儿 拉到特别行动组的时候 就是被苏雪儿 错当成觉醒者 才拉过来的 所以 这里会有觉醒者 也正常 灵末看看炎梁的等级和觉醒度 轻笑一声 哈哈 炎梁的这技能 是拿来炸鱼的吧 勾魂和生死步 要对比他少十级的家伙使用 才能生效 那么对灵末来说 这俩技能 基本上就是废的 灵末和炎梁 同样是LV19 都是卡在这瓶颈等级 暂时上不去 所以 在等级和硬实力 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位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貌似比灵末要拉击的得多 但 笑归笑 这炎梁的技能 其实还是挺强的 用来收拾没有异能的家伙 或者力量比他弱的家伙 那肯定是比灵末这 宠母的技能都好用的 光一个生死步 锁定了目标以后 无视距离直接锁命 就问你怕不怕 可惜灵末不怕 笑死 等级一样 根本不怕 正在这时 炎梁却是开口了 灵末 其实是虫族对吧 灵末 灵末听到炎梁的话 呼得警惕起来 为什么特别行动组的人 会知道他的身份 苏雪儿应该不知道 这件事才对吧 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炎梁却是开口了 我女儿也是虫族的宠母 都是虫族 我想没有必要内斗 苏雪儿是我女儿先盯上的猎物 如果你愿意把苏雪儿让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结盟合作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你的女儿可就危险了 说话的同时 炎梁拿出手机 手机上面 正是灵末的女儿灵雪 正在公寓里的实时画面 炎梁暗笑着 太太 你也不想你的女儿出什么意外 对吧 灵末看着炎梁手机里的实时画面 面色异冷 她其实并不介意跟其他虫族合作的 如果对方是带着真诚来找她 毕竟 灵末经过上一世 被人类联邦政府和妹妹淋雨的背叛 现在的她已经下定决心 成为最强的虫群主宰 不过 在这种对方威胁的情况下 灵末是一点合作的想法都没有 先用咱的女儿来威胁 然后来谈合作 我和你喵的做 老东西 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 正在这时 灵末的脑海中弹出了系统的提示 定 您的紫色灵雪 洗得全新技能 换向您获得系统奖励 精神干涉 灵末听着脑海中的系统提示 眉毛一条 嗯 小雪绝又获得新技能了 看样子 刚刚吃下脑虫核心的时候 小雪还没有完全吸收脑虫的基因 经过了一晚上的吸收以后 现在小雪学会了脑虫的技能了 同时 灵末点出了只有她能看到的系统面板 查看着她的面板属性 姓名 灵末 血脉 蜘蛛之母 净化度 14% 等级 LV19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拟态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你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增值 虫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精神干涉 干涉对方的精神意识 让对方产生幻觉 并且 这幻觉造成的影响 可以延续到现实 临摹获得的精神干涉 效果跟幻象 类似 但是不同的是 幻象只是让对方产生幻觉 对现实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精神干涉 在让对方的精神产生混乱的同时 如果在幻觉里 对方受伤或者死亡 那么这些在幻觉里发生的事情 也会同样反馈到现实世界里 也就是说 林默获得的技能 是灵血学到的加强版plus 林默不禁在心中感叹 这多子多福系统 就是好啊 不仅在他 生孩子时候 会给他系统的奖励 而且 在生下来的孩子们 继续生孩子 或者变强的时候 还会给他万倍反例 这系统 简直就是一本万例 生生不息 源源不断 林默感觉 他甚至可以 靠着这个系统 在这重群末世 即将到来的世界成神了 林默冷笑着 看向炎梁 你在威胁我 呵呵 你尽管试试看就行了 你看看你的队员们 能不能活下来 炎梁听到林默的话 感觉有些不对劲 为了以防万一 炎梁拿出了他的生死簿 看着林默的女儿 写下来灵血两个字 然而 实时画面里的灵血 并没有死 怎么可能 炎梁的额头冒出冷汗 灵血被他写在生死簿 没有死 就说明 灵血的实力 已经摆脱了生死簿的能力范围 要知道 现在可是重群 来到地球的潜伏期 还没多少觉醒者呢 炎梁可是靠着他的宠母女儿 才到现在的实力水平 他的那些手下 包括其中最强的中天 也都受他生死簿的管辖内 林默说的没错 他的队员去找林默的女儿 确实完全活不下来 为了及时止损 炎梁赶紧拿起手机 给中天打去电话 然而 中天已经开始行动了 炎梁只觉得身子瘫软 两眼发昏 他失算了 中天将手搭在女队员的肩膀上 将对方搂在怀中 两人并不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过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位女队员 想要借着这次机会 跟中天关系更进一步 然后在特别行动组里 拿到特权 觉醒者就是这样 虽说特别行动组 是归第九军区管辖 但是你不能保证 所有的觉醒者 都是军人出身 军区只是将这些人 招揽进入特别行动组 成了C组 但是这些人 基本在之前 也就是普通人 会有很多普通人的欲望和坏毛病 是很常见的 尤其在场的几位 基本都仗着自己有异能 想要享受与众不同的特权 做个人上人 这就更让他们 显得有些素质低下 素质低下 归素质低下 不过这些人 有着比常人更强的力量 倒是不假 在中天的命令下 其中一个异能者队员 打开了房门 房门打开后 在几人眼前的 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公寓 阳光明媚 照进了屋子 看上去跟一般的公寓 没有什么不同 在房间里 一个看上去八岁大的白发少女 惊愕地看着几人 惊恐道 叔叔阿姨 你们是谁 妈妈和小苏阿姨出门啊 家里没有人 中天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有些疑惑 嗯 眼老大 不会是搞错了吧 那林默真的能是什么危险角色吗 能把一个八岁小女孩留在这里 真是心大 不过 中天转念一想 也是 从觉醒者出现到现在 也就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很多人在觉醒了异能之前 都是很普通的 只是在这段时间 突然觉醒了 异能变强 现在觉醒异能后 实力倒是水涨床高了 但是意识和大局观 却跟以前应该没什么区别 这样就导致出现了很多能力 明明很强 却很低能的觉醒者 出门就把小孩子这么随便扔在家里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中天耸耸肩 妈 管他呢 反正眼老大 只是让我们来抓人 说着 中天带着四人进入了房间 小朋友 不要怕 我们是你妈妈的朋友 来接你去找他的 小姑娘摇摇头 妈妈说过 让小雪在家乖乖等他的 小雪不走 中天继续像是哄小孩子一样 亲生对眼前的白发小女孩哄到 小妹妹 你妈妈那边临时有些事情不回来了 所以让我们接你过去呢 正在这时 中天的手机响起 滴滴滴 滴滴滴 中天看着手机 是炎梁打来的 电话那头 传来了炎梁的声音 撤退 赶快撤退 情报有误 那女人的孩子 不是你们可以对付的 中天听到炎梁的话 额头冒出冷汗 同时 公寓的大门也缓缓关闭 眼前的白发少女脸上 浮现出诡异而阴森的笑容 叔叔阿姨们 虽说妈妈暂时没回来 但是你们 可以在这里陪小雪玩玩 等她回来哦 不过 小雪有点饿了呢 叔叔阿姨们给小雪吃点东西 也是可以的吧 话音落下的同时 白发小女孩的脑袋 180度扭转 她那可爱的双眸 留下一行血泪 嘻嘻嘻 叔叔阿姨 别急着走嘛 让小雪吃一口 就一口就好 中天身旁的女人 在看见灵雪的脑袋 180度诡异地扭转 眼中冒出血泪的之后 直接吓得当场 失声尖叫起来 中天和其他几人 也是同样被眼前的 恐怖的少女 给吓得不轻 中天不禁暗骂一声 她喵的 阎老大害死我们了 对手根本就不是人 这样的情况 阎老大在派他们来之前 可是一点都没跟他们说过的 要是早知道有这种情况 中天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 就带人闯进来 至少不会亲自闯进来 如果知道 眼前这个看上去 只有八岁的白发少女 其实是一只可怕的怪物的话 中天就会让一两个队伍里的 炮灰进来打探情况 炮灰死了就死了 根本无所谓的 然而现在 中天因为轻视对方 以为这丫头只是个小孩子 于是便无所谓地 带着小队的全部成员 一起进来了 她心想的是 就算这孩子是觉醒者 他们在场的五个人 也都是异能者 是不可能输的 结果现在她发现 这哪里是个小孩子 这分明就是一只诡异好吧 中天怒喝一声 去死吧 中天的双眼冒着红光 赤红色的激光光线 朝着那白发少女身上 袭击过去 这便是中天的异能 雷射眼 能通过眼睛 发射出超高温度的 激光攻击对手 破坏力巨大 原本炎良给中天的任务是 活捉灵血 然后抓过去 当作威胁灵墨的筹码 但现在 中天也顾不上 将少女挟持为人质的任务了 人都快要死在这里了 还管什么任务不任务的 直接把这家伙给杀了 不然死的就是他们 趴击 少女并没有如中天想象的那般强大 当赤红的激光 轰击在少女的身上后 对方直接被蓝腰射穿 鲜血似箭在地地板上 中天愉悦地看着眼前冰死的少女 嘴角浮现一抹残忍的冷笑 呵呵 还想吃掉我 你也配 说吧 中天一脚踩在 被她用雷射眼 轰成两半的灵血身上 恶狠狠地出气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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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喵的 吓老子一跳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 就这 人在恐惧到极致之后 便是愤怒 现在的中天 表面上看着一副嚣张的模样 其实她都快要被吓死了好吧 所以 好不容易干掉了这个可怕的家伙后 当然要好好发泄一下 释放一下刚才的不安的负面情绪 正在这时 一声熟悉的奶生奶气的小女孩的声音 在中天的身后响起 叔叔 你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 要来陪小雪玩玩吗 小雪肚子好 呃 叔叔让小雪吃一口好不好 中天朝着身后看去 身后有着三个 跟刚才那林雪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正楚楚可怜地盯着她 中天一愣 啊 她的大脑当场当机 她无法理解 根本想不明白 现在是发生了什么 正在这时 眼前的三位少女的面容忽的扭曲 变成了八个眼睛 锋利獠牙的恐怖面容 再加上那少女原本的身体 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骨效应 让中天整个人都突然一惊 含义从脚底窜到后背 中天心太崩了 她疯狂地用她的异能 轰击向眼前的少女 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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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怪物 给我去死吧 在中天使用异能攻击眼前的 三个一模一样的怪物少女的时候 其中一个却是苦苦哀求 天哥 不要啊 是我啊 而 少女的话并没有引起中天的注意 赤红灼热的激光 轰击在眼前三个怪物少女身上 直到将其轰碎 方才停下 怪物 怪物 死得好啊 死得好啊 中天笑得歇斯底里 经过刚才的一轮轰击 使用异能频率到极限的她 也基本体力耗尽 中天靠在满是血腥的房间沙发上 长舒一口气 等等 我队友呢 中天四处张望 却发现 房间里除了那几个怪物少女的尸体之外 便是四件的鲜血 她的那四个队友 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她缓过神的时候 中天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 刚才的那只怪物好像在叫她天歌来着 会叫她天歌的 也只有队里的那个女队员了 原本松了一口气的中天忽的感觉 整个人都骂了 难道说 我刚才杀的家伙 其实都是我的队友 中天眼前的画面逐渐变化 那地上的少女的尸体 慢慢扭曲变形 当中天眨眨眼 她看到地上那些原本该是被她杀掉的怪物 竟然全都是她的队员们 她的队员有四个 她杀的怪物有四个 没错了 这些人全都是被她给杀死的 中天正在这时 一声可爱的少女的声音从天花板传来 终于发现了 叔叔你还真是迟钝呢 妈 反正这些家伙都不是我杀死的 跟小雪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叔叔真坏呢 杀死了自己的四个朋友 嘖嘖嘖 真是个大坏蛋 中天听着少女的声音 身子却在瑟瑟发抖 她不敢往上面看 她的潜意识在告诉她 在天花板上有着极为可怕的东西 然而 好奇心还是在驱使着她 忍不住抬起头向上看去 那是一只两米多长 通体雪白的大蜘蛛 这应该才是 那个小女孩原本的面目 她根本就是一只怪物 整个天花板 都被这蜘蛛结成的猪王给覆盖 就连整个客厅 也被丝线所连接 中天酝酿其最后的力量 她打算殊死一搏 用雷射眼轰散眼前这只怪物 然而 动不了 她根本动不了 蜘蛛的口中 冒出小女孩天真无邪的声音 嘿嘿 叔叔 动不了了吧 那是因为 在你进屋的时候 就接触到了我的丝线 然后被我注入了 毒素了哦 现在你的体力耗尽 毒素也差不多该开始发作了吧 中天不仅无法使用异能 甚至连动都动不了 但是她的意识却很清醒 她明白 即将发生什么 中天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却无能为力 不 不要 不要 你这怪物 滚啊 离我远点啊 那白色蜘蛛从天花板 用丝线吊着 垂落到了客厅 半悬挂在中天的面前 虽说另外四个叔叔阿姨也够小雪吃好酒了 不过小雪我呀 还是比较喜欢吃新鲜的食物呢 所以 叔叔 就让小雪先吃掉你吧 手机屏幕里 残忍血腥的画面传来 办公室里 林默和严良都看着上面的画面 两个人的表情 却是不尽相同 林默的嘴角带着笑意 似乎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严良的脸沉着 就像是刚死了家里人一样 完全就是一副哭丧脸 一洗一杯 两者情绪相互衬托着 严良可是将刚才的一切都看了个明白 在手机画面里 中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是发了疯一样 对她的几个队友们出手 将另外几个队员给轰杀成碎块 就像是精神病人 突然就发疯了一样 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然后在中天杀了她的队友后 便被变回蜘蛛形态的林雪 给一口一口地吃掉 中天死得很痛苦 林雪的毒素麻痹了她的身体 可是却将她的意识放大到了极致 也就是说 中天能感觉到她的痛苦 可是什么都做不到 就连呼救也没有办法 动动手指头都不行 她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那怪物 一点点的蚕食 享用着她身体的每个部分 就如同古代的林池一般 一道道切割着她的血肉 直到中天被完全吃掉 她才终于结束了她的痛苦 之后 房间的其他人的尸体 也没能幸免 全都被一个个蚕食 变成了森森白骨 林沫饶有兴致地 看着面前的炎梁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炎组长 怎么样 我女儿还挺厉害的对吧 炎梁看着手机画面 再看看林沫 你早就知道 我要找人对你出手了 林沫贪贪手 不置可否 她并不知道这件事 甚至在来这里之前 她都一直以为炎梁是官方的人 现在她才发现 炎梁是虫族潜伏在官方的内鬼 而她的女儿是一只宠物 但是林沫并不打算告诉炎梁这件事 给炎梁留一点神秘感 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高深莫测的高人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毕竟炎梁是敌人 又不是朋友 林沫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好像叫做《教父》 其中的主角就说过一个 让林沫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在想什么 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 永远不要让对方知道 你在想什么 一旦他们知道了你的想法 就等于是将自己的弱点 暴露在他人的面前 适当的神秘感 有时候是非常必要的 林沫微笑着 是时候让你女儿出来了吧 一直躲着也怪累的 炎梁的女儿在这里躲着 这件事林沫倒是知道 毕竟林沫的技能蜘蛛感应 能够增强她的武感 并且能提前预知将要到来的危险 所以 感知到藏在附近的虫族敌人 还是很简单的 正在这时 一个看上去十多岁 初中年纪的可爱少女 从办公室的暗处走出来 DIV Data Foundry Type 等于Image Source 等于User 炎小爱 哎呀呀 林姐姐可真是厉害呢 这么简单 就干掉了爸爸派过去的手下 林沫看着眼前的少女 打算查看对方的属性 姓名 炎小爱 血脉 地狱猪 宠母 进化度 19% 等级 LV25 血脉技能 因其等级境界高于宁 无法查看具体技能 林沫 这个系统真是不太行 在面对等级比林沫高的对手的时候 就查不到对方的技能了 但是也不能抱怨什么 毕竟这个系统主要的功能 还是多子多福 和万倍反例 在调查情报方面有所欠缺 还是很正常的事情 用不着在意 之前在遇到那个叫做 诚哥的家伙的时候 也是因为对方的专属技能 不可名状 而无法调查到对方的能力 不过 林沫倒是有一种预感 这个炎小爱 是因为等级比林沫高 所以无法查看技能 而诚哥 则是因为他的固有技能 无法查看属性和技能 说不定 诚哥的等级 其实比林沫和炎小爱 要低也说不定 想到这里 林沫的心中 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要不要试试教唆 这俩家伙碰一碰 看看他们谁更厉害 反正不管哪边打赢了 林沫自己 都不会亏救世了 他去当老六 躲在后面捡漏就行 想到这里 林沫摇摇头 将思绪拉回到现在 林沫看着眼前这对妇女 丝毫没有慌张的样子 现在我女儿也清理了 你们派过去的杂碎 是时候 谈谈合作的事了 林沫并不排斥合作 他排斥的是 被人威胁 现在 对方派过去威胁他的家伙 全都被女儿处理掉 林沫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也就无所谓 跟对方继续谈判了 林沫看了看颜良 又看看颜小爱 喂喂 咖啡呢 给我泡好端上来啊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颜小爱听到 林沫挑衅的话语 眉头一皱 有些不爽 不过经过中天 被团灭的时候 颜良也稍微 有些忌惮起林沫了 于是 颜良给颜小爱 使了个眼色 颜小爱虽说是有些不情愿 但是毕竟还是他老爸 给的指示 也只能照做 跑去给林沫泡咖啡去了 等到颜小爱去泡咖啡 林沫直接将一双 雪白的大腿 放到面前的桌子上 左腿搭在右腿 翘着二郎腿 一副嚣张的模样 好了 颜组长 都是重足 咱们也没有必要 那么剑拔弩张嘛 你威胁我 我女儿吃掉你的手下 咱们这事就当扯平了好吧 林沫愉悦地对颜良说道 这件事就翻篇 不要再提 我们来谈谈一周后 重去末世 如何瓜分这城市的事 林沫当然不想合作 也不想跟人分享他的猎场 他只是想要借着合作的幌子 好好忽悠利用一下颜良妇女 来一招借刀杀人 对付陈哥他们 而他林沫 便是这场争夺中最后的赢家 嘿嘿 想想就很好玩 颜良的嘴角抽了抽 强忍着脸上的怒意 看着林沫 林沫二郎腿放在办公桌上 双手抱在胸前 一副嚣张的姿态 他那双血白的大腿 紧致却不失肉感 明明一副惊为天然的美貌 眼中却透露出一抹狡黠 如同阴险狡诈的老狐狸般的目光 让颜良感觉有些不舒服 颜良很想说 他喵的 我们只是想要威胁一下你 你女儿直接把我的人全吃了 这能扯平 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好吧 然而 手下刚刚被吃掉的他 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 林沫歪着小脑袋 疑惑地盯着颜良道 怎么 你不服气 颜良善笑道 没有没有 怎么会不服气呢 林沫轻笑一声 白白手 得了吧 我知道你不服 没有关系 现在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不是让你服的 虫群一周后就会完全爆发 到时候 虫群天灾将会降临整个蓝星 关于这一点 你女儿应该有告诉你的吧 颜良点点头 嗯 跟小爱签订契约的时候 我就基本了解了 关于虫群的信息 这时 颜良的女儿 泡好了咖啡端到林沫的面前 林沫满意地接过咖啡 用蜘蛛感应探测一下 确认没有下毒以后 放心地喝了一口 你们也知道 一个城市 所能供给给虫族的资源 是有限的 林沫抿了一口咖啡 据我所知 现在在这座城市里 有三个虫群事例 我 你 还有咱们市的陈市长 颜良听着林沫的话 并不怀疑 之前颜良派苏雪儿去查的那个案子 就是脑虫座的 结果苏雪儿和林沫 是在市长家里 查到那只脑虫的 按照苏雪儿的汇报 说的是在市长家 发现了那只脑虫 在陈市长的配合下 击毙了那只脑虫 但是怎么可能有这要巧 刚好就出现在市长家 唯一的可能就是 陈市长本身就是脑虫的事例的 毕竟 颜良自己的女儿就是宠母 她个人而言 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 所以 林小姐的意思是 颜良好奇地问 林沫将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 扎拔一下小嘴 微笑着看着颜良 狼多肉少 区区一个市的资源 不够分啊 不如我们俩合作 一起把陈市长一锅端了 怎么样 林沫微笑着 说出了她的建议 她提出跟颜良合作 不过她并不是真心 想要跟颜良合作 她只是想要借刀杀人 借颜良的手 除掉陈哥那群人 在除掉陈哥他们之后 林沫再反手一个被刺 把颜良他们给被刺了 这样 就能坐山光虎斗 她做那个渔翁得利的最后赢家 事后还能顺带 就能收集两颗宠母的核心 岂不美哉 到时候再划划水 看看最近能不能再找到一只 弱小的宠母 及其三颗核心 这样一来 她就能突破基因所的限制 冲破瓶颈 进入下一个境界 继续嘎嘎提升实力 无限变强 只是 颜良并不是傻子 她也知道 林沫是想要教唆他们父女俩 去找陈哥的麻烦 好来个坐山光虎斗 不过 颜良并不清楚林沫的实力 她不敢跟林沫翻脸 并不是所有的虫族 都能看到对方的实力 林沫是个例外 因为她有系统 对于虫族来说 一旦交手 很容易就陷入死斗 在没有必胜的把握前 颜良并不打算 跟林沫翻脸对着干 毕竟中天就是前车之剑 因为情报的不足 误判了林沫女儿的实力 结果整个C组小队被全灭 颜良自己的手下 都是这个下场 她可不会再接着重蹈覆辙 尤其 眼前的白发少女 一副有恃无恐 嚣张至极的样子 要说她真没点底牌 颜良是不幸的 林沫也正是 抓着对方这样的心理 将颜良玩弄于手掌心理 不过 颜良不敢直接翻脸是一回事 不愿意当炮灰 又是另一回事了 颜良面色沉下 林小姐 你是否想过 同样是寻找盟友 我也可以找陈哥合作 毕竟她是市长 有着政治领域的绝对优势 作为队友的话 会更靠谱 比起林小姐这样 半路杀出 之前完全一点资料背景 都没有的人 跟他们那些世家财阀合作 难道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 林沫捂着肚子 哈哈大笑 哼哈哈 等等 哈哈哈哈 抱歉抱歉 有些失态 不过 你讲的笑话 实在是有些好笑了 笑过一阵之后 林沫这才抬头 看向面前的颜良 面色渐了 颜良啊颜良 你是在跟我说笑话对吧 说的直接一点 你跟陈哥合作 他能瞧得上你 你也配 颜小爱听到林沫的话 有些生气 不许你嘲笑他 他是我爹 颜良白白手 轻叹一口气 小爱 别激动 退下 被颜良喊住 颜小爱这才收敛起情绪 林沫也没有打算 真跟两人动手 毕竟颜小爱的等级 是比林沫高的 不仅仅是等级 这差的几级倒是无所谓 只是颜小爱 已经突破了那层的瓶颈 境界上 已经抬林沫高了一层 若不是对方 并不知道林沫的真正水平 被林沫给唬住了 恐怕此刻 已经早就动手了吧 至于对方 为什么能抬林沫 先一步突破境界 林沫心中 大概也有答案 因为颜小爱 有个好跌 颜良身为 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本身就是 负责调查异常事件的 之后处理那些异常 也是特别行动组的工作 那么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特别行动组 基本就将那些 干掉的宠物核心 上交到颜良这边 颜良顺手 就未给了自己的女儿 林沫是说 为什么派他的孩子们 在整个城市地毯式的搜索 都没找到别的宠物 其实早就被颜良妇女俩 给搜刮干净了吧 林沫靠在椅子上 我没有骂你们 我只是单纯地陈述事实 别人那边 可是集结了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盘算的 就是在重群末世爆发的时候 发展自己的重群帝国 你觉得 这时候你们妇女俩冒出来 说要跟对方合作 瓜分城市 他们能乐意 颜良沉默下来 他知道林沫说的对 现在的局势来看 整个市区里的重足 就如同三国时期 里的三分天下一样 表面上看似三股势力 然而蜀国只能和 吴国结盟对抗魏国 因为他们俩任何一方被灭 另一方都绝对无法 与魏国抗衡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现在他们妇女俩 跟林沫 也是处于这种状态 至少颜良调查过林沫 关于林沫的信息很少 他基本没有在市里布局 解决完成哥他们后 再去对付林沫 也来得及 可要是先跟成哥 一起对付林沫 那么之后 他们妇女俩 很可能被成哥稳稳灭掉 的确 他想要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唯一的选择 就是跟林沫合作 林沫再次翘着二郎腿 摆出一副大姐大的气场 怎么样 严组长 想明白没 颜良面色严肃 却又无可奈何 最后只得点点头 合作吧 我们一起 弄成哥他们那群家伙 林沫笑了起来 好好好 这才对嘛 早这样不就完事了 说完林沫站起身 拿起办公桌上的笔 随手在桌子上找到个本子 在上面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 具体的事情 我们之后电话里慢慢伤了 我进来这么久 要是再不出去的话 小素该急了 林沫将写下他联系方式的本子 放在颜良的面前 转身离开办公室 再走到门口 即将开门之后 少女转过头 叮嘱颜良妇女 对了 你之前说 小素她是你女儿的猎物对吧 说话间 林沫的目光 透露出一抹冰冷彻骨的寒意 让颜良和颜小爱 两人感觉背后一寒 我先说好 苏雪儿是我的 她是我的猎物 我不喜欢自己的猎物 被其他人抢走 如果你们敢再打她的主意 我不介意杀了你们 再一个人对付陈哥 办公室外 走廊上 苏雪儿焦急地 等到着林沫出来 她有些担心 林沫姐会不会没能通过 颜老大的审查 这样的话 她就没有办法 跟林沫姐姐成为同事了 想到这里 苏雪儿的心情 就越发的急切 正在这时 林沫推门走出 看上去心情不错的样子 苏雪儿有些激动地 像刚走出来的林沫问道 默默姐 怎么样 通过颜老大的面试了吗 林沫嘴角勾起 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 微笑着 看着面前的少女 似乎是想要逗一逗这丫头一样 故意没有说话 看着她脸上的反应 怎么 我要是没有加入的话 你会很难过吗 小素啊 你就这么希望默默姐 加入特别行动组 成为你的同事 然后跟你在一起 说吧 林沫凑近苏雪儿的身边 轻轻在她耳边吹了一口气 戏弄着对方 苏雪儿脸色一红 心里咯噔一下 没 没有 我只是希望默默姐 能加入特别行动组 才没有抱有什么私心 苏雪儿嘴上这么说 目光却是不断躲闪着 一副心虚的模样 她哪里没有私心 她满满都是私心 只要林沫姐姐 加入特别行动组 成为她的同事 以后就能24小时不间断地 跟默默姐黏在一起了 然后就能创造很多很多 跟默默姐相处的机会 然后 然而 林沫却是看不出苏雪儿的心意 林沫只是觉得 每次斗这丫头 她的反应都挺好玩的 就像是斗猫猫狗狗一样 有趣得很 所以 她也爱没事斗斗苏雪儿 给她那本身有些 阴沉死寂的重生复仇之路 多出一抹喜悦的色彩 为此 林沫不会容许炎良妇女 对苏雪儿出手 在林沫的眼中 其他人惦记和染指 嗯 没错 就是这样 林沫轻笑一声 柔柔苏雪儿那柔软的脸蛋 好了 小苏 瞧你急的 姐姐通过审核了哦 跟你们严组长聊得挺好的 之后 她还要跟我合作呢 苏雪儿听到林沫的话 有些惊讶 真的 居然 这么顺利 而且看上去 林沫姐姐 似乎还得到了严组长的器重 想到这里 苏雪儿是真的打心理 为林沫姐姐感觉到开心 林沫笑了笑 将手轻轻拉住苏雪儿的小手 当然是真的 莫莫姐什么时候骗过你 走 今天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把小雪也带上 咱们三个一起出去吃火锅 啊 带着小雪 咱们三个 苏雪儿听到林沫的话 被林沫牵着手 脸红的就像是苹果一样 少女不禁用手捂着脸颊 害羞起来 这不就像是 他们是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温馨的家庭聚餐吗 哎呀呀 好害羞 太难为情了吧 为庆祝莫莫姐 顺利成为特别行动组的一员 干杯 火锅店里 苏雪儿手中举起倒满的一杯橙汁 开心道 林沫也微笑着举起一杯橙汁 与苏雪儿碰杯 嗯 干杯 林雪不知道特别行动组是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 加入了这个组织 就要开心 但是她觉得 既然妈妈和小苏阿姨都这么开心 那她当然 也不能破坏这愉快的氛围 嗯 干杯 三人感情深 一口闷 将杯中橙汁一饮而尽 之后便是三人一起吃火锅的时间 苏雪儿为了能尽快地拉近 她跟林雪的关系 这样方便 她让林雪帮她打打助攻 好让她更快跟林沫关系更进一步 于是不断给林雪加菜 小雪 这是店里最好吃的特色菜 雪花肥牛 我好吃了 你尝尝 林雪有些为难地 看着小苏阿姨加过来的菜 摆摆手 那个 我不吃不下了 我其实在家 已经吃饱了 苏雪儿听到林雪的话 当场愣住 啊 苏雪儿记得她家里的冰箱 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了 小雪能吃什么吃饱啊 不对 小雪应该不是吃饱了 而是单纯不想吃她加过来的吃的吧 难道说 她已经被小雪给讨厌了吗 想到这里 苏雪儿有些失落 这样啊 我明白了 我被小雪嫌弃了吗 林雪看着苏雪儿 一脸伤心落寞的表情 赶紧解释 我不是嫌弃小苏阿姨 我是真的吃饱了 林末则是默默将苏雪儿 加给林雪的肥牛卷加过来 然后吃掉 嗯 好吃 小苏推荐的菜 味道确实不错呢 林末看得出来 苏雪儿是想要跟林雪搞好关系 她也当然知道 林雪是真的吃饱了 毕竟在家的时候 吃掉了特别型动组 C组整整一个小队的人 就算虫组有着极强的消化能力 林雪也还是需要挺长的时间来 完全吸收血肉营养的 但林末总不能跟苏雪儿说 我女儿不是讨厌你 她只是刚才把特别型动组 C组的人全给吃掉了 要是真这么跟苏雪儿说了 还不得直接把她吓死 为了不让苏雪儿伤心 同时不暴露 女儿吃掉特别型动组成员 林末选择直接吃掉 苏雪儿加过来的菜 这样一来 苏雪儿发现 她家的菜被林末吃掉 心情好伤不少 行动往往比解释 更具有说服力 而事实也是如此 林末吃火锅也吃得差不多了 她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嗯 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她之所以叫苏雪儿和林雪 一起来吃火锅 并不是真的想吃 苏雪儿的家 因为之前那群异能者进入 而导致满是血迹 要是让苏雪儿直接回家 那不得直接吓傻了 林末让林雪儿跟着一起出来 这样就能不让苏雪儿产生怀疑 然后在让林雪走之前 找其他的子嗣 帮忙把屋子清理干净 现在苏雪儿回去以后 会发现她的家整洁如新 完全不会发现一点异常 林末看向苏雪儿 说起来 小苏 你带着小雪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忙 苏雪儿歪着脑袋 看着林末 啊 末末姐有什么事情要忙 我也许能给点帮助 林末摆摆手 不用 一点小事 林末打算跟炎梁妇女商量一下 这两天时间就去把陈哥干掉 以免夜长梦多 这件事肯定不能跟苏雪儿商量的 甚至林末就压根没有打算 将苏雪儿卷入这场争斗里面 毕竟苏雪儿的实力 林末还是很清楚的 要是把这丫头卷进来 那她必死无疑 林末的打算是 在苏雪儿察觉这件事前 就把炎梁妇女 还有陈哥他们全都除掉 至于之后重群末世爆发 到时候 一边装作幸存者 跟着苏雪儿求生 一边发展自己的重足势力 倒也挺乐呵就是了 苏雪儿听出了 林末并不想跟她透露什么信息 只得轻叹一口气 好吧 那我带小雪回去了 她并不打算过多追问 林末要忙什么事 苏雪儿相信 林末不愿意告诉她 一定有林末的理由 追问太多 反而不好 就这样 在吃饱喝足后 苏雪儿带着林雪 坐上一辆出租车 从火锅店离开 而林末则是自己 从火锅店里走出去以后 沿着外面城边的小路 悠闲地散步着 直到她确定周围没人后 这才拿出手机 拨通炎梁的号码 嘟嘟嘟嘟嘟嘟嘟 在号码响了好几声后 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一声 青年男人的声音 林特公 你是要找你们的炎组长吗 林末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心头一紧 那边的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脑虫势力的陈哥 也就是林末 打算联合炎梁 一起去对付的那个家伙 拨通炎梁的电话 那头却是传来陈哥的声音 林末咽了咽口水 也就是说 炎梁妇女二人 很可能被陈哥给收拾掉了 想到这里 林末让自己冷静下来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 陈哥 炎梁和炎小爱这两人的死活 林末并不关心 陈哥的实力 还是未知数 林末也不打算跟对方死磕 比起跟很可能 比自己强的家伙交手 林末更喜欢发育起来 积蓄力量 然后再将对方碾压 踩在脚底 既然炎梁妇女死掉的话 那她也不用再考虑合作的事 带着自己的子嗣撤退 去别的安全的地方 安稳发育就好 原本 林末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下一秒 电话里再次传来了陈哥的声音 林特公 你们的炎组长 被我抓住了 暂时还活着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你见一面 林末冷声回答 没空 不见 说完 林末便打算挂断电话 然后叫上林雪和苏雪儿跑路 电话那头的陈哥 却是平静道 你先别急着挂断电话 不然你会后悔的 林末冷声道 哦 我为什么要后悔 陈哥倾笑一声 随即说道 很简单 因为你的女儿和朋友 在我手里 下一秒 电话里传来了林雪和苏雪儿的声音 林雪 你们这些坏人 放开我 我要杀了你们 苏雪儿 默默姐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好小雪 电话里 林雪的声音带着愤怒 苏雪儿的声音 则是有些自责 不论怎么听 都是他们俩本人就是了 下一秒 电话里传来陈哥的声音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要来见一面吗 林末冷笑一声 你以为 我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来送死 我告诉你 不可能 陈哥继续说道 我给你一天时间 我在我家等着你 要是明晚十二点前 你没有到的话 我会杀了他们俩 我说到做到 林末淡淡道 随意 说吧 林末挂断了电话 林末挂断电话后 直接坐车去了地铁站 连夜买了一张 去隔壁市的车票 当场跑路 刘德青山 再不愁眉柴烧 身为宠母的他 还能继续繁育出 更多的子嗣 他放弃了林雪和苏雪儿 女儿被抓住 其实并没有什么 林雪作为她的子嗣 能被敌人轻易抓住 是因为太过弱小 林末的虫群 只需要强者 苏雪儿被抓 更是没什么 毕竟苏雪儿 只是她的工具人 林末对她 没有半点感情 重生的那一刻 林末就在心里 暗暗发誓 这一世 她只为自己而活 敌方的实力 无法估量的情况下 过去很可能会死 林末有着多子多福系统 万倍反例 只要狗到后期 不可能有人是她的对手 尤其她还有着 前世的记忆和经验 成为最强的虫群主宰 只是时间问题 没错 没错 这根本没什么好想的 球吻的话 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他们俩 跟陈哥拼到底 高铁上 白发少女戴着鸭舌帽 口罩 墨镜 遮挡住她的脸 以防被人认出来 不过 其实林末根本不用这么做 毕竟这晚上 还在赶高铁的 也没几个人 就说她的这节车厢 也就几个人 正在这时 林末的身旁 传来一声少女的声音 你这么走 真的好吗 林末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却发现 那是一个跟她长得 一模一样的少女 白色的长发 赤红的双眸 倾国倾城的容貌 小小的个子 林末大概明白 这是她的幻觉 或者说 心魔 这应该是林末 获得技能 精神干涉的副作用 那就是她能看到 自己心魔的具象化 但只要心中不为所动 心魔就奈何不了她 林末轻笑一声 我走又怎么了 跑路是应对 目前情况的 最优选择不是吗 林末身旁 那跟她一模一样的 白发少女 则是淡淡反问 但是 你看上去很难过不是吗 林末笑了 哈哈 我 我难过 怎么可能 白发少女 歪着脑袋看着林末 可是 如果你不难过的话 为什么会流泪呢 我 流泪 怎么可能 林末伸手触摸自己的脸颊 却感觉到一股温热湿润的感觉 之前跟苏雪儿以及林雪 三人之间相处短暂 却又温暖的时光 在林末的脑海浮现 林末长叹一口气 呼 真是的 从车站下车后 林末打了个网约车 这个点 高铁票已经不卖了 想要回去 只能打出租车 林末的心魔 微笑着看着林末 怎么 改变主意了 你果然还是在乎他们的吗 林末冷哼一声 我不是在乎他们 身为虫族的主宰 被人用人质威胁 被嘲讽 只能抱头鼠窜跑路 要是说出去的话 实在太过丢人 我今天要是真的跑了 以后再整个虫族 都会抬不起头 我不是为了救他们 我是为了我自己回来的 林末的心魔笑了笑 好好好 是是是 就到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说完 林末的心魔小声地说了句 呵呵 你这死傲娇 林末没好气地 瞥了心魔一眼 心中在思考着 怎么把这家伙 从自己的脑海中赶出去 闭嘴 烦死了 林末坐着网约车 前往别墅区 刚下车 林末就注意到 诚哥早已站在门口 微笑着等着他 早在之前来诚哥这边的时候 林末就感觉到 这家伙不是什么善茶 现在再次见面 他心中对他的这个想法 便更加加深 诚哥等到林末到场之后 脸上带着一抹愉悦的笑意 林末小姐 我就知道你会来 林末冷冷地看着诚哥 轻声扎舌 则 诚哥领着林末进入别墅 将手下全部支开之后 客厅里只剩下他跟林末两人 林末冷声问道 诚哥 小雪和小苏呢 诚哥摆摆手 这些都是小事 不急 林末目光中带着一抹杀意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诚哥轻叹一口气 拿出遥控器打开电视屏幕 在屏幕里面 林雪和苏雪儿被关在一处房间里 屏幕中正是两人的实时画面 不过看画面里面的林雪和苏雪儿 两人并没有受伤 林末这才输了口气 诚哥轻笑道 林小姐可真是急性子 都变成女孩子了 稍微矜持一下不好吗 林末听闻诚哥的话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个家伙 为什么会知道 他是变成女孩子的 林末刚想开口 诚哥便直接开口了 林末 明明是虫族主宰 却帮助联邦政府 一直对抗虫群 甚至杀死了虫群的大群意志 真是让人又敬畏又佩服的家伙 不过 我记得上一世的你 似乎一直保持着男人的样子 这一世终于接受自己宠母的身份了 林末 林末严肃地看着眼前的诚哥 冷声问道 你也是重生者 诚哥点点头 没有说话 但是一切又似乎都静在不言中 过了一会 诚哥才重新开口 放心吧 我不是你的敌人 林末无语地看了诚哥一眼 你说 你不是我的敌人 那你绑架我女儿 还有苏雪儿做什么 还说什么 如果我不来的话 他们都会死 诚哥轻笑一声 哈哈 这不是想着跟您开个玩笑吗 林末大人 我就是想要看看 您在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没想到还真回来了 林末眯着眼睛看着诚哥 你说的这么轻松的样子 如果我没有回来 你又该怎么办 诚哥耸耸肩 以我的实力 想要找到您 不难 说完 诚哥摆摆手 而他 不 应该说 他的外貌变成了身穿洛丽塔 赤色长发 红色双眸的少女 DIV Datafone Check Type 等于Image Source 等于User 诚哥 女 林末惊愕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此时此刻 林末似乎能查看到 诚哥的属性了 姓名 诚哥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混沌 觉醒度 39% 等于LV40 技能 不可名状 除此技能外 其他技能及属性 无法查看 以主动开放权限解除限制 盲目斥于 扭曲对方的意识 使其思维混乱 逻辑崩坏 全知 通晓世间一切领域的知识 全是 能监测到任何想要寻找的对象位置 等级低于自己时级 百貌 能变成任何想要变成的样子 并让周围的人感到毫无违和感 林末 想起来了 林末全都想起来了 诚哥 人类联邦政府内 少数支持林末的异能者之一 上一世的时候 早就知道了 林末重足的身份 却并没有揭穿 并在林末被审判前 一直在为林末上诉 可惜 林末的支持派 终究还是少数 人类联邦的绝大多数人 都支持处死林末 再加上林末的好妹妹林宇 大义灭亲 更是得处死林末 贴上了正义的标签 到刚才为止 诚哥都在用他的技能 伪装着他的身份 在 盲目吃鱼 和百貌的加持下 就连林末都完全没有怀疑 诚哥就是市长这件事 不如说 甚至连那脑虫的宠母 都被诚哥所忽悠 以为诚哥就是他契约的异能者 诚哥愉悦地看着林末 林末大人 好玩吧 把整个市的虫群 女得意地坐在林末的身旁 就像是 想要跟林末炫耀自己的成果一般 露出笑意 林末终于知道 为什么炎良妇女 被诚哥如此轻松地就拿下了 原来是因为 这个家伙 现在就已经有LV40的恐怖等级了 这让林末有些疑惑 不是 重群末世都还没有爆发呢 你怎么就把异能的等级 开发到现在这么高了 按照林末的记忆 觉醒者是在重群末世爆发之后 才出现的 现在重群都处在潜伏期 连末世都还没有爆发呢 这诚哥是开挂了吧 炼击这么快 不知道的 还以为诚哥是某位封闭者 在哪里开外挂呢 面对林末的疑问 诚哥倒是并没有卖关子 林末大人 我还以为您知道的 诚哥轻笑一声 您上一世变成重族的时候 应该没有了解 官方之前的档案吧 其实人类跟重群之间的战争 早就已经存在了 您可曾听说过 当年99年的那场大战 林末摇摇头 我不知道 诚哥微笑道 本来我是签了保密协议 要对当年的那件事 绝口不提的 但是 毕竟您是林末大人 我觉得还是跟您说一说比较好 在当年99年的时候 重群便对人类 进行了一场浩大的入侵 当时的我便成为了 当初第一代觉醒者 加入觉醒者团队 与重族展开了一场 血雨腥风的大战 后来的结果很明显 我们赢了 官方消除了所有人 关于那一战的记忆 除了我们这些初代觉醒者 而我们也签下保密协议 一直到现在 林末皱起眉头 在看着眼前 红铜洛莉塔的少女 卧槽 你压的 99年的时候 就成了觉醒者 现在都多少年了 还一副少女的样子 诚哥眨了眨眼睛 嘿嘿林末大人 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吗 林末嘴角抽了抽 有些无语 诚哥之前是长大青年 男人的样子是假的 现在这一副 洛莉塔红铜美少女的样子 林末估摸着也是假的 毕竟诚哥是 神话戏 混沌 异能的觉醒者 这个家伙的样子 信息 似乎都完全不可信 不过 林末觉得吧 诚哥保持 现在这样挺好的 毕竟 漂亮美少女 肯定是比抠脚大汉要好的 至少养眼 所以 你抓住小雪和小苏 把我引到这里 是为了什么 林末眯着眼睛 目光盯着眼前的少女 她不可能完全相信诚哥 上一世的林末 无条件地相信了妹妹凌宇 被妹妹亲手 带到了人类联邦政府 设置的埋伏里 被一群顶尖的觉醒者围攻 最后身负重伤的林末 被送上了审判庭 之后便是她重生前的那些剧情 所以 即使诚哥说了这么多 林末却依旧 无法完全相信对方 林末甚至怀疑 诚哥说的话是假的 这家伙的异能是 神话戏 混沌 盲目吃鱼的效果 能改变他人的认知的 林末不知道 他刚刚冒出的 那关于前世的记忆 是不是诚哥一手捏造的 不过 林末现在最在意的 还是诚哥的目的 对方费那么大的功夫 到底是找他做什么 诚哥回答 当然是为了帮助林末大人 您恢复上一世的实力了 我可是您最最最忠实的支持者呢 上一世的您帮助人类 任劳任怨 最后竟然换来了那样的结局 身为您的支持者 我是真的为您感到惋惜 所以 这一世的 就算是想要成为虫群主宰 毁灭人类 我也愿意追随您的身边 笑全马之劳 林末 虽说眼前这位洛丽塔少女 说得天花乱坠 可是林末总觉得 对方的话语说得很是空洞 让人听上去 就感觉假惺惺的 不过 林末并没有拆穿对方 首先 如果眼前的诚哥的等级 真的是LV40的话 那么对方的实力跟林末 就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 诚哥想要杀掉林末 感觉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林末现在的等级是LV19 别看两人的等级 只是一倍之差 玩过网络游戏的 应该都知道 LV19和LV40 可不仅仅是一倍 等级数字的差距 其中还有属性 技能 装备 天赋 各种差距 完全就是天差地别 甚至在有些游戏里 LV40的老玩家 站在LV19的新人面前 让对方看 对方的伤害 甚至都跟不上 大佬的回血速度 为此 林末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正就算拆穿了对方 林末也站不到什么好处 他倒要看看 这个诚哥 到底是 想要耍什么把戏 诚哥微笑着站起身 时候也不早了 林末大人 您跟我来 诚哥起身之后 林末也就跟在他的身后 一路穿过走廊 来到一处房间内 在房间里 被绑起来的 有一个少年 两个少女 还有一个大叔 四人全都是被麻省五花大绑 捆得结结实实的 林末定睛一看 眼前有两个还是熟人 其中这俩 正是严良妇女 严良和严小爱 林末查看了一下 另外两个的属性栏 其中一个是脑虫虫母 另一个则是跳虫虫母 不过无意外的是 他们都是LV19的等级 甚至还没有严小爱的等级高 好吧 看样子 也是被诚哥抓住的可怜虫 严良和严小爱 看着跟着诚哥进来的林末 眼中透露出一抹愤怒 严良愤怒地看着林末 你这婊子 白一天才跟我们商量 一起对付诚哥 结果反手就跟他合作对付我们 严小爱也是气愤不已 杀了你 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面对两人无端的指控 林末怂怂肩 我也是被抓过来的 你骂我做什么 你有毛病吧 说完 林末觉得刚才说的话 有些不合适 于是改口 你们两个有毛病吧 被林末一顿骂 严良妇女俩 也被骂得有些猛逼了 现在的这俩妇女 有些怀疑人生 啊 难道说 林末真的也是被抓过来的吗 但是 随即两人 又是奇怪地看着林末 如果林末是被抓过来的 那为什么 他没有像他们 这样被五花大绑 而是潇潇洒洒地 跟在着洛丽塔少女的身边 直到这里 严良妇女 都还是一脸猛逼的状态 正在这时 陈哥开口了 林末大人 三个宠母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请用餐 听到陈哥的话 严良妇女的表情 先是由震惊 再到愤怒 最后变成了恐惧 因为 两人意识到 自己很可能就要变成林末的食物 现在的他们 被陈哥绑起来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完全就是待宰的羔羊 只要林末想 随时都能吃了他们 严良声音有些颤抖 喂喂 林末 咱们可是盟友啊 你不会真的打算 吃了我和我女儿吧 严小爱露出勉强的笑容 林末姐姐 其实小爱露啊 再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知道 你是一个大好人 林末姐姐 不要吃我 求求你 不要吃我 我还给你泡过咖啡呢 林末看着眼前前居后宫的两人 着实有些 不知该如何评价 刚才还在对着咱妈妈咧咧呢 现在又开始求饶了 真是让人想笑 林末冷声一声 你们俩 真的让我感觉可笑 林末其实是不太喜欢 现在这种状况的 明明他一直渴求的 三个宠母核心就在眼前 可是林末却一点 也开心不起来 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宠母核心 是陈哥给的 而不是林末自己动手得到的 这种命运受他人左右的感觉 让林末很不爽 而且他总觉得 这件事很蹊跷 却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不过林末毕竟不是一般人 经过一世轮回重生的他 还是能感觉到 这违和感 肯定是跟陈哥的技能 盲目吃鱼有关 不如说 林末的蜘蛛感应 能明显感到这份异常 这也导致了 明明三个宠母核心就在眼前 林末却并不高兴 陈哥有问题 绝对有大问题 林末本来就有些怀疑 现在的他确信了 陈哥绝对不可能是他的队友 如果是他的队友 不可能到现在 都还在对他使用意识改写的技能 这个陈哥 有着他自己的目的 呼 林末常常呼出一口气 转头看向陈哥 陈哥 说吧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想要帮我的实力变强 陈哥一脸无辜地看着林末 林末大人 我可是您的小迷妹啊 您前世的记忆 难道看不到吗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助您 恢复以前的实力啊 林末冷笑一声 不过 他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转头看向 炎梁妇女俩 以及另外两只宠物 咕噜噜 咕噜噜 林末的肚子发出响声 正好 他也饿了 陈哥 你先出去吧 我不喜欢用餐的时候 有人看着 陈哥这回倒是点点头 明白的 林末大人 说吧 陈哥便转身从房间出去 此刻房间内只剩下林末和其余几位 林末看向四人 面无表情 虽说有点不爽 但是毕竟是送上门的宠物核心 我就笑纳了 求求你 不要吃我啊 要吃 就吃我店 她是觉醒者 肉很好吃 严小爱的眼泪花都要落下来了 乌叶着看着林末 眨巴着眼睛 严良满脸诧异地看着自己的女儿 咬牙切齿 卧槽 你这没良心的 亏我还一直冒着被军区发现的风险 帮你找别的宠物核心 还带着你去吃人 你就是这么对你爹的 严小爱轻哼一声 我不是给了你一能吗 签订契约 早就扯平了 严良直接骂骂咧咧 这么多年 真是白仰你了 林末 林末看着这副词女校的画面 嘴角抽了抽 有些无语 这就叫做 妇女本是同龄鸟 大男临头个自飞 呵呵 还真有那位了 看样子 这严良妇女 也没有她一开始 想得那么团结嘛 林末冷声 对面前的两人说道 你们俩别在这里叙叙叨叨的 我就没打算吃了你们 林末可不打算 按照陈哥的计划来 他不知道陈哥在谋划着什么 但是他知道 绝对没啥好事 要是按照对方的意思 直接吃掉眼前的几位 鬼知道陈哥 会不会设下什么拳套 林末讨厌这种 被人左右摆布的感觉 他比起成为他人摆布的棋子 更喜欢成为一名棋手 所以 林末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像自以为师的家伙说 N.O 他 不会吃掉严良妇女 听到林末的话后 两人有些诧异 啊 妇女俩一口同声 皆是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林末 直到他们彻底理解了 林末是真的不打算吃掉他们俩 这才喜极而起 太好了 林末姐姐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严小爱开心地看着林末 林特宫 我就知道 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信任 严良倾壳一声 再次拿出了特别行动组领导的架势 林末 卧槽 绷不住了 这俩人 是真的会穿剧变脸 那脸翻的是一个比一个快 太狠了太狠了 比不了比不了 这时 另一边的陈凯 也就是那个脑虫虫母 看向林末 那我是不是也 陈凯还没有说话 林末直接伸出手 当即贯穿对方的胸膛 取出了对方的宠母核心 不吃这些家伙倒是真的 但是林末可不打算错过宠母核心 取走那家伙核心的同时 陈凯当场身体扭曲 没几下就失去了生气 宠母的核心 就是宠母的生命力来源 取走核心 跟杀了对方无意 林末的系统任务 是拿到三个宠母核心 林末不吃他们 是为了不让陈哥如愿 而林末取走宠母核心 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这两者并不冲突 紧接着林末又将另一个 不认识的跳宠宠母的核心 取出收入囊中 最后林末将目光 放在了严小爱的身上 严小爱对林末笑了笑 林末姐姐 你还记得吗 你今天去找我爹的时候 我还给你泡过咖啡呢 刷 严小爱的话没有说完 她的核心便直接 被林末给取出来 严小爱的实力 其实是在林末之上的 毕竟等级和境界 比林末高一层 但是现在的严小爱 被陈哥的捆住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而林末也是刚刚到瓶颈 在她的这个等级 属于是天花板级别的 如果严小爱无法还手 林末想要取走她的核心 还是很简单的 就这样 三颗宠母核心到手 林末的系统任务顺利完成 在她的眼前 弹出了系统的提示 定 恭喜您 完成了进阶任务 收集三颗宠母核心 您已突破基因锁 进入下一阶段 定 检测到 您的子嗣数量超过 一千万 获得奖励 巨额进化点 提示 您的经验值和进化度 已到达该阶段上线 您的属性发生变化 请查看属性栏详情 林末看着眼前 完成进阶任务的提示 打开她的属性栏 她的等级 果然上了一个台阶 姓名 林末 血脉 蜘蛛虫母 进化度 29% 等级 LV30 基因锁 二阶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猪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猪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 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你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你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增值 虫母天赋 能增加产卵的效率 精神干涉 干涉对方的精神意识 让对方产生幻觉 并且 这幻觉造成的影响 可以延续到现实 同时 在林默的系统面板里 再次弹出了 进阶任务的后续 定 进阶任务序 任务 从诚哥的手中活过今晚 任务描述 您的小迷妹 诚哥 似乎酝酿着某种阴谋 您需要从他的手中活下去 才能在即将到来的 虫群默示里 成为最后的赢家 任务奖励 血脉进化 林默看着眼前 弹出的新任务 又看他门外 果然 诚哥那个家伙 不安好心 原本林默都只是 对诚哥抱有怀疑 现在 他更加确信了 自己的想法 系统 都清定 诚哥是他血脉进化任务的 boss了 这还能洗白 林默是不信的 总之 接下来只要干翻诚哥就好 林默看着自己 刚刚升到的LV30的等级 觉得与对方一战 也并不是没有可能 想到这里 林默看向一旁 被他夺走核心的严小爱 喂 你别装死了 另外两个没核心 死了很正常 你一个地狱猪 装死做什么 林默在升级以后 能看到严小爱的属性了 姓名 严小爱 血脉 地狱猪 宠母 净化度 19% 等级 LV25 血脉技能 续命 死后能再次重生 每月一次 隐魂 抽走对方的魂魄 限定目标地狱自己十级 彼岸 续命 次数用尽后 再次死亡 将进入地狱等待续命 CD 地狱使者 实现他人愿望 将其怨恨之人 托入地狱 积累功德 限定只能对普通人生效 而且许愿者死后 也会下地狱 无后 因其来自阴间 无法在阳间产子 虽说是宠母 但却没有子嗣 严小爱的技能里 有个起死回生的能力 虽说一个月 只有一次有点积累 但是聊胜于无 至少现在的严小爱 是没死的 严小爱听到林默知道 她没死 坐起身 你是知道我不会死 才拿走我的核心的 林默其实并不知道 只是她刚好需要三个核心 而她升级以后 又刚好看到 严小爱的技能有复活 就是这窑巧 林默挠挠脸颊 你可以当作我是 严小爱面色一惊 林默姐姐 这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吗 严小爱望着面前白发红铜 身上带着一抹冷艳气息的少女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震撼 但是她一想到 林默刚才 是跟着陈哥一起进来的 又有点担心 林默会不会是在享受 戏弄猎物的愉悦感 毕竟 同为重足的严小爱 自己也喜欢玩弄猎物 给对方生存下去的希望 再在最后 才是最为浓烈的 严小爱怀疑林默 是不是跟陈哥一伙的 假装陈哥的同伙 严小爱试探道 林默姐姐 你真的不会吃了我吧 林默白了她一眼 我都把你的核心拿走了 吃不吃你无所谓的 你真当我鸡不择食啊 林默一看严小爱的身子 小小的 瘦瘦的 一看就没什么肉 尤其她的品种是地狱猪 按照林默上一世 吃别的重足的记忆来看 地狱猪的口感可不咋地 地狱猪 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 都非常的阴间 吃上去的口感 就像是偷吃贡品一样 难吃死了 只要严小爱不做死 被刺林默 或者双方 只要不存在利益上的纠纷 林默可懒得吃这家伙 严小爱长舒一口气 拍了拍 她那平级到 近乎不存在的胸脯 轻松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嘿嘿 我就知道 林默姐姐对我最好了 林默冷笑一声 不要误会 我跟你们父女俩 只是暂时的合作关系 别在这里跟我乱攀关系 严小爱微笑道 没关系的 只要林默姐姐 跟我们不是敌人关系就好 严良看着林默 回想着之前 在第九军区的时候 她居然还派人 打算绑架林默的女儿 来威胁她 就不禁有些后怕 还好她并没有计较这件事 要是对方是个 小心眼的女人 严良估计 现在她跟她女儿 已经可以黄泉路上 肩并肩了 正在这时 辰哥推门而入 严良妇女很识趣地 躺在地上 毕竟双眼赶紧装死 陈哥若是想杀死他们俩 那就跟碾死两只地上的 蚂蚁一样简单 陈哥是人类觉醒者 严良也是觉醒者 但是觉醒者之间一有差距 觉醒度比他高一倍就不提了 陈哥甚至境界 都要高出他们不少 陈哥的基因所突破等级 应该已经到基因所三接了 基因所三接跟基因所一接之间的差距 如同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般 在两人之间 形成了一道可悲的后仗壁了 陈哥进门以后 瞥了眼地上的严良和严小爱 没说什么 他转头看向陈墨 微微欠身 恭敬道 陈墨大人 您用餐完毕了吧 陈墨点点头 嗯 吃好了 陈墨也知道 地上的尸体还在 于是补充了句 我只吃了他们的核心 陈哥点点头 这些弱者的肉体 根本不配被您吃掉 也只有核心有那么一点价值 这座城市里 也只有这种水平的宠母了 服务部周 还请陈墨大人原谅 陈墨摆摆手 有核心就足够了 你不用感到抱歉 陈墨嘴上是这么说 心里却在想着 你压的 装你喵那装 本身就是 对咱图谋不轨 还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则 洛丽塔装束的 哥特少女微微一笑 赤红的眼眸里 多出一抹说不出的感觉 陈墨大人 既然用餐完毕 还请跟我走一趟吧 陈墨没有拒绝 他想要看看 这女人到底 有什么企图 不如说 陈墨也不能拒绝 陈墨总觉得 陈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关乎之后 重群末世爆发后 整个城市的格局 如果他现在拒绝 或者逃走 那么 他将会错过这场大变动 之后更加难以应对陈哥 不管什么理由 陈墨都没有退路可言 现在的他必须上 就算有可能 在今晚被陈哥杀死 也不能再逃避退缩 不过 陈墨并不认为 自己会这么轻易 就死去就是了 他会让自己成功的概率 增加到最大 就算是如此死局 也不会坐以待毙 在离开之后 陈墨给炎良妇女 留下一张纸条 然后便跟着陈哥 一同离开了别墅 坐上了对方的车子 陈墨跟着陈哥离开之后 炎良妇女坐起身 长舒一口气 刚才他们妇女俩 都感觉整个人心脏 都要骤停了 尤其是感觉到 陈哥进来以后 似乎盯着他们俩 简直都快吓死 吓死我了 那女人真是可怕 炎小爱拍拍胸脯 长舒一口气 现在 这里只剩下 他跟炎良两个活着的生物 陈墨和陈哥都不在这里 他才终于有一种 逃出生天的感觉 不管是陈墨还是陈哥 都给炎小爱一种 快要窒息的压迫感 就像是面前有一只老虎 和一只狮子 不论哪个 都能一口吃掉他一样 炎小爱有些感慨 那个陈哥 居然没有发现 我们俩还活着 真是奇见 炎良摇摇头 一脸严肃地认真分析 不 我感觉他是注意到 我们还活着的 只是懒得去管我们而已 炎小爱一愣 懒得管我们 炎良点点头 嗯 懒得管 就像是你会在意 地上的两只蚂蚁 还活着吗 答案是 当然不会 人不会在意蚂蚁的死活 就算有个玩心大气的小孩子 会因为觉得好玩 而去打算碾死两只蚂蚁 当那个小孩的妈妈 来揪着他的耳朵 叫他回去做作业的时候 那小孩也绝对不会在意 蚂蚁是否已经死掉 而会转眼抛在脑后 考虑做作业的事 在陈哥的眼中 炎良妇女 就是那两只蚂蚁 林墨就是那个揪着他耳朵 叫他做作业的角色 陈哥只关心 陈哥也完全无所谓 毕竟 炎良妇女的死活 对于陈哥的剧本无关紧要 炎小爱理解他老爸的话后 倒吸一口凉气 嘶 好像还真是这样 原本以为自己突破基因所二阶 再加上他那特别行动组组长的老爸 已经能在市里 无法无天横行霸道 已是天狐开局了 结果先是出来个林墨 又来了个陈哥 一个个逆天道不行 他跟他老爸 反而像是个路人角色 像是工具人一样 老爸 我们还是快走吧 他们神仙打架 我们可别卷进去 炎小爱拉上炎良便打算跑路 正在这时 炎良注意到地上林墨留下的纸条 捡了起来 炎良知道 现在站队的时候到了 市区外 高速公路 夜晚繁星点缀 浩瀚星海 将整个天空装饰的夜夜升灰 皎洁的月光洒下 美不胜收 让人不禁想要迎师一手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林墨坐在车副驾驶 看着车窗外不断变化着景色 高速路的绿化带 不断被这200码的车速甩在身后 车子在高速路急驰着 开车的陈哥 双手高高举起 欢呼着 无虎起飞 林墨单手撑着脸颊 索然无味 多大了 跟个孩子似的 被林墨泼了冷水 陈哥倒也不恼 他将双手重新握住方向盘 微笑着看着林墨 林墨大人 您可不知道 飙车可太好玩了 速度与激情看过吗 我就喜欢里面的飙车戏 林墨轻笑一声 也遇到 别人是电影特效 是假的 你真当自己是个主角 有主角光滑 陈哥耸耸肩 为什么不算呢 陈哥理所应当的态度 还有那无辜的表情 给林墨整不会了 这丫头 不会真的把自己 当作小说里的主角了吧 陈哥见林墨沉默下来 也转移话题 将话题拉回正轨 林墨大人 您很想知道 我今晚带你出来 是打算做什么对吧 听到陈哥提到 今晚出来的目的 林墨不禁看向他 陈哥要是提这个 林墨可就不困了呀 他可是在等着看陈哥 打算耍什么花招呢 要是陈哥愿意 自己爆出他在盘算什么 林墨也就不用 在这里一直猜测了 想到这里 林墨点点头 嗯 想知道 陈哥身为上一世 人类联邦政府的 S级觉醒者 这一世没有什么图谋 林墨是不相信的 而有着 盲目吃鱼 不可名状 百貌 三个技能加持的陈哥 想要给林墨修改记忆 也是很容易的事 林墨觉得 他现在关于陈哥的记忆 或许也是半真半假 就比如 陈哥上一世 或许真的是 人类联邦的觉醒者 但是可能并没有 站在林墨这边 不管怎么样 林墨现在 对于陈哥的身份和目的 都很好奇 林墨看向陈哥 所以你要跟我说说吗 关于你的计划 陈哥单手开车 同时看向林墨 林墨大人想知道 我大人可以全都告诉您了 毕竟 我可是 您最最最忠实的小迷妹啊 林墨 最最最忠实的小迷妹 开什么玩笑 如果你这家伙 是我最最最忠实的小迷妹的话 现在就不可能还依旧用 盲目吃鱼的技能修改 我的意识了 不得不说 陈哥觉醒 神话系混沌的异能 是真的好用 甚至靠着这个能力 修改其他人的意识 官方都不会想到 要调查他 林墨能调查到陈哥这边 与其说是林墨歪打正着 不如说陈哥 或许一开始 就想要接近林墨 才会创造出林墨他们调查脑虫 然后遇到陈哥 以及之后的事件 林墨真的很在意 这个明明已经到达 基因所三接的女人 为什么要接近她 难道真的是因为 前世跟她有什么纠葛 不对吧 如果真的有 林墨应该在重生的时候 就记得很清楚 然后一重生就去找她才对 林墨冷声道 你如果是我的小迷妹 为什么我前世的时候 没多少关于你的印象 林墨唯一记得前世 关于陈哥的记忆 就是陈哥是支持林墨的派系的 帮林墨上诉平反失败 然后就没有过多记忆了 而且 这段记忆都是林墨 在今晚陈哥开放了 不可名状的权限 才终于回忆起来的 林墨都要怀疑 这段记忆 是不是被做了手脚 陈哥抽出一根棒棒糖 含在嘴里 同时无奈道 因为我喜欢您 喜欢您喜欢到无药可救 喜欢到 甚至不想让您 为我这份感情感到困扰 所以我选择隐瞒自己的情感 装成并不在意您的样子 我喜欢您 与您无关 林墨歪着脑袋 满脸问号 哈 林墨还在想 这陈哥又在抽哪门子的风的时候 陈哥轻笑感叹着 上一世的时候 我是为了你才加入联邦政府 还记得上一世重群爆发初期 你救下的那个小姑娘吗 林墨不记得了 上一世的时候 他唯一在乎的 就是妹妹林宇 至于拯救的其他人 都只是顺手救的 没有印象 陈哥微笑道 那是我的妹妹 原本我以为 只要跟随林墨大人 加入联邦政府 就能带着人类一起战胜重群 至少能跟妹妹过上安宁的生活 为此 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追随您的脚步 一起斩杀重群 即使知道您是虫族 也无所谓 只要能带着人类重整旗鼓 不管您的身份是什么都好 然后 林墨接过陈哥的话 感慨道 然后 林宇成了人类联邦的执舰人 宣判了我的死刑 对吧 陈哥点头道 没错 而且 在你被处决后 人类联邦三个月内便覆灭了 林墨有些困惑 不对吧 按理来说 以当时的科技水平 和觉醒者团队的实力 就算所有重群主宰联合进攻 也不可能三个月内覆灭人类啊 陈哥吃笑道 虫族 不不不 人类联邦是被自己给毁灭的 您还活着的时候 制定法案 限制异能者特权 异能者犯法 与普通人同罪 您死后 在林宇的带领下 异能者大搞特权 使人命如草剑 甚至还将普通人圈养起来 当作牲畜猎取乐 最后 普通人与觉醒者彻底决裂 爆发空前惨烈的厮杀 人类是被自己给毁灭的 我和我妹妹 也死在那场纷争中 不如说 她是当着我的面 被那群禽兽活活 玷污而死的 眼睁睁看着最重要的人 被一群人在眼前 活活玷污而死 最后 自己也难逃个运 这种事情 放在任何人身上 都是如同地狱般的经历 就连林末都感觉 自己被妹妹被刺 与之相比 都不算什么了 陈哥的话语里 没有愤怒 没有绝望 他在说着这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愉悦的笑意 仿佛在说一段笑话一样 您知道吗 想要把一个人逼疯 只需要最糟糕的一天 而那天 便是我最糟糕的那一天 从那天后 我便获得了新生 现在的我 是完全的我 崭新的我 而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放弃上一世 拯救人类的想法 投入到虫群的怀抱中 陈哥脸上的笑容 越发扭曲阴暗 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他轻轻将衣服往下拉 露出胸口刻下的虫足刻印 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虫群 同样是上一世 遭到了不公的对待 同样是放弃拯救人类的念头 并且在上一世的时候 陈哥还将林默当作是偶像 按理来说 两人应该是 站在统一战线才对 然而 林默却依旧能从陈哥的身上 感受到一抹 让人不舒服的杀意 不管陈哥在如何想要隐藏 林默的蜘蛛感应 都感受到 他那遮掩不住的恶意 这让林默始终放不下 对陈哥的戒心 再加上他系统任务里 事情的不同寻常 林默看着好似 没有尽头的道路 冷淡问道 陈哥 跟我说实话吧 你 是不是今晚打算杀了我 说完 林默补充了句 你不用再敷衍或者欺骗我 你是不是在说谎 我很清楚 陈哥微笑道 林默大人 您的第六感 还真是敏锐啊 见林默没有说话 陈哥继续说道 也不算是杀死您 不过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 今晚过后 您将不再是您 林默不再追问 陈哥也没有再继续说话 车子在夜色的映照下 急驰于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 除了车子划过空气的嗖嗖声 便再听不到任何声响 林默思索着陈哥的计划 陈哥说 今晚过后的林默 将不再是他自己 那么结果很明显了 陈哥的计划是 夺舍林默的身体 成为真正的虫族 想到这里 林默轻笑一声 看样子 你缠我身子吗 毕竟按照陈哥刚才的话 他很崇拜林默 同时也开始信仰虫族 那么 他一定会很厌恶派人类的身份 希望成为真正的虫族 成为虫族的虫物 这样一来 夺舍林默便是陈哥最好的选择 陈哥开车的同时 听到林默的话 愣了一下 随即少女摆摆手 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 我怎么敢缠林默大人您的身子呢 那是对您的亵渎 我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我很清楚 我无法成为您 不过 有个存在能做到您做不到的事 能让那群渣子们 感受到彻骨的绝望 林默大概明白了 他微笑着看着陈哥 插话道 你说的是 虫群的大群意志 虫族的大群意志 来自于天外 整个虫群族群的最高意识 所带来的 只有繁育 死亡 以及毁灭 虫群的大群意志 没有别的思考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让虫群如同癌症病毒一样 在整个星球扩散 吞噬眼前所及的一切有机生命 将整个星球蚕食殆尽 之后再吞噬整个银河 整个星系 整个宇宙 直到这个未灭迎来中烟 林默冷笑着说 如果你是想要跟你妹妹 过上安稳的生活 你这样的做法 只会招来完全相反的结果 你以为 虫群的大群意志 是来帮你毁灭那群人渣的 不不不 会毁灭的 是所有生命 不管是好人 还是坏人 在面前只是可以食用的养料而已 陈哥点头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 只有 能做到您做不到的事情 林默大人 我很佩服您上一世的行动 也知道您这一世决定复仇 但是 您的灵魂 您的内心 终究还是人类 无法摆脱人性的束缚 与劣根性 总有一天 您会重蹈覆辙 在人性这一点翻车 林默 虽说林默觉得 陈哥说话有点直白 不过林默承认 他的话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比如在金山矫区的时候 林默杀那些坏人 的确杀法果断干净利落 不过 他并没有杀了苏选他们 大概就是因为 苏选是个好人 外加林默心中 依然有点人心在吧 林默大人 您也觉得现在的您 需要改变对吧 陈哥嚼着含在嘴里的棒棒糖 一口咬碎 随手将棒棒糖的那根棒棒 丢在车窗外 只要用虫群大群的意志 替换您的意识 您将成为一具 真正的杀戮机器 而那时 我将追随在您的身边 和您再次肩并肩 杀穿那群道貌黯然的觉醒者 林默 哈 一口一个杀穿觉醒者 杀穿觉醒者 你他喵的 不也是觉醒者吗 你在说你马呢 还有 咱可不想被虫群的大群意志代替 当一个人的意识 被另一个意识代替 那样的他 还能算是原来的他吗 那还不是跟被夺舍没什么两样 这不是在扯犊子吗 林默虽说 因为被妹妹淋雨被刺 而打算成为虫族 但是 他可没打算将自己的一切 都献给虫族 不如说 林默既讨厌觉醒者 为首的联邦政府势力 同时也讨厌那群虫族的主宰们 玩过三国杀 或者英雄杀的 应该都知道 在游戏里有着三方势力 其中只有主公是名牌身份 看得出来立场的 其余人的身份牌 则是遮掩起来 主公和忠臣是一个势力 反贼是一个势力 内奸是一个势力 不管主公忠臣 还是反贼 都是有好几个队友的 只有内奸是孤身一人 两方势力都是他的敌人 嗯 林默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定位 他既要向联邦政府复仇 也要掠夺整个虫族的资源 成为最后的赢家 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虫族 实在是太过愚蠢 林默要做那个规则的制定者 那个站在最高位的存在 林默冷声道 诚哥 如果我说 我不想被大群夺赦呢 诚哥微笑道 林默大人 这可由不得你 您想要跑的话 我就把您的腿打断 诚哥说话的时候 没有半点犹豫 甚至带着笑意 可以看得出来 对方是认真的 林默冷声道 诚哥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 你的妹妹依旧会死 被虫群吞噬 可一点不比上一世的死法轻松 虫群会在你意识清醒的时候 一点点地吃掉你的血肉 毕竟只有这样 肉才是新鲜的 最美味最有营养 这种感觉 就如同古时候的林池酷刑 一点点地削去你的皮肉 再到筋络 内脏 诚哥耸耸肩 我当然知道 所以 我已经让他先成为虫族了 诚哥嘴角扬起 我本来一开始 就能成为虫族虫母的 可惜当时 找到的品质顶尖的虫母核心 只有一个了 就让给妹妹了 谁叫我是心疼妹妹的好姐姐呢 说话间 诚哥看着前方 微笑道 林沫大人 看样子 我们到目的地了 林沫跟随诚哥的视线 透过面前的车子挡风玻璃 看着高速路前的收费站 这收费站是荒废的 没有人在 不过 在收费站后 有着一座高山 山上有着一栋建筑 看上去是一座宏伟的道观 诚哥解释道 当年这里 可是道家的耶路撒冷 不过建国以后 严打这方面 这里也就渐渐没落下来 原本这里就是 靠着信仰凝聚起来的小镇 再道观没落后 也就荒废了 林沫倒是知道 这里荒废了 毕竟 建国以后不许成经 后面只有官方允许的道家和佛家 才能经营下去 但基本 也都并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就比如 现在的和尚 是需要本科 甚至研究生学历的 还需要文凭和介绍 才能进去 进去以后 也不是真的修道或者修佛 旅游业和副业 顺带片片游客施主的香火前 真正信仰这方面的人 基本少之又少 这里荒废下来 也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陈哥沿着山路 经过一阵颠簸之后 带着林沫一起上山 将车子停在这道关门口后 陈哥下车 很有礼貌地 为林沫打开车门 就像是个管家 为大小姐服务一样 很优雅地伸出手 林沫大人 请下车 看着陈哥递来的手 林沫有些无语 你呀的 不是要让重群的大群 意识夺舍我吗 现在还在这里心心作态 真就这么喜欢搞仪式感是吧 林沫没有理会陈哥 自己就从车子下来 陈哥有些失落 林沫大人 真是不解风情呢 人家最大的愿望 就是牵着林沫大人的手 领着您下车 嘖嘖嘖 光是想想就很浪漫 林沫白了陈哥一眼 你觉得 我会跟一个想要我命的家伙 玩浪漫 陈哥轻轻挽住林沫的手臂 撒娇道 虽说我跟林沫大人 您在意见上有些分歧 但是我 真是您的小迷妹 小迷妹想要跟姐姐大人玩浪漫 不是很正常吗 林沫 林沫以前不是很懂饭圈里那种毒尾粉 现在他差不多理解了 这个陈哥 他喵的就是一个毒尾啊 简直就是脑子有病的那种 扭曲病胎的喜爱 真是承受不住 林沫想要甩开陈哥 却甩不开 现在的林沫是LV30 陈哥是LV40 虽说境界提升之后 林沫的实力已经大幅度提高 但是基因所二阶 和基因所三阶之间的差距 依旧是无法逾越的 于是 林沫第一次在这一世 体验到了吃别的感觉 被这个他不喜欢的家伙 强行抱住胳膊贴贴 虽说陈哥乖的 就像是黏人的红色小猫猫一样 抱着林沫的胳膊 小鸟一人地将脑袋 靠在林沫的肩膀 原本这种很让人舒服的行为 在林沫这里 却无比地隔夜 他只想甩开陈哥 对方却如同牛皮糖一样 甩都甩不掉 林沫咬牙切齿 陈哥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你 我很讨厌你 我很烦你 我不管你计划是什么 你他瞄的 离我远点 陈哥笑了笑 林沫大人 打是亲 骂是爱 你越这么骂我 说明你越爱我 越在乎我 嘿嘿 林沫 卧槽 这是哪来的脑不怪啊 这个陈哥 真是太可怕了 不是实力碾压的那种可怕 就算陈哥的实力确实很强 林沫其实压力也没这么大 但是这家伙的态度 却是让林沫不禁感觉 身上冒起鸡皮疙瘩 这家伙 对偶像真的是有着 近乎变态的战友欲和执着 林沫现在 只想弄死陈哥 结束他的进阶任务 林沫左手被陈哥抱住靠着 他右手拿出手机解锁 看着时间 差不多了 严小爱和严良妇女 应该也按照他给的纸条的内容 找到苏雪儿和林雪了 现在严良妇女 应该去组织特别型动组 而林雪也会按照林沫的交代 将所有林沫的子嗣集合起来 开展营救妈妈的计划 林沫将他现在的位置 时时分享给了严良和林雪的账号上 然后收起了手机 林沫看了眼旁边的承哥 对方似乎并不在意 林沫掏手机的行为 甚至不好奇 林沫用手机做了什么 似乎 在承哥看来 林沫不管做什么 都完全不会影响到 他今晚的计划 两人就这么一直进入到道观 来到了最里面的庙堂之上 在面前 摆放着三尊高耸的雕像 看上去像是道家的三清 太上老君 林宝天尊 原始天尊 不过这三尊雕像 似乎是被承哥用他的能力修改 重新捏造过一般 三尊雕像的样子改变 变得身形扭曲怪异 甚至面目全非 变成了扭曲的 一只只恶心爬虫 凝聚起来形成的怪物面容 同时 在整个庙堂之中 地上用不知道是什么的血液 在地上涂出来的 诡异扭曲的符号法阵 此刻庙堂的内部 就像是邪教仪式一般 地上洒满鲜血 在法阵的各个角落 按照风水 摆放着不同的信物 在庙堂屋顶的正中央 则是点上一盏七星灯 烛火燃烧着悠悠的红光 承哥强硬地牵住林墨的手 带着他走到一世法阵中央 随即 承哥向着眼前的诡异三清弓身 口中念念有词 三界之上 范弥罗 上即无上 天中之天 玄缘一 混沌之先 宝珠之中 玄之又玄 玉卿上即 范银晕 分灵部 降注尘身 行神俱妙 变化飞升 一如令阁 统设万灵 积极如原始上帝律令 伴随着承哥手指恰绝 一阵诵读之后 整个阵法似乎有了反应 林墨注意到 妙宇之外原本昏暗的天空 似乎整个都变成了一片血海 而那高高挂着天空的月亮 也变成了赤红色 那七星灯的烛火 也越发诡异 变成了一道幽蓝 林墨意识到事情不妙 转身想要撤退 然而他的手 却被承哥死死抓住 林墨大人 今晚您那也去不了 承哥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 今晚便是您肉身成圣 成为大群意志的时刻 而您 将会成为我的主人 我也将会 向您宣示效忠 天边血色圆月高高挂起 赤红的月光透过外面 撒在林墨的身上 林墨大人 重来一世 您又要再跟重群的 大群意志交汇 是不是想想 还有些亲切 承哥轻轻将手 捏住林墨的脸颊 眼中充满着玩味 放心吧 您一定是重群意志 最好的容器 林墨只感觉到 自己眼前的画面 越发模糊 似乎有什么 来自天外的零食 进入脑海 他明白这种感觉 这是被重群的 大群意志侵蚀的感觉 上一世的他 套着自身的实力 与绝对坚定的意志 硬生生地扛过了 重群意志的入侵 然而当时的林墨 已经解锁了 基因所五阶的实力 都才勉强抵挡住青石 现在的他 只开发到基因所二阶的实力 面对着重群 最高意志的入侵 他自己也不清楚 能否扛过 看样子 只能生死有命了 林墨失去意识 倒在地上 承哥轻轻搀扶起 倒在地上的林墨 眼中泛着爱心 嘿嘿 林墨大人就算是失去意识 也还是这么可爱呢 虽说 我并不是女童 但是既然林墨大人 变成了女孩子 只要是林墨大人 性别什么都无所谓了 小巧的身子看上去可口动人 尤其那臂上 双眸的人偶般精致的面容 更是倾国倾城 承哥看着林墨那臂上 双眼的绝世睡颜 只觉得心跳越发快速 他心中那份近乎偏执 甚至到了变态程度的占有欲 让他想要趁着林墨 没有意识的时候 好好亲密一下 想到这里 承哥慢慢凑近林墨 正在这时 承哥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作响的警笛声 道观之外 严良妇女 带着特别行动组的 异能者特工们前往此处 前来帮助营救林墨来了 严良手中拿着一个扩音器 对着道观庙堂内的承哥喊道 承哥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放弃抵抗 马上投降 我们还能将你从轻发落 严良妇女跟林墨并没有什么交情 但是至少 严良在跟林墨和承哥两人的接触中 严良能感觉得到 林墨是可以合作的 而承哥却单纯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严良不知道承哥的计划 但他知道的是 如果承哥成功 之后 这个势里的所有人类和虫族 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严良并没有站在人类这一边 但是至少 他还懂得趋利避害 承哥将失去意识的林墨 轻轻放在地上安置好 随即站起身 他使用本身异能的技能 权势 摆势就如同天眼一样 直接在庙堂之内 便将外面的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看着外面停靠着的一辆辆警车 以及一众气势汹汹的觉醒者 和带队的严良妇女 承哥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能叫来的人全喊过来了 还真是下了血本了 承哥双手插兜 一步步朝着门外走去 算了 反正林墨大人 完全转化成为大群意识 还需要点时间 就拿你们 来打发时间节闷吧 承哥双手插兜 从道观里走出来 明明外面有着加起来 起码五十多个 异能觉醒者的特别行动组 众人在面对眼前 赤发红彤的少女时 却都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承哥带给他们一种 仿佛死神一般的恐怖威亚 这是基因所三阶觉醒者 给这些基因所一阶的觉醒者们 带来的与生俱来的等级压制 不仅如此 承哥本身觉醒的血脉异能 也同样完全碾压在场众人 严良和严小爱 看着眼前这个红发少女 也是有些不淡定了 汉珠从妇女二人的额头一出 小腿打颤 严良和严小爱 之前就跟承哥交手过 毫无疑问就被承哥拿下 抓住关起来 现在再次见到 他们俩又回想起了 之前被吊打的恐惧 其中一个队员 组长 那个女人好像有点不太寻常啊 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她的对手吗 严良虽说自己心里也没底 但毕竟来都来了 总不能林郑坏了自己这边的士气吧 于是严良壮着胆子正色道 没事的 她那边只有一个人 我们这边五十多个人呢 一人给她一拳都把她打死了 别怕 虽说离得距离不算近 不过承哥的无感强化 还是让她将这边严良等人的谈话 听得一清二楚 承哥愉悦道 没想到严组长还挺会讲笑话的嘛 一人一拳就能把我打死 哈哈 真是幽默 这女人也实在是太过猖狂了吧 在场的特别行动组觉醒者们 面对承哥这嚣张的态度 除了被现实教训过的严良妇女外 其余众人全都不爽了 不是 同样是觉醒者 凭什么你一个人面对五十多个人 还能这么狂啊 想到这里 众觉醒者们一起对承哥发难 肉体系的觉醒者们 直接杀向承哥 异能系的觉醒者们 则是各自用自己的能力锁定承哥 而精神系的异能者 则是开始攻击承哥的灵石 首先遭殃的 便是那批使用精神能力 攻击承哥的异能者了 这些人在攻击承哥灵石的同时 各个蹊跷流血 全部暴毙在当场 如果林默现在还醒着的话 查看他们的属性栏就能发现 这些人的属性上 全都附加了盲目吃鱼的buff 盲目吃鱼的能力 不仅能修改人的意识 甚至能将精神系的攻击 强化并返还给对方 接下来便是那些肉体系的觉醒者们 他们在重拳攻向承哥的时候 却发现承哥丝毫不畏惧与他们的交手 举起拳头 迎击轰击在对方的拳头上 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承哥那看似柔弱的一拳 竟然直接将眼前 一位肉体系肌肉壮汉的手臂 声声打得骨折 那壮汉的手臂骨头全部碎裂 肌肉也一块块爆开 血液飞溅 这便是承哥对自己施加的 盲目吃鱼 能改变他对自己的认知 并化为现实 只要承哥认为 他的身体强度强于对方 那么就算他是一个小女生 也能一拳打抱一个两米高满 是肌肉的壮汉 其余人见状 愣神一秒 直接转身并要逃 怪物 这承哥是个怪物 这根本不是觉醒者 和觉醒者之间的公平对决 这是承哥一个人单方面的屠杀 不是他们包围了承哥 而是承哥一个人 包围了他们五十多个人 面对想跑的这些觉醒者特工们 承哥冷笑一声 呵呵 既然来了 就别急着走嘛 说吧 承哥如同一条红色的闪电般 追上了这些特工们 请客之间 那些打算逃跑的特工 便要么被拦腰斩断 要么被活活 从中间撕成两半 血液 内脏 将道关外的地面 洗涤成一片飞红 承哥玩味地 看向还活着的炎凉妇女 以及剩下的十多个异能者 本来还想多玩玩的 结果你们的实力就这样 唉 真没意思呢 意识领域内 虫群的大群意志 进入到灵末的精神世界 在被召唤来到这里后 虫群的大群意识便感觉到 这具身体 是接纳虫群最高意志的完美载体 一道道漆黑的物质 凝聚而成的意识体 化作一道黑色的身影 慢慢融入 并侵蚀着这精神世界 而那黑影的外貌 也渐渐变成了灵末的形状 只是全身依旧是黑色的影子 正在这时 一道少女的声音传来 喂 是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的 漆黑的虫群意识 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在的眼前 是一座由无数的赤红色的虫群尸体 堆积而成的湿山血海 而在这由虫子的尸体 堆积而成的高山之上 外貌跟林末一模一样的 白色长发赤红双眸的少女单手 撑着脸颊 很随性地坐在那 由势骨堆叠的王座之上 能感觉到 面前的少女 并不是身体的主人本身 眼前这个少女身上散发的气息 并不是人类 也不是虫子 这个气息 跟一样 同样是来自虫群最高的大群意志 并且 似乎这个大群意志还跟不一样 是经过了一次次生死轮回 身负着难以想象的大执念与因果 实力深不可测 白色长发的少女 被黑影盯着 有些不爽 是谁允许你指示我的 杂碎 说话间 少女微微抬手 她身下的 由虫群的尸骸堆积而成的尸山 竟然像是活了一般 化作一条 由无数的虫子凝聚而成的尸骸之龙 虫群意志凝聚的黑影意识到 再留在这里 必死无疑 那黑影散开 打算逃离 却见数千米高的尸骸之龙 出现在眼前 一口将那黑影吞没 尸骸之上 白发少女鼓着腮帮子 好像是她亲自吞了那虫群意志一般 少女嘴上的动作 跟那坐下的尸骸之龙同步 嚼了嚼口中的黑影之后 一口咽下 孤独 别说 味道还挺不错的 将那被召化而来的大群意志吃掉之后 白发红彤的少女 轻轻站起身 掌控了精神领域 和临摹身体的控制权 有不长眼的家伙 想要让别的重群意识夺射我 就让我亲自看看 那刁毛是谁 陈哥看着不远处 打算开车逃走的炎凉妇女 和特别行动组残步 冷笑一声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谈笑间 陈哥再次对那些依然开远的车子内的众人 施加了盲目吃鱼的技能 他用他的这个能力 将那些人 将刹车和油门的功能弄反 再把这些人的前后左右的概念 完全混淆打乱 就这样 原本还在及时逃走的 特别行动组的警车 一辆辆全部打滑 撞在一起 在这不大的山路上 直接就发生了一起 连环撞车的车祸 在车内的特工们 因为是觉醒者 身体素质是远高于常人的缘故 还没有当场死亡 不过 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素质 就这么捡回一条性命 因为 这一切都在陈哥的掌握之中 觉醒者们 拖着受伤的身子 打算从车内逃出来 但是他们的方向感 被陈哥的 盲目吃鱼的能力完全混淆 现在的他们 分不清前后左右 明明想要朝着车外钻出去 却是更加往车子里面钻 陈哥没有急着上前 亲手杀掉那些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 反倒是双手抱在胸前 相当愉悦地欣赏着眼前那美丽的风景线 这么大的连环车祸现场 往往很难有幸存者活下来 毕竟 不光是车祸 大难不死 必有补刀 难闻的汽油味从车子那边传来 而撞击的车子也飘着火苗 陈哥将手捏成小拳拳 随后张开五指 口中轻声道 碰 一阵阵的火光和冲天的爆炸 让那一辆辆撞在一起的车子 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一辆辆接着爆炸开来 这样的景象 就好像是那剩下的烟火 绚烂而美丽 陈哥闻着那飘来的烤肉的飘香味 轻声笑道 嗯 好像他样子 应该是直接爆炸烧熟了 解决完这边的特别行动组成员们 陈哥转身打算回去倒灌内 林末大人那边 应该也差不多结束了吧 嘿嘿 真期待成为重群最高意识的林末大人 会是什么样子 一定会非常冷酷 非常凶暴吧 想到自己 趴在变成重群至高意志的林末大人面前 被他用那一双白皙的小脚 踩在头上的感觉 陈哥的脸上就浮现一抹潮红 呀 那可真是 太让人兴奋了 正在这时 陈哥的 全是 能力让他看到 又有一群家伙靠近这里 这次不是特别行动组 或者说 不是人类 而是一群接着一群 密密麻麻的蜘蛛虫群 陈哥脸上浮现一抹扫性 一个个的 全都来打扰 我跟林末大人 亲亲我我的二人事件 嘖 烦死了 林雪带着林末的子嗣 也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们 一起来到陈哥的面前 白发红彤的少女 虽说身子比林末要小巧很多 但是依旧能看出是林末的崽子 就像是Q版的林末一样 林雪小手指着陈哥 骂骂咧咧道 你这坏女 快把我妈妈交出来 陈哥冷笑道 林末大人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废物 你们不过是一群烈等产物罢了 等到林末大人与虫群意志结合 我会带着林末大人 用我的基因 一起创造出更强的子嗣 在自然界 动物找到配偶之后 会杀死对方跟其他人的孩子 陈哥也一样 他只想创造出他的基因 与林末大人结合生出来的子嗣 而眼前这些烈等品 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现在 就让我替他清理掉你们这些残次品 道观之前 林雪的身后 延展出八只蜘蛛脚 就如同附在少女身上的外骨隔板 同时 他的面容也逐渐扭曲 八只蜘蛛眼睛死死盯住眼前的陈哥 你说什么 妈妈不要我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妈妈不会不要我的 陈哥一脸细血地瘫了瘫手 哈哈 没人要的孩子 还无法接受现实吗 等你见到你妈妈 你就知道了 林雪在听到陈哥刚才说林末已经不要她了 说她是残次品 是没有人要的孩子吼 整个人 不对 应该说整蜘蛛都不好了 心态爆炸 直接红温 少女的面容完全变化 变成了人类身躯 蜘蛛面容的怪物 林雪愤怒地嘶吼着 你这个骗子 妈妈不可能不要我的 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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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你 下一秒 林雪已然杀向陈哥 那蜘蛛的爪子 如同利刃般切割向陈哥 然而 在陈哥的盲目吃鱼的能力下 林雪蛮横的强弓 却显得如此软弱无力 被陈哥一甩手 给山飞在地上 可出血来 陈哥的盲目吃鱼 并不是物理系 也不是精神系 而是规则系的能力 在规则之下 一切的反抗都是屠楼 盲目吃鱼 能扭转当事人的认知 只要陈哥改写林雪的认知 让他认为 他的身体属性不如陈哥 那他就永远无法 对陈哥造成危险 不过 与之前被虐之后 就企图逃走的 特别型动组觉醒者不同 林雪即使被陈哥山飞受到重创 他依旧没有任何退缩 少女那小小的脸庞上 带着满腔的怒火 即使他知道 他面对眼前的这个坏女人 只是以卵基石 但是也不能容忍对方 就这么说 他是没有人要的孩子 不准这女人 说妈妈不要他了 陈哥伸了身懒腰 愉悦地看着嘴角 溢出鲜血的林雪 嘲笑道 小家伙 你现在的等级 应该只有十多几吧 基因所一揭的大员 满门槛都没有摸到 就想来挑战我 还是太天真了 没有实力支撑的鲁莽 不过是在送死而已 所以我才说 你们这些家伙 是林默大人 不小心生出来的 劣等产物呀 林雪知道 陈哥说的是对的 如果现在退让的话 说不定就真的会失去妈妈 她绝对不会承认 自己是妈妈不要的孩子 林雪咬紧牙关 既然来应得不行 那就智取 想到这里 林雪使用她之前 得到的新能力 幻想来殊死一搏 林雪催动身上 蕴含的精神力 让眼前的陈哥 陷入幻想 停住对方的行动 好 蜘蛛少女 使用蜘蛛虫群 独有的虫羽 呼唤自己的姊妹们 一时间 成千上万密密麻麻 让人看了 都要犯密集恐惧症数量的 一米多长的白色蜘蛛们 在这座山上的道观外 如同潮水般不断地涌现 一颗颗红色的眼睛 盯着陈哥 而陈哥却陷入到 林雪制造的幻觉之中 无法行动 嘶嘶嘶 嘶嘶嘶嘶 林雪也展现出 自己虫族的形态 变成了一只 三米多高的雪白大蜘蛛 带领着她的兄弟 姊妹们 一同扑杀陈哥 无数的蜘蛛 压在陈哥的身上 即使对方是LV40 基因锁三阶的觉醒者 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 也抵挡不住 如此庞大的虫群的吞噬 就这样 陈哥被这些蜘蛛们 分食殆尽 看着被吃的 只剩下一具骨架的陈哥 林雪变回白发萝莉模样 白皙的小脚丫 踹在那具森森白骨上 哼 叫你说 我是没有妈妈要的孩子 活该 正在这时 林雪仿佛又听到了 那个可怕的坏女人的声音 原来如此 这就是你所构思的剧本吗 真是无趣呢 真以为团结就是力量是吧 恍惚之间 林雪眼前的画面产生变化 原本该群起上 吞噬陈哥的蜘蛛虫群们 一只只的 如同被一拖鞋 才死的蜘蛛一样 直接爆僵 被二相搏压成了 物理意义的二次元 数十万只蜘蛛 全都被不可抗力 压成肉泥 而林雪眼前 赤发红彤的女人 单手插在兜里 另一个手掐着林雪的脖子 很轻松地将她举在半空 刚才发生的一切 全都不过是陈哥使用 盲目吃鱼 将林雪的幻象 反作用在她身上的幻觉罢了 正好将计就计 将这些失败品们赶尽杀绝 陈哥的眼中 满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玩弄 你知道 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杀了你吗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容 因为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强者就是要羞辱弱者 懂了吗 林雪想要说话 想要反抗 可是被掐住脖子的她 却什么都做不到 发不出声音 双手想要掰开陈哥的手 也完全掰不开 甚至连呼吸都做不到 陈哥的手慢慢地用力 一点点捏紧林雪的脖子 她就是要这样 一点一点的 弄死眼前这位林默的亲生女儿 这其中除了想要找点乐子之外 更多的则是出于嫉妒 陈哥在嫉妒着 这个小罗利 能得到林默大人如此多的偏爱 她不能接受 所以 她必须亲手践踏这个家伙的尊严 再把她慢慢折磨死 正在这时 陈哥听到轰的一声 转头看去 身后的那座道观坍塌 庙堂内的诡异三清塑像 也被轰得粉碎 阵法也随之灰飞烟灭 白发红彤的少女单手摸了摸后颈 在烟尘与废墟中缓缓走出 口中阵阵有词 她喵的 什么档次 也配来 抢我的身体 陈哥惊喜地看着那边走来的林默 她能感觉到 林默大人跟之前不一样了 现在的林默大人 浑身上下散发着暴力与杀意 并且陈哥能感觉到 林默大人此刻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难以想象的境界 没错了 此刻的林默大人 已经跟虫群的大群意志完美融合 想到这里 陈哥转头对林默攻身低头 恭迎林默大人 陈哥还想说 等杀死手里这丫头 就将自己的血脉基因 献上一起创造更强的子嗣 结果没等陈哥开口 就听到眼前少女冷声说道 就你压的 引来别的大群意志夺舍我是吧 哎 林默大人 为什么这么问 没等陈哥多想 只见林默将手一挥 陈哥只觉得身子一青 当陈哥意识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林默 竖着斩成了均匀的横切面 身子如同开花一样散开 林默大人 为什么 陈哥那已经变成了 一片片切片的身体 重新汇聚起来 身体再次复原 陈哥的 盲目吃鱼 作用于自己 下达了他并没有死的暗示 所以即使被林默刚才那一击 给片成切片 依旧能重新复原 完好如初 您不是已经跟大群意志融合了吗 我是站在您那边的呀 白发红彤的少女 并不想跟陈哥多废话 这次 少女一个抬手 地上那原本 被陈哥碾压成肉酱的 蜘蛛尸骸们 全部凝聚起来 变成了一只 数百米高的庞然大物 陈哥健壮 明白逃跑是不可能了 就算林默让陈哥先跑一分钟 那只大蜘蛛 也能很轻易地 就将它追上 陈哥准备殊死一搏 用盲目吃鱼的力量 瓦解眼前这无数蜘蛛 凝聚而成的怪物 然而 当他试图使用技能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他的盲目吃鱼 竟然无法作用于林默大人 以及那怪物身上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的能力 都是花里胡哨的杂技 此刻的林默大人 恐怕已经到达了 基因所九阶 为此 陈哥就连对方的召唤物 都撼动不了 为什么 林默大人没有被夺射 不对啊 林默大人身上 此刻散发的 就是虫族大群意志的气息啊 那为什么 等等 陈哥似乎想通了什么 想到这里 陈哥的嘴角 忽然浮现一抹愉悦的笑意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一切都在 林默大人您的掌控之中吗 看着那近在咫尺的 大蜘蛛的深渊巨口 陈哥释怀地闭上了双眼 想吃掉我 妈 如果是林默大人的话 可以哦 在陈哥说出这句话的同时 那大蜘蛛的巨口 将陈哥一口给吞下 林默跟那大蜘蛛的动作同步 嘴里嚼了嚼 直到确认完全吸收掉陈哥 白发红彤的少女 才终于拍拍肚子 靠在废墟座下 少女打了一个宝格 哥 林默打了一个宝格后 那只被她的能力 创造出来的大蜘蛛 也随之坍塌成之前的肉泥 同时 白毛小萝莉 开心地朝着她跑过来 一下子扑倒在她怀中 妈妈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丢下我的 因为不是夺射身体 而是以灵体的状态附身 此刻的林默 每多在这身体维持一秒 都会消耗庞大的精神力 林默看着怀中的小萝莉 她明白 是时候把身体还给正主了 林默感觉自己 好像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之前 好像身处在一片血海之上 她还梦见自己 似乎在梦里吃了宵夜 她不知道那宵夜是什么 不过嘎嘣脆 鸡肉味 味道好极了 喂 该醒了 咱们女儿要着急了 林默听到一声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她抬头看去 站在她面前的 是之前在高铁上出现过的 跟她外貌一模一样的少女 那个心魔 少女脸上带着一抹不爽 这次帮你收拾了烂摊子 可没有下刺牢 说完 少女抓住林默的肩膀 起床了凝泪 话音落下的同时 林默只感觉自己 被对方一把扔下血海 如坠深渊的坠落感 让林默当场清醒过来 啊 林默猛然惊醒 看着扑倒在怀里的白毛小萝莉 这不是她的女儿林雪 还能是谁 林默尝试着呼喊了一下对方的名字 小雪 听到林默在喊自己 白毛小萝莉 抬起她那呆萌的小脑袋瓜 歪着脑袋 妈妈 怎么了 林默摇摇头 没事 说着 林默将女儿搂在怀里 轻轻地整理着 她那有些凌乱的头发 林雪被林默摸着脑袋 有些愧疚 抱歉 妈妈 因为我的错误决策 我的兄弟姐妹们 全死了 林默看着四周满地的蜘蛛肉酱 再看看系统里 直接少了一大半的子嗣数量 心里咯噔一下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宰呢 怎么全死了 可以说 林默在这市里的子嗣 基本在刚才跟陈哥的战斗里 直接全军覆没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你在金融机构 买了五百万的基金 还想着 等他力滚力滚力呢 结果机构直接卷着你的钱 当场跑路了 到头来 一分钱没赚到 本金都亏完了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林默此刻 就像是失去了 小钱钱的谢老板一样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我的宰 我的宰呀 林雪有些疑惑地看着林默 当初妈妈在让他们兄弟姐妹 互相厮杀的时候 都没有见妈妈 她哭得这么伤心 为什么现在妈妈看上去 这么难过啊 她懂了 妈妈当初让他们互相厮杀 是为了让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的残酷 而现在真的失去他们以后 妈妈就难以掩饰 内心的真情实感 一定是这样的 林默表示 她难受 是因为她的子嗣死这么多 多子多福系统 要少给她多少奖励 正在这时 林默感觉肚子有点撑 林默有些疑惑 在她失去意识的时候 到底吃掉了谁啊 想到这里 林默看向女儿 那个 小雪啊 说起来 为什么妈妈肚子有点撑啊 妈妈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林雪想了想 回答道 妈妈 刚才把那个红头发的坏女人 给吃掉了 林默一惊 红头发 坏女人 那不就是诚哥吗 那个家伙 不是基因锁三接 LV40的恐怖实力吗 林默完全想象不到 自己是怎么吃掉那家伙的 正在这时 林默的耳边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定 您已完成进阶任务序 从成哥手中活过今晚 检测到 您击杀并吞噬任务目标成哥 超额完成任务 您将获得奖励 血脉进化 超额奖励 进阶血脉保底S级 检测到 您刚刚进食 正式产载的最佳状态 奖励将在您生完宝宝后发放 林默看着系统提示 一脸黑线 林默 他喵的 奖励要留到生完孩子再发 你这系统 是不是从催生半那边来的呀 赶着催咱生孩子是吧 民警号 他喵的 说什么 现在是最佳的生宝宝的时机 我时机你妹啊 林默看着四周 经历之前的战况之后 现在这里原本就很破旧的道观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那些跟成哥交手的 特别行动组的报废的警车 还保持着那车祸之后 燃烧着火焰的美丽风景线 现在这里的状况 可一点不比中东那边 打仗的环境要好啊 这系统 你压的 让咱在这里就地解决生孩子 光是想想 林默就觉得 离了个大谱好吧 不过 系统说的 好像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现在的林默 确实觉得肚子鼓鼓的 并且有一种内疾 很想要上厕所的感觉 没有办法 林默直接就地找到了 那坍塌的道观废墟 勉强找到了一砖一瓦 作为掩体 一个人小跑过去 林默走之前 还不忘跟女儿交代一下 小雪 在这里等一下妈妈 白毛小萝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乖巧地应了一声 哦 好的 妈妈 就这样 林默躲进了废墟之中 她伸展身子 原本一米五身高的白毛美少女 就这么变成了六米多高的白色大蜘蛛 伴随着一股舒适与温暖的感觉 林默将体内那呼之欲出的蛋生了出来 林默生完这颗蛋之后 只觉得身子有些虚弱 变回原本的人类外貌 林默看着眼前刚生下来的蛋 眼中多出一抹母爱的光芒 不同于之前一下就产了很多的卵 这一次 林默却是生出了一颗一米多高的蛋 不仅如此 这颗蛋看上去通体赤红 总给林默一种奇怪的感觉 红色 等等 该不会是 没等林默惊讶 那蛋刚被生下来 就当场破壳而出了一只看上去漆黑一团 长满了扭曲怪异触手的肉块 林默 林默使用它的系统面板 查看着眼前这玩意儿的属性 姓名 陈哥 血脉 黑山羊幼崽 虫竹鼠 进化度 29% 等级 LV30 因子4等级不能高于宠母 其等级已被限制降级 基因锁 二阶 血脉技能 子4 附属于宠母 林默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不可名状 除此技能外 其他技能极属性无法查看 自己家宠母无视该技能 盲目吃鱼 扭曲对方的意识 使其思维混乱逻辑崩坏 全知 通晓世间一切领域的知识 全是 能监测到任何想要寻找的对象位置 等级低于自己时级 这人感到毫无违和感 卧槽 陈哥 林默惊讶地张着嘴 却见眼前这团黑色的玩意儿 化作人形 变成了一只一米出头的红色长发小萝莉 小萝莉一下扑倒在林默的怀中 开心道 林默大人 现在您是我的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我的好妈咪 林默嫌弃地将萝莉花的陈哥推开 不爽道 你离我远点 谁是你妈妈呀 一想到这陈哥把自己的子嗣 杀了好几十万 林默心中就一阵恼火 正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陈哥杀掉林默那么多的子嗣 害得林默少领了那么多的系统奖励 你说林默看到这家伙 能不生气吗 虽说林默将大部分的子嗣 都看作是工具 只是赚系统奖励的道具而已 但是 这么多道具 很值钱的好吧 没了也是很心疼的 所以 现在这个陈哥跑过来 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小萝莉的面容 就要来找林默贴贴 林默想当然的是拒绝的 林默越想越气 心中杀意 已然抑制不住 不行 气死砸了 虽说这陈哥是咱生的 不过还是试试再吃一次看看 林默心里这么想着 便打算趁着陈哥刚出生 外加子嗣 不能强于宠母 还不能反抗宠母的限制 直接做掉对方 正在这时 林默的耳边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定 检测到 您的子嗣之中 出现稀有品种个体黑山羊幼崽 获得奖励 下次繁育的子嗣 将集体获得一项特殊能力 林默听到系统的提示 停住了刚要迈出的脚步 嗯 咱获得了系统奖励 嗯 倒也正常 毕竟陈哥 现在算是咱的子嗣 不过 既然已经获得了系统的奖励 现在杀了陈哥 吃掉也不吃 林默又打算动手 耳边紧接着 又传来系统的提示 定 检测到 您的子嗣经验值大量一出 远超当前境界 获得奖励 将您的境界直接突破 林默只感觉 身上涌现一道道灼热 又具有力量的能量 在它的经脉内不断燃烧着 如同昆虫退壳一般 林默从它的那张人皮里 重新蜕变出来 林默重新查看自己的等级 姓名 林默 血脉 蜘蛛虫母 进化度 30% 等级 LV32 基因锁 三接 同时 在林默突破基因锁等级的时候 陈哥的等级也随之提升 姓名 陈哥 血脉 黑山羊幼崽 虫竹鼠 进化度 39% 等级 LV32 因子嗣等级不能高于虫母 其等级已被限制降级 基因锁 三接 林默 剪到宝了 剪到宝了 光是突破基因锁境界 以及下一批生下来的子嗣 将获得强化这两点 就完全弥补了林默那些子嗣死掉的损失 这就像是有人 把林默的500万一把火烧掉 然后反手 又给林默价值一个亿的金砖一样 林默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 完整地体验了一把 由愤怒 到愣住 到惊讶 再到欣喜的过程 林默双手放在面前 赤发红彤的小萝莉 陈哥的肩膀上 眼中再次充满了母亲般的慈爱 小哥呀 既然你是妈妈生下来的 那你以后就是妈妈的好孩子 跟着妈妈混 有肉吃 陈哥刚才看林默生气的样子 还以为林默不要他呢 结果现在看林默 发现对方好像还挺喜欢他的嘛 陈哥 啊 没想到林默大人 也学过穿剧变脸吗 Omega 丁 进阶任务奖励 血脉进化 S级血脉保底 已发放到您的系统物品栏中 请注意查收 林默的耳边 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不过林默这次 倒是没有在急着查看 血脉进化的奖励 林默刚刚生完陈哥这孩子 身体很是虚弱 而进化对于虫族来说 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 所以 林默打算 先回去好好休养 调整一下状态 再考虑进化的事 林默带着红发小萝莉陈哥 从废墟里来到外面 林雪那孩子 还在等着林默 正在这时 林雪注意到了 跟在林默身旁的陈哥 林雪看到陈哥 心中的愤怒就上升起来 林雪身后 伸展出八根蜘蛛爪子 杀向陈哥 陈哥直接用 盲目吃鱼的技能 扰乱了林雪的五感 让林雪直接就在原地打转 迷失了方向 林默看着在这边打闹的两人 轻叹一口气 小哥啊 小雪不管怎么说 都算是你的姐姐 你要跟她搞好关系才是 别欺负她了 听到林默的话 陈哥很乖巧地点点头 好的妈妈 紧接着 她便停止了 盲目吃鱼的能力 恢复方向感的林雪 再次生气 又打算袭击陈哥 林默直接使用宠母的全能 让林雪停止在原地 小雪啊 她以后就是你的妹妹了 姐姐不要欺负妹妹哦 林雪有些委屈 可是妈妈 这个家伙是坏女人 林雪可还记得 就在不久之前 陈哥做的那些事情 简直不要太可恶 林默当然知道这一点 不过 林默也知道 陈哥这个家伙 是她的小迷妹 现在变成了宠族以后 由于林默宠母的全能 以及陈哥身上 子嗣的限制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更何况 陈哥是一直能下金蛋的母鸡 有着超强血脉 以及未来陈哥的进化等级 绝对不会比现在低 陈哥越是变强 林默就能获得越多奖励 就当陈哥是撒谎好了 当他是在骗取林默的信任 但只要陈哥是林默的子嗣 林默就能源源不断地 在对方变强的过程中 变得更强 陈哥应该是不知道 林默有着多子多福系统的 毕竟林默前世 跟对方认识的时候 并没有这个系统 才获得的这个系统 在信息差的作用下 陈哥若是想要积蓄力量变强 在这个过程中 林默也能不断得到系统的反馈 那么 两人就当作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又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林默用好了陈哥这把双刃剑 哪怕对方心里不怀好意 林默也能靠着系统 获得的更强的奖励 将陈哥拿捏住 经过林默的考虑后 留下陈哥完全就是利大于弊 或者说有百利无一害 所以 在榨干陈哥的最后一次价值之前 他都会留着陈哥 不过 林默只会将自己的温暖 留给小雪就是了 林默摸了摸林雪的小脑袋瓜 听妈妈的话 好吗 林雪委屈巴巴地看着林默 林雪忘不了 自己的兄弟姐妹们 被陈哥杀掉的画面 他看着林默 又看看林默身旁 那脸上带着戏谑笑意的红发少女 妈妈为什么 要让这样的家伙 成为咱们的家人啊 正在这时 林雪的脑海中 传来了林默使用精神沟通的声音 这来自心灵的交流 一旁的陈哥听不到 林默 好了 小雪 我知道你很委屈 不过这个女人对妈妈来说很重要 她的存在 能让妈妈变得更强 林雪 可是 这个坏女人 杀了我的兄弟姐妹们啊 林默其实已经不在意这件事了 对于宠母来说 对自己的子嗣 很少会有真正的亲情 林默对于林雪 会有一点感情 也只是因为 林雪是林默耗费精力培养的个体 有了沉默成本 林默会用心灵感应跟林雪解释 也是为了照顾林雪的心情 免得这孩子想不开 林默想了想 随即想到了安慰林雪的办法 林默 放心吧小雪 我知道你很恨陈哥 但是你要永远记住 绝对不能让别人明白 你在想什么 林默 妈妈不是要你真的原谅他 你只需要将这份恨意记在心里 然后不断强大自己的力量 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再想陈哥复仇就好 林默 到那个时候 妈妈不会阻止你的 林雪 好吧妈妈 我知道了 林雪听着林默对她说的话 心中其实心情已经没有那么糟糕了 至少她知道 妈妈并没有阻止她复仇 林默则表示 林雪复不复仇 她都无所谓 不过林雪若是保留这份恨意 倒是挺不错的 毕竟 仇恨也是驱动力的一种 只要林雪心中 怀着向陈哥复仇的念头 就会更加努力 更加不择手段地变强 林雪不断变强 林默也能收到多子多福系统的奖励反馈 陈哥不断变强 林默还是同样能收到 多子多福系统的奖励反馈 不管怎么样 林默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至于最后 两者真的打起来的话 不用在意 虫族之间的厮杀 是很正常的事情 虫族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 即使林默对林雪带着偏爱 但她唯一真正在意的 还是让自己不断变强 站在世界的顶点 林默对林雪点点头 林雪明白了林默的意思 好 妈妈让我假装 跟这个坏女人和解是吧 可以 反正现在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忍一手 想到这里 林雪露出违心的微笑 伸出手 那以后就好好相处吧 妹妹 陈哥脸上 也带着之前那般细血的笑意 伸出手握住林雪的手 点点头 好呀 毕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 我的好姐姐 林默看着林雪和陈哥 这俩表面姐妹握手言和 心中轻叹一口气 不管是林雪还是陈哥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林雪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原谅陈哥 不过 无所谓了 毕竟他们俩都有着共同点 那就是 都深爱着他们的妈妈 为了不让妈妈为难 他们俩便打算暂时维持 这表面姐妹的关系 次日清晨 第九军区 特别行动组总部 苏雪儿在医务室的病床上醒来 睁开双眼后 她只觉得身上很痛 她恍惚记得 昨晚似乎被什么人袭击 并失去了意识 呼的 苏雪儿想起了 当时市长带着她的手下 袭击了她和林雪 而她在保护林雪的过程中 被打晕 苏雪儿扶着额头 艰难地从床上坐起身 喃喃自语 说起来 市长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我为什么不记得了 苏雪儿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 能清楚地 回想起很多细节 但是唯独想不起来 关于市长的外貌 和关于她的一切信息 正在这时 病房外走进了一位白发红彤 目光单纯的少女 看到进来的少女的那一刻 苏雪儿的双眼 冒着小星星 林默姐姐来看我了 她心里有我 林默进入病房 便坐在了苏雪儿的病床旁边 小苏 你没事就好 说完 林默拿出一个保温筒 轻轻放在苏雪儿病床旁边的小桌子上 我带了你最爱吃的三鲜馄饨 趁热吃 嗯 苏雪儿点点头 感觉心里暖暖的 她昨天刚被市长那伙人袭击 今天林默姐姐 便来给她特意送饭来 生病住过院的人 大概都能明白这样的感受 在冰冷的病房里 身子非常不舒服 周围全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 便会感到一种 令人窒息的孤独寂寞感 这时候 若是家里人能送上一份做好的饭菜 心里便能得到深深的慰藉 苏雪儿吃着林默 亲手为她做的馄饨 津津有味 吃完馄饨后 苏雪儿看向林默 默默姐 我们赶紧把情况通报给严良组长吧 一定要让她知道这件事 苏雪儿发现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林默的脸上露出一色 迟一几秒后 苏雪儿小心翼翼地向林默问道 默默姐 严组长那边也发生意外了 昨天林默跟严组长见面过后 便让苏雪儿带着林雪回去 结果苏雪儿和林雪在回家之后 便被早已在那边守着的市长等人抓住 这场袭击不仅仅是针对她跟林雪 而是针对林默和特别行动组的 苏雪儿稍微想明白 之后便可以知道 严良组长应该也是遭遇到意外了 不过 在苏雪儿的心中 严良组长应该是第九军区实力最强的觉醒者了 可能会受伤 但应该不至于死掉吧 林默平静地看着眼前穿着病号服的少女 轻声说道 严组长 以及特别行动组里所有的觉醒者 全部死了 无疑幸免 什么 严组长死了 不仅严组长死了 甚至整个第九军区 全部的觉醒异能者 全都死了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这番话 不禁张大了嘴巴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苏雪儿不敢相信 在这个事 竟然还有能团灭第九军区 整个行动组的觉醒者的视力存在 林默明白 苏雪儿一时间无法接受现状 她也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电视新闻中 一位女记者手中拿着话筒 面对摄像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昨日 本时发生了一起特大 恐怖分子袭击的恶行事件 有五十余名受害者不幸遇难 后续情况请继续关注本台 我将持续为您播报现场情况 在那里的虫族尸体 当然早就被林默处理了 现场只留下了 特别行动组成员的尸体 和被破坏的车子 新闻也当然不可能 说死的是军区的人 毕竟这种事情 是不能对外界透露的 不过 苏雪儿依旧从那新闻里 地上的一些残留的尸体看出 那些人全都是 特别行动组的觉醒者 虽说苏雪儿 对于觉醒者们的印象不太好 但是毕竟 还是朝夕相处的同事 看到他们全部死掉 而且死得如此凄惨后 苏雪儿心里 还是挺不是滋味的 林默看到苏雪儿 这伤心的样子 心里嘀咕 不说那些觉醒者们 就说炎梁 一开始就打算 让他女儿吃掉苏雪儿呢 只是苏雪儿自己不知道 还觉得组长平时关照他呢 那些觉醒者 全都死得好 没一个好人 死了就死了呗 有啥好难过的 不过林默没有当着苏雪儿的面说出来 还是要注意影响的 见时机成熟 林默轻咳一声 嗨嗨 对了小苏 跟你说一件事呗 苏雪儿疑惑地看向林默 怎么了 默默姐 林默微笑着 看着眼前金发可爱的少女 第九军区的异能者全死了 军区这边的意思呢 是想要让我担任这里的组长 哦 林组长好苏雪儿以为林默是在跟他报喜 于是点点头 恭敬喊道 林默摆摆手 我不是这意思 想了想 林默跟苏雪儿解释道 姐姐我呀 不喜欢当什么领导 只想摸鱼摆烂混日子 苏雪儿相信林默只想摸鱼 毕竟之前苏雪儿邀请林默加入特别行动组 林默都不愿意 都是最后 苏雪儿帮林默争取到了边外人员的名额 告诉林默边外人员只用挂个名 林默才答应下来 苏雪儿又点点头 嗯 不当就不当吧 挺好的 林默笑了笑 不过呢 目前在第九军区没有能主持大局的人了 所以 我跟上面推荐 由你担任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以后呢 特别行动组关于觉醒者的事情 就由你全权管理了 苏组长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整个人都愣住了 苏雪儿 啊 林默看着苏雪儿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直接拿出了上面颁发的委任书 确认了上面的所有信息 以及上面军区盖上的公章是真的之后 苏雪儿才终于愿意接受现实 苏雪儿捏住自己的脸颊 疼痛的感觉从脸上传来 她明白了 这是真的 这不是吗 看着身旁林默姐姐竖起的大拇指 苏雪儿只觉得恍如隔世 苏雪儿 不是 我就被人袭击晕倒 怎么一觉醒来 只为连升好几机 直接成第九军区的最高领导了 Sigma 市区外 白灵山墓园 明明是白天 天色却格外的暗淡 仿佛为此刻的氛围 添上一抹悲伤的基调 雨水滴答滴答落在地上 打在那一个个即将入土的五十多具棺材上面 站在苏雪儿身后的林默 手中拿着一把黑伞 为这位刚刚上任的新组长称赛 今天的林默和苏雪儿 以及身后的上百名第九军区的特工们 无意不是身穿黑色的西装 戴着白手套 看上去沉重而肃默 林默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苏雪儿 轻声道 苏组长 您本身也受了伤 要不先回去养病吧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 苏雪儿摇摇头 林默姐姐 还是就叫我小苏吧 至于养病的事 今天之后回去慢慢养 今天是严组长他们入土的日子 我不能缺席 林默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与众人一起 将一具具棺材 放到那一个个挖好的坑位 直到将那些棺材全部入土之后 在场的特工们 面对这些卫视里 做出巨大贡献的前辈们 深深鞠了一躬 林默看着这些伤感的特工们 心里暗笑 哈哈 你们要是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可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态度了 严良妇女就不说了 一个是宠母 一个是帮自己宠母的女儿 对付人类的叛徒 至于剩下的觉醒者 一大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很多觉醒者 在获得了异能之后 会用他们的异能 做那些欺凌弱小的事 这还算比较好的 甚至不少觉醒者 会认为自己 已经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杀人取乐 而那些人 在经过严良的帮助下 洗白自己的过去 成为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然后成了一个特工 这样的人 不在少数 只有那些原本就是 军区出身的军人异能者 是真正干净的 但那在特别行动组里 也只是少数 不过 随着这些人的死去 他们的过去 也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特别行动组的那些特工们 将死去的前辈们埋葬 恭敬鞠躬后离开 这里 也只剩下了林默和苏雪儿两人 林默轻声说道 小苏 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可没有那么好当 不过 我相信你能行 苏雪儿有些担心 但是依旧点点头 嗯 林默拍拍苏雪儿的肩膀 放心吧 我永远是站在你身边 最坚实的后盾 听到林默信誓旦旦的保证 苏雪儿原本对于未来的忧虑 烟消云散 他使劲点点头 嗯 好 默默姐 我会加油的 林默将手中的伞 递到苏雪儿手里 小苏 我在这里有点事情 你先打伞回去 苏雪儿明白林默的意思 点点头 嗯 好 他没有问林默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毕竟林默姐姐总是对的 等到苏雪儿离开之后 早已躲在暗处的两个罗莉线身 来到林默的身旁 左边的是跟林默一样 白发红铜 但是身形更加小巧的罗莉 林雪 右边的是赤发红铜 脸上带着一抹蔑视般 戏谑笑意的罗莉 陈哥 两人都是虫族 同时也全都是林默的女儿 林默转头看向两人 怎么样 有按照我说的 好好地去繁育撞到我们的虫群吗 林雪和陈哥两个少女 脸上露出笑意 异口同声道 当然 妈妈 林雪和陈哥 按照林默的意思 去搜寻这个事 以及附近其他事的虫群 只要遇见别的虫群 就要将其摧毁 杀死里面的虫子并吃掉虫母的核心 在吸取对方的基因之后 再转化繁育出更强的子嗣 现在的林默身为虫母 决定走精品路线 即 只生于林雪和陈哥 这样的精英个体 少生幽生 而林雪和陈哥 作为林默的下限 则是走大众路线 繁育更多的子嗣 大概就跟古代君王的结构差不多 由君主来管理六部大臣 再由六部大臣来管理下面的官吏 官吏在管理下面的子民 林默则身为虫族主宰 虫母大boss 直接管理林雪和陈哥 这样的小boss精英怪 他们则生下来更多的孩子 由他们来管理 这样 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林默在获得多子多福的奖励的好处的同时 却不用承担管理的烦恼 林默点点头 伸手摸了摸林雪的小脑袋瓜 小雪 做得不错 真是妈妈的好女儿 陈哥嘟囔着 妈妈 也夸夸我 我也在很努力地繁育小宝宝 林默听到陈哥的话 也伸出手 揪住了陈哥的脸颊 用力捏了捏 陈哥吃痛得乌液一声 婴 好疼 陈哥有些委屈 妈妈 为什么要揪我啊 林默轻哼一声 要不是你 我的子嗣早就成千上万了 你给我杀了这么多 现在最多算带罪立功 想要摸摸头 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说完 林默揉了揉陈哥的脸 不过 后面你给妈妈也出了不少力 还是奖励揉揉脸吧 陈哥立刻转杯为喜 开心道 嘿嘿 妈妈果然还是爱我的 打一棒子给一颗糖 这种方法虽说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却很管用 最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林默摆摆手 好了 你们也去忙吧 林雪和陈哥乖巧点头 是 妈妈 说吧 这俩表面姐妹便也从墓园阴影中隐去 带到众人全部离场 林默一个人站在这墓园 站在炎凉的墓碑前 终于还是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哈哈哈哈 林默一个人站在墓园 忍不住笑出声 虽说过程有些曲折 不过事情 还是按照我的剧本进行这样 林默一开始就打算通过苏雪儿 从特别行动组内 掌控军区的信息 陈哥的出现是个意外 但是也并不影响他的计划 现在 市区里的所有潜在对手 都已经被肃清 第九军区的组长 也由苏雪儿这个工具人担任 林默完全可以垂帘听证 将第九军区任由他的摆布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如同抽丝剥茧的珠网 将整个市区都笼罩在他的阴霾之下 这里的所有人 都已经是他圈养的饲料 下一步 便是更高的军区 以及联邦政府 还有财阀势力 林默看了看手机 离重群末市 还有五天 届时 他 林默 将会在爆发的重群末市中 成为幕后掌控一切的黑手 林默张开双手 任凭雨水打在他的脸上 没错 我赢了 此刻的画面 如同萧生克的旧熟般 林默在雨中享受着 这如同自由般的喜悦 这便是我林默完全的胜利 站起身 林默的嘴角扬起阴冷的笑意 说起来 最近忙着自己的事情 差点把那家伙给忘了呢 现在姐姐有空了 就来好好陪陪你吧 小雨 市区 餐馆里 林默带着苏雪儿来到这边 准备好好为苏雪儿 担任第九军区的组长而庆祝 苏雪儿坐在林默的对面座位 有些担心 那个 林默姐 今天严组长刚刚入土 我们就来这里庆祝 会不会不太好 林默轻笑一声 不太好 今天可是你生殖的好日子 我们没有开箱病 放鞭炮 就已经人之一尽了好吧 苏雪儿还是有些不安 严组长之前 还是挺照顾我的 林默心中暗笑 严梁那家伙关照你 是因为他女儿想吃你 当然要把你养得好好的 这孩子 傻乎乎的 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还在林默的帮助下 成了组长 算了 傻傻的也挺好的 要是太聪明了 反而没办法 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具人 林默看着苏雪儿 依旧担心的表情 继续道 节哀顺变吧 我想 若严组长还活着的话 他一定也不希望你 一直难过的吧 我们俩庆祝一下你生殖 也算是给他冲冲洗 别让他走得那么晦气 还是说 小苏你其实并不想跟我一起吃饭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使劲摇摇头 不不不 当然没有 这可是 他跟林默的二人世界 若不是今天日子特殊 苏雪儿其实也会很开心地 跟林默来这边庆祝的 不过 经过林默的这番劝解 苏雪儿也稍微走出了 特别行动组同事们 牺牲的阴影 振作起来 服务员很快将林默点好的菜 都上了上来 有糖醋鱼 红烧肉 清蒸大闸蟹 油闷排骨 还有很多很多 苏雪儿看着上来的一道道菜 傻眼了 那个 默默姐 这么多菜 我们两个人吃 应该吃不完吧 林默轻笑一声 没事 吃得完 没等苏雪儿再开口 林默直接拿起筷子 一块肉一块肉地 夹到自己的碗里 只见林默就像是那个 做吃播的美食博主一样 吃东西一口一个 嘎嘎往嘴里炫 稀溜稀溜 原本满足丰盛的菜肴 在短短的时间里 就少了一大半 林默身为宠物 这么些食物 也就够他塞塞牙缝的 可能会有人好奇 林默明明是宠物 为什么在这里 带着苏雪儿 来吃人类的食物 这里澄清一下 其实林默是可以 吃人类的食物的 只要是含有蛋白质的食物 林默都能吃掉 并吸收营养 并且 因为做的这些菜有调味 味道和口感 自然也是比生吃的那些猎物 要好吃得多的 只是平时的时候 林默需要补充 大量的蛋白质 恢复能量和体力 所以 更多还是出去补食 别的虫族 以及钓鱼执法 一些想要饭式的家伙 为此林默吃活物 要更多一些 如果让他选的话 林默肯定会说 自己更喜欢吃这些菜 再过五天 重去末世就会爆发 到那个时候 人人自危 那些会做饭的人 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就更不可能 去给其他人做菜了 所以 趁着末世还没有爆发 带着苏雪儿 一起再好好地 吃几顿好吃的 免得以后馋得慌 林默吃着吃着 发现苏雪儿正一脸 惊讶地看着他 林默有些疑惑地 歪着脑袋 看着苏雪儿 小苏 怎么了 光看着我干什么 你也吃啊 林默说话间 发现眼前的那些菜 直接被他吃得一点不剩 只剩下一些残留的汤汤水水 还有吃剩的骨头 和螃蟹壳 看样子 刚才林默吃得太投入了 都忘记了 苏雪儿这边 也在等着吃呢 看到苏雪儿那睁大的双眼 林默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 嘿嘿 咱是觉醒者 使用异能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 所以 食量也比较大 还请小苏见谅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解释 对于林默的情况 也表示理解 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相对的 能力越大 饭量也越大 是很正常的 苏雪儿点点头 微笑道 林默姐姐 没事的 我理解你 林默一个人吃了这么多 也有些不好意思 便招招手叫来服务员 让对方再按照之前的菜 重新上一遍 这一次 林默特意将菜夹到苏雪儿的碗里 来 小苏啊 这家的排骨可特别香 你尝尝 这红烧肉也不错 肥而不腻 老好吃了 还有这个 他们家的大闸蟹 可都是每天海鲜市场 进货的最新鲜的一匹 正当林默给苏雪儿加菜的时候 一团纸飞到了林默这边的桌子上 正巧就落在了其中一盘菜里 林默一看 那团纸上面 好像还刚擦过鼻涕 顿时眉头一皱 林默看向那边 一个看上去十岁出头的熊孩子 正对着林默做起鬼脸 而那边 似乎是熊孩子家长的大人 则在那边跟另外一起吃饭的人谈笑风生 在饭店里大声高谈阔论 不亦乐乎 根本没有在意这边的情况 林默站起身 走到熊孩子这边 林默对熊孩子招招手 小朋友 刚才的那团纸 是你不小心扔到姐姐这边的吧 熊孩子也不怕林默 仗着自己家的大人就在后面 理直气壮道 对啊 就是我扔的 你能怎么样 林默道也不恼 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林默轻笑道 没什么 姐姐觉得你扔得挺好的 要是多练练 以后肯定能成为 科比劳大一样的优秀篮球选手 说着林默从身上摸出两张一百元的钞票 递到了熊孩子的手里 这是姐姐给你的奖励 乖孩子 林默摸摸熊孩子的脑袋 至于那孩子的家长 还在那头聊得不亦乐乎 没有在意这边 林默又摸出五张百元大钞 递到熊孩子的手里 好孩子 姐姐再给你五百 你就像刚才那样 把擦过鼻涕的纸团 扔到那桌人的菜里面 怎么样 林默指了指另一座 好几个看上去凶神恶杀的青年的那桌 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 那边的几个人是市里的帮派成员 并且 林默还特意用系统检查过了 里面有个家伙 还是异能者 虽说林默自己也能解决掉这个熊孩子 不过 他在接受了自己宠物的身份后 有些享受玩弄猎物的愉悦了 有些时候 不脏自己的手 挑起别人的矛盾 反而是更有乐子的做法 恶人自有恶人魔 何乐而不为 熊孩子以为林默真的是在夸他 开心地接过钱点点头 好啊好啊 姐姐真好 林默笑了笑 坐回自己的座位 顺便让服务员把自己那桌菜换了 在林默跟服务员沟通的时候 他发现 那孩子已经将纸团扔去那桌 混子那桌的菜里 被提起来暴打 鼻青脸肿的 餐馆里 一群身上纹龙画虎的社会青年 将刚才那个熊孩子提起来揍 打得鼻青脸肿的 随即 其中似乎是他们之中老大的平头青年 提着这个被打得哇哇哭的熊孩子 来到那熊孩子的家长面前 冷声道 这熊孩子 是你们家的吧 那孩子的家长本来跟朋友吹牛聊天正起劲呢 听到有人跟他说话 又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打成这副熊样 立刻不乐意道 是我家的 你要咋地吧 结果那熊孩子的家长忽然意识到 眼前这些找事的人 身上全部是纹身花壁 顿时怂了 那个 大哥啊 请问我家孩子是做了什么 惹大哥您不高兴了吗 前聚后宫 引人发笑 林默细血地看着这边发生的事情 偷着乐 苏雪儿身为特别行动组新上任的组长 则是想要出面制止这些人 林默见状 将手放在苏雪儿的手上 按住了苏雪儿 摇摇轻声道 小苏 第九军区向来对外界都是保密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出面 要是真快要出人命了 我来应付 苏雪儿知道 林默这是故意的 毕竟林默在给那熊孩子钱 让熊孩子去做死的时候 苏雪儿是全看在眼里的 刚开始的时候 苏雪儿还不知道 林默是想要做什么 当苏雪儿意识到 发生什么的时候 已经晚了 林默微笑道 小苏 你觉得我是故意欺负 那孩子对吧 苏雪儿不好评价 沉默下来 林默继续道 小苏 你要知道 这种熊孩子 从小不教育 长大以后 也早晚会惹上这种事情 趁着他还小 让他现在就惹上这种事情 给他长点教训 长大以后就老实了 苏雪儿不知道怎么反驳林默 不过他感觉 林默姐姐说的话 好像确实是又有几分道理 如果真的出现什么危机情况 他再阻止就好 苏雪儿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那头 熊孩子的家长 跟那些社会青年们 好一顿赔礼道歉和赔钱之后 那些人才终于善罢甘休 平头青年临走前 指着那熊孩子的家长 恶狠狠地骂道 以后管教好你家这魂球 要是你不会管 自然有人会帮你管 放完狠话 这些混子们 也没有心情再吃饭 直接离开 见没有出人命 苏雪儿终于输了口气 开始吃起了服务员 刚端上来的菜 吃着菜 苏雪儿轻叹一口气 林默自然也是注意到了 自家工具人好像有些情绪上的波动 他大概也明白 苏雪儿为什么会这样 林默看着面前的少女 轻声微笑道 小苏啊 你是不是觉得 姐姐我故意引导 那孩子惹事 所以觉得姐姐是坏人 苏雪儿摇摇头 姐姐当然不是坏人 但是总感觉这样处理的方式不太妥当 林默解释道 你听过大雨之水吗 古时候发洪水 一直是哪里发大水堵住哪里 结果就是 那些积蓄起来的水决堤之后 会爆发更大的洪水 苏雪儿有些似懂非懂地看着林默 可是 这跟我们现在的事情 有什么联系吗 林默将白皙的大腿 翘着二郎腿 双手抱在胸前 哼哼 当然有关系 你想想看 要是我好言好语地劝那熊孩子 他会听吗 他的家里人会听吗 与其堵着 不让他做坏事 不如引导他做坏事 然后他吃亏受了教训 就好了 这只是林默的诡辩 他只是想要看到熊孩子遭遇 自己在这边乐呵而已 可是没有办法 林默的诡辩是基于事实的基础的 加上苏雪儿是林默的小迷妹 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林默的说辞 苏雪儿看向那头的熊孩子 和他的家长 想想他们的态度 好像还真的不太可能听 不对 应该把好像去掉 是真的就不可能会听 那熊孩子一家 就是个不讲道理的 只有遇到比自己更横的 才能收敛起来 这样一想 林默姐姐的做法 虽说有些看起来偏激 甚至说 有些像是坏女人 但是林默姐姐的做法 似乎却像是最为合理的 以后这个熊孩子 在想要做坏事的时候 就会想起 今天被那些混子给打了的画面 估计也会收敛一些 正在这时 那熊孩子 似乎跟他的父母说了什么 随即指向林默这边 就是他 就是那个女的 给我钱 让我把纸团丢到那些人的菜里 我才挨打的 熊孩子指着林默和苏雪儿 跟自己的家里人告状 那熊孩子的家长 看着林默和苏雪儿两个女生 看上去就很柔弱 很好欺负 顿时心情好了不少 那孩子的家长心里想着 他收拾不了那些混子 难道还收拾不了这两个女人 想到这里 熊孩子的父母 打算在林默他们的身上 找回刚才在朋友们面前丢了的面子 那两人领着熊孩子 来到林默的面前 恶狠狠地说道 你看看 都是因为你 我们家乖儿子 被打成了这样 林默看着眼前来势汹汹的三人 却也不慌 轻笑道 哦 你儿子自己作死被打 怪我了 那熊孩子的妈妈 立刻用防空警报一样 刺耳地吼叫 指着林默骂道 要不是你唆使 我儿子能惹伤那些人吗 林默倒也不恼 轻笑一声 所以呢 那女人也是被林默的态度 给弄得有些猛 没想到林默这个看上去 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竟然能这么淡定 于是 那女人也稍微冷静下来 不过还是 有些愤怒地对林默说道 赔钱 必须赔钱 我儿子伤成这样 今天没有二十万 我们没得完 林默笑出声 早说嘛 原来是为了钱啊 好啊 二十万是吧 我可以给你们 不过 我现在身上 没有担那么多钱 你们跟我走一趟 我娶给你们怎么样 那熊孩子的 父母没有多想 听到林默真的愿意给二十万 顿时心情好了不少 甚至还为自己 能一下敲一笔二十万 心情美滋滋起来 好啊 我们跟你一起娶 林默看向苏雪儿 小苏 你先回去 我给他们 取钱以后就回去 苏雪儿有些担心地 看着林默 林默拍拍苏雪儿的肩膀 放心吧 你家默默姐 哪次事情没有处理好的 安心回去 等我回家 苏雪儿担不过林默 在林默帮他打了个网约车 送他上车后 便离开了 林默看向那些人 走吧 最好把你们一起的人都叫上 免得我跑路 那熊孩子的父母 也正好想要在自己的朋友面前 威风一把 于是点头道 没问题 只要钱到位 刚才的事情 咱们一笔勾销 林默微笑道 好说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 都不是事 原本林默之前 只是想整一下那熊孩子 不过这一家子 不依不饶的 属实有些让林默不爽了 既然他们存心找死 林默也不介意 给自己家孩子加加餐 此刻 林默在心中暗想 钱我当然有 不过你们有命拿这笔钱 有没有命花 那可就不清楚了 老小区 破旧的居民楼 这里的房子 看上去相当的老旧 年久失修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里 在闹鬼呢 不过那熊孩子的家长 却并不怕 因为他们一想到 跟着林默来这里 能拿到二十万 就感觉很激动 他们自然也不怕 林默戏耍他们 毕竟林默一看 就是一个娇弱的女孩子 他们两个大人 外家身后 跟着的几个酒肉朋友 这么多人一起 还害怕一个小姑娘不成 熊孩子的妈妈 跟在林默身后 冷声道 小姑娘 你家这边这么破旧 想起一抹微不可查的阴冷笑意 轻声道 当然呢 我拿不出来的话 随便你们处置 听到林默的话 那熊孩子父母的朋友 便起哄道 我家那边正好 在做一些特殊的业务 小姑娘 要是拿不出钱 我可以帮忙 给你介绍介绍 来钱很快的 一天就能好几千 几个星期 就能把二十万凑齐了 林默听到那人的话 当然也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人一看 就是个拉皮条的 看样子 能跟那熊孩子的父母 混在一起的酒肉朋友 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些败类喜欢聚在一起 倒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林默倒也不能 只是笑道 我说了能拿出来 就能拿出来 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大可以先回去 熊孩子的父母 哪里肯就这么回去 今天不见着钱 他们是肯定不会走的 就这样 熊孩子的父母 带着熊孩子 以及那些看热闹的酒肉朋友 跟着林默上了那栋老宅 刚踏入楼道 众人便感觉到 这里传来一股阴冷的气息 熊孩子双手紧紧抱着胳膊 身子紧缩 爸爸妈妈 我好冷 我想回家 传闻 小孩子是最容易看见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的 比起大人 也更能感受到一些潜在的危险 然而 熊孩子的父母 可是等着找林默 要到那二十万块钱的赔偿呢 哪里肯就这么善罢甘休 只见熊孩子的老妈 一把揪住这小屁孩的耳朵 将他一下拎起来 你这臭小子 冷什么冷 等拿到赔偿的钱 回去给你吹暖气就好了 熊孩子不敢再说话 似乎是考虑到 这里确实感觉很冷 于是熊孩子的妈妈 便对自己的老公说道 要不 你跟这臭小子在楼下等着 熊孩子的爸爸 也觉得这里有些奇怪 不太想上楼 于是点点头 嗯 行 我跟孩子在楼下等你们 取了钱 我们就回家 对于两人留在外面这件事 林默并不在意 当这些人 踏入到这个老小区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结局 林默没有意见 点点头 行吧 那你们几个跟着我取钱去 熊孩子的老妈也没有多想 带着自己的那些狐朋狗友 跟在林默的身后 这栋楼是老小区 没有电梯那种 几人跟在林默身后 一步一步地爬楼梯上楼 明明这栋楼最高就是六楼 但是熊孩子的妈妈 却总觉得 自己爬了好几十层楼的感觉 跟在林默身后走了很久 气喘吁吁 众人跟着林默 终于来到六楼后 林默打开了房门 请进 几人跟林默进入房间 里面爬满了一只只形状诡异 一米多长的漆黑扭曲的虫子 那些虫子的身上 带着一颗颗的眼球 在几人进入屋子的同时 目光全部盯着他们 熊孩子的妈妈 被这些虫子盯着之后 不由地感觉到一阵心迹 大喊出来 啊 林默背对着众人 脑袋三百六十度转过来 相当诡异地看着几人 哎呀 不是想要拿二十万吗 进来拿呀 进来我就给你们 然而 这边的几人 哪里还有心思考虑钱的事 怪物 这一屋子 都是怪物 不仅如此 似乎这个带着他们来到这里的少女 似乎就是这些怪物的同类 林默没有多说什么 抓住离自己最近的熊孩子的妈妈 单手 就拧断了对方的脖子 拧断熊孩子的老妈的脖子后 林默将尸体丢在地上 清脆一口 叫你管教孩子不严 叫你贪得无厌勒索我 他喵得老娘也是 你能碰瓷的 您配吗 您配几把 剩下的几个人 在看到熊孩子的老妈的脖子 像是望望碎冰冰一样 被轻松折断 当场下的双腿发抖 有个人甚至直接下的尿裤子了 不过 这些人倒也不是傻子 直接转过身 就朝着楼梯道跑去 鬼呀 救命 救命 撒日朗 撒日朗 林默看着这几个人 仓皇逃窜的模样 在想想之前 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 前居后宫 属实是有些喜剧效果 林默双手插兜 看着那些人逃走 倒也没有去追 林默表示 跑啊 继续跑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有谁能从这里逃出去 熊孩子的老妈的狐朋狗友们 见到熊孩子的老妈 被林默一只手 轻松地将脖子折断之后 立马明白了 那个小姑娘不是人 是怪物 是诡异 是妖怪 虽说他们 不知道那小姑娘到底是什么 但是总之就不是个善茬 这些人后悔了 他们后悔 为什么要凑热闹 跟着熊孩子的父母来这里 本身就是别人熊孩子的父母 敲诈这个小姑娘 就算熊孩子的父母 真的要到钱 也就最多用这笔钱 请他们几个人吃顿饭 差不多了 跟过来 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 但是因为想着给朋友 撑撑场面 以及想要蹭一顿饭 还有想看热闹 看小姑娘被欺负 种种鸡毛蒜皮的原因 现在就让他们置身于这样 很可能会死的危险之中 现在他们心里那个后悔啊 若是给他们 再选择一次的机会 那么他们打死 都不可能再跟着一起来这里了 不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卖 也没有什么如果 现在的他们 马不停蹄地 顺着楼梯一路往下 往外面跑 希望能跑出去 只要跑到楼底下 只要能跑到楼底下 一定就能得救的 几个人跑呀跑呀 却发现 不管怎么跑 都始终在这一层层的楼道里徘徊 仿佛这只有六层楼高的楼梯 没有尽头 不管怎么跑 永远都跑不到楼下去 这时 其中一个人惊讶地发现 他们路过的这一层楼 是404号门牌 等等 我记得 刚才我们就路过这层楼了 门牌号都是一样的 难道说 是鬼打墙 说完 那个人的身子 便瑟瑟发抖 完了 完了 我们这辈子都出不去了 另外 一个人挠挠头 不应该吧 我们要讲科学 这个世界是没有鬼的 也不存在什么鬼打墙 那人反驳道 要这还不是鬼打墙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 如果世界上没有鬼 刚才的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另一个人继续说道 嗯 或许那个女人是怪物 几人争论一会之后 决定再往下走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困在这里了 当几人再次下了一个楼层之后 惊讶地发现 果然下面一层的楼层 依旧是404号楼 有个人不信邪 直接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看看去 剩下的人在楼道这里等着 而那个人直接顺着楼道往下走 没过几秒 那个人便从上面的那一层楼梯下来 几个人面面相去 好像 还真的是鬼打墙啊 其中一个中年妇女 顿时眼泪 就流了下来 我只是想要跟着过来凑热闹 我到底是遭了什么孽啊 另一个人想了想 却是舒了口气 你们别着急 你们想想看 现在我们虽说被困在这里 但是刚才的那个怪物 似乎也进不来这里了不是吗 我们好像安全了 其他人提高到他的话 呼的觉得他说的 似乎真的有几分道理 他们在这楼道 起码跑了有十多分钟吧 但是刚才那个可怕的女人 却根本没有再追过来 可能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总之 这些人在发现最可怕的那个家伙 没有再继续追上了后 原本充满紧张的心情 也放松了不少 三天后 这些人发现 他们不管怎么走 都走不出楼道 永远在这楼梯里徘徊 一周后 这些人饿得不行 在其中一个人 杀了里面最弱小的中年妇女后 他们开始了同类相识 半个月后 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 也终于饿死在了楼道 楼道中 白发的少女 看着一个个面目猙獰 双眼泛着血泪的几人的尸体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林默看着这一句 具完整的尸体 招招手 孩子们 开饭了 楼上 一只只黑色的幼虫 蠕动着身子爬到这些尸体上 开始了进食 在这些死掉的人的感官里 他们要么是互相残杀而死的 要么是被饿死的 在他们眼中的世界 已经经过了漫长的 如同地狱一般的半个月 然而 在林默眼中 这真正的现实世界里 时间也仅仅过去了五分钟而已 林默使用他的能力 让这些人在精神世界里 经过了漫长的世界 就这么活活大脑崩溃而死 林默查看着他的面板 姓名 林默 血脉 天魔珠 虫母 进化度 35% 等级 LV35 基因锁 三阶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蛛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 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拟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拟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域外添魔 免疫一切精神系的能力 并且能将对您使用的精神攻击 百倍返还给使用者 幻念心精 精神操作的进阶 能制造幻象 并将其一定程度上 转化为现实 林默在之前 经历了道观 跟诚哥的那场战斗之后 完成进阶任务 获得了血脉进阶的奖励 现在的他的血脉 进一步进化 其中的部分技能 也随之进阶 而刚才那些人的死法 便是林默的新技能 幻念心精 造成的 这个能力 很近似于诚哥的 盲目吃鱼 但是不同的是 诚哥的能力 是改变他人的认知 而林默的这个能力 却更接近于化虚为实 将幻想变成现实 所以 刚才的那些人 明明是处在 林默创造的幻想之中 却似乎真的在 林默创造的世界里 活了半个多月 最后全部惨死 而现实的世界 却仅仅只过了五分钟 林默的子嗣 一口一口地 品尝着眼前的血肉 林默确认过来 来的路上 没有任何的监控 并且 这里也是荒废多年的 老小区 是最适合 饲养子嗣的地方 之前的山区 最近已经被 特别行动组的 官方高层给盯上了 之前的洞穴 肯定是不能再留给孩子们了 正好重去末世 将在五天内爆发 在城里给孩子们 安置好住处 倒也不失为一个 不错的选择 正在这时 死掉的熊孩子的 妈妈的身上 响起了手机的声音 滴滴滴 滴滴滴 林默拿起手机 上面的备注是 ATM 林默接起电话 里面是熊孩子的 老爸打来的 喂 媳妇 怎么样了 拿到钱了吗 林默轻声道 我正在带着你老婆取钱呢 你等等啊 说完 林默没等对方反应 便挂断了电话 林默看向窗外 还在焦急等待着的 熊孩子 和熊孩子的老爸 在他们俩的身后 一只只白色的蜘蛛 正在悄然靠近 伴随着其中一只蜘蛛 将其扑倒 剩余的蜘蛛 也一起一拥而上 将父子两人 按在地上撕咬着 任凭他们怎么叫喊 也无济于事 甚至蜘蛛们 还越来越起劲了 很快 外面那一声声刺耳的求救声 就没有了声息 只剩下了蜘蛛们 在外面进食 林默长舒一口气 双手插兜 又是给孩子们找食物的一天 咱真是个爱孩子的好妈妈 妈妈 肚子吃得好饱 妈妈 你不吃点吗 小虫子们 将那些跟着林默上楼的人 吃得一干二净 只见地上留下几具森森白骨 就连一点血水都没有留下 小家伙们吃完才发现 他们倒是吃饱喝足了 但是他们的妈妈 却是一丁点都没有吃 把好东西全都留给了他们 林默慈爱地 看着自己的孩子们 温柔地用手抚摸着孩子们的 那软软糯糯的小虫子脑袋 乖 妈妈不饿 你们好好吃饭 茁壮成长 长大以后 才好给妈妈帮忙呀 小虫子们明白 妈妈这是将好东西 都让给了他们 说自己不饿 想必 妈妈也是觉得 现在食物资源匮乏 才装作不饿的样子 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们吧 想到这里 小虫子们都越发地觉得 自己的妈妈 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并决定要好好成长 以后用行动来报答她 就这样 林默在安顿好小虫子们 并把那些残留在这里的骨头 都处理掉之后 便从小区里面出去 至于这些人失踪 被人怀疑怎么办 林默表示 刚重生的时候 确实会忌惮一下官方 但是现在不用担心 因为林默自己 就已经混入了官方 实在不行 有人调查下来 林默自己使用幻念心经 改写一下现实 再让陈哥用他的 盲目吃鱼 改写一下来调查的人的意识 双重配合之下 基本来调查的人 都会无功而返 只要事情不要捅到 联邦政府的最高层 基本上市里出点这种失踪案 林默还是能处理的 出门之后 林默直接打车到了市里的KFC 进入KFC的店里 林默面对眼前漂亮的店员姐姐 举起小手 姐姐 来十份KFC全家捅 小姐姐看着面前 不高的可爱的白发少女微笑应声道 好 十份全家捅是吧 这边帮您打包 林默摆摆手 不用打包 我就在这里吃 小姐姐疑惑地看着林默 啊 要知道 KFC全家捅 让一家三口一起吃 都不一定吃得完 更不要说是 直接打包十份了 小姐姐刚才在听到林默说 要十份KFC全家捅的时候 还以为林默上班族 打算买十份 带去公司 一整个公司的人一起吃呢 没想到 直接就在这里吃吗 不过 小姐姐想了想 或许这白发小妹妹的朋友 还没有过来 或许别人是打算在这里聚餐呢 想到这里 小姐姐脸上 再次浮现一抹职业性的笑容 小妹妹 这里暂时没有十个人一起的桌子了 要不打包回家吃吧 林默歪着脑袋 嗯 为什么要十个人一起的桌子 我一个人吃的呀 店员小姐姐 现在更猛逼了 不过 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毕竟顾客就是上帝 基本只要顾客的要求不过分 她作为店员 肯定是要服务周到的 更不用说 点十份的花店里 也能赚不少钱 算是大客户了 当然不用再多嘴了 林默在点餐完之后 便找了个一个人的座位坐下 很快 林默要的十份全家桶出餐 她又继续趋走点好的全家桶 放在那边的座位上 只见一个个全家桶 堆成了小山 如此多的鸡腿 即使是参加过大卫王比赛的人看了 估计也得擦擦冷汗 这也太能吃了吧 不可能吧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一下子吃掉这么多的食物吗 店员小姐姐一脸不可置信地观察着那边的白发少女 只见少女手中拿起一根鸡腿 塞进嘴里 下一秒出现在她手中的 只剩下一根小小的骨头 没等店员 小姐姐惊讶 林默便一口接着一口 光速吃起了全家桶鸡腿套餐 很快 那堆积得如小山一般的全家桶 便变成了一堆堆的鸡骨头 林默吃完之后 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 打了个宝格 格好吃 同样是蛋白质 林默比起去吃那些难吃的人类 他更喜欢吃KFC鸡腿 原本虫组捕食猎物 是为了进化点和摄取蛋白质 蛋白质方面 吃炸鸡可以完美替代 进化点方面 只要林默的子嗣去捕食猎物 吃掉之后变强 进化点便能够源源不断地反馈到林默这边 系统万倍反例的情况下 只需要让自己的孩子们吃饱饱 茁壮成长就好 林默自己则是可以开小灶 去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很快 林默在店员姐姐惊讶的目光下 吃完了这些鸡腿 走之前 林默瞥了一眼店员姐姐 看上去挺漂亮的 炸鸡也炸得挺好吃 要不考虑一下 重群默事爆发的时候 留住这家KFC 以后继续胁迫这些人 帮自己做炸鸡吃 想到这里 林默觉得这个计划的可行度 倒是蛮高的 不过这种事情之后再考虑也行 现在更多的 则是为重群默事爆发时候的 战略部署做准备 在整个城市里 还是有不少有着 觉醒者潜力的家伙存在的 虽说林默本身是 不怕觉醒者的 但是以防万一 不让自己的孩子们损失惨重 还是提前规划 一下的好 以及 之前在重生的时候 就盯上的目标 那个有着无限空间 囤物资的家伙 林默也准备去打听一下 对方的情报 等到默事爆发之后 便一次性将对方的资源 一扫而空 将对方当作自己的新手大礼包 狠狠拿下 林默从炸鸡店里出来 正在想着之后的计划的时候 他听到了一声 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那个 请问一下 你们见过这个男生吗 他是我的哥哥 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 你好 请问一下 你好 林默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那是一个黑色长发 外貌娇好的少女 对方手中拿着一叠传单 在跟一个个路过的路人询问着 光从外表看 是个可爱清纯的乖乖女 然而林默知道 这个家伙 是一只蠢蠢的白眼狼 林语 林默的妹妹 那个上一世将林默处死的人 你给路边的野狗喂了骨头 他都知道 对着你摇摇尾巴 可是这个女人得到了林默的庇护 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却是直接被刺林默 置他于死地 想到这里 林默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轻声呢喃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可爱的好妹妹 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也都没有找到老哥啊 林语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发了一天传单的他 只觉得身子很疲惫 从哥哥林默消失之后 他便一天接着一天地寻找着对方 但是直到现在 却一点线索都没有 少女双手拖着下巴 表情有些不满 明明我都那么辛苦地找他了 为什么还不出来啊 真打算抛下他的妹妹吗 还是说 老哥他已经恢复了上一世的记忆 想到这里 少女使劲摇摇头 不 不会的 上一世的时候 我处死的是装成哥哥的怪物 现在的哥哥 应该还是原本的哥哥才对 上一世 林语身为直剑人 处死了身为虫族的林默 可是因为决心者与民众 越发激烈的矛盾 人类阵营内部开始了内斗 甚至不用虫族入侵 一群人类便将自己 推向了灭亡的末路 身为联邦政府最高执行者的林语 自然也在那场争斗中 被反抗军给处死了 死掉的林语再次睁开双眼 发现他正身处在 末世爆发前 自己的家中 不过与他记忆中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 那个一直在他身边保护他的哥哥 却再也没有回家 现在的林语只是普通人 没有异能 没有哥哥的保护 一旦虫群末世爆发 他绝对会成为虫族的食物 为此 林语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非常辛苦地寻找着哥哥 希望能得到对方的保护 就像是上一世那样 哥哥一直消失 看样子 是真的不打算回来了 林语心中 隐隐有了一种最坏的猜测 那就是 他处死的那个虫族 真的是他的哥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依旧想要找到林默 如果是哥哥的话 在他面前装装可怜 哥哥也一定会原谅他的吧 可惜 现在林语一点关于林默的线索都没有 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心里交瘁 正在这时 一道可爱的声音 从林语面前传来 你在找人 林语抬起头 却见自己的眼前 正站着一位白发红铜 面容如人偶般精致的可爱少女 林语听到对方的话 一下子便精神起来 林语使劲点点头 对面前的少女问道 嗯嗯 我在找这个寻人启士 上面的男生 请问 你有见过吗 白发少女 接过林语手中的一张宣传单 若有所思 嗯 好像 似乎 有可能见过 林语听着对方含糊其词的回答 原本有些激动的内心 现在就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什么叫做好像 似乎 有可能啊 见过就是见过 没见过就是没见过 这含糊其词的说法 是什么意思 不过 眼前的白发少女 是林语这么多天里 唯一遇到似乎知道 一点情报的人 所以 即使内心感觉 到了些许不满 表面上林语 还是依旧装出一副 乖乖女的样子 林语尝试着询问起来 那个 如果你见过那个哥哥的话 能带我去找找看吗 白发少女听到林语的话 点点头 可以哦 反正我现在也比较闲 带你去找找看 倒也不是不行 就这样 林语跟在白发少女的身后 逛遍了全城 结果依旧没有任何 关于他哥哥林默的线索 累了一天的林语 终于还是装不下去了 声音中带着一抹怒意 你到底见过那个人没有啊 没有见过 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啊 没想到 当林语这么说的时候 白发少女却是轻笑着回过头来 看着林语 这才对嘛 这才是你原本的性格嘛 林语 林语听到白发少女的话 呼的一愣 等等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知道我的名字 不对劲 相当的不对劲 林语明明记得 她没有跟面前的女生 说过自己的名字才对啊 那个 林语感觉背脊一凉 微微后退 同时问道 请问一下 我们以前有曾见过面吗 有见过面吗 嗯 当然见过 白发少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别说见过 我们以前可是形影不离 你这小丫头 还天天像是个根屁虫一样 跟在我身后了 你忘记了吗 说话的同时 白发少女的身影微微变化 此刻 出现在林语眼前的 是一位面容清秀 看上去颇有几分 颜值的俊俏少年 然而少年的眼中 却是带着一抹忧怨 我的好妹妹啊 您可真是贵人多玩事 连你哥哥我都忘了 说话的同时 少年的外貌 再次变回了 刚才白发红彤的模样 妈 不过也没事 你想叫我姐姐也成 林语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觉得整个人的大脑 都在颤抖 她一直都在寻找哥哥 寻找那个前世 一直保护着她的人 只要找到对方 对方一定会再像上一世那样 继续保护她 然而 现在在见到哥哥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 竟然变成了美少女 哥 怎么变成这样了 林语惊讶地 看着眼前的白发美少女 很难相信 眼前这个美少女 竟然就是她老哥 不过 刚才眼前少女 确实是变成了 她老哥的样子 这才是 让林语愣在原地的原因 下一秒 眼前白发少女的面容 再次扭曲 变成了六颗眼睛 形貌怪异的怪物的时候 林语彻底绷不住了 啊 林语不禁大喊出来 怪物 离我远点 可是却无济于事 因为林语忽然注意到 四周似乎是无人的小象 根本不会有人来救她 不过好在是 下一秒林默的外貌 再次恢复成白发少女的模样 轻叹一口气 没错 就是这表情 上一世 你也是这么喊我的 林语 老实说 我真的很失望 林语这才反应过来 老哥他现在 应该变成虫足了 林语有些惊慌地 看着眼前白发少女 支支吾 老哥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不是真的想要处死你 其实这都是一场误会 林默笑了笑 事到如今 你觉得 我会再相信你吗 林语身子颤抖着 他总觉得 眼前这个 曾经最爱自己的哥哥 现在却是一副 想要杀了他的表情 不 不要 求你了 不要杀我 看着林默一步步逼近的脚步 林语只觉得下面一热 尿裤子了 林语见林默一步步 朝着他逼近 身子吓得有些瑟瑟发抖 只见他口中乌液着 你不要过来啊 林默脸上带着一抹阴沉的笑意 愉悦地欣赏着 少女那副被吓傻了的模样 林默微笑着说道 小语啊 你都活第二世了 胆子还是这么小的吗 说着 林默顿了顿 哈 人类联邦的直见人 就这负责性 真想让审判庭的那群饭桶 看看他们的领袖这样的表现 会是什么感想 上一世 林默对自己的这个妹妹 太过溺爱 将她保护得好好的 想要什么都会给她 就算是想要成为 人类联邦的直见人 林默也是没有多说什么 力排众议 帮助林语站在了 这最高的位置 结果就是 林语被刺了林默 更可笑的是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 她的这位好妹妹 依旧是如此的毫无卵用 纯纯的一个花瓶 林语哀求的目光 看着林默 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那是你 我以为 你是怪物顶替的 我是怪物顶替的 能说得出这种话 林语不是蠢就是坏 想到这里 林默释怀地笑了 上一世 怎么就没有看透林语的这番嘴脸呢 不过 林默觉得 或许真的可以从林语口中问出什么 也说不定 于是 林默摸了摸下巴 我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好妹妹 你以为 嗯 我记得从末世爆发开始 我们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吧 在那期间 我对你好不好 你自己心里真没一点说 林语双手抱头 脸上依旧难掩惊恐的神色 少女狡辩说 哥 你听我说 都是超音协会的那群人蛊惑我的 我是被骗的 林默听到林语的话 心中暗自冷笑 林语啊林语 你的智商不高 不会以为哥哥的智商 也跟你一样不高 随便就能被忽悠吧 不过 林默表面还是点点头 微笑道 嗯 你说 我在听 林语见林默 没有继续追究的意思 便继续编造起他的谎言 哥 其实是这样的 是超音协会的那群人 他们给我看了一段录像 在那个录像里面 哥哥你被虫族吃掉了 之后虫族变成了你的样子 林语说得栩栩如生 就好像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一样 哥哥 我其实是想要给你报仇 如果我知道 那就是哥哥你 我肯定不会动手的 林默点点头 嗯 所以 这就是你编的理由了 对吧 林默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冷意 看上去异常的可怕 别看林默表面这样 其实他在听到林语说着这话的时候 心里是有些动摇了的 毕竟 再怎么说 林语都曾是他最爱的那个亲人 如果 如果林语真的是被其他人蛊惑的话 如果他只是想要给哥哥报仇 被有心之人利用 单纯犯传的话 也许也罪不至死 就如同是被扎女扑阿的人 会心存侥幸 以为对方会回头那样 现在的林默 也希望林语说的是真的 即使林默心中隐隐能感觉到 林语就是在撒谎 即使心存侥幸 林默也毕竟是虫族主宰 经历多少次生死 他决定 要好好地验证一下 林语的说法 如果 这个女人敢骗他的话 那么就等着迎接更可怕的报复吧 想到这里 林默冷哼一声 事到如今 你还在撒谎吗 林默声音冰冷 感受不到一抹温情 林语被林默的这句话给震慑住 身子一抖 不过还是强撑着嘴硬道 哥 我说的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 够了 林默喝止住林语 随即说道 小语 做错事情就得认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我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你对我撒谎 说话的同时 林默一把掐住了林语的脖子 只听得林默声音低沉 好似威胁一般说道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在这一世 我得到了独心的能力 你现在在想什么 我全都一清二楚 即使这样 你还是要跟我说谎 是吗 林语被林默掐住脖子 感觉有些喘不过气 独心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似乎真的不能在林默面前 装可怜伯同情了 林默冷笑道 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而已 一个我早就独心知道的答案 我想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一切的事情 然后跟我道歉 就这么难 是吧 看着林默说的这么认真的样子 林语不由愣住 前世的时候 哥哥是没有独心的能力的 所以 林语才会在林默面前装可怜 伯同情 但是现在看眼前这个 变成了白发少女的哥哥 林语心中不由地为难起来 看起来 哥哥在这一世 似乎真的跟上一世完全不同了 就他身上的气场 都像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样 林默没有给林语过多思考的时间 慢慢加大了手上的力道 林语 我跟你说最后一遍 我只想要你亲口告诉我真相 然后道歉 不然 我现在就杀了你 林语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他能感觉到 林默是认真的 对方 是真的打算杀了他 想到这儿 林语只能对面前的白发少女喊道 我说 我说 我全都给你说 求求你 不要杀了我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是我哥哥 但是超音协会的那群人找到了我 他们承诺 只要我帮助他们处死你 就能辅助我 成为真正的人类联邦的救世主 成为真正的站在万人之上的统治者 对不起 哥哥 对不起 是我鬼迷心窍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林默表情越发凝重 为什么 明明我帮你成了直见人了呀 林语没有多想 便回答道 还不是因为 只要有你在 我表面是直见人 实际上所有人还不都是听你的 只有没有了你 我才能真正掌权 对不起 原谅我吧 我不敢了 我真的不敢了 林默笑了 同时 眼泪从林默的眼角流出 原本 他以为自己早就能接受 被妹妹背叛这件事 但是当他真的听到真相 心碎的感觉还是不由袭来 此刻 林默心中仅存的那一抹人心的火苗 也彻底熄灭 他的眼中 只剩下无尽的冰寒 原来是这样啊 小语 很好 我听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动 林语被林默一把扔在地上 林默冷笑着 看着面前狼狈不堪的少女 冷声道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会再对即将对你做的事情 抱有恻隐了 啊 林语一愣 他感觉自己的脑袋 有些转不过来了 老哥 应该说老姐他不是说过 他有着独心能力 能看穿他内心所想的事情吗 为什么现在老姐突然又说这些话 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等等 如果说老姐是装作有着独心的能力 实际上一开始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老姐 他也实在是太卑鄙了一点吧 如果是上一世的老哥的话 是绝对不会对他的妹妹 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你是在骗我 林语下意识地看了眼面前的林默 咬牙道 你这个骗子 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卑鄙 无耻 你居然在套我的话 哦 卑鄙无耻 我倒是不介意 你这么说我了 林默走到林语面前蹲下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暗笑道 不过小语啊 你确定你说的这些形容词 不是在描述 你自己吗 你好好用你的脑袋想想看 这些话语放在上一世的你身上 是不是很合适 直到刚才为止 你不也一直在跟我撒谎 想要求的我的原谅吗 上一世的我 只想想维持人类的身份 一家人好好地活下去而已 可是你让我明白了 既然已经变成了虫族 还想要跟人类再混为一谈 那简直就是愚蠢 比愚蠢更蠢不可及 说话的同时 林默将手放在了林语的脸上 轻轻捏住对方的脸颊 揉了揉 看看 我可爱的好妹妹 这张人畜无害的小脸 曾让我真的以为 你是个纯真乖宝宝呢 结果没想到 你的心可愿比你那纯真的外貌 要腹黑得多呢 林语使劲摇着头 求求你 求求你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 求求你 不要杀了我 看着眼前少女哭哭哀求的样子 很难想象她 竟然在上一世 担任联邦政府的执剑人 这番模样 比起街边的野狗都不如 听闻自己的好妹妹的哀求 林默痴笑一声 死 哪有那么简单 放心吧 我可不会让你死掉的 我会从你的肉体 精神 灵魂 一一折磨 我会让你感受到 我上一世受到的痛苦的千倍 万倍 有时候死亡反而是一种仁慈的解脱 明白吗 林默没有在理会 林语口中的哀求与绝望 而是直接将手放在了少女的额头上 宠母可以跟人类签订契约 赋予对方全线范围内的异能 就像是之前在金山矫区的时候 遇到过的异能者尼古阿珍 就是跟别的宠母签订契约 获得异能的 林默用同样的方法 赋予了林语异能 随即 林默查看并确认着林语的异能信息 姓名 林语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自愈 觉醒度 3% 等级 LV3 技能 愈合 只要不是致命伤 都能慢慢恢复 感知强化 能强化自身的武感 更为敏锐 上一世的时候 林语就是异能者 当时的他 觉醒的异能是 神话戏 斯芬克斯 能力能看到过去与未来 当时林默就该想到 林语的背叛 绝对不只是受人怂恿 他一直很清楚地知晓很多事情 他只是明明知道 事情会变成那样 却依旧还是那么做而已 这一世 林默打算慢慢地折磨林语 首先就不能让林语 觉醒上一世的异能 以免他的实力变强 成为不稳定因素 所以 林默直接赋予林语异能 得到了能力更差 更普通的异能之后 林语便无法再觉醒 他上一世原本的异能 等于直接被废一半 至于为什么 林默会给林语 选择愈合和感知强化的能力 当然 是为了能更好的 让他感受痛苦 愈合 是为了让林语 不至于因为无法忍受折磨而死掉 感知强化 是为了让林语在感受痛苦的时候 将痛苦的感觉完全放大 就等于是 原本手指是被划了个小口子 却因为这个能力 直接感受到 如同整个人被撕裂的痛觉 带到一切就绪 林默打了个响指 好了 我的好女儿 该你了 阴影中 一个红色长发的萝莉 缓缓走出 舔了舔嘴角 妈妈 您确定不杀了她吗 明明这女人上一世这么可恶 林语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不过眼中更多的却是迷茫 还在猜测着对方的身份 林语颤抖着身子 不断后退 你 我们有见过吗 见林语没有认出自己 诚哥微笑道 直见人大人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上一世的时候 因为我反对您处死林默大人 您就找了超音协会的那群人渣 当着我的面 玩死了我妹妹 之后又折磨死了我 我这么说 你有想起来了吗 林语使劲摇摇头 我不知道 我没有做过 那些事情都是协会的人做的 跟我没有关系 诚哥冷哼一声 我管你有没有关系 你是直见人 是他们的最高领导 他们做的事情 你撇不清关系的 说吧 诚哥看向林默 妈妈 他就交给我了 林默点点头 注意点 别玩死就好 林默转过身 直接离开了小巷 不当面看着妹妹被折磨 是林默最后的仁慈 待到林默离开后 诚哥的脸部 身体裂开多条裂缝 一根根黑色粘稠的触手 从诚哥的身上的缝隙中伸出 一支支恶心的眼球 也在那缝隙中向外窥探 黑色的触手 划过林语的衣服 撕开了钮扣 诚哥愉悦道 那么 直见人大人 就让我带你体验一下 上一世 我和我妹妹经历的一切吧 林语哆嗦着 不要 不要这样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诚哥可不管这么多 同样是女生的她 不会怜香惜玉 留在巷子里的 只有少女那凄厉的叫喊 警局内 衣衫不整的少女 神情涣散地 坐在一名警察面前 对方在跟她坐着笔录 那个 你说 你被人拿啥了 林语摇摇头 不是人 是怪物 伪装成人类的怪物 再过几天 全世界都会爆发重群天灾 可怕的重群怪物 会席卷所有国家 破坏一切文明 将肉眼所及之处的生命 全部吞噬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看着林语的时候 只觉得 对方是不是因为遭遇到那种可怕的事情 所以为了逃避现实 就想象了那种超现实的展开 曾经就有个案例 有个女孩被自己的继父那啥之后 就幻想 那是每天晚上 有一只恶魔到她的房间什么的 用来逃避现实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身为办案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她自然也见怪不怪了 不过 一个女警员来到这个正在询问林语的警员旁边 悄悄说道 经过检验 她的身上 没有任何被做那种事情的痕迹 并且 她的第一次还在 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这就不是出了心理阴影 而是一个女精神病得了妄想症 跑到局子里来抱假警来了 老警员看着面前 还在栩栩如生地描述着 她经历的事情的少女 轻叹一口气 这个 小妹妹啊 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 我们会尽快帮你抓到犯人的 你回家等通知吧 林语一猛 你不相信我 林语虽说再蠢 她上一世 也毕竟是直见人 官方的话述她 当然也知道 让她回家等通知 其实就是想把她打发走而已 所谓的通知 基本都不了了之 林语严肃道 真的有怪我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死的 你们要相信我 老警察和女警员面面相去 随即笑出声 林语 林语生气道 我是在跟你们说真的呀 喂 能不能严肃点 老警员和女警员点点头 我们经过专业的训练 一般情况是不会笑的 除非忍不住 说完 两人又憋不住 笑出声来 林语本来就经过了那可怕的事情 现在又被两人笑 心中又羞又闹 够了 别笑了 林语很烦躁 转身离开了警局 林语大概也知道对方不相信她的理由 首先她没有受伤 身上也检测不出犯人的DNA 因为陈哥事后处理得很干净 外加林语本身被林默 赋予的愈合能力 事后直接就崭新出场状态 就算让最专业的法医来看 也完全看不出什么问题 她知道 靠这些人是没有什么用了 好在 身为执舰人的林语还知道 在室外面有个第九军区 是专门应对异常的组织 林语知道 只要跟第九军区的特别行动组 举报林默和陈哥的话 那两个家伙 一定就会被盯上通缉 想到这里 林语的脸上浮现一抹冷笑 哼 哥哥 你没有杀死我 而是选择继续折磨我 是你最大的失误 等死吧 第九军区 组长办公室里 林默坐在沙发上 吃着手中的一包薯片 津津有味 同时 林语的一举一动 也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身为赋予林语异能的宠母 她能随时随地地感知到林语的动向 在林语的面前 林语一点隐私都没有 随时都在林默的监控中 之前林语被陈哥折磨的时候 她也是能感知到的 不过她当时还是屏蔽了一会感知 毕竟林默对那种事情没什么兴趣 看样子 她快来了呀 林默自言自语 听到林默的话 一旁正在办公的苏雪儿 疑惑地看向林默 默默姐 怎么了 谁要来 林默倾咳一声 我妹妹 苏雪儿看着林默 有些不解 默默姐 你还有个妹妹啊 真好 好羡慕 你们俩一定很相亲相爱吧 林默微笑点头 嗯 我们俩关系老好了 好到想要把她碎尸万段的那种 不过 这句话 林默也就在心里这么想想 自然是不会在苏雪儿面前说出来的 林默倾咳一声 装作为难的样子 说来有些不错巧 我的妹妹其实得了被害妄想症 一整天想着 自己被怪物侵害 甚至后面 因为我给她吃精神病院的药 把我也当作了怪物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严肃起来 这么严重吗 我明白了 默默姐 我会帮您联系到 市里最好的精神病院的 一定会让您的妹妹 在那边接受最好的治疗 林默点点头 我妹妹看到我就会应激 等一下我就不出去了 你代替我取见见她吧 苏雪儿点点头 明白的 默默姐 交给我就好 没多久 特别行动组的其中一个探员 便来报告 报告组长 有个女生来我们军区 非要说遇到了什么怪物 还说要见到这里最高的领导 原本我们想要把她赶走的 不过她还提到了林默 所以说话间 探员看向一旁白发红彤的少女 苏雪儿点点头 我明白了 带我去见见她吧 就这样 苏雪儿跟着探员一起走了出去 等到苏雪儿走后 林默嘴角勾起一某笑意 小雨啊小雨 你的每一步都在我的预判之中 甚至你想做什么 我都能随时知道 整个军区都是我的人 你拿什么跟我斗 嗯 甚至为了防止苏雪儿怀疑自己 林默还特意找了成哥用 盲目吃鱼 给苏雪儿上了一层思想刚硬的buff 只要每次苏雪儿遇到要怀疑林默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立刻联想到默默姐永远是对的 一切对默默姐不利的事情 都是对默默姐的诽谤 有了这一层保险 林默才会有恃无恐地 让苏雪儿跟林语见面 她就是要让林语感受一下 上一世被强拳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 林默哼着歌 又打开一瓶肥宅快乐水喝起来 折磨才刚开始呢 我的好妹妹 你就慢慢享受吧 这位就是我们第九军区的组长了 林语看着军区的人介绍的这位金发女孩子 看上去年龄跟她差不多大 她的眉头不经皱起 总觉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太靠谱起来 她喵的 你确定这女的是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组长 你家有看上去这么可爱的组长 不过 林语也就在心里这么一想 她换了个思路 或许面前的少女 其实已经好几十岁了 但是因为对方的异能 让其外貌烦老还童 变回了原本的模样 也说不定 谁知道呢 毕竟上一世的时候 林语就见到过一个 觉醒吸血鬼血脉的觉醒者 靠着吸食人邪 涌住青春来着 林语看着眼前的金发少女 深吸一口气 我要抱啊 我弟哥 姐姐 她现在已经不是人类了 她是个怪物 是虫族 苏雪儿听到林语的话点点头 走到林语的旁边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安慰道 别急 不要着急 慢慢说就好 放心吧 这里是第九军区 在整个市里 可以算得上最安全的地方了 少女嘴上这么说着 不过心里面 想的却是 可怜的孩子 还真的跟默默姐说的一样 这孩子得了 被害望想症 现在连自己的姐姐都不信任了 哎 还好咱专门联系了 市里最好的精神病院 希望能治好她 随即 苏雪儿将林语 带到了她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 只有苏雪儿和林语两人 林默则是提前到了隔壁等着 顺带偷听一下这边的谈话 看看有没有什么乐子 苏雪儿将一杯咖啡 递到了林语面前 给 先压压惊吧 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林语接过了苏雪儿给的咖啡 喝了一口 咖啡温热的感觉 以及独有的苦涩香味 让林语稍稍放松下来 现在在这个世界里 唯一值得信任的 也就只有 这第九军区的人了吧 姐姐已经不可能再原谅她了 林语虽说没什么大局观 但是即使是她也明白 她做的那些事情 确实已经触及到了林默的底线 现在的林默 估计只想要折磨摧残她 最后再将她千刀万剐 林语绝对不愿意坐以待毙 她必须要寻求一线生计 林语回想着 她曾经作为联邦政府的 执剑人的一生 前半生一直靠着哥哥的保护 在被哥哥扶持 坐上了执剑人的位置之后 却被超音协会的人蛊惑 被刺了哥哥 可是即使被刺了哥哥之后 她也依旧没能如愿独揽大权 她依旧是个没有话语权的小透明 只是从听哥哥的话 变成了听超音协会的话 从始至终 都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不过 事到如今 既然已经一步走错 那只能硬着头皮 这么走下去 林语严肃道 就在下周 整个世界将会爆发空前的天灾 虫族会席卷整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 只有异能者 能与虫族对抗 我的异能 被我姐姐换成了 很弱的垃圾异能 你们帮我 将身上的异能去除 等我拿到我真正的异能之后 我会帮助你们对抗虫族 苏雪尔点点头 嗯 没问题 关于虫族和异能者 苏雪尔身为官方人员 倒是略知一二 之前在金山脚区域的时候 苏雪尔就见到过尼谷阿珍 以及他契约的宠物 不过 苏雪尔却依旧觉得 林语是在神神叨叨地说胡话 精神并不代表是傻子 只是神经可能有些错乱而已 林语说 他是异能者 苏雪尔性 但是他并不相信林语说的 林默是宠物这件事 林语一定是因为见到过虫族 然后背下的精神出问题了 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想到这里 苏雪尔倾咳一声 合作倒是可以 但是你得配合一下 去我们的研究中心一趟 我们帮你看看 你身上的异能 林语没有怀疑 也是很配合的点点头 这当然可以 我们要合作 我自然会配合你们 正在这时 外面走近了两个 看上去有些魁梧的男人 对方向苏雪尔报告 苏组长 就是这位是吧 我们已经帮他找好医生了 林语没有怀疑 毕竟 检测异能也是需要医生来检验的 苏雪也让点点头 嗯 就是这位了 还请好好地照顾一下他 两名男人 也是很配合的敬礼 是 组长 就这样 林语跟着两个壮汉出门 来到了一辆车子面前 那是一辆救护车样子的车子 不过林语在即将上车的时候 注意到了车子上面的标识 崇山精神病院 林语 林语诧异地转过头 看向苏雪尔 等等 你们的研究中心 在精神病院 苏雪尔没想到 林语竟然观察力这么好 还凑巧就看到了车上的标志 不由地挠挠脸颊 这个 嗯 我们为了掩人耳目 将研究所建在了精神病院里面 这样 外面的人就不会怀疑了 林语想了想 觉得倒也合理 便继续跟着上了车 等到林语坐上车子离开之后 林默才终于出来 苏雪尔看到出来的林默 乖巧地凑到了林默的面前 默默姐 怎么样 我做得还不错吧 苏雪尔在林语的面前 表演得一点破绽都没有 少女就这么 被她送去了市里最好的精神病院 接受治疗 林默伸出手摸摸苏雪尔的小脑袋瓜 做得不错 被林默摸着脑袋 苏雪尔的脸上浮现出一抹 欣喜与愉快的神色 林默随即继续对苏雪尔说道 小苏 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妹妹 这两天 我去那边陪陪她 苏雪尔没有怀疑 点头道 好 我跟那边的院长说一下 你可以在崇山精神病院自由出入 林默如蜻蜓点水般 轻轻清了下苏雪尔的额头 做得不错 那我先走了 有些放心不下妹妹 说吧 林默便转身 叫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了第九军区 看着远去的车子 苏雪尔微红着脸 摸摸额头 少女不禁咽了咽口水 默默解之事 对我的奖励吗 嗯 少女的脸颊 如同红透了的苹果 林语坐着车子 跟着这两个苏雪尔 给她安排的工作人员一起 来到了崇山精神病院 刚进入精神病院 林语就觉得 这里的氛围有些不太对劲 伴随着林语 跟着两人往里面走去 越发感觉 这里的人都不太正常 一个内裤外穿 头上也套着个内裤的家伙 念念叨叨着 院长 我没有病 我真的没有生病 快放我出去 还有个身穿病服 先锋道骨的老者 盘腿坐在他病房的床铺 念念有词 这里不是真实的世界 这里不是真实的世界 这里不是真的世界 你们都是道爷的心魔 你们这些业障 一个个的都想阻碍道爷我成仙 这个世界是假的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还有个病房的病人 站在一面镜子前面 跟自己的影子玩着猜拳 玩到一半 忽然生气地骂骂咧咧 他喵的 你是不是玩不起 每次跟我出的都一样 小笔崽子 作弊是吧 说完 那个病人一拳打在镜子上 伴随着他哀悠悠地叫喊 这老小子 捂着自己手上的手 在地上刺蛙乱叫着 打着滚 林语 不对劲 相当不对劲 这里的人一个个的 看上去怎么全都是 像是真正的精神病啊 林语有些不解 等等 你们组长不是说 精神病院 只是你们研究中心的伪装 其实里面 是进行 觉醒者研究的基地吗 为什么我感觉 这里关着的 好像全都是真正的精神病 带林语进来的工作人员 笑了笑 解释道 啊 这个嘛 为了不让外界怀疑 所以外面受容了一些 真正的精神病在这里 毕竟平时也会有外面的人 以及一些记者来这里面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第九军区的事情 也不太好 对吧 工作人员一本正经地 跟林语解释着 这里为什么关着 真正的精神病 而没有跟他含糊其词 这样的做法 显然对林语来说很受用 只要对方给出合理的解释 那么林语也不会太过多疑 林语点点头 行吧 工作人员看着跟来的少女 感觉对方并没有什么 过激的行为 不太像是精神病 他们俩隐约觉得 这个少女 不会是被组长 故意坑进这里来的吧 莫非 这个女孩跟组长之间 有着什么私人恩怨 工作人员对于组长 和林默之间的关系 还是略有耳闻的 两人虽说都是女生 组长却似乎对那个 叫做林默的白发美少女 抱有特殊的倾诉 而这个近来的少女 似乎又跟林默 也有着某种莫名的关系 难道说 真的猜对了 想到这里 两人不禁打了个寒战 算了算了 还是不要想太多了 有些时候 知道的太多 反而对自己来说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们俩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女人 蒙在鼓里就好 就这样 林语被领进其中一间病房 工作人员指着面前的床位 对她说道 你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吧 这里很安全 你放心住着就好 等组长她接下来有什么行动 再来通知你 林语看着两人 再看看自己的房间 不对啊 这里不就是寻常的 精神病的病房吗 虽说崇山精神病院 是市里最好的病院 每个病人都配有单独的房间 并且 这里的设施也非常齐全 甚至病房的条件也很不错 该有的东西一应俱全 看上去像是个不错的 酒店套房一样了 但是 精神病院始终就是精神病院 条件再不错 也是拿来关押精神病用的 林语还想跟这两个工作人员 问问 关于第九军区的组长苏雪儿的事 结果那两个人 故左右而言她 直接就走了 林语轻叹一口气 看样子 第九军区的人 还是不怎么信任 我的样子 算了 无所谓了 反正在这里吃得好 做得好 倒也没什么 而且在这里 姐姐她也不可能找上门来 到时候重群末世爆发 第九军区的人 自然就会明白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了 到时候必须要让那些家伙 好好地求我 我才会帮他们 正当林语这么想着的时候 她忽然听到了一声 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哟 小语 看起来你在这里住得挺舒服的吗 喜欢这里的环境吗 这声音 听到熟悉的声音 林语的背后冒出冷汗 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这声音 毕竟 这是她曾经的哥哥 现在变成了姐姐的林默的声音 林语直接起猛了 从床上坐起身 满脸震惊地 看着病房外面的少女 房间被防弹玻璃隔着 外面是身穿一身白大褂的 一米五可爱少女 白色的头发披散尖头 红色的眼眸 带着充满智慧的眼镜 看上去就像是电视剧里的 那种美女医生一样 不过 林默给林语的感觉 更像是那种犯罪电影里面 在外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背地里却是个 心狠手辣的杀人魔的那种 比如什么汗泥拔 什么嗜血法医之类的 林默脸上浮现一抹 道貌岸然的笑意 妹妹 好久不见 有想我吗 说是好久不见 其实没多久之前才见过 当时林默就给林语留下了 不小的心理阴影 之后林默又让她的子嗣 兼手下成歌 将林语的身子 好一顿地蹂躏 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让林语看到林默 就不禁发抖 救命 救命 不要 不要 不要过来 看着歇斯底里的林语 林默脸上的笑意越发明显 叫吧 再叫大声点 你就算是叫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这里可是精神病院啊 像你这样 每天大吼大叫的病人 可不在少数 说到这里 林默亲身换来了护士 漂亮的小护士 来到林默的身边 林语定睛一看 这小护士赤发红彤 这不是正是之前 在巷子里欺负他的成歌吗 草 这俩人还是组团来的 林默看向成歌 小陈啊 病人的情绪不太稳定 先给他加大药量看看吧 成歌心领神会 嘴角也扬起一抹笑意 好的医生 喂喂 你们要做什么 他们两个不是这个医院的 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 林语看着进入病房的护工 眼中流露出一抹惊恐 护工没有理会林语的话语 他们在这家精神病院内 看到过太多胡言乱语的病人 要是谁真的相信那些病人的话 那恐怕真的要怀疑一下 自己是不是也有精神病了 林语被护工按住 按照林默给的量 打了两针镇定剂 以及给对方强行为了精神方面的药物 林语的目光 因为药物的作用 而变得呆滞下来 林默和成歌 在欺负完林语之后 来到了病院的医生的医务室坐下 这里是林默专门找到的 给他的办公室 方便他随时在这里欺负林语 现在整个医院的人 都接受了林默和成歌 是医生和护士的身份 毕竟 在踏入这个精神病院之后 林默便使用他的技能 幻念心经 以及配合成歌的 盲目赤鱼 两个buff叠加下来 一般人的认知 直接就会扭曲 分不清现实 就很容易接受林默他们的身份了 坐在医务室的办公桌前 林默单手撑着脸颊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呼 真是舒畅呢 看着林语那可怜兮兮的表情 成歌点点头 附和道 确实 一想到能一直欺负那个女人 到末世爆发 想想就很爽 林默摆摆手 嗯 不不不 就算是末世爆发 我们也可以一直欺负她 不过 报复的对象 可不仅仅只有林语 超音协会的那群家伙 也不能忘记 我们跟那群家伙 可是还有一笔账要算呢 成歌自然也是明白 在前世的时候 成歌也是超音协会的一员 只是因为成歌支持林默 所以被那些家伙们 当作叛徒迫害 原本超音协会成立的初衷 是聚集那些 拥有异能的佼佼者们 一起用自己的异能 保护末世的幸存者们 共同抵抗虫族 可是到了后面 整个超音协会 就开始变位了 那些拥有异能的人 开始用自己的能力享受特权 并将没有异能的普通人 当作了自己的奴隶 如同家畜一般随意驱使 想弄死就弄死 自然而然 反对这一点的林默 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最后被处死 这笔账 必须要跟那些人 好好清算一下 林默将白皙的双腿 翘着二郎腿 放在桌子上 成歌 说起来 你有感觉到吗 这个精神病院 好像不太寻常 成歌点点头 嗯 我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这个医院 被某种异能笼罩着 林默闭上双眼 用自己的蜘蛛感应 感受着那道异能 传来的方向 这种违和感 来源于这里的院长办公室 这里不仅仅是 精神病院这么简单 林默隐隐感觉到了 一抹阴谋的味道 不过 林默倒是无所谓 这里地方越是怪异 林语住在这里 就越折磨 林默也不想自己的好妹妹 住的地方 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精神病院而已 这样的话 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在得知了这里的院长 不太对劲后 林默才终于能放心 让自己的妹妹住在这里 一想到林语会被这里的 奇怪院长 抓起来做研究 林默就觉得有些有趣 越是这样想着 林默就越是期待会发生什么 诚哥 我们这两天就住在这里吧 我很好奇 林语这两天会遭遇到什么 诚哥歪着脑袋 妈 你之前不是说过 我们下一个目标 是那个拥有无限空间 囤资源的人类吗 林默贪贪手 原本的计划是这样没错 不过 有什么比看林语受折磨 更有趣的事情呢 收割那个囤物资的家伙 随时都可以 就让那家伙再囤两天 到时候 末世彻底爆发的时候 他也囤得差不多了 我们到那个时候 再去收割也不迟 林默现在重生以后 最大的乐趣 就是找上一世 被赐过自己的家伙报仇 变强不是林默的目的 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的目的是 变强以后 将自己的仇人们 一个个地折磨 让对方感受到 他上一世遭遇过的 痛苦的千倍万倍 既然现在就有 折磨林语的机会 就让他好好享受一下 这个过程也挺好 谈话间 诚哥拿出手机 搜了搜这个医院的院长的信息 说起来 我调查了一下 这家医院的院长 那家伙似乎在上一世的时候 并不是什么出名的家伙 至少我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诚哥上一世 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联邦政府的高层之一 虽说之后 因为站在林默这边 结果被自己的同僚排挤陷害 但是也不影响 他曾经身居高位 所以 上一世联邦政府里的 强大异能者 诚哥基本上也都知道 大概都有哪些人 这个医院的院长 是个叫做蔡坤的年轻人 上一世 诚哥对那个人 一点印象都没有 林默摸了摸下巴 轻声道 确实 上一世的重组里 也似乎没有这么一个人 说不定只是个 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不管是什么 总之这个病院的院长 是个异能者 既然是异能者的 就绝对不是什么善茶 林默很期待 这个家伙 会对这里的人做些什么 想到这里 林默站起身 算了 我也懒得猜 那个家伙的身份了 直接去找到对方 看看他的底细好了 诚哥听到林默的话 也同样是点点头 附和道 确实 就按妈妈说的来吧 我跟林默妈妈 一起去见那个人 如果那人不配合的话 我就帮妈妈一起 干的那个家伙 林默主要想要看看 对方的异能 到底是什么 以及打听一下 对方想要在这个 精神病院做什么 毕竟虫群默示爆发以后 各个势力都会崛起 到时候 也不仅仅是林默的 这一只虫群会出现 林默想要在默示立足 光靠他一个人也不够 如果可以的话 拉一点志同道合的人 当队友 也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到这里 林默带着陈哥 从医务室里走出来 走到电梯 按下了七楼的按钮 直通院长的办公室楼层 院长办公室里 输着中分 穿着背带裤的青年 在这里打着篮球 青年原地运球的同时 将球扔到一边 右原地 开始了铁山靠 经过一番运动之后 青年长输一口气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声少女的声音 院长可真是好心着呢 一番运球出神入化 佩服佩服 蔡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那是一个白发红铜的少女 同时在少女的身旁 跟着一位赤发红铜的萝莉 蔡坤不记得自己的院里 有这么两个小家伙 一时间 他对面前的两人的身份 产生了好奇 你们两位是 林默没有回答 而是查看起蔡坤的属性栏 姓名 蔡坤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金翅大坤 觉醒度 25% 等级LV25 基因锁二阶 技能 铁山靠 通过肩膀的撞击 产生极大的冲击力 造成恐怖的伤害 昆拳 出神入化的拳法 借力打力 能克制大部分的体数 玄机 不算八卦命格 占卜事情的进展 昆鹏 可化作昆鹏形态 扇扇翅膀十万八千里 林默看着眼前青年的属性蓝 说厉害吧 还真没有多厉害 说不厉害吧 就说这末世 还没爆发的潜伏期 能到基因锁二阶 也属于是挺强的家伙了 但 说实话 这实力 还不如承哥之前 还没有被林默转化成重足的时候 就算现在的承哥 因为子嗣的限制 等级不能超过林默 可是等级和觉醒度 依旧是高于眼前的蔡坤的 当然 关于这一点 蔡坤自然也是清楚的 蔡坤看着眼前的两名少女 整个人都快绷不住了 他虽说说不上来 眼前的两位少女 究竟有什么奇特之处 但是他总觉得 面前的两位 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 原本以为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天选之子的蔡坤 在面对着林默和诚哥的时候 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感 似乎眼前的两位少女面前 他只是一只蝼蚁而已 毕竟 他目前只是基因锁二阶 而眼前的两位 早已是突破到基因锁三阶的狠人 更不用说 林默和诚哥 现在又快要逼近基因锁三阶的极限 过不了多久 说不定又要进阶了 仅仅是一阶之差 其实很多时候 早已是天差地别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两个拥有着如此恐怖实力的两人 来找自己是做什么的等等 好像今天第九军区特别行动组的人来这边 送进来一个家伙住进来 难道说 特别行动组已经发现了 他暗中做的那些事情 所以打算过来调查他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完蛋了 眼前的两个少女 若是第九军区的调查员的话 现在估计就是他的至暗时刻了 毕竟 他做的那些事情 要是真的被上面查到 对他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你们 林默看出了眼前中分青年的局促 摆摆手 我知道你在这里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没有关系 我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没有兴趣 也不打算知道 你准备做什么 听到林默的话 那中分青年 却丝毫不敢松懈 毕竟 像眼前少女这样的大人物 一般嘴上说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比如表面上说 对她的事情没有兴趣 然后反手就把她给刀了 这样的事情 在这种大人物身上经常都会发生 主打一个心口不意 蔡坤有些紧张地看着林默 所以 二位来找我是 准备做什么 蔡坤随时注意着 面前两位少女的动作 只要对方想要对她动手 就立刻跑路 好在 两位少女并没有对她出手的意思 林默淡淡说道 我妹妹在你们这边的精神病院里关着 那个叫做林雨的病人 你知道吗 蔡坤想了想 这不就是 今天刚被特别型动组 送到这里的那个女人吗 她当然记得 听到林默的话 蔡坤突然明白了 这两位大佬 来她这边找她 是什么原因了 原来是这位大佬的妹妹 被送到精神病院来 对方跑过来 找她要人来了呀 好说好说 只要不是官方发现了 她被地里做的事情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 想到这里 蔡坤急忙说道 我不知道 那人是你的妹妹 我这就安排下来 把她放出来 你们现在就能带人把她接走 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 是我们院里的林石工 跟第九军区对接做的 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林默这家伙 真是工匠精神满满 一言不合就道歉啊 这蔡坤怎么都不听人 把话说完的 真是的 想到这里 林默倾咳一声 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随即说道 嘿嘿 我可没有说要你放人 不如说 林语那家伙 就是我找人送进来的 你现在跟我说 要放了他 蔡坤听到林默的话 蔡坤护的背后 惊出一身冷汗 糟糕 差点就误会了大佬的意思了 还好还好 大佬没有计较 想到这里 蔡坤立刻改口 大佬 您放心 只要您开口 想要把那个女人 关在这里多久 我就把她关在这里多久 林默看着眼前这个蔡坤 挺好说话的样子 点点头 行 这两天 我借你们这边的医生办公室 用用 我要以医生的身份 好好地跟我的好妹妹相处一下 蔡坤点点头 没问题 您想在这里待多久都行 我们崇山精神病院的大门 随时为您敞开 林默想了想 感觉没有其他的什么 要跟蔡坤说了 于是便转身离开 差不多就这么些事情 我们去忙去了 就不打扰院长你的工作了 蔡坤点头哈腰 好的 大佬慢走啊 等到林默和陈哥离开之后 蔡坤才终于舒了口气 同时 在蔡坤身后 传来一声少女的声音 那些人不太对劲 他们不是人类 蔡坤点点头 嗯 我感觉得到 那少女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确定 他们对我们的计划 不会有影响吗 蔡坤摇摇头 我不知道 希望他们真的只是来处理 他们的私人恩怨的吧 如果他们真的要插手我们的事 我们俩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总之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暂时不要调查 或者招惹他们比较好 医生 你听我说 我没有病 我真的没有病 病房内 凌宇坐在床边 看着刚进来的 输着中分的青年 仿佛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蔡坤看着面前歇斯底里的凌宇 点点头 在手中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些什么 嗯 你说 我在听 蔡坤平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置可否 林宇现在被关在这个精神病院里 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 尽管不知道 眼前这位医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林宇却依旧只能将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眼前之人的身上 林宇万分紧张地看着面前的蔡坤 认真说道 你听我说 送我进来的那个女人是怪物 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有些奇怪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 蔡坤再次点点头 不置可否 不过看样子 蔡坤在寻思着什么 林宇还在打算 让蔡坤联系外面其他的军区 和上面的人举报林末 第九军区沦陷了 她就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高层 全都沦陷了 她姐姐还不至于这么厉害 能控制整个人类的所有的高层 不如说 要是她姐姐林末 真的能做到 掌控所有人类高层 那人类现在早就沦陷了 那就根本就轮不到末世爆发了 林宇推测 自己的姐姐 估计也就掌控了整个第九军区 在那边幕后操控他们的组长什么的 只要找到外援 现在不过是末世尚未开始的时候 林末到现在为止 应该实力还未完全积蓄 一定不是官方的对手 原本 林宇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她看到蔡医生点点头 拿着她的记事本走到外面以后 似乎像是跟外面的林末汇报什么一样 两人交谈甚欢 林宇才发现她上当了 林末居然跟蔡坤他们是一伙的 而且看上去 还对林末服服帖帖的 这一下糟糕了 林宇心中正担心呢 结果就发现 她的姐姐林末推门进来了 我的好妹妹 听你再跟别人医生说 说我是怪物 林末的语气中带着一抹失落 不过林宇听得出来 林末这是演戏 她感觉得到 林末这是在愉悦地戏弄她呢 林宇摇摇头 怎么会呢 姐姐真是的 我怎么可能会跟医生说这种话 林末点点头 嗯 自己前面刚说的话 现在就记不得了 看样子 你的症状蛮严重的 随即林末看向进入病房的蔡坤 院长 我看我这妹妹的症状挺严重的 还请院长要好好地关照她一下 蔡坤听着林末的话 对她的意思也是心领神会 她越发感觉 这个女人对她的妹妹可真狠啊 知道的人知道 两人是姐妹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个人是仇人呢 蔡院长倾咳一下 随即认真道 林小姐 你就放心吧 你妹妹在我们这边 一定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她 等下就给她加大药量 林末点点头 那就麻烦蔡医生了 林宇看着聊天的两人 感觉自己人都傻了 林宇 哈 总觉得自己被安排了呀 市中心 KFC 林末拿着炸鸡 吃得挺开心的 对面 诚哥看着手机上的日期 距离上一世的末世爆发的时间 还有两天 诚哥看向林末 妈妈 说起来 那个蔡坤 真的很有问题 我总觉得 那个家伙没憋出什么好事来 末世爆发之后 她绝对会是个棘手的隐患 林末吃着炸鸡 鲜嫩爆脂的口感 在林末的口腔迸发 不得不说 吃炸鸡的感觉 绝对比吃人要好吃得多 吃人是工作 吃KFC才是生活 林末听完诚哥的话 点点头 嗯 我之前也有这种感觉 蔡坤那小子 似乎把精神病院 当做了他的研究场地 那边的病人 都是他的试验品 说话的同时 林末画风一转 不过 妈 虽说感觉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但只要对我们没有威胁就够了 林末一口口地吃着鸡腿 炸鸡外面的那层脆壳的碎渣 沾满了他的小脸蛋 猛色一口可乐之后 林末打了个小奶格 格 诚哥看着林末这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说道 妈妈 我觉得蔡坤那家伙 对我们来说是个威胁 要不还是除掉他吧 林末用袖口擦了擦嘴角 摆摆手 不用 蔡坤还可以留着 继续折磨欺负林宇呢 我折磨人的办法 还是太少了 交给他这样的专业人士 简单高效 若是那蔡坤有什么反骨 到时候再灭了他就行 林末知道 他这样比较浪 但是 他本身就重活一世 上一世就一直步步为营的 结果最后 还被保护的妹妹被刺 活得实在是太累了一点 林末表示 他喵的这一世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要浪一下 反正要狠狠地折磨林宇 蔡坤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蔡坤的隐患 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幸 都是源于当事人的实力太弱 只要自己足够强 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隐患 诚哥听完林末的话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既然林末大人想玩 那就再多陪林末大人玩玩就好 不过诚哥可没有林末 这玩的闲情意志 他并不信任蔡坤 为此 诚哥让他的子嗣 24小时 无缝监视精神病院里面 蔡坤的动作 若是对方有任何一点 要背刺林末的意思 诚哥就会先一步搞死对方 不过 咱家林末大人 还真是确实任性吗 诚哥轻叹一口气 您开心就好 第二天 林末带着诚哥 再次来到了崇山精神病院 距离末世爆发只差一天了 明天过后 末世就会正式降临 在这之前 就让林语好妹妹 在这精神病院 好好度过最后一段 正常人的生活吧 指的是待在精神病院的 正常人的生活 嘻嘻 林末看着待在病房里面 双眼无光的林语 心里挺乐呵的 林语的身体 没有任何的伤痕 不过在病房里 看得到不少血迹 林末大概能猜到 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语有着林末给的恢复能力 所以能不断愈合伤势 然而 这也让林语更加痛苦地 遭到了精神病院的院长 蔡坤的折磨 看到了自己想看的画面 林末满一点点头 随即 林末幸灾乐祸地 走到林语的病房门口 微笑着对林语说道 我的好妹妹啊怎么样 在这里还住得习惯吗 林语看到林末 就像是看到了一只怪物一样 不过下一秒 林语便像是哀求一样 看着林末 姐姐 我真的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林末笑了笑 原谅你 不可能 林语可怜兮兮地看着林末 求求你 我不求你能重新 把我当做妹妹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去死 我现在好痛苦 林末看着林语 这如同丧家之犬的落魄模样 笑了笑 我的好妹妹啊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死呢 在地狱之中 最可怕的地狱便是无间炼狱 在那里的罪人 将会永世不得轮回 一直受到各自酷刑和煎熬 有时候 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 或许才是仁慈也说不定 林末脸上带着一抹愉悦 我要让你一直活着 一直体验生不如死的地狱一样的煎熬 一点点的蚕食你的精神和身体 现在还仅仅是个开始呢 市区外 三道身影站在山区边 分别是白发红铜的少女 以及另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但看上去年纪更小一点的小萝莉 以及红发萝莉 而在他们的面前 则是无数只看上去已经说不出来 是什么物种的怪物虫子 林末看着面前的这些虫子 满意地点点头 虫子们的属性浮现在林末的眼前 子嗣分别有两批 一边是林雪生下的孩子 另一边是陈哥的孩子 先是林雪生下来的蜘蛛们 姓名 乌 血脉 蜘蛛 子嗣 进化度 19% 等级 LV19 基因所一阶 以及剩下的则是陈哥的子嗣 姓名 乌 血脉 黑山羊幼崽 子嗣 进化度 19% 等级 LV19 基因所一阶 双方的子嗣都继承了自己母亲的部分能力 虽说效果可能不如林雪和陈哥本身那么强大 但是应对一般的觉醒者和普通人也是完全足够了 况且 这里可是有着成千上万的子嗣的 可以说 整个市区都已经在林末的掌控之下 林末顺带查看了一下林雪的属性 姓名 林雪 血脉 天魔珠 子嗣 进化度 25% 等级 LV25 基因所二阶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蛛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珠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以及捕捉猎物 子嗣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末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幻象 侵蚀对方的意识 让目标产生幻觉 幻念心经 精神操作的进阶 能制造幻象 并将其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现实 灵能掌控 能够操作灵能和念力 拟泰 子嗣 吸收脑虫 并结合自身基因得到的能力 能拟泰成为虫母 变成了生物外形 最近一段时间 灵雪似乎在很努力地提升实力 想要变强 不仅突破了基因所的阶段 甚至连血脉也进化到了 灵末的同种血脉 不得不说 真不愧是他灵末的女儿 至于灵雪 为什么会如此迈力地变强 灵末心中 其实也是有答案的 那是因为 灵雪想要对陈哥复仇 当初陈哥还是人类的时候 杀了不少灵雪的姊妹 虽说灵末并不在意这件事 灵雪却是对此耿耿于怀 陈哥因为灵末的原因 不会对灵雪出手 虽说看上去 陈哥也知道 灵雪记恨他这件事 但看上去 陈哥还觉得挺有乐子 很期待的样子 妈 无所谓了 关于自己的两个女儿 是表面姐妹这件事 灵末表示 只要他们俩能互相促进变强 其他倒也不重要 毕竟大家变强 灵末就能变得更强 正当灵末这么想着的时候 他的眼前弹出了系统的提示 定 检测到 您的子嗣们获得新的技能 你的子嗣进化无限增值 你获得奖励 SSS及天赋 不死之身 你的子嗣进化灵能掌控 你获得奖励 欧米茄及异能 扭曲现实 看着自己得到的新能力 灵末倾笑着 系统 可真是个不错的好东西呢 灵末估摸着 现在他的实力 应该能轻松地应对 绝大部分的异能者了吧 那么接下来 就是像以前被赐过他的那些 超音协会的家伙们 复仇的时候了 不过在这之前 先在末世爆发前 把那个拥有无限物资的家伙收割了再说 灵末 嘿嘿 小子 该报金币了 获得了全新的技能后 灵末查看起自己的属性 一行行属性页面 在灵末的眼前浮现出来 姓名 灵末 血脉 天魔珠 虫母 进化度 39% 等级 LV39 基因锁 三阶 血脉技能 蜘蛛感应 能通过蜘蛛的第六感 提前预知可能出现的危险 珠网编织 消耗体能 生成强大的珠网 可用于探测情报 以及捕捉猎物 虫群之母 您是虫群的虫母 您的子嗣 无法违抗您的意志 拟太外表 虫群主宰的特有能力 能模仿你太初 任何生物的外表 域外天魔 免疫一切精神系的能力 并且能将对您使用的精神攻击 百倍返还给使用者 幻念心经 精神操作的进阶 能制造幻象 并将其一定程度上 转化为现实 不死之身 如字面意思一样 不死不灭 扭曲现实 一万物皆虚 二万事皆宇 万物皆虚 对目标使用后 对方永远也无法到达它 想要到达的真实 需比对方高十级以上 万事皆宇 作用于自身后 能让自己到达任何 想要到达的真实 限制为您能做到的事情 跳过过程 直接到达结果 现在的林默 已经到达了基因所三阶的极限 离基因所四阶 也只差林门一角 不过 像是这种境界 提升的瓶颈 往往是最难的时候 林默倒也不着急突破瓶颈 现在是末世爆发前夕 能到基因所三阶的人 少之又少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去报金币去 那个王室财团的公子哥 可是囤了不少的好东西 末世之后需要的物资 全被那小子给垄断了 林默早在刚重生的时候 就盯上了这块肥肉 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以着手去 收割那小子了 林默看向林雪 小雪 那个王大少爷的信息 调查得怎么样了 林雪点点头 对自己的妈妈汇报道 妈 那个姓王的 这几天不停地采购 各种生活用品和食物 以及枪支武器 甚至还买了坦克和火箭炮 林默摸摸下巴 哟 那家伙做的准备 还挺充足的嘛 虽说林默现在的等级 根本就不会怕 这种程度的武器 但是 嗯 他想要跟那小子玩玩 就像是猫抓老鼠一样 明明可以直接把老鼠咬死 却还是要先吓唬一下对方 再在把对方玩得筋疲力尽之后 再一口吃掉 林默现在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心态 他在拥有着绝对的实力 碾压之后 便打算好好玩玩 虽说林默也知道 经常在电视剧 小说 动漫里面 有大反派浪死的 但是 妈 年轻人就是要气盛 不气盛 那还是年轻人吗 林默摆摆手 小雪 嗯 还有陈哥 你们俩带着孩子们 去城市里布置好一切 等后天重足清朝出洞 就把这座城市完全占领 林雪和陈哥点点头 是 妈妈 两人看着林默 那妈妈 您打算去哪呢 林默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我 我打算装作人类幸存者 潜入到那个无限空间的小子那边 找找乐子 抢物资 顺带搞搞对方心态 主打一个乐呵 至于接近对方的办法吗 妈 非常简单 那姓王的小子 这些时间天天大量购置物资 已经到了垄断的程度了 身为第九军区的人 林默叫上苏雪儿 一起去借着查查对方的名义 进入对方的军事基地 很合理对吧 城外 王元的私人军事基地 青年手中举着酒杯 倒上一杯红酒 在他的身旁 是他雇佣的雇佣兵头子 对方在他的帮助下 已经成为了一个觉醒者 不如说 整个军事基地里的人 都觉醒了异能 想要在接下来要爆发的 虫群末世里活下去 没有异能是很难的 王元现在都还记得 上一世的时候 没有异能的人 都会沦为虫族口中的食物 就算侥幸活下去 也只不过是其他异能者 手中带载的羔羊 这一世的他 开局就囤物资 招揽雇佣兵 并且绑架了一众科学家 给对方资金和器械的帮助 让那些人帮助他 研究觉醒异能的方法 通过前世的经验 王元还真就带着 一帮科学家和雇佣兵 一起觉醒了异能 现在 这里可以说是 整个市里最坚实的堡垒 也不为过 王元现在已经开始想象 末世爆发之后 那些逃难的人们 为了活下去 不得不成为他的奴隶的场面了 到时候 他就是妥妥的人上人 到时候专门把幸存者 骗过来这里 有力气的 就拖去做苦力 长得漂亮的 就带回去玩 嘖嘖嘖 真不错 正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起 里面是负责看守的 雇佣兵的声音 王少 外面有人要见你 是官方的人 他们要调查咱们 王元冷笑一声 呵呵 官方 批方 明天过后 末世就爆发了 官方算个屁 官方的人上门来了 王元听到看门的雇佣兵 跟他电话里这么说后 心中一惊 不过很快 他便调整好了 自己的情绪 末世马上就要爆发 官方应该 也收到了一点 这方面的风声 而他在这个 接骨眼大量的囤货 被官方的人盯上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的物资 全都放在无限空间里了 就算官方找上门来 应该也是找不到的 只要没有证据 那些家伙 也只能无功而返 想到这里 王元冷笑一声点点头 在雇佣兵队长的陪同下 来到了军事基地外的大门口 原本以为 会是军人打扮的壮汉 找上门 结果出现在王元面前的 却是两位漂亮的小妹妹 其中一个金发少女 外表可爱俏皮 不过并没有太让王元在意 身为王室财团的公子 王元玩过不少二三线的小明星 颜值也是跟这位少女差不多 然而 另一位白发红彤的少女 却是让王元感觉美得不可方物 犹如上天落入凡尘的圣女一般 给人一种光是妄言 便被勾去魂魄的美貌 并且少女身上 带着一抹妖媚和邪气 那种坏女人的感觉 却更是让王元有些意乱神迷 苏雪儿注意到了王元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盯着他家林墨 更是听说这位王家的少爷 平时就沾花惹草 顿时心中有些不满 少女挡在了林墨的身前 严肃道 我们是来办公物的 还请您放尊重点 王元轻笑一声 摆出一副很绅士的模样 两位小姐 如果有哪里让你们不悦的地方 还请见谅 苏雪儿不知道为啥 光是看到这王元就来气 明明长着一张电视里的小鲜肉的脸 却总想要给这个家伙来一拳 林墨轻轻拍了拍苏雪儿的肩膀 随即看向王元 我们这次来呢 是想要问问 王少爷 您把全市的大部分物资都采购一空 是有什么打算吗 据我所知 您是按照市场价的1.5倍的价格 收购的那些物资 就算是打算垄断 也赚不到什么钱吧 林墨当然知道 王元是想要做什么 末世以后 末世钱的钱 可就没有任何兑换的价值了 那个时候 物资才是王道 在末世的世界里 钱不过就是一张张的废纸而已 但只要有了取之不尽的物资 就能在末世 掌握绝对的话语权 林墨故意这么明知故问 只是打算装作小白花 跟这位王大少爷 好好玩一玩的 这也算是林墨的恶趣味 他就是喜欢看这些 自以为主角的家伙 在他的蹂躏下 陷入绝望 王元听着林墨的问题 轻笑一声 随即 他故作神秘地凑近林墨 如果我说 明天过后就会爆发末世 你们二位会相信吗 苏雪儿皱起眉头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末世 苏雪儿是真不知道 所以一脸猛逼 林墨则是装作惊讶的样子 轻轻张开嘴唇 啊 世界末日 王元怂怂间 我是重生者 再过一天之后 末世就会爆发 所以我囤了很多物资 很多很多 多到整个军事基地的人 吃一辈子都吃不完的程度 林墨煞有介事地看着王元 装出一副 啥也不懂的样子 啊 一辈子都吃不完 你们这个军事基地里 应该也少说有好几百人吧 能让这么多人 吃一辈子都吃不完的东西 你确定这里放得下来吗 王元像是个 想要跟别人炫耀 自己多厉害的孩子一样 轻轻抬手 随即一道空间螺旋浮现 林墨透过空间看去 里面满满都是物资 食物 水源 以及各种能想到的东西 可以说 王元似乎不止把整个事 甚至他已经把大半个省的物资 都采购收集在这无限空间中 王元顺带解释道 放心吧 在我的这个空间里的东西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就算放个一二十年 拿出来还是跟放进去的时候一个样 不用担心变质 更何况 我这里还抓来了不少的科研人员 让他们帮忙培育一下 种植的农作物和牲畜 甚至可以在这安全屋 打造个小的生态循环系统 王元看向一旁的雇佣兵队长 你 给他表演一下 雇佣兵队长 对于这种炫耀的行为 挺不屑的 但毕竟 王元是他的金主爸爸 所以也没办法 于是 他抬起手 一团火焰在手中燃起 王元随即介绍道 我们甚至开发了异能 他的异能是控制火焰 林默装出一副小弥媚的样子 哇 好厉害啊 一旁 苏雪儿看着林默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一脸猛逼 苏雪儿 哈 默默姐不是顶尖的异能者吗 见到这种小卡拉米 怎么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 Sigma 二位 末世爆发以后 我这里就是全城最坚实的壁垒 王元双手插兜 摆出一副大佬的架子 给林默和苏雪儿带着路 哇 好厉害啊 林默的眼中 冒着小星星 林默装作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看着里面的那些防御装置 以及配备的雇佣兵人手 林默差不多在心中估计了一下 王元这小子 准备的倒是的确挺充分了 他差不多用自己的系统面板 读取了这里众人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LV10左右的异能者 如果单单是应付上一世 虫群末世爆发初期的那一阵子虫潮的话 应该是足够用了的 在击杀了弱小的虫子 夺取核心 吸收其中的能量之后 这些LV10左右的异能者 应该都能到达LV15 LV20之间 王元的选择 确实是正确的 末世的时候 提前能组织起几百人的武装力量 而且全都是异能者的话 放在上一世 确实是个很好的战略 也能让其在末世的世界 平稳立足 不得不说 虽说这个王元 只是照抄了别的末世小说主角的作业 没有怎么动脑子 但是 抄作业抄得还不错 至少抄了正确答案 但是 希希 刚才也说了 是放在前世的情况来看而已 这一世的虫群强度 可比上一世要高多了 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一世 这个室里的其他弱小的虫群 已经被林默给完全吞噬 在不断地弱肉强食 吞噬进化之后 现在这个室里的虫群 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强大地步 林默这种LV39的虫母 就不用说了 年死亡元他们这群人 就跟才死一只小蚂蚁一样简单 就算是林默的子嗣们 林雪氏LV25 陈哥的等级 更是跟林默同步 到达了LV39 而他们俩的子嗣 也基本在一二十级左右 现在再看看这里的觉醒者们 真是弱得可怜哪 看着王源那一副 鞠躬自傲的模样 林默只觉得想笑 很期待看到这位小少爷 在发现自己精心打造的 漠视安全屋 被无情突破的时候 会露出怎样难以置信的表情呢 嘿嘿 真是有趣呢 林默点点头 所以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王源微笑着看着林默 林小姐这样的家人 死在末世太可惜了 何不加入我们 一起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呢 林小姐这样的 第九军区的人 应该明白 这种机会不可多得吧 王源知道 第九军区也在招募异能者 只是 上一世的第九军区 覆灭得很快 似乎出了什么变故 为此 王源想要拉拢林默 林默轻笑一声 这小子 是喜欢这张脸吗 真想要让他看看 他虫族的模样 再问问这小子 还喜欢他不 苏雪儿听到王源的话 有些不满 默默姐不会喜欢你这种人的 林默摆摆手 好了 小苏 别让王少爷热情邀请 我们不接受 也太不礼貌了 林默心想 看他混进来以后 直接开自助餐 苏雪儿则是心想 哈 默默姐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好奇怪呀 听到林默的回答 王源很开心 好好好 林小姐真是做出来 最正确的选择 那么等一下 我就帮二位准备住宿 正在这时 林默呼地开口道 二位 不 如果要来的话 我想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来 王源诧异地看向林默 哈 女儿 等等 这女人看上去 也就十八到二十左右 怎么就有女儿了 怎么了 不可以吗 林默歪着脑袋 那双红色的双眸 楚楚可怜地望着王源 原本还在为林默 为什么会有孩子 而有些震惊的王源 在发现少女 那带着一抹 湿弱的目光后 摇摇头 倒是不是不行 好吧 我去安排人接你的孩子过来 林默的小脑袋 摇的就像是波浪鼓一样 不用不用 我等一下去接我女儿过来就行 她们怕生 要是让不认识的人 去接的话 有可能被吓到 王源也没有多想 点点头 嗯 那行吧 我帮你们母女准备房间 如果是换作别的女生 带着孩子 王源肯定就一点兴趣 都没有了 但是林默不一样 王源从未见过 有着如此美貌的少女 实在是让她有些欲罢不能 而且 这种倾国倾城的少女身上 多了一点人妻 和贤妻良母属性的话 嘖嘖嘖 其实也是加分项 就这样 林默顺利带着苏雪儿 进入了王源的末日安全屋 不得不说 王源确实拿到了未来的剧本 也学了别人的末日攻略 但是很遗憾的是 别人的主角 是开局复仇开局 水泥风心 直接就是一个狗 而王源本身就是富少 心态跟那种末世文的男主 还是差了很多的 就说 如果把王源换成是末世囤货的 主角的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让林默进来的 毕竟非亲非故的 甚至根本都不可能 将自己这里的情况告诉林默 直接会想 就这么把林默打发走 不得不说 王源这富少 真是太合林默的胃口了 就是喜欢这种蠢货一样的少爷 不蠢的话 可就没有地方搜刮物资了 王源给林默和苏雪儿 分配了在军事基地内的住宿房间后 便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明天过后 重群末世就会爆发 就算是王源这样的吊锒铛的富少 也知道 不能再摸鱼的道理 毕竟他还是懂得囤货的 人是纯了点 但该做的事情 倒也都在筹备着 苏雪儿和林默进入房间后 他歪着脑袋看着林默 默默姐 就算末世爆发 我们第九军区 其实也是很安全的 用不着这家伙的帮助 苏雪儿其实有些吃醋 当他看到那王家少爷 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盯着林默的时候 苏雪儿的心中 浮现了一种 想要杀掉那个男人的想法 虽说这个想法 只是在苏雪儿的心中 一闪而过 但是 他确实是对那个王源 动了杀心 他不想林默姐姐 跟别人有太多的接触 林默姐姐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够了 不过 既然是林默姐姐 选择来这里 苏雪儿自然也 老老实实地跟着一起了 但是 如果可以的话 苏雪儿还是想带着林默 离开这里的 他总觉得 这个王源对林默 有着各种歪心思 如果真的按照对方所说的 这个世界会爆发重群默事 那到时候 那个家伙是这里的主人 之后林默姐姐 岂不是要受这种人的摆布 不不不 不行 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苏雪儿 林默姐姐 由我来守护 林默看着苏雪儿 关心的目光 脸上带着一抹微笑 她摸了摸少女的脑袋 揉了揉 小苏 你是在担心我 苏雪儿一开目光 那 那个 因为林默姐姐救过 我不想看到林默姐姐被别人骗 林默歪着脑袋 吃醋了 刷 苏雪儿的脸红了 少女在听到林默这样说完后 一开视线 吃醋什么的 怎么会 我们都是女孩子 我为什么要吃醋啊 林默看着苏雪儿 这惊慌失措的样子 就好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 非常好玩 看着眼前少女 占红了脸的模样 林默就想好好地捉弄一下对方 想到这里 林默凑近到了苏雪儿的面前 离得很近很近 近到甚至能感受到 对方呼吸的那道温热的气息 林默轻笑着 对啊 咱们都是女孩子 你为什么要吃醋啊 嗯 说着 林默伸手轻轻揪住苏雪儿的脸颊 随即在对方的额头亲了一下 嗡 苏雪儿只觉得脑海传来一道嗡鸣声 感觉脑袋迷糊糊的 啊 我刚才这是被林默姐姐给 少女原本就已经濒临崩溃的理智 此刻已经完全被击溃了防线 现在的苏雪儿的脑海中 已经什么都无法思考了 可当苏雪儿再次抬头看向林默的时候 却见林默姐姐已经毫无波澜地坐好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林默歪着脑袋看向苏雪儿 小苏 你吃醋的样子很可爱啊 苏雪儿苏雪儿一愣 随即双手捂着脸颊 果然 她好像确实是喜欢上林默姐姐了 晚上 开往军事基地的车子上 陈哥和林雪坐在车子的后座 不过看上去 两人其实并不和谐 各坐在座位的左右 保持了很远的距离 林默知道 两人是表面姐妹 为此也没有试着调和什么的 坐在前面副驾驶位置的林默 看着前方 对后面的两人问道 我交代的事情 都做好了吧 陈哥和林雪点点头 嗯 做好了 陈哥和林雪 按照林默的要求 给子嗣们安排了一天后 虫群爆发的时候 子嗣们的进攻路线 将精神并院 第九军区 以及KFC 三处地点 列为不可进攻的区域之后 其他的地方 都是虫群们占领的地界 精神并院 是因为林语关在那边 林默要留着好好折磨 第九军区是因为 那边是林默的地盘 里面的人都要留着 KFC则是因为 林默喜欢吃KFC 他不论如何 都无法对KFC下手 至于末世以后 KFC的原材料怎么办 嗯 林默现在不就去想办法去了吗 王源的无限空间里面 应该有挺多的 肌肉原材料的吧 甚至还有养殖场 大批量进火的活鸡 所以这方面 也是不用担心的 林默点点头 拐孩子 既然妈妈给你们 安排的任务都做完的了 妈妈这就带你们 去放松放松吧 林雪和陈哥 此刻异口同声地应声道 好 就这样 两人跟着林默 来到了王源的军事基地内 看着里面全都是人类 陈哥和林雪 擦了擦嘴角的哈喇子 全都是有着 健壮肌肉的雇佣兵 一看就是鲜美肉多 满口生精 咬下去一口爆汁 林默凑到两人身边 轻声道 你们俩 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暴露身份 最好前两天不要动手 林雪和陈哥 疑惑地看着林默 啊 为什么呀 对方有什么强大的家伙 需要警惕吗 两人小声地 跟林默问道 对于自己两个女儿的问题 林默只是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林默微笑道 单纯只是想要玩玩而已 林雪不是很懂林默的意思 不过陈哥 倒是听到林默的话以后 便立刻心领神会了 身为资深老鹰笔的陈哥 立刻明白 林默是打算玩鹰的 于是也露出一抹阴险的笑意 凑到林默的身旁 妈妈 你是不是想要玩狼人杀 林默点点头 差不多 林雪听到狼人杀 也大概明白林默的意思了 现在这里 就跟狼人杀差不多 是好几百人的超级大型狼人杀 在整个军事基地内的人 根据异能的不同 可以当作是 预言家 猎人 巫师 村民之类 而林默他们 则是狼人 每晚狼人都会杀人 然后让剩下的人猜测 到底是谁做的 嘿嘿 光是想想 就很有趣呢 想想看 这些原本以为在安全屋内 高枕无忧的家伙们 忽然发现 自己的营地里有人死掉 并且每天晚上 都要死好几个人 这是什么感觉 恐怕会从一开始的惊讶 到愤怒 到恐惧 最后到绝望吧 林默和诚哥 都挺喜欢这样玩弄人心的感觉的 这方面来说 诚哥不愧是林默的小迷妹 两人属于是志同道合 而林雪则是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他只想嘎嘎开吃自助餐 但既然妈妈 让他不要急着吃 身为妈妈的乖宝宝 林雪表示他 还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食欲 不会坏了妈妈的好事的 诚哥看向林默 对了 为什么要让苏雪儿也跟来 他不是第九军区的人吗 诚哥倒是无所谓杀了军区的人 只是在他看来 苏雪儿不是林默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棋子吗 为什么要这时候带着过来杀 林默面色沉下 不许动他 我带着他来 是让他作为目击证人的 到时候血洗了这个军事基地 他就是我们的证人 身为第九军区组长的他 可以帮我们 在更高的军区负责人那边洗白 诚哥听完林默的话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看样子还是林默大人想的周到啊 怪不得林默大人要忽悠攻略这个傻丫头 还扶持对方成为了第九军区的负责人 结果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就是为了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对方帮忙瞒天过海啊 诚哥真不愧是林默大人 轻易布局拿捏整个军区 军事基地中 几百人围在里面的一处大厅内 在大厅的正前上方 悬挂着好多4K蓝光的超豪华大屏幕并排在一起 屏幕的里面投影着市区的各处繁华地带 市中心 学校 政府 商业广场 基本有监控的地方 画面都投放在了这里 就像是蝙蝠侠二电影里面的那个 抓小丑的时候用的天网系统差不多 王源身穿正装 站在屏幕的下面 一副仪表堂堂 衣冠禽兽的模样 看上去还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台下众人看着郑重异常的王源 皆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部分王源身边的亲信知道内幕 王源清了亲嗓子 打开话筒 这段时间把诸位召集到这里 一直没有告知诸位原因 其实我让你们带着家属住在这边 是因为末世要爆发了 在场的除了王源的雇佣兵之外 其余绑架来的科研人员 以及那些人的家人 基本都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住进来的 不过 今天就是末世爆发的日子 王源还是决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听到王源的话 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他在开玩笑 说胡话 或者恶作剧什么的 毕竟王源身为王室财团的公子 平时就喜欢没事找事 拿人开涮 为此所有人都很难相信他说的这番话 不过 那些之前帮王源研究觉醒艺能的科员们 倒是相信了 毕竟艺能这玩意儿都是真的 那么末日应该也不会是假的 总不能说 王少爷为了一场恶作剧 专门搞出来艺能 就是为了玩大家吧 王源对于其他人的疑惑 倒也没有过多解释 他只是让众人看向屏幕 再看了看他自己的手表 口中默默开始倒数 5 4 3 2 1 王源倒数结束 同时监控画面中 原本繁华祥和的场景内 不知道哪里冒出了一只只恐怖怪异的虫子 袭击起画面中的路人们 画面里的路人 甚至都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袋猛逼愣在原地 下一秒就整个人都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那个路人的脑袋 已经被那可怕的虫子给吃掉了 一时间 看着那如此真实 而又血腥恐怖的画面 在场的众人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霾 林默默然地看着眼前的画面 无所谓的样子 他的子嗣进食 他没有怕的必要 如果要按照辈分来算 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算是林默的乖孙子乖孙女呢 不过 林默注意到王源的视线看向他之后 便随即装作瑟瑟发抖的模样 学着大家表现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林默表示 现在可不能露馅 要是提前让这些人发现他有问题 那就只能把这里的人全部杀光 那可就不好玩了 注意到林默装出害怕的模样 诚哥凑到林默的身旁 拉住他的手 笑了笑 妈妈 你的演技可真好 给你点个赞 林雪注意到诚哥的动作 皱起眉头 一把拍开了诚哥牵住林默的手 哼哼道 妈妈怎么样不关你的事 不要坏了妈妈的好事 两个人小声的窃窃私语 周围的人都被刚才屏幕的画面吓傻 没有人听到两人的谈话 况且 就算有人听到 基本都不可能有人会明白 这两个小丫头的交流 是什么意思 林默伸出手 摸摸自己的两个可爱萝莉女儿的小脑袋瓜 将手轻轻抵住自己的嘴唇 轻声道 不要说话了 好好听那位王叔叔讲话 林默可不想这末世的开场被打扰 他的目光看向台上的王源 对方也注意到了林默的目光 还以为是他吸引到了林默的注意 似乎为了在林默面前表现一下 王源清了清嗓子 嗨嗨 大家也看到了吧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还好我早就知道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已经提前囤好了物资 并且 这里是我特意找人修筑的强化军事堡垒 那些虫子根本进不来 在这里 你们非常的安全 只要你们好好听命与我的领导 接下来在这末世的世界 你们的生活 不会比末世前要过得差 王源的演讲不算优秀 甚至让人感觉有些仗欲 但是 在屏幕里发生的真实的血淋淋的画面 让在场的众人都已经神经高度紧绷 就算是早已被王源告知 会有末世爆发 并且手上还有不少人命的雇佣兵们 看着虫子撕咬吞噬 将人们一口一口生吞活泼的画面 也一个个有些胆寒 强称着装作镇定的样子 实际背后早已大汗淋漓 王源再次开口 愿意追随我的 即可留在这里 不愿意的 自行离去便可 我也会给你们物资带走 想走的 现在站出列 在场的人都知道 此时此刻 只有跟随这位看上去不太靠谱的王少 才有活下去的一线生机 为此 当王源说想走的现在可以出列的时候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 王源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进行了简单的寒暄之后 大家散场 基本确立了这个末日安全基地的领导地位 王源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在这里慢慢发展起来 积蓄力量之后成为一方霸主 现在他只需要慢慢猎杀外面的虫族 夺取核心 强化这里的觉醒者的异能就好 原本应该是这样才对 可是当天晚上 王源还在房间里抽着芙蓉王 外面雇佣兵就进来报信 不好了 王少 有人死了 王源无所未到 死了就死了呗 火化以后拿去当肥料 雇佣兵摇摇头 那人的死法很奇怪 看上去像是被什么怪物撕咬的 我怀疑王源皱起眉头 闭嘴 王源知道 对方是想要说他怀疑虫族潜入了基地 可是 如果让这消息公之于众 那么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 就会在此刻瞬间崩塌 想到这里 王源咬牙说道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那些科研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人知道 知道吗 那雇佣兵使劲点点头后 王源这才拍拍对方的肩膀 去 把尸体烧了 雇佣兵再次问道 那 造成这次事件的真凶 王源摆摆手 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事 你要再多嘴 下一个烧的就是你 被王源吓到的雇佣兵 没有敢多说话 只得信信离开了王源的房间 有虫子混进来了 这就代表 这安全屋不再安全 好在 如果这里真的被虫子完全入侵 那么现在这基地 恐怕早已被虫群淹没 而现在看不到虫群 就说明 只是有几只虫子混进来了 要是只是 这样的话 王源感觉 目前情况还算是在他的掌控之中的 想到这里 王源决定 让自己团队中的情报系觉醒者 找出潜入到自己营地的虫子 然后赶尽杀绝即可 王源拿出手机 跟雇佣兵队长说了这件事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今天之内 找出潜入在营地的虫子 尽快 这件事没有处理好 我们全都会死 结束了跟雇佣兵队长的通话后 王源挂断了电话 再次打开一包芙蓉王后 他满足地抽了起来 放松神情 在他们的觉醒者团队里 有不少能打听情报的觉醒者 找到区区虫子 应该问题不大 对于现在的情况 王源并没有太过于担忧 事情还在可控范围内 没事 没事 那个混蛋 出了事情 一个人躲起来悠闲地放松 把烂摊子就留给我们 觉醒者少女不爽地轻哼一声 他对王源一直都很不满 要不是为了雇佣兵的工资 以及现在末世爆发能存活下去 他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再从雇佣兵队长那边得知了 有重足混入的情报 以及王源依附 势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以后 少女心中的不爽就越发加深了 想到这里 少女轻哼一声 皇帝不急太剑急 我领着一个月几千的工资 拼啥命啊 不过 少女嘴上是这么说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去安全区的幸存者附近 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 少女的能力 是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异能 这种能力是情报系的 虽说只能看到异能的名称 但是也完全足够了 另外 他还有一项能力 是精神操作 能影响他人的潜意识 这个能力 他藏得很好 为的就是 之后末世反水的时候 用能力坑一下王源 看看能不能捞到什么好处 少女来到人多的地方 扫视着正在工作的科员 以及雇佣兵们 这里的人的异能 基本是早就被他扫描过的 都是老熟人了 他现在也就走个过场 顺带看看 这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家伙 看着看着 他还真的注意到 有种异常的感觉浮现 他顺着那抹不好的感觉 看去却注意到 那边似乎有三个人 是他无法读取的 他看向那三人 离近了一些才发现 是之前从第九军区来的人 白发的少女叫做林默 另外两位是他的女儿 还有个跟林默一起来的金发少女 倒是普通人 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威胁 但是另外三人 姓名 林默 能力 姓名 林雪 能力 姓名 陈哥 能力 少女 为什么全都是问号啊 少女心中一惊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正想要转头离开 却被那白发少女喊住 林默轻声说道 小姐姐 别走啊 你怎么看上去有些慌张 少女摇摇头 没事 我只是 有些不舒服 需要休息了 林默歪着脑袋看着少女 摸摸她的额头 嗯 你得额头有点冰凉啊 需要送你去医务室吗 少女慌忙摇摇头 不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林默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少女 随即客气道 嗨 没事的 大家以后就是在这里 共同相处的朋友了 帮你这点小忙 还是可以的 少女再次摇摇头 真的不用 我走了 说完 少女头也不回的 逃跑式地溜走了 看着少女远去的背影 林默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那小妮子 是发现什么了吗 要死啊 绝对要死了 刚才 少女被林默只是看了一眼 少女便有一种 被毒蛇盯上的错觉 仅仅是被看一眼 她都感觉到 整个人背脊冰凉 两股战战机遇先走 那是一种来源于生物的本能 这是天生的猎物 被猎使者盯上的恐惧感 她现在只想去跟王源 以及雇佣兵队长 说明这件事 然而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留给她了 请问 你想去哪儿呢 冰冷的声音 在少女的耳边响起 少女只觉得 一道微凉的触感传来 转头看去 却见一双蜘蛛腿 搭在她的肩膀上 而在她身后 则依旧是人类的外貌 身后却长出 八根蜘蛛腿的林默 我什么都不知道 求求你 不要杀 少女的眼中带着泪化 她近乎恳求一般 对林默求饶 然而这一切都晚了 她被一点点的撕裂 在痛苦的惨叫中死去 很快 少女的尸体 被路过的人发现 这次发现尸体的人 是科员和她的家属 这件事 很快在这里的 幸存者们之间流传 即使王源如何 想要封锁信息 都再也不可能做到了 为此 王源只能调取监控 查看情况 原本众人都认为 这一切是虫子做的 然而看着监控的画面 却发现监控里面 那个少女 像是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 可是在画面里 除了这位少女 就根本没有其他人 之后 那个少女惨叫着 并且用身上携带的刀具 不断切割她自己的身子 一边动手 一边求饶 就像是疯子一样 王源看到这里 长舒一口气 还好 不是虫子做的就好 可能那女人的压力太大 发疯自杀了吧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能接受末世爆发 看到那种影像以后 疯掉也不是不可能 众人幸福地点点头 也没有再纠结这件事 这是在众人的生活中 不过是个小插曲 那女人无父无母 是雇佣兵里的小卒子 没有人在意她的死活 只有林默知道 那个女人真正的死因 不得不说 幻念心经 和不可名状两个技能 配合使用 效果还真是不错呢 想到这里 林默的嘴角勾起一抹效应 今晚 又该杀几个人比较好呢 哟 这个王源还挺成得住气吗 第一个死掉的人 明显是被虫子咬死的 他为了掩人耳目 直接毁尸灭尽 第二个死掉的这个女人 是被派来调查虫族的 一看就是被杀 非得说 别人是发疯被吓死的 林默也并不是 不能猜到王源的想法 无非就是为了 他全力的稳固 一旦让避难所内的那些人知道 这个安全地区不再安全 那么他 身为这里的掌控者 也将不再具有绝对的掌控力 他也就没有办法 按照他的想法 继续作威作福 现在的局面 如果让林默来处理 他一定会直接 会向这几百人 直接公布有虫族这件事 虽说会引起里面的人的恐慌 但是同时 也能让众人防范虫族 并且团结一致 能在最短的时间 以最快的效率找出凶手 然而 王源是不会这么做的 只要这么做了 这里 被他忽悠的人 也就不会再敬畏他 全力 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为了得到全力 人往往会做出一些 蠢到不行的决策 不过 林默倒是无所谓了 毕竟 希希 他就是那个凶手嘛 王源的做法 越蠢 林默玩得就越开心 苏雪儿看着屏幕里 那女人的死状 有些担心 他牵住林默的手 小心翼翼地说道 默默姐 要不我们走吧 这里感觉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回第九军区那边 苏雪儿的声音很小 但是还是 有人听见了 是王源的雇佣兵手下 现在正是稳定 内部成员的信心的时候 他们听见苏雪儿的话 感觉他的发言 威胁到了王源 对于这里的统治 几人围了上来 压迫感满满 喂 你们俩在这里嘀嘀咕咕什么呢 那个女人是被自己吓死的 不要在这妖言惑众 蛊惑人性 另一个雇佣兵 则是跟王源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王少 那个女人在悄悄说 我们的安全区不安全 要不要处理了她 杀鸡儆猴 王源看向那边的苏雪儿 面色也是沉下 现在是稳定人心的关键时期 这里的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 要是处理不好 她在这安全区内的领袖形象 可就要受到影响了 正当王源还在犹豫之际 林墨挡在了苏雪儿的面前 小声对身后的苏雪儿说道 放心吧 有我 谁也动不了你 随即 她目光冰冷地看向王源 王少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 你邀请我跟苏雪儿 来你安全区的时候 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雇佣兵们也都在期待着 林墨跟王源的关系闹翻 林墨是安全区里长得最好看的女人 在这末世的世界里 除了食物和那些资源以外 最容易遭到觊觎的 便是女人 这些人其实早已对林墨垂涎已久 只可惜他们都知道 王源在打林墨的主意 要是林墨跟王源彻底决裂的话 到时候王少一句话 这女人便会变成在场众人的玩物 被众人蹂躏之后 再丢到外面喂虫子 想到这里 一些雇佣兵们 已经暗暗心中盘算了之后 怎么收拾这个小姑娘 不过 事情并没有按照这些 雇佣兵想的那样发展 面对林墨的质问 王源也是轻笑一声白白手 都是误会 林墨小姐 不要生气 等一下我让那几个人跟你道歉 王源终究还是没有翻脸 换做是别人跟他对着干 他早就 让雇佣兵拉着对方去小黑屋 让其他人一起开火车去了 但是林墨不一样 像这样女人这般让他心动的女人 王源还是第一次见到 只是对质而已 王源并不打算 就这样收拾掉林墨 相反 他觉得这女人 这桀骜不驯的性格 还挺可爱的 比那种乖乖巧巧 逆来顺受的性格的女人 要好多了 他就喜欢这样性子烈的 白送的他 还觉得没意思呢 林墨冷哼一声 拉住了苏雪儿的手 他可注意到了 那些雇佣兵们眼中的目光 前世是男人的林墨 当然明白 那些人的脑子里 都在想些什么 不过是一群被自己的欲望 所支配的垃圾罢了 这些人让他感觉到恶心 小苏 我们回房间 陈哥和林雪 则是跟在林墨身后 四人一同离开 陈哥对于这些人的想法 更是深恶痛绝 前世的陈哥和他妹妹 便是被这种人害死的 他的死法就是 总之 注意到那些人看着林墨的目光 陈哥便回想到了一些不好的记忆 他一一记住了那些 向林墨投来不怀好意的 目光的家伙们的样子 今晚就拿那些人开刀好了 一夜过后 伴随着安全区域内 警报声音的拉响 苏雪儿揉着心松的睡眼 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凌晨4点44分 这个时候 应该是熟睡的时间才对 为什么会有警报 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在苏雪儿的耳边传来 小苏 起床了 有好戏看了 苏雪儿听到林墨的声音 嗯 好戏 什么好戏 林墨笑了笑 你来就知道了 苏雪儿跟着林墨 林雪 陈哥 四人来到外面安全区域的大厅内 刚到这边 他的双眼便睁开得大大的 因为 在这里 一百多具尸体被扯开了肚子 肠子如同绳子一般 将那些死者的脖子拴住 掉在半空 死掉的人里 有一大半是这里的雇佣兵 剩下的 还有一些这里的科研人员 苏雪儿注意到 其中有几个人 是今天白天跟他对峙过 然后向林墨头去不怀好意目光的家伙 不过苏雪儿没有多想 只觉得这是意外 苏雪儿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林墨姐姐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今晚会死这么多人 如果是虫族的话 杀了人应该直接吃掉才对啊 这些人除了致命伤 身上甚至没有少一块肉 虫族应该不会这么浪费才对吧 林墨微笑着 脸上隐隐浮现一抹愉悦 对啊 谁知道呢 说不定不是虫族做的呢 嘿嘿 让王上好好猜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看到一百多具悬挂着的尸体的时候 即使在场的众人再怎么想逃避 也不能否认这是人为的 之前的女人死掉可以说是被吓傻了 说是意外 但是这一次 死掉的一百多个人 以这种诡异的方式死掉 这些人再也不能装作无事发生 是 他们在这个末世 是需要这个安全场所的庇护 但是此刻安全的场所不再安全 这些人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 他们开始怀疑起这里的一切 甚至怀疑王元将他们召集在这里 是不是不安好心 怀疑这死去的一百多人 是不是被王元献祭了 林默推波助澜 他使用幻念心惊 引导在场众人的情绪发散 影响这些人的精神的同时 扩大他们心中各种猜忌 不安 各种负面的想法 很快 在场的有个人就忍不住了 伸出手指着王元怒道 这一次 你又要做什么解释 说这是一场意外 今晚可是死了一百多个人啊 你说说 你是不是故意把我们聚集在这里 为了献祭给虫族荡计品 王元被这个人指着 脸色冷下来 只见王元打开一包芙蓉王 点上之后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 伴随着不正常的庞大的烟雾 化作虚影 刚才跟王元对峙的家伙 伸手一出 轻轻吐出一口烟圈后 王元再也没有掩饰 他那凶暴的性格 只见青年的眼中 闪过一丝暴力 现在是末世 并且死了这么多人 要想继续隐瞒下去 恐怕是不行了 唯一稳住局面的方式 就只有强势的镇压 只要让在场的所有人明白 反抗他的下场是什么 才能让这些家伙乖乖听话 王元冷哼一声 这里是死了不少人 但还轮不到 你跟我唱反调 说话的同时 王元走到那个死掉的 跟他唱反调的家伙面前 一脚踩爆了他的脑袋 这是杀鸡儆猴 给那些还活着的家伙们看的 对于王元的做法 林默觉得很满意 他能感觉得到 那些科员们 以及科员的家属们 甚至一些雇佣兵 对于王元的所作所为 似乎都带着恐惧以及怒意 这是个好兆头 若是林默想要杀光 这里的所有人 他现在动手就能做到 但是他可不打算这么做 他打算跟这里的人类玩玩 让这里的所有人感受绝望 让这里的人陷入疯狂 让这所谓的安全区域 变成真正的人间炼狱 这才是林默所乐于看见的 尤其 苏雪尔在林默的身边 可还要让苏雪尔 当作自己的不在场证明的目击证人 出去以后 让苏雪尔帮忙作证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林默做的 所以 林默不打算亲自动手 慢慢玩才有乐子 王元冷眼看了在场的众人后 冷声看向雇佣兵们 我们之中 恐怕有厉害的觉醒者混进来了 我不知道是谁 目的是什么 但很明显 对方是冲着我们来的 找出那个家伙 杀掉 随即 王元看向其他人 没事的话 就去睡觉吧 啊 听到王元的话 众人皆是一惊 现在的情况 他们还睡得着觉 现在可是爆发了重群末世 他们之中 可能混入了穷凶极恶的凶手觉醒者 或者重群什么的 不趁着现在揪出凶手 可能之后 又会有人死掉的 对此 王元则是摆摆手 去睡觉 按照之前的规律 那家伙估计每天晚上杀一次人 所以 现在的我们是安全的 王元现在很困 而且监控全部被破坏了 他也没有一点头绪 雇佣兵里的强大异能者 基本都是王元的亲信 那些死掉的家伙们 不过是一群弱者而已 既然一时半会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那王元也不想浪费时间 来帮这些家伙们 去查到底是谁做的 现在觉醒异能的方法 已经找到了 而核心的科员也死了 剩下的这些人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家伙 死了就死了 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安全屋也基本算是毁了 王元准备等两天 直接抛下安全屋 带着自己的人到其他城市 找到别的幸存者营地 利用自己觉醒者的身份 纠战雀巢 至于剩下的这些人 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王元唯一想带着的 只有林墨 想到这里 王元看向林墨 外面不安全 今晚要不要我房间 对于王元的邀请 林墨则是冷淡回应 王少 我们俩好像也不太熟吧 你就这么搭讪女孩子的 王元现在心情不太好 听到林墨的回绝 冷哼一声 行 你别后悔 希望今晚过后 你不要来求我 王元也没有管这些人 带着自己的雇佣兵手下们 便回自己的豪华套房 去睡觉去了 剩下的人 则是直接炸开了锅 这些人有些是科员 有些也算是 末世前社会上层的 商界政界的人士 他们自然也看出来 王元的想法 他们现在似乎已经沦为对方 准备放弃的炮灰了 不过没有办法 这里大部分的异能者 都是王元的手下 剩下这些人 似乎并没有反抗的本钱 最终 众人也只得散去 回到房间后 苏雪儿拿出手机 打算通知第九军区的人 过来帮忙 他感觉这里的情况不简单 必须要叫上军区的人 来处理才行 然而 正当苏雪儿 打算向外面求救的时候 却发现 无法拨通外面的号码 没用的 王元已经隔绝了 我们跟外面的联系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想跑 或者里面 昏入外面组织的卧底 林末看向苏雪儿 淡淡说道 苏雪儿听着林末的话 一慌 默默姐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林末摸摸苏雪儿的脑袋 轻轻将她搂住 小苏 不要怕 默默姐不是说过吗 默默姐会保护你的 放心吧 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 你都永远是安全的 我向你保证 苏雪儿虽说知道 这是林末的安慰 但为了不让林末担心 乖乖点点头 嗯 我相信你 默默姐 苏雪儿不知道的是 其实林末并不是安慰她 毕竟 这里会死谁 还不是林末说了算吗 为什么 那个女人对我那副态度 房间中 王源掐灭手中的芙蓉王 脸上的表情不是很好看 军事基地里的人死了一百多个 她并没有多少感觉 那些人死了就死了 无所谓的 但是林末对她的态度 却让王源打心里感觉不爽 凭什么 凭什么那个女人 可以如此果断地拒绝她 在默示之前 王源就想跟谁睡觉 就跟谁睡觉 基本上她看上了 那个二三线的小明星 只要她一句话 晚上对方就会被打扮好 送到她的床上 然而 在这末世爆发后 这个叫做林末的女人 却似乎对她爱搭不理的 她多次向林末示吼 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在刚刚 她为了林末的安全 要让林末带着她女儿 和闺蜜来她的房间 林末也是 直接拒绝 是 她确实对林末 有着非分之想 但是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末世 有一个对自己 有非分之想的人保护自己 总比被一群人惦记 沦为那些人的玩物 要好得多 不是吗 一旁 雇佣兵队长 看出了王源的心事 我找点人 晚上去把那个女人 绑到你房间怎么样 王少 王源冷声道 你觉得 以我的身份和地位 需要靠这种手段 得到一个女人 王源是很想要得到林末 没错 但是直接将对方绑过来 霸王硬上弓什么的 实在是太低级了 林末越是对她明显地拒绝 她就越是想要看到对方之后 对她摇尾起怜 求着她帮忙的样子 想到这里 王源摆摆手 今晚带上一对人手 乔装打扮成 从外面袭击进来的入侵者 抓走林末的女儿 到时候 她也只能求着我们 帮忙救回她的女儿 自然就能满足 我的任何要求了 雇佣兵队长 诧异地看了王源一眼 在刚刚听到王源一本 正经地拒绝了她的提议之后 雇佣兵队长 还以为王源 是打算在别人面前 装作一个正人君子呢 结果没想到 这家伙想到的办法 比他想到的还要狠 不得不说 论人渣这方面 还得是看王少啊 雇佣兵队长点点头 行 我着手去办这事 说吧 雇佣兵队长 便从王源的房间离开 寻找人手去了 与此同时 林末的房间里 金发少女依偎着林末 林末则是将对方搂住 轻轻拍着她的背后 林末看着色色发抖的苏雪儿 轻叹一口气 时间不早了 再睡一会吧 苏雪儿呢喃着 林末姐姐 我怕林末伸出手 揉着少女的脸蛋 怕什么呢 有我在呢 我说了的 我会保护你的 苏雪儿点点头 靠在林末的怀中 明明都二十的人了 却依旧看上去 像是个不安的小孩子一样 寻找着默默姐的抱抱 林末轻轻在苏雪儿的耳边 唱着童谣 哄少女入睡 乖了 小苏 不要怕 如果有坏东西盯上你的话 交给默默姐解决就好 陈哥和林雪 则是在另一旁的小床上 看着那头轻轻握握的林末和苏雪儿 林雪疑惑地看着那头 不解道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她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个人类了吧 陈哥听到林雪的话 对此嗤之以鼻 父亲 你只是看到了表面 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林雪听到陈哥的话 她的确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她听对方的语气 似乎是在嘲笑她的样子 顿时心中就有些不爽 林雪跟陈哥之间的关系 属于是表面姐妹 她可一直都记得 之前陈哥在变成重足之前 做的那些事情 这不是记不记仇的问题 她之前的兄弟姐妹 可都是被陈哥给杀掉的 当时陈哥还一直嘲讽她 嗯 就像现在这样可恶 就算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装作跟陈哥好好相处的样子 但是果然 她还是很讨厌陈哥 为了不让陈哥看不起她 林雪只得轻哼一声 哼 谁说我不懂的 我可懂得不得了 陈哥看着不懂装懂的林雪 点点头 嗯 你懂 那你跟我说说 你懂什么了 你知道现在妈妈 跟那个苏雪儿 在做什么吗 陈哥的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脸上的表情 似乎像是在说 你看 我就说你不懂吧 林雪当然也从陈哥的脸上 读出了她的这一层意思 顿时心中就有些不爽 林雪轻声说道 妈妈这是 这是在跟小苏阿姨培养感情 这样一来 以后第九军区的人 就都会听妈妈的话了 陈哥听着林雪的话 轻笑一声 错了 依我看啊 妈妈这是 先跟那个苏雪儿建立感情 然后在跟对方情到深处的时候 杀了对方 林雪 哈 林雪一脸猛逼地看着陈哥 陈哥见林雪不是很懂的样子 对他竖起了中指 我就说你不懂了吧 那就让我告诉你 就比如 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杀手 为了让自己封心绝念 成为一个无情的杀手 他会从小养一只动物 养狗 养马什么的 在跟那只动物养了好几年 感情很深的时候杀了他 然后 杀手会再去娶妻生子 再在对方爱上他的时候 杀掉自己全家 这样一来 杀手此生都会成为一个无情之人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 能让左右他的情感 林雪 林雪满脸诧异地看着陈哥 啊 没想到 既然是这么一回事 难道说 妈妈是打算跟苏阿姨结婚 生小孩以后杀了他 封心绝念吗 好厉害 可是 他们都是女生 怎么生小孩 陈哥冷笑一声 你这就不懂了吧 现在不都流行试管音儿吗 取双方的DNA放在培养里就好了 林雪一脸崇拜地看向林默 不愧是妈妈 就是厉害 有着无感强化的林默 隔着大老远 就听到两人的对话 他只感觉有些无语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单纯只是觉得苏雪儿可爱 想要贴贴而言 我们的任务 就是抓住那个女人的女儿吗 房间外 青年手中拿着望远镜 看着那头房间内 搂着苏雪儿的林默 不得不说 看两个漂亮的美少女 贴贴真是一件美事 尤其是想象着 自己将这两人搂在怀中蹂躏的时候 青年的嘴角舔了舔 真是个不错的女人 要不是王少盯上了那个女人 我还真想要试试 随即 青年的望远镜 看向了房间里的另外两只小萝莉 那个女人的女儿 也是极品中的极品 长大以后 估计也是一等一的美人 王少只是让我们抓住那两个小妹妹 至于抓到以后怎么处理 应该就我们说了算吧 青年舔了舔嘴角 眼中露出一抹期待的神色 雇佣兵队长听到青年的话 皱起眉头 那两个小女孩 看上去都没满十岁 你小子对他们俩 都能有想法 青年笑了笑 现在可是漠世啊 不要用你那漠世前的法律来说是 就这么说 我对那两个小女孩出手 又有谁能管我 顾佣兵队长厌恶地看了这青年一眼 虽说顾佣兵队长自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对于这个青年的话语 他依旧是难以掩饰自己的厌恶 人渣 人渣都不如 畜生中的畜生 若不是这个青年 是他们之中异能等级比较高的 在团队中有着很高的作用 不然顾佣兵队长现在都直接把对方杀了 不是因为正义 而是这个人 让顾佣兵队长这个坏人 都觉得有些恶心 但是不得不说 或许这就是漠世吧 在这种朝不保夕 随时都危及生命的环境下 人性的恶变会被极致地放大 像是这个青年这样想法的人 应该不会只有一个 或许 还不是少数 我劝你 最好还是别对那两个小女孩 有什么想法 那两个女孩 是那个林默的女儿 王少看上了林默那个女人 顾佣兵队长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冷意 虽说现在王少是让我们对付他们 但是你想想看 王少最终的目点 还不是得到那个女人 等到林默那女人成了王少的女人 她会不会对你怀恨在心 你之后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青年听着顾佣兵队长的话 虽说心中依旧是有些不甘 但是也指得扎舌不爽 虽说不爽 但是他却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毕竟 对方是王少看上的女人 对方的女儿确实动不得 顾佣兵队长再次冷声对他说道 别想那么多了 动手吧 青年轻叹一口气 点点头 行吧 交给我 青年的能力是催眠 而且是等级很高的催眠 基本上 在这个安全区域内 除了顾佣兵队长和王源两人 其他人基本都无法抵御他的催眠能力 虽说他的能力看上去有些鸡肋 但是只要想想 当你在跟一个人战斗的时候 对方无条件让你睡着了 然后给你来上一道 在你惊醒的同时 对方反手又是一个催眠 让你继续睡着 永远陷入睡眠 根本没有办法还手 这样一想 对方的能力是不是相当的恐怖 这种精神层面的能力 在异能者中是非常强力的 青年用望远镜看向房间里的林墨等人 同时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好像感觉到 林墨似乎也看向了他 明明隔了很远的距离 对方应该看不到他才对 但是此刻的青年 却是感觉到背后一凉 他使劲摇摇头 当他再次看向望远镜镜头内的少女的时候 却是发现对方再次搂着金发少女 跟对方贴贴着 呼 自己吓自己 青年长舒一口气 抬起手 对着远方的林墨 施展起精神层面的催眠起来 哇 当青年对林墨施展催眠的那一刻 他似乎只感觉到眼前一黑 下一秒 他仿佛置身于一处 满是血液流淌的河流的空间之内 在一座由尸骸堆砌而成的王座之上 白发红彤的少女 身披被血染红的红色嫁衣 嘴角扬起一抹轻蔑的笑意 少女如同看蝼蚁一般的目光看着他 口中轻声说道 你也配指示我 蝼蚁 赤红色的血液洪流将青年淹没 他只感觉到难以言喻的窒息感后 整个人都没了声息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里 雇佣兵队长 只是看到这青年对林墨进行催眠之后 呼得不动了 仅仅过了一秒 那青年便蹊跷流血 倒在地上 再过了两秒 如同是气球漏气一般 这青年竟然直接泄了气 变成了干瘪的一片 林墨看向窗外 脸上带着一抹冷意 怎么了 墨墨姐 苏雪儿歪着脑袋 疑惑地看向林墨 林墨则是轻笑一声 摸摸苏雪儿的脑袋 没什么 林墨刚才感觉到 有人对他施展精神层面的攻击 然而 他最不怕的 就是精神层面的攻击 要问为什么 玉外天魔 免疫一切精神系的能力 并且能将对您使用的精神攻击 百倍返还给使用者 林墨的这个技能特性 让一切精神系的攻击 对他都没有任何效果 那个家伙 只是简单地对林墨进行催眠 然而百倍作用于对方之后 对方的精神 直接就崩溃了 不知道对方在死之前看到了什么 但是林墨能感觉得到 对方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至于那个打算催眠他的家伙的身份 林墨感觉也并不难猜到 在这个安全区域 拥有着异能的家伙是什么人 林墨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亡元派来的人 至于对方 为什么会派人来对他出手 林墨没有兴趣去猜测 林墨的信条就是 只要你敢对我出手 我必然百倍奉还 原本还打算跟王元他们玩一玩的林墨 决定加快自己的进度 本身他来这边主要的目的就是抢物资 玩玩这些家伙 只是顺带的 但是 既然对方已经决定出手 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了 至少 外面那些异能者同伙 是绝对跑不掉的 今晚 房间外的那些人 跑一个算他输 那个女人不是一般人 她是觉醒者 快撤 顾佣兵队长在看到青年对林墨使用催眠 却被反噬而死之后 立刻明白了 事情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原本以为林墨他们是猎物 而他们是来对付他们的猎人 然而现在 他才终于明白过来 从始至终 林墨都是那个 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猎人 而他们全都只是林墨的猎物而已 顾佣兵队长隐约感觉 林墨绝对跟这两天基地里死人的事件 有着绝对的关联 想明白一切后 他直接让剩下的人 跟着他一起撤退 然而来林墨这边容易 想要走 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队长 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得对吗 少女的声音 在顾佣兵队长的耳畔响起 语气相当温和 然而这道声音 在顾佣兵队长听来 却像是索命的恶鬼一般 只让他感觉到不寒而栗 放心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白发红彤的少女 出现在他的眼前 脸上带着圣人的笑容 嘴角脸到耳根 露出那尖锐的历齿 此时此刻 顾佣兵队长只感觉自己 面临着生死的危机一般 他的脑海中 盘算着上百种逃走的方案 可是脑内浮现的方案 却没有一个形的通道 他只感觉到 今天晚上 他恐怕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不过 顾佣兵队长 并不是一个会坐以待毙的人 他单手提起身旁的一个顾佣兵队员 直接便扔向林墨 被扔向林墨的顾佣兵 与他撞了个满怀 林墨倒也不恼 就像是在赤字助餐一样 一口就把被扔向他的 那个顾佣兵给胡伦一口 吃了个干净 口感不太好 这个家伙 好像不太爱洗澡 算了 不管了 林墨再次追上顾佣兵队长 直接单手 就将这个一米九的男人给抓住 就像是电影里 浩克抓住洛基的 名场景一样 林墨单手提着顾佣兵队长 直接就是左右来回摔在地上 顾佣兵队长是肉体系强化 都有点承受不住 林墨的这猛烈的攻势 换做是一般人来 估计早就被林墨给砸成肉泥了 当顾佣兵队长被林墨砸完之后 林墨微笑着看着对方 是王源那家伙 让你来的吗 顾佣兵队长点点头 嗯 我只是拿钱办事的 冤有头债有主 你找他去吧 饶了我吧 一般来说 顾佣兵队长 身为酒精沙场的顾佣老兵 是不可能向对手求饶的 但是眼前的家伙 实在是太过恐怖 他现在甚至感觉到 眼前的少女 或许都根本就不是人类 这种绝对的绝望 让他的骄傲 他的操手 都变得不堪一击 现在的他 只有想要活下去的本能 为此他甚至愿意 卑躬屈膝地去恳求对方 饶他一命 因为 他依稀看见 在面前的少女背后 那些被他带过来的 队员们的惨状 那些队员们 被不知道哪里 冒出来的虫子给抓住 硬生生地扯出了肠子 然后一口一口 从肚子到内脏 再到血肉 吃干抹净 这个自以为安全的安全屋 其实早已不安全 而且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王源的引狼入室 雇佣兵队长 现在对卖自己的雇主 那是一点都不介意了 如果可以 他甚至愿意给林默带路 我带你去见王源吧 我帮你杀了他 林默笑了笑 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 这件事的主谋 是谁而已 是谁给你的错觉 觉得我会放过你的 没等雇佣兵队长反应过来 他便发现 少女的身旁地面 钻出了两只恐怖扭曲的虫子 将它缠绕住之后 拧断了她的双手和双腿 在之后 让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被这些怪物给一点点的吞噬 林默做这一切的时候 早已将监控给破坏 通过幻念心经 林默让这里住的其他人陷入幻觉 根本听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 就算有人没事做出来 在幻觉的作用下 他们也根本看不到 这里发生的一切 就这样 林默神不知鬼不觉地 就将王源派来 抓他女儿当人知的这一支小队 给全数团灭 现在只剩下王源这个家伙需要处理 林默也就没有完的性质 原本还想要在这安全区 玩一玩狼人杀的 但是现在看来 也确实没有这个必要了 毕竟只剩下王源一个玩家 实在有些提不起性质 林默打算顺带今晚 就杀光王源的人 一不做二不休 不过 在今晚杀王源的时候 林默打算最后再玩一次 想到这里 林默打了个响指 下一秒 林雪和陈哥出现在他身后 妈妈 林默看向自己的女儿们 让你们的子嗣 变成这些人的样子 然后抓住你们俩去见王源 林默想要跟王源好好玩最后一场 让那家伙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刺激 王源在安全屋内 等待着自己手下雇佣兵的消息 正在这时 雇佣兵队长带着他的手下们 抓住两只小萝莉 来到了王源的面前 其中一个小萝莉 白发红铜 有些几分林默的模子了 另外一个赤发红铜 相比林默要显得更加妖媚一点 这俩小萝莉都长得挺好看的 王源打算把他们俩稍微再养大一点再出手 而现在 他更想要得到的是林默 做得不错 王源满意地点点头 同时 门外传来了少女生气的声音 你这个混蛋 绑架我的女儿 你不是人 王源看向雇佣兵队长 对方心领神会 过去开门 将门外的林默带了进来 林默被带到王源的面前 脸上带着一抹忧怨 你在末世爆发前说过的 说我们母女在这里绝对安全 你就是这个安全法的 王源轻笑一声 怎么 难道说 你觉得现在不安全吗 王源将红发萝莉抓过来 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你的女儿很可爱 可是在末世 这么可爱的小妹妹 可是会被坏人给盯上的 你难道不想给她们找个依靠吗 王源看看林默 暗示道 现在你的机会来了 在你的面前 就是能成为你的靠山的男人 只要你愿意成为我的女人 我会好好保护你们母女的 林默委屈地看着王源 我不喜欢你 还请你自重 王少 王源笑了笑 你不喜欢我 那没有办法了 说完 王源将红发萝莉扔给了雇佣钉队长 我的这些手下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碰过女人了 现在是末世 很难说 两个女孩子跟他们共度一晚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林默生气道 你这个青少 王源耸耸肩 我可不是禽兽 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 只有拥有实力的人 才会拥有话语权 而我刚好有实力 林默哼哼道 难道说 有实力就能为所欲为吗 王源笑道 没错 有实力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王源很期待 期待林默为了保护女儿 而对她姚维起怜的模样 王源甚至为林默准备了项圈 狗耳朵的挂剑和狗尾巴插剑 等下共度凉消 然而 她却注意到少女擦了擦眼泪 嘴角呼得勾起一抹笑意 王少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 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 有实力就是能够为所欲为这件事 王源看着少女那阴沉的笑容 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她向后退了一步 不过一想到这里 都是她的雇佣兵 王源呼得又有了底气 没错 她是这个安全区最强的觉醒者 她没有理由要怕这个女人才对 王源再次笑了起来 既然林小姐明白这件事 那现在回头还来记得 回头 林末笑了笑 我为什么要回头 王源冷笑一声 因为这里都是我的人 这里都是你的人 林末饶有兴致地看着王源 嗯哼 王源耸耸肩 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 林末指了指王源身后的雇佣兵们 微笑道 王源还不清楚 林末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她 还是转过身看去 只见刚才还是雇佣兵的众人 此刻变成了一只只阴暗扭曲 浑身都是触手和眼球的怪物 这些家伙是什么 王源不知道 但是她知道的是 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她的雇佣兵 与此同时 林末微笑着 呼的 她的面容扭曲 身体破裂张开 一具九米多高的蜘蛛身躯 浮现在王源的眼前 而王源这边的两只罗莉 脸上也是带着可怕的笑容 同时变成了个五米高的蜘蛛 和黑色的触手怪物 怪物啊 王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她再也崩不住了 上一世的时候 她可不知道 这里有这种级别的重组啊 这种变异程度 这种体型 绝对不是她能应付的 王少 你不是对我很感兴趣吗 现在怎么躲着我啊 哼 喜欢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喜欢她的一切吗 为什么 当我把我的一切展示在你的面前 你却要害怕地躲着我啊 变成蜘蛛的林末 饶有兴致地看着王源 直到对方被吓得昏死过去 看着昏过去的王源 林末眼中露出一抹索然无味 哈 这个家伙 就这么被吓晕过去了 这么废物吗 诚哥回应道 没有办法 人类的精神临界点很低 很容易掉 塞你失去理智 没有办法 林末轻叹一口气 把她弄醒 咱们跟她玩点好玩呢 王源缓缓睁开双眼 她好像急得 她看上的那个女人 变成了怪物 你醒吗 白发红彤的少女 眨巴着她那可爱的双眸 看着王源 王源诧异地看着林末 怀疑刚才发生的一切 是一场梦 然而 当她看着少女身后的 那一只只黑色的 蠕动的怪物 她明白 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不是梦 林末笑了笑 王少 你不是喜欢 做快乐的事情吗 我来帮你圆梦了 说完 林末看向身后的 那些排着队的 一只只黑色的触手怪物 我的子嗣们 很喜欢你哦 他们想要跟你玩点好玩的 绝对刺激 绝对过瘾 保证你试过一次 下次还想来 只见 那些怪物们的触手上 带着钢丝球 电风扇 电棍 电钻 绞肉机 嗯嗯嗯嗯 王元想要说话 却说不出来 她的舌头 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虽说我不喜欢你 但是我的子嗣们 还挺喜欢你的样子嘛 虽说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倒是不会阻止子嗣们啊 这年代都讲究自由恋爱 身为他们的奶奶 我也不能说什么不是嘛 总之呢 我也不是什么封建古板的人 你们就好好玩得开心吧 说话 林末双手背在身后 轻声哼着小曲 离开了房间 在林末离开房间后 里面传来了王元凄厉的惨叫 不过因为没有舌头 不知道这家伙在喊些什么 出门以后 林雪和陈哥在外面等着了 已经把小苏催眠了吧 林末轻声问 陈哥点点头 嗯 那就好 林末点头 从王元的安全屋出去以后 外面那些幸存者们 看着雇佣兵的尸体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们知道 林末杀了那些家伙们 然而 对于林末杀了雇佣兵和王元的事 这些人却并没有介意 谢谢你 杀了王元他们 跟着那种人 我们根本没有未来 林小姐 以后您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再次谢谢你 杀了那个人渣 幸存者们都是科员和科员的家属 跟王元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对于王元死掉这件事 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他们只想找到新的靠山 渡过末世 林末点点头 微笑道 不用谢 随即 林末摆摆手 阴影中藏匿的虫子们涌出 将这些人也全部咬死 吃掉 一时间 安全区变成了人间炼狱 林末可没有兴趣做什么救世主 上一次他就是过了 下场很惨 这些人不过是墙头草而已 林末没有兴趣 被他们的生命负责 相反 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嗣们的饲料 反而能让他们的生命发光发热 反而是一桩美事呢 头好疼 好像睡着了好久好久的样子 苏雪儿扶着额头 缓缓从床上坐起身 他感觉自己 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在梦里 他被无数的虫子包围着 明明是很可怕的场景 但是他却感觉没有丝毫的害怕 反而觉得很温馨 似乎这些虫子并不会攻击他 就像家人一般 回想着那段梦境 苏雪儿只觉得背脊发凉 为什么 他会做这样的梦呢 他不是很明白 正在这时 一声熟悉而让人安心的少女的声音 在苏雪儿的耳畔响起 带着一抹呼出的暖意 和少女的香气 林末的声音轻轻传来 小苏 你醒了 床边 林末正满脸柔情地看着他 这让苏雪儿觉得心中暖暖的 眼前的少女 有着洋娃娃般可爱的面容 雪白的长发垂落在他身上 柔软如丝绸一般 摸着很舒服 赤红色的双眸 更是漂亮如宝石般 光是与林末姐姐对视 便已让苏雪儿 有些害羞地情不自禁一开视线 正在这时 苏雪儿发现了房间中的血迹 他惊讶地站起身 看向窗户完 整个安全区营地内 满是血迹 以及幸存者们 挣扎残留的痕迹 一些吃剩的骨架 以及碎肉 让这个安全区看上去 并不是很安全的样子 苏雪儿愣愣地看着窗外的画面 有些难以置信 默默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末看着外面 脸上浮现出一抹悲伤 都是我的错 全都怪我 说着 眼泪从林末的眼角滑落 只见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用拳头使劲垂向地面 如果我能再强一点 再变得更厉害一点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苏雪儿疑惑地看着林末 不是很明白 默默姐的意思 她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外面的惨状 都怪默默姐 林末再次开口 在你睡着的时候 虫族袭击了营地 这里的觉醒者们 全都被杀死了 我也不是那些家伙们的对手 为了保护你和孩子们 我只能带着你们隐匿起来 是姐姐太弱了 姐姐不中用 如果我再更强一点的话 苏雪儿大概明白 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抱住难过的林末 用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安慰起来 默默姐 这根本就不是你得错 都怪那些虫族 你能保护小雪和小哥 已经很了不起了 林末眨巴着眼睛 看着苏雪儿 真的 真的 苏雪儿点点头 小苏 只有你能理解我 姐姐好感动林末 一把抱住苏雪儿 在苏雪儿看不到的另一面 林末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还好咱家小苏笨笨的 傻傻的 贼好忽谣 还好她遇到的是咱林末 不骗钱不骗身子 只是想要让小苏帮咱做个证人 证明这里的事情 不是咱干的 你看看 咱可真是个大好人呢 在让子嗣们吃掉了这里的人后 林末的族群的实力 再一次得到了这的飞跃 子嗣们的等级升高 这也让林末的等级跟着上升 很快她就再次接到了 突破基因所的任务 定 检测到 您当前的等级 已经到达了目前基因所的 大圆满瓶颈 需完成进阶任务 突破基因所后方 可继续升级 是否接受进阶任务 林末当然是选择接受的 下一秒 进阶任务的提示栏 出现在了林末的眼前 定 您已接受了进阶任务 任务完成条件 吞噬进化 您和您的子嗣 需毁灭三座人类 幸存者都市 林末眉毛一条 之前的进阶任务 是夺取虫族的核心 而现在进阶任务 已经不演了 直接让它去毁灭城市了是吧 无所谓 林末现在 已经完全无所谓了 不就是毁灭别的城市吗 对林末来说 根本就是小意思了 现在的他已经将这个世界 看作是一场游戏 就像是玩一局魔兽 或者星际那样 对手不过是一群NPC而已 你在玩星际的时候 会因为控制自己的重族单位 摧毁对方的人族单位 而良心不安吗 至少林末肯定不会 因为对方对他来说 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存在 不如说 因为上一世人类联邦 对林末的背叛和审判 这让林末心中是很不爽的 恰巧 林末不是一个记仇的人 他一般喜欢 有仇直接报仇 不报仇 事不罢休 完成系统任务的同时 顺带找到上一世 审判过的他的每一个人 将他们拖出来 斩断他们的身体 蹂躏他们的五脏六腑 将他们生吞活泼 光是想想 就是一桩美事呢 叮 无限空间系统 自动并入本系统 您获得技能 无限物资空间 从王源的安全基地离开后 林末的脑海中弹出了 系统的提示 看着系统提示 林末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有点意思 王源是王室集团的公子哥 以他们家的财力 塞进了无限的系统空间之中 本来这种垄断的行为 是要被上面调查的 但是这种事情 一般涉及的水很深 就算是上面的调查组 也需要收集证据 以及走各种程序 在走程序的期间 末世就爆发了 所以 约等于根本就不管了这件事 王源也才这么毫不遮掩 有恃无恐地收集物资 在王源被林末的子嗣吃掉后 因为林末系统的特性 这个无限空间的系统 也同时被收入 进入林末的系统之中 王源之前收集的那些物资 也就全都进了林末的口袋 这些物资 林末暂时不打算用 毕竟这些人类需要的物资 虫族其实不太用得上 同样是摄入蛋白质 虫族去吃掉别的虫族 或者吃掉人类 跟吃这些物资里的肉食 其实是差不多的 用无限空间的食物 来为子嗣浪费了 毕竟虫族是以几何倍数繁衍的 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要是全用来喂养自己的子嗣 林末估计 几天时间 这些孩子们 就能给他全部吃光光 林末打算留着这些物资 用来在这末世做KFC吃 林末坐在车子副驾驶 苏雪儿开着车子 两个孩子乖巧地坐在后座 原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外面的城市 还是一片祥和 欣欣向荣 可是现在从安全区域出来以后 外面却是满目疮痍 满是残垣断壁 以及一辆辆撞毁的车子 一片末日废土的景象 苏雪儿开着车子 行驶在路上 她有些好奇地看着四周 明明到处都是末世般的景象 可是这里 却并没有什么虫族出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雪儿皱起眉头 总觉得事情 有些不太对劲 不是说 现在已经是虫群末世了吗 为什么这里 一只虫子都没有啊 这简直太不科学了吧 林末看出了苏雪儿心中的疑惑 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小苏 你是在想 为什么外面没有虫子了吧 苏雪儿点点头 嗯 她实在是有些好奇 林末轻声解释道 你在吃完饭以后 还会留在餐厅吗 苏雪儿摇摇头 不会 林末笑了笑 虫族也不会 他们把这座城市能吃的家伙们 全都吃掉之后 自然会迁徙去找别的能吃的家伙了 肯定不会留在这里咯 苏雪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硬声道 有道理 真不愧是默默姐 脑袋就是好使 林末听着苏雪儿这有些崇拜的话语 嘴角抽了抽 林末表示 单纯只是苏雪儿这小妮子 实在是有些太笨了 傻傻的 憨憨的 所以才会觉得什么都厉害 这种事情 当周围没有食物的时候 虫群会迁徙 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是候鸟一样 会迁徙到适合生存的地方 不过 这里没有虫族 并不是像林末说的那样 虫群们迁徙了 而是因为 那些虫群全是林末的子嗣 自然是不会出现在林末的面前 袭击苏雪儿的 在这些虫族子嗣的眼中 苏雪儿就像是林末盯上的猎物一般 被自己的女王 虫族主宰盯上的食物 又有谁敢去觊觎的 就像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家里地位最高的长辈碗里 放了一个鸡腿 正常情况下 总不会有人去把 对方碗里的那个鸡腿给夹走吧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这一路才会相当顺畅 一只虫子也没能见到 毕竟 在这车子上 其实除了苏雪儿之外 其余的其实都是虫子 还不是一般的虫子 一个虫母大boss 外加两只小boss 很快 车子就行驶到了第九军区 苏雪儿按了按喇叭 军区内的人 看到是苏雪儿和林末他们回来了 顿时非常的高兴 直接就给他们开了门 顺利进入了军区内 特工们更是对苏雪儿和林末嘘寒问暖 问他们这段时间是去哪了 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第九军区 能在这虫群末市坚持下来 不是因为他们厉害 而是因为第九军区 精神病院 KFC 三处地方在林末的白名单上 林末的虫子嗣 绝对不会进攻这里 而这城市里的其他虫族 则是被林末的子嗣吃掉 所以根本不会有虫子来 这里的人能活 只是单纯林末不想动手而已 崇山精神病 病房内 林宇坐在病床上 双眼涣散 这些天 她经历的一切如同炼狱一般 现在的她是真的很想死 但是却连死都做不到 我的好妹妹 有想姐姐吗 看着眼前出现的林末 林宇没有在哀求 她明白 自己的姐姐永远都不可能原谅自己 林宇看向林末 没有任何情绪地说道 姐姐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还是说 准备杀死我 林末进入房间 坐到了林宇的身旁 用手轻轻打理着 她那一头已经乱掉的头发 我的好妹妹 我怎么可能忍心让你死呢你 不过是受奸人谗言蒙蔽 所以被刺害死我而已 姐姐不生气哦 一点也不生气呢 说话间 林末的语气中带着一抹怨毒 所以 我会让你活着 一直一直活着 每日每时每刻 都切身感受地狱般的煎熬和折磨 有时候 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 才是仁慈于解脱 对于一个精神和肉体 不断受到摧残的家伙来说 死掉反而会轻松不少 林末拿出纸笔 递到林宇的面前 脸上带着优雅的笑意 小语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受苦 是不是觉得太不公平了 明明你不是上一世 被赐我的主谋 真是令人感叹呢 林宇神色复杂地 看着面前的林末 上一世的林末 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他应该是一个 很温柔的人才对 然而现在的林末 却如同一只恶魔一般 林宇没有说话 林末微笑道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在这里受苦 而那些真正怂恿你的家伙 此刻 可能正在尽情地享受人生 你甘心吗 林宇愤愤地看着林末 我现在这样 不都是因为你 林末单手捏住林宇的脸颊 另一只手拍了拍 你现在这样 是你救游自取 我的好妹妹 做错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你背叛我的代价 就是永远失去了我们的亲情 说吧 林末放下了林宇 现在不谈我们俩的事 我就想知道 你是想自己独自在这里受苦 还是说 让那些怂恿你的家伙 变得比你更痛苦 林宇纠结一会之后 接过了林末递来的纸笔 将他知道的所有参与 被刺陷害林末的异能者们的名字 全都写在了上面 林末看着名单上面的一行行名字 满意地点点头 他微笑着站起身 拍拍林宇的肩膀 谢谢你的名单 作为奖励 当我杀光上面所有人的时候 我会来到这里 亲手杀掉你 了结你的痛苦 看着林末出门渐行渐远的身影 林宇越发感觉到对方的陌生 仿佛判若两人 而院长蔡坤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 他的脸上带着一抹细血 你姐姐走之前 特意嘱托我好好关照你 所以 嗯 你懂的 天书是 学校内 学生们围在教室里瑟瑟发抖 他们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 敢出去外面寻找食物 因为一旦踏出教室门外 便会被守在外面的怪物们 轻易杀死 然后生吞活泼 他们的班主任就是前车之剑 为了出去寻找食物出门 结果刚跑出去没几步 便被外面的怪物的獠牙 穿透了个透心凉 更可怕的是 在他们的班主任 还没有完全死掉的时候 被外面的那些虫子怪物们 当着他们的面撕碎 如同很寻常的享受美味的点心一般 将那个可怜的中年男人 一口一口完全吃掉 那些怪物们并没有进入教室内 不是因为他们进不来 而是因为 他们不想进来 虫子们似乎比起吃掉这些人类 更享受那种 践踏生命的样子 他们就是喜欢看到人类 看到希望 在陷入绝望 正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声嘈杂的响动 学生们朝着外面看去 是一个身穿黑色西服 戴着墨镜 竖着金色背头的青年 青年如同电影中的终结者一般 满满都是主角的气息 在他来到这里的那一刻 所有的虫子的视线 都被他所吸引 然而 没等那些虫子有所反应 恐怖的天雷乍响 一道道的闪电落下 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那些虫子都被炸了个吸烂 变成了交叹 青年轻轻推开教室的门 微笑着看着里面的学生们 你们没事吧 学生们激动地看着眼前的青年 仿佛看到了救世主一般 谢谢你 你是我们的英雄 学生们激动地凑上前来 要跟青年握手要签名 青年无视了男学生 然后跟那些上前的女学生们 热情握手 脸上露出阳光的笑容 不不不 我不是什么英雄 你们能坚持到 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们真正要感谢的是 你们自己 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青年说话的时候 看向身后跟来的记者的镜头 竖起大拇指 我是杨勇 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超能力者 在这个末世 我们觉醒者都会出一份力 对抗虫族 说完 杨勇拿出一瓶杀虫剂 面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说到杀虫 我就得推荐这款杀虫子 是由XX公司生产的最新产品 还在担心遇到虫子 没有办法逃生吗 不用怕 只要带上这款杀虫剂 末世虫子全部死光光 零差评 零退款 不要999 不要998 点击我左下角的链接 今晚599直接拿下 草 烦死了 为了一群贱民用我的异能 想想就恶心 五星酒店房间内 杨勇脸上带着一抹不悦 他的旁边 则是一位身材火热 身上基本没有穿多少衣服的女秘书 女秘书微笑道 杨少 今晚的直播过后 咱们推广的杀虫剂卖爆了 保守估计 这次过后又赚了好几亿 在末世的压力之下 人们对于虫族的恐惧日益严重 所以 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产品推广 基本很多人都会抢着买 就像是之前的囤米囤油囤盐什么的 人们都是盲目的 都喜欢疯抢一些物资 再知道有超级英雄代言的产品 能杀死那些爆发的末日的虫族 幸存者们便会大量购买 毕竟在末世前已经不能算钱了 他们不介意用这些钱来买东西 至于为什么杨勇他们在末世 依旧要赚钱 嗯 钱不是钱 是因为混乱 而杨勇知道 再过不久 人类联邦政府就会重建幸存者的城市 到时候该需要钱的时候 依旧是要钱的 至于他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也重生了 并且 身为英雄协会的高层之一 杨勇还知道 除了他之外的其他协会成员 似乎也都重生了 上一世的他们 太过急于奴役普通人 导致了普通人跟觉醒者之间的矛盾 太过深重 最后 人类和觉醒者之间的内战爆发 结果加速了人类社会的灭亡 这一世重生之后 英雄协会们集体决定 这次直接打造个超级英雄的人设 就像是什么复仇者联盟 正义联盟之类的 让普通人们都开始信仰他们这些觉醒者 一步步地推行特权 循序渐进 然后在日常的生活 还有短视频里 对幸存者们的思想 进行潜移默化 让他们觉得 觉醒者踩在他们的脑袋上是正常的 这样一来 就能方便 他们这些觉醒者 站在绝对的人上人的地位上了 顺带在这个过程中 直播带货 狠狠地赚一笔钱 至于带货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肯定是垃圾的要死了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在末世是没有办法给差评的 因为当他们发现 买的东西效果不好的时候 基本都被虫子吃掉了 无所谓了 即使如此 想到用自己的能力 去救那些贱民 杨勇依旧是觉得很不爽 有些恶心的要吐出来了 不过 杨勇刚才看到 有几个学生妹子 长得倒是挺不错的 想到这里 他看向身后的秘书 刚才的女学生挺不错的 今晚 把他们打扮好 送我房间 女秘书对于他的行为 已经见怪不怪了 默默点头 随后找工作人员 帮忙找之前救下的女学生去了 杨勇则是拿出手机 看他今天拍的救人视频的评论区 删掉那些不和谐的声音 只留下他想要的 正在时候 他的手机响起 手机里面 是上一世英雄协会会长的声音 杨勇 怎么了会长 杨勇对电话那头的声音 毕恭毕敬 林默消失了 林宇则是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电话那头 会长的声音传来 杨勇愣住了 他当然明白会长的意思 上一世 他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被刺林默的事 这一世林默失踪 林宇被送进精神病院 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要我去救林宇吗 杨勇问道 电话那头 会长却是否定道 林宇那个贱人没什么用 上一世拉拢他 本身就是为了被刺林默 这一世已经不需要他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 小心林默 我感觉那个家伙 会想要找我们报仇 有他的消息立马告诉我 绝对不要小看那家伙 杨勇笑了笑 不要怕 会长大人 林默不过就是一只宠物而已 我们又不是普通的觉醒者 以林默目前状态的进化程度 对我们还构不成威胁 没错 英雄协会的异能者 全都是天生的天才 欧米切级别的觉醒者 就比如杨勇 他的异能便是 神话系 雷步正神 在英雄协会代号雷电法王 虽说觉醒的能力 无法发挥正神的百分百的实力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也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而现在不过是末世初期 林默那小子 就算一直吞噬进化 也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 杨勇冷笑一声 复仇 只要他敢出现在我面前 靠我不一道神雷劈死他 飞机上 林默打了一个喷嚏 阿帖 林默揉了揉他的鼻子 脸颊微微鼓起 他喵的 总觉得有谁在说我 林默的心里有些不爽 虽说他没有证据 但是他总觉得 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旁边 苏雪儿看到林默打喷嚏 拿出纸巾擦了擦他的鼻子 担心道 默默姐 你没事吧 是不是感冒了 林默摇摇头 没感冒 没事 谢谢苏苏的关心 让我贴贴 说完 林默靠在苏雪儿那柔软的身子上 虽说苏雪儿身子有些发育不良 但是没事 林默不介意 旁边座位上的陈哥和林雪 眯着眼睛 看着林默和苏雪儿 悄悄窃窃窃私语 妈妈又在跟苏阿姨轻轻握我了 呵呵 你这就不懂了 这是妈妈在训练自己 掌控人心的能力 两人说得很小声 一般人听不到 但是林默不是一般人 她有着无感强化 不过 林默已经懒得在心里吐槽 自己的女儿们的脑补了 无所谓了 闲话终日有 不听自然无 无所谓的 苏雪儿看着林默 说起来 为什么咱们要去天书市啊 默是本来是 没有去其他都市的航班的 不过林默联系了第九军区的特工 正好有人学过开飞机的 直接就去机场找了个飞机 前往天书市 至于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当然是去杀人的 林默的系统任务是 毁灭一个城市 天书市比较繁荣 毁灭那个城市 效果应该不错 而且在那个城市 还有他认识的人 似乎前世英雄协会的杨勇 就是天书市的人 这一事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家伙应该也在 林默打算给那个家伙 一个小小的惊喜 直接到对方的面前 狠狠地折磨 不过那人不是林语 林默没有特殊优待的想法 只要折磨个两三天 然后再弄死就行了 毕竟林语是他的妹妹 林默会给点时间 耐心慢慢折磨 其他的人还没有着优待呢 直接杀了 然后去找下一个受害者 想到这里 林默微笑看着苏雪儿 当然是去别的城市 找幸存者盟友啊 现代是末世 重族横行 天书市又是最繁华的都市 去那边很可能可以找到 能协助的异能觉醒者 到时候对抗重族 苏雪儿没有怀疑林默的说辞 对于林默的话 她一直都是深信不疑 少女乖巧地点点头 这样啊 默默姐真是神谋远虑 正在这时 苏雪儿注意到 林默正盯着她看 被林默这么盯着 苏雪儿感觉自己有些心跳加速 默默姐怎么一直盯着我 她有些害羞 难道说 默默姐想在飞机上 对她做些什么吗 因为除了她们之外 没有别的乘客 所以即使林默在这里做些什么 也是没有什么的 不过 两个女儿还在飞机上 不太好吧 林默盯着苏雪儿 轻声道 没什么 只是觉得 小苏你很可能 有点想一口吃掉 说着 林默摸摸肚子 她有点饿了 苏雪儿听到林默的话 脸色更红了 吃掉 是只按在床上 然后 虽说她不是不愿意 但是 还是好害羞啊 林默看着满脸通红的苏雪儿 歪着脑袋 为什么小苏听到 自己想吃掉她 还这么高兴啊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飞机降落在天书市的机场 林默从飞机上走下 看着这里前来接机的人员 她有些惊讶 机场外 天书市本地的特备行动组 前来接机 一排 身穿黑色西服 带着墨镜的特工们 面对下飞机的林默 深深居了一躬 恭迎第九军区的组长 前来天书市 林默歪着脑袋 组长 我不是啊 那些特工们听到林默的话 一愣 林默指了指身后的苏雪儿 她才是 特工们非常惊讶 按理说 组长应该是第九军区的最高指挥 但是却像是手下一般 跟在林默的身后 这也导致了他们误会了林默的身份 不过 能让第九军区的组长 都只能跟在身后当小迷妹的家伙 应该很厉害吧 这些人对林默也不敢怠慢 街上林默等人坐上了轿车 默示爆发 按理说 每个市区都被重足 攻占沦陷才对 可是一路下来 林默虽说也依稀看出 这里的城市遭到破坏 但是却依旧有不少过往的行人和车辆 这个城市并没有因为重足的进攻而沦陷 这与林默上一世的记忆 有所区别 前世的时候 即使是最为繁华的天书市 也在重足的攻势下被占领 这一点 很奇怪 林默看向车窗外 满是熟人打的广告 为什么说是熟人呢 因为那些家伙 林默在重生前的审判厅上都见过 英雄协会的小贱人们 映入眼帘的那个黄毛 叫做杨勇 上一世的林默大概知道 对方的能力可以掌控雷电 似乎还挺唬人的 不过嘛 林默并没有将那个人放在眼里 因为那个家伙的脑子不太好使 目光短浅的同时 还喜欢吃喝嫖赌 属于是恶习全沾了个遍 一般有脑子的人 不可能沾这些东西 很显然 杨勇就没有 这家伙除了连长的陶小姑娘喜欢 亦能唬人一点 基本一无是处 这种类型的家伙 没有什么城府 比起他 林默觉得 英雄协会的其他人 应该要更棘手一点 这一世天书氏 将杨勇打造成了天书氏的救星 雷神般的存在 可是林默知道 那家伙是个人渣 林默大概知道 为什么这里没有 被虫族贡献了 因为重生的不止他林默 还有这些渣渣 前世的虫族 在第二世记忆和能力加持的 英雄协会面前 显然不太够看 林默心中暗笑 其他虫群的虫母 实在是有些不太中用 哎 看样子 振兴虫族这件事 还是得咱本人来才行 天书氏的人口如此密集 别的虫群啃不下的硬骨头 就由咱林默来啃 这波拿下天书氏 林默感觉 估计能直接提升一个大境界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默默见 那个杨勇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苏雪用手机刷着短视频 上面是杨勇之前救人的时候 拍的视频 久到天雷在视频里面 从天空炸裂而下 杨勇在这神雷之内 如同天神将士一般 席卷了整个袭击人类的虫群 将那些怪物全数外减 帅 相当帅 这样的场面 堪比超级英雄电影的 收场大决战 而电影里的场景 都是特效和科技 做出来的虚拟场景 视频里面的杨勇的 却是实时拍摄画面 正因为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才更具有真实感 林默看着视频里面的杨勇 轻笑一声 嗯 是挺厉害的 林默表面这么说 心里却是回想起前世的时候 那时候的杨勇的异能 没有完全开发 只是个使用电流的小人物 他最大的作用 就是帮英雄协会的会长 用能力给手机充电 上一世的时候 是林默鼓励了对方 帮助对方开发异能 才终于让他觉醒了 异能的真正潜力 让他顺利加入英雄协会 妈 说起来 林默其实可以算得上 英雄协会的很多 觉醒者的前辈来着 或许被被刺 或多或少 都有他帮助了 这些人的原因在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嗯 对了 生米恩 斗米朝 你帮了对方一点小忙 对方可能会记你的好 但你若是对对方的恩情过大 对方可能 就会反而心生怨恨 对你不利 林默倒也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他天生就不太懂得人心 不过 已经无所谓了 本来就已经不是人类的林默 没有必要懂人心 玩弄人心比 弄懂人心更好玩 也更简单 嗯 杨勇的异能是挺厉害的 只可惜 林默完全看得出来 对方没能把异能 开发到极限 就像是一把好刀 给个三流的剑客 没有什么作用 要交给绝世的剑好手中 才能达到一加 一大于二的作用 英雄协会的那些人 很多能力不错 只可惜 使用者不太行 这个世界 好像就是 有那么一种匹配机制 能将异能运用好的人 无法获得好的异能 而这些蠢货 却能得到远超想象的能力 不过林默倒也乐于 看到这种局面就是了 毕竟敌人越傻 他越能轻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默默姐 我们就是 要找他来帮助我们 对抗虫族吗 苏雪儿将手机 递到林默面前 指着上面的杨勇说 林默笑了笑 找他 不 他是来杀他的 首先得别人愿意才行 林默微笑着 苏雪儿看着视频里 杨勇那英雄般的发言 和正义的形象 歪着脑袋 我感觉他是个好人 肯定会帮我们的 林默揉了揉苏雪儿的小脑袋 这个世界上 表面上像是好人的很多 你永远不知道 一张善良的脸下面 隐藏着什么 林默既是说给苏雪儿听的 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上一世 他就是被那一张张 充满正义和天真的面容给欺骗 被背叛 不管是他的妹妹也好 英雄协会的那群人也好 曾经的他是如此地相信他们 不过 已经无所谓了 林默这一世 除了他自己 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所以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都已经不重要了 正在这时 苏雪儿指着车窗外 默默姐 那个人好像就是杨勇啊 林默顺着苏雪儿指向的方向看去 染成的黄毛梳着背头 身穿西装打着领带 这个家伙不是杨勇 又能是谁 林默注意到 那边的杨勇 似乎在踢着什么 当林默看清楚 对方的脚下是什么的时候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 杨勇正面带怒火地 踹着地上的一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 正奄奄一息 双手抱头 此刻的他 承受着杨勇愤怒的攻势 却完全不敢还手 手上 头上 身上 全都是一片片的淤青和伤口 唉 天书市军区的司机 长叹一口气 他们身为本地军区的人 当然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异能者当道 即使他们这些军区的上级 也不得不给那些觉醒者面子 这些人做的坏事 全都被压下去 只要有相关的内容 会被直接压热度 然后被觉醒者背后的势力 买热搜压中 真是可恶 这些觉醒者 特工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 紧紧捏住 他对这样的现状 既愤怒 又无助 因为只有这种觉醒者 能在虫群的漠视下保护人类 没错 比起被这些人扎踩在头上 大多数人更害怕那些吃人的虫子 林默看着那边的杨勇 若有所思 哦吼 这末世才刚刚开始呢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开始作威作福了吗 都不稍微装一装的 有趣 想到这里 林默拿起手机 拍摄记录下了这一幕 让司机开车去军区后 林默将这个视频发到了网上 标题就叫震惊 天书市的英雄 竟然当街打人 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 很快这个视频 就被顶上热搜 原本平台官方 是打算删掉这个视频的 但是林默让军方的人 帮忙施压 不许他们删除视频 加在觉醒者和军区之间的 视频平台也很难做 最后决定什么都不做 看双方掐架 混蛋 他奶奶的 是谁拍视频发到网上的 酒店里 杨勇看着手机上 冲上热搜的视频 愤然将手机摔了个粉碎 他并不在意自己 打人的事情冲上热搜 其实刚开始看到视频的时候 他还挺得意的 不就是打了个贱名吗 因为看对方不顺眼 杨勇便直接揍了那个家伙 这都能被拍视频发到网上 真是无语 他可是高贵的觉醒者 被打的家伙 不过是随手就能捏死的普通人 他打那个人怎么样 啊 如果不是他灭了虫子 从虫群手中保护了天书室 现在这些人全都是虫子的口粮 早就不知道死多少人了 就凭这一点 那些人就该给他跪着 恭恭敬敬磕大头 让杨勇生气的是 在视频冲上热搜之后 英雄协会的会长 就给他打了个视频电话 指着他的鼻子 说什么这一事才刚刚开始 他就搞出这么个事情什么的 会长的意思 是让大家装样子做个好人 满满潜移默化人们的思想 至于特权什么的 要等这些人全都默认了 异能者们的高贵身份之后 再慢慢着手 太着急的话 还是很容易引起名分的 杨勇很是恼怒 因为现在 他的会长 让他公开去跟之前 被他打的那个人道歉 不然 杨勇将被英雄协会开除 以后异能者之中都会孤立他 他的一切优待 资源 扶持 将会被全部取消 并且还要面临协会高额的违约金 真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 以后杨勇想要在异能者圈子混 恐怕是混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 杨勇只得妥协 他开了直播 我是杨勇 我有当时的行为 感到深深地后悔 这段时间帮助这么多人 本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 但是我却做出了 伤害大家感情的事情 杨勇说了很多 从他的言语中 能够听得出来 他很后悔 他不是因为打人而后悔 而是因为打人被发现而后悔 为了补偿那个人 我愿意支付他的全额医疗费 并给他208万元 作为精神补偿 很快 英雄协会会长请来的水军 也来帮助全网到处刷 208W 求求勇哥来打我 狠狠蹂躏我吧 我擦 打一顿能拿208W啊 换我来 我抗揍 不是我说 换谁来 被打一顿就能拿这么多钱 简直赚大了好吧 很快 在水军的舆论攻势之下 网络上面的风评都一边倒 虽说杨勇的道歉演技狠水 但是在钱的作用下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他的诚意 而且还真有不少人觉得 被他打一顿 拿200多万 是一件多么多么好的事情 看着一边倒的风向 杨勇长输一口气 这208W 从你的这个月奖金里扣 英雄协会会长对杨勇说道 听到这句话 杨勇气急败坏 骂骂咧咧 操 那个拍视频的人 真特么该死啊 默默姐 我怎么感觉 这个杨勇 好像并不是真的感觉自己 做得不好 苏雪儿看着手机里的道歉视频 明显从对方的道歉视频里 看出了对方的不爽和怒意 但当他发评论指出这一点后 下面的评论就开始刷 别人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要不你上来道个 更真诚的演示一下 你是小黑子是吧 就知道和我们杨勇哥哥 杨勇哥哥 这还不真诚啊 整整208W呢 还出面道歉 他好温柔 我真的哭死 苏雪儿 都快要被手机评论里的 这些杨勇的粉丝给气笑了 他将手机递给林默 林默摆摆手 小苏 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 苏雪儿歪着脑袋 嗯 什么话 默默解 林默笑了笑 永远不要跟傻 逼 消音 争论 说完 林默一把夺过苏雪儿的手机 然后关掉了这个视频 林默大概猜测了一下 对面要不就是杨勇那边请来的水军 要不就是 他的NC粉 跟对方争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光吵架 永远得不到任何结果 这是林默尚往多年得到的经验 不过 看到这里 林默倒是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原本林默的计划是 让林雪和陈哥两人找个地方 生一点小宝宝 暗中繁衍重群大军 不过现在看来 在进行这个行动的时候 可以顺带挑唆 一下天书士跟觉醒者之间的矛盾 让对手不攻自破 比击破 团结一致的对手 要简单得多 只要先行分化这里的普通人跟觉醒者 之后自然就能让对方不攻自破 想到这里 林默拿出手机 注册了一个小号 他直接在杨勇的道歉视频下面发了一句 我们觉醒者打人怎么了 陪你们200W已经够可以了 别说打你 200W购买你们这些人的狗命了知道不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们觉醒者比 我们就算把你们这些人全杀了 你们又能打 我们怎么样 嚣张 JPG 说完 林默还在评论里 配上了极其嚣张的表情包 让他自己看了 都觉得自己是个欠奏的词小鬼 一旁的军区特工们 看着这位第九军区来的少女 一个个面色沉下 他们这些身为普通人的军区特工 其实心里是对于搞特权的觉醒者 很反感的 现在看到林默竟然也发这种消息 对林默的印象 一下子就不好了 苏雪儿凑到林默的旁边 看着他手机里发的评论 也是皱起眉头 默默姐 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苏雪儿不是生林默的气 她是担心林默被其他军区的人 当做坏人 在她心里 林默姐姐一直都是非常好的觉醒者 她跟其他的觉醒者不一样 助人为乐 毫无私心 还很温柔 在她心里 林默姐姐绝对不会说话 刚才她发在评论区的那种话 林默摸摸苏雪儿的额头 笑了笑 小苏啊 你觉得 如果我跟他们扯洋涌做错了 那些评论区的人会听吗 水军绝对会来反驳我 然后不明真相的群众 也会附和水军 什么都不会改变 这种情况 唯一的破局执法便是 激化矛盾 没错 激化矛盾 如果你还有的活路 你就永远不会反抗 但是当你明白 那些踩在你的脑袋上的人 已经将你们的命是做草剑 人们沉睡在心中的反抗意识 才会出现 只有拥有共同的敌人 人们才会团结起来 而我要做的 就是把杨勇他们那伙觉醒者 变成真正的人类公敌 听到林默的话 不仅是苏雪儿 就连一旁的特工们 也都长出一口气 呼 原来是这样啊 他们还以为林默 真的想要搞一能者特权呢 林默表示 老娘就根本不是异能者 老娘是重群主宰 搞什么觉醒者特权 呵呵 天书市军区 办公室里 林默躺在柔软的沙发上 刷着手机 这两天 他一直在各大平台的评论区 和视频下面带节奏 大概的内容就是 我们觉醒者嚣张怎么了 你们普通人的命 在我们眼中 不过就是草剑罢了 林默不仅自己发 他还带动苏雪儿 和自己的女儿们发 不仅让自己人发 还让天书市这边军区的人 也跟着发 甚至还让苏雪儿打电话 让第九军区那边的 特工成员也一起发 那个 默默姐 怎么发 我不会啊 苏雪儿委屈地 看着沙发上的林默 可怜巴巴地问道 她是真的不会带节奏 苏雪儿又没有当水军的经验 实在是有些为难 林默被苏雪儿 那可怜的目光 盯得有些发毛 随即说道 你就想想 如果你真的是觉醒者 想要在平台上 跟别人秀优越的话 你会怎么发就行了 苏雪儿摇摇头 我如果是觉醒者的话 大概 我会想用我的能力 帮助其他人吧 林默 林默拿走苏雪儿的手机 递到了陈哥的手中 小哥 辛苦你一下 用苏雪儿的手机 跟你自己的号双开一起刷 小苏他实在不是干这个的料 陈哥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嘿嘿 不辛苦不辛苦 我就喜欢在网上 跟那些人兑现 说完 陈哥直接多线程操作 享受几个号 同时兑现无限人的乐趣 只见陈哥的手速极快 甚至敲手机上的剑尾 都敲出了残影 林默凑近一看 上面的内容 让他都感觉自愧不如 我星号星号 你个星号星号 你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是吧 我一拳 把你星号星号给星号星号星号 我们觉醒者就是了不起 怎么了 我直接一刀把你星号给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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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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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你星号的 灵堂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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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 急了 急了 这就急了 真是蹦不住了 林默 苏雪儿 林默算是感觉到了 陈哥这哪里是在反串啊 他这是本性暴露了吧 林默他们都是演的 陈哥倒像是认真的 很快 军区内众人 开始到处带节奏 甚至还有精通计算机 IT方面的人才 帮忙弄了个聊天 AI 只要检测到 网上有觉醒者的相关内容 就会自动去刷评论带节奏什么的 在林默他们的努力下 原本被英雄协会那边 找的水军平复下去的节奏 再一次被掀起 甚至就连更上面的高层 都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毕竟觉醒者是这末世的重要战力 最高层自然也会注意 有的能力顶峰的觉醒者 甚至本身的存在 对于国家来说 就像是和威慑一样 这样的不稳定因素 要么收为己用 要么收不了 也需要对方安分 不要搞事 而现在这种觉醒者 高人一等的节奏 显然不是上面想要看到的 这种状况 甚至惊动了检查组的人 很快 官方就下达了消息 要派人来巡查天书室的情况 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林默轻轻扎舌 则 原本林默的打算 是将这里的矛盾激化到最大 等这里的老百姓 跟觉醒者们完全闹掰 甚至打起来两败俱伤的时候 他会带着重群大军 占领毁灭这个城市 可是现在巡查组的人要来的话 可就不太妙了 林默不是来帮天书室变好的 他是来毁灭这里的 想到这里 林默的面色一冷 看样子 只有把官方上面派来的检查组的人 杀掉才行了 嗯 最好还得嫁祸给杨勇那边 事情有点难搞咯 五星级酒店内 杨勇看着评论区里一堆人 帮着他们觉醒者说话 很是满意 他点点头 面露笑容 果然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不过 有这么多觉醒者都在网上吗 我怎么不记得 上一世觉醒者有这么多人了 算了 不管了 有人帮我说话就好 杨勇没什么脑子 还天真的以为 评论区的那些人 都是跟他志同道合的觉醒者们呢 杨勇很想给这些评论点赞 但是会长让他 不要出面战队 以免引火烧身 这让杨勇没有办法这么做 不过 杨勇倒是很想要认识一下 这些觉醒者 拉拢他们 加入英雄协会 以后一起作威作福奴役那些普通人 说不定这一世 他拉拢这群人 当做自己的势力 以后还能跟会长掰掰手腕 自己当老大呢 光是想想 杨勇的心里 就觉得美滋滋的 正在这时 杨勇的社交平台 发来了一个好友申请 杨勇一看 上面的ID 好像就是之前在评论区里 帮觉醒者说话的人的 想到这里 他立马同意了 对方的好友申请 对对方感到极高的好感 甚至有些感觉相见恨晚 你已通过了 对方的好友申请 现在给对方打个招呼吧 聊天平台上 显示出加了对方的好友 很快 那头就发来了消息 对面 勇哥 我你粉丝啊 杨勇满意地点点头 心中暗自因为 对方这小粉丝的态度而高兴 哈哈 咱也是有粉丝的人了 顿时 他心里有点飘 心中小小的虚荣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对面 勇哥 我也是觉醒者 对于你前些日子 揍那个人的事情 感觉非常的不满 杨勇 杨勇皱起眉头 杨勇 你不满啥 他忽然感觉 对方是不是来阴阳怪气他的 很快 那头便再次发来了消息 对面 勇哥 你想想看 咱们可是一能觉醒者 揍那个人 凭什么要给他赔偿 凭什么要给他道歉 这肯定要不满 我们高高在上的觉醒者 给普通人道歉这种事 简直是对您莫大的侮辱 杨勇看着对面发来的话 脸上转怒为喜 他就喜欢对方说话的这个调调 杨勇笑了笑 杨勇 是吗 我也觉得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注意影响的 对面 影响 我们揍他们怎么了 就是杀了他们 也不为过 对于对方的说法 杨勇表示相当赞同 很快 那边便再次发来消息 对面 勇哥 你现在方便不 我想跟你见一面 五星酒店外 杨勇双手插兜 等待着自己的粉丝网友的到来 对于这位志同道合的知己 他是真的很想见一见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没有人能像对方那样 字字都说到他的心坎了 虽说杨勇不知道对方的长相 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是他很确信 他肯定能和那个人聊得来 很快 约定的时间到了 一辆黑色的轿车开到了酒店面前 赤发红彤的罗莉 从副驾驶下车 看到对方的那一刻 杨勇一乐 他总觉得 那个女人 他好像有点熟悉 他觉得 那个女人 像是英雄协会曾经的成员 陈哥 在林默被审判的时候 陈哥是英雄协会里 少数站在林默那边的 后面林默被处决后 陈哥他们也被清算 不过 这个时候的陈哥 应该也是二十多岁了 而眼前的女孩 却是个不到十岁的娃娃 或许只是个巧合吧 难道说 那位来见自己的网友 就是这个小萝莉 正当杨勇心中 这么想着的时候 赤发小萝莉 打开了车后座的车门 很恭敬地 做了个请的手势 妈妈 到了 妈妈 杨勇好奇地 看着车上下来的女人 那是个看上去 二十不到的少女 青春靓丽 还是小巧可爱的身材 白色的长发 红色的双眸 角色清澄的美貌 杨勇的目光 被对方吸引 而白发少女 很快走到了杨勇的面前 微笑着看着对方 你好啊 勇哥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杨勇看着面前的白发少女 摸不着头脑 前世的她 好像没有见过 这么一号人物吧 按理说 觉醒者圈子里 出了这么一号漂亮小姐姐 应该在圈子里都传遍了 或许 前世的时候 没来得及遇到她 她就死了也说不定 杨勇心里这么想着 不过 能有这么漂亮的小迷妹 杨勇心里感觉美滋滋的 她开始思考着 什么时候 带着对方 去酒店房间滚床单去了 毕竟 粉丝去见偶像 要做什么懂的都懂 嘿嘿 没事 不要紧张 旅途劳顿 你也累了吧 要不去我房间的浴室洗个澡 你女儿的话 让她在外面玩会儿就好 酒店的工作人员 会帮忙照顾她 白发少女歪着脑袋 疑惑道 洗澡 什么意思 我是来跟你商量 检查组的事情的 杨勇 白发少女拿出证件 我叫苏雪儿 是第九军区的组长 我们在招募异能者进入官方 当然 我本人也是觉醒者就是了 你的天赋很不错 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 所以想拉你到我们那边 杨勇 杨勇接过对方递来的证件 对比了一下之后 确定是本人 有些扫兴地叹了口气 还以为能炒粉了呢 白高兴一场 杨勇并不知道 眼前的绝美少女 就是他们这些英雄协会的人 联手背刺的林墨 毕竟上一世的林墨不是白发 同时 上一世的林墨是个男人 林墨找苏雪儿 和天书市军区的人帮忙 弄了个假的证件 因为是官方弄的证件 所以即使是假的 那也跟真的没有区别 只要不是官方高层来查 基本这些没有进入官方的 觉醒者和普通人 是没有办法艳明真伪的 林墨就这么顶着苏雪儿的身份 来找到杨勇 不是林墨觉得自己打不过杨勇 而是他打算跟对方玩玩 上来直接杀了对方 不仅没有折磨对方的乐趣 而且还容易暴露杀意 让英雄协会的其他人警觉 林墨想要做得不动声色 不到最后都不让英雄协会的 那些家伙们知道 他林墨来复仇了 让那些人前一秒 还在吃着火锅唱着歌 下一秒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嘎了 英雄协会里并不全是饭桶和草包 还是有几个有实力 和有智谋的家伙存在的 林墨想要先把杨勇这类战力 还算可以 但是脑子不太行的家伙解决 暗中削减英雄协会的整体实力 就不能打草惊蛇 林墨瞥了眼杨勇的属性栏 姓名 杨勇 雷暴化作锁链将对方捆住 使对方麻痹的同时限制对方行动 迅雷疾持 对自身附着雷电之力 短时间极大程度提高自身速度 五雷轰顶 大范围 AOE技能 在五公里的范围内引爆天雷 但是消耗极大 神霄天雷 锁定对手的位置 精准锁头自动跟踪降下天雷 提高精确度 但威力减弱 仰勇力减弱 杨勇的属性栏显露在林墨的面前 比起上一世 只能当作充电宝的他 这一世现在就开发到这种程度 可以说 跟林墨脱不开关系 上一世的林墨 耐心帮助众觉醒者们 专研开发异能 原本是为了让他们 能更好的对抗重足 结果这些白眼狼 全用在了对付他上面 这一世这些家伙 也是靠着上一世的经验 最快程度的开发了异能 才能变成这么强 很可惜的是 杨勇现在没有突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异能的优越 没有任何价值 林墨轻笑一声 随即他看向眼前的杨勇 勇哥 我是来帮你的 你不知道吗 你最近的节奏 已经惊动了上面了 现在检查组来查你 要是真的发现 你用异能为非做胆 恐怕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杨勇听到林墨的话 有些紧张 那苏小姐 请问我该怎么办 林墨看着杨勇 随即严肃道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杀了检查组的人 杨勇 杀了他们 不是引火烧身吗 杨勇虽说没有脑子 但是还不是弱智 林墨脸上露出 反派般阴冷的笑意 愉悦道 明面上杀死他们会出问题 但是 在他们检查的过程中 谁也不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 你懂我什么意思吧 听到林墨的话 杨勇呼得心领神会 对啊 虽说直接弄死对方 会让上面的官方不满 但是 如果对方是意外死亡的话 不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吗 越是跟眼前这位 叫做苏雪儿的少女聊天 杨勇就越是感觉到心情愉悦 这里人多眼杂 不方便聊这种事情 我们还是到酒店里慢慢聊 杨勇带着林墨和陈哥 进入酒店内 但却全然没有了之前的那些歪心思 现在的林墨 在他眼中 就是他的贵人 可不敢对贵人 有什么出格的心思 很快 林墨便跟对方说了好几种弄死人 并制造成意外的几十种方案 这让一向只喜欢无脑莽的杨勇 大为震撼 心中对林墨的敬畏 更是多了几分 跟对方谈过之后 检查组的人来这边以后 咱们做掉那家伙后 林墨便带着陈哥离开 回去的车上 陈哥饶有兴致地看着林墨 妈妈 您打算借刀杀人 林墨笑了笑 嗯 不仅如此 我还打算让英雄协会引火烧身 检查组的人来添书市 对于林墨和英雄协会的人来说 都是不小的麻烦 为此 林墨希望有人能除掉检查组的人 但是动手的人绝对不能是林墨 原因也非常简单 检查组的人 那是代表官方高层来的 检查组的人在这里死了 刚好这妖巧 就算是意外 官方也会高度重视这件事 然后 林墨只需要不经意间 让官方高层找到杨勇 杀死检查组的人的证据 就能轻而易举地 让官方和英雄协会掐起来 到时候 林墨只需要坐山观虎斗 就能看着人类方两败俱伤 而他则会在双方虚弱的时候 直取黄龙 重群大军一举进攻 陈哥愉悦地看着林墨 妈妈 您可真是坏得很 林墨瞥了眼陈哥 你好意思说我 陈哥瞥了眼开车的司机 天书市军区的司机 早就被陈哥用他的子嗣取代 幻化成对方的模样 不仅如此 在他们来天书市的这段时间里 陈哥都一直在用子嗣替换掉军区 政检 商界的各个高层 因为在吃掉对方 并变成对方样子的时候 能读取记忆 所以即使变成对方的样子 遇到对方的熟人 被问到各种问题的时候 那些人也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而陈哥的行动也在一步步进行 就如同当初他还是人类的时候 在林默所在的市区 纠战雀巢庄做市长时候那样 果然有个好妈妈当榜样 陈哥这个女儿也是坏得很 或者说 林默是跟陈哥这个女儿学坏的 说起来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查到 检查组会派谁过来天书市 林默回到军区以后 对于检查组来的那个人的身份 产生了好奇 他尝试让苏雪儿和军区的人 一起调查前来的人的身份 但是却一无所知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让林默感觉到了一抹隐隐的不安 林默是喜欢掌控全局的人 一切都要在他的掌握之中 一步一步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但是现在 他集合了第九军区 和天书市这边军区的所有人脉 资源 技术 却完全没有关于检查组来的 那个人的信息 不过 算了 再怎么担心也无济于事 林默打算去探一探对方的底细 看样子 从背后的数据库和网络上 无法得知对方的身份 那就只能去现场去看看了 想到这里 林默看向林雪 小雪 跟妈妈走一趟 陈哥看着林默鼓起脸 妈 我也要去 林默瞥了眼陈哥 我之前跟你交代的事情先办好 这次你就不要跟来了 陈哥鼓起脸颊 妈妈就知道带着小雪跑 不带我玩 林默有些无奈 我不是才带着你出去回来吗 陈哥哼哼道 我不管 我就想跟妈妈待在一块嘛 自从陈哥转生成为林默的女儿之后 似乎就变得非常年林默 不对 好像从一开始 还没有变成重足的时候 陈哥就是林默的小迷妹 只是现在成为了林默的女儿之后 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来 黏着林默了而已 已经变成了妥妥的妈宝女了 林默伸出手 揪住了陈哥的脸颊 无奈道 小哥 乖一点 事情办好了 回去以后 我带你跟小雪一起吃KFC 陈哥嘟囔着 明明是妈妈你喜欢吃KFC说的 好像是我很想吃一样 林默眯起眼睛 我就问你吃不吃吧 陈哥赶紧点点头 装作乖巧的样子 妈妈最好了 爱你哦 就这样 在陈哥的注视下 林默带着林雪从军区出门 出门之后 林雪看向林默 妈妈 为什么你不带着陈哥 林默歪着脑袋 我记得你跟他关系不好吧 我不带着他 你难道不开心吗 林雪轻声道 开心是开心 只是很好奇 林默随即给出了解释 我们现在去调查检查组来的人的身份 陈哥的杀气太重了 我怕他被人当场发现不对劲 检查组的人 能过来查养用这个欧米茄级别的异能者 肯定是有备而来 不是人人都是杨勇那个傻子 要是被人发现了陈哥的身份 林默的势力 估计很快就会被官方发现 并列为头号讨伐对象了 所以 绝对不能带着陈哥 让他现在在后方帮忙发展势力就行 这次打探情报的事 林默还是决定 自己跟林雪两个人去就足够了 林雪听到林默的解释 满意的点点头 原来如此 真好 嘿嘿 这样我就能跟妈妈单独待在一起了 说着 林雪用小脸蛋蹭了蹭林默的手臂 林雪也很黏林默 但是比起陈哥 要乖巧得多 陈哥如果说 像是林默一起做坏事的共犯的话 林雪就更像是林默的贴心小棉袄 可可爱啊 还很让人省心 总之 两个女儿各有各的好 林默都挺喜欢的其实 说起来 检查组的人来天书市 估计还要过个一两个小时的行程 这个期间 就带着小雪逛逛街 陪陪她玩玩好了 妈妈 这个东西好好吃啊 比之前吃过的那些家伙 好吃多了 林雪手中握着一根糖葫芦 吃的津津有味 虽说对于虫族来说 人类是他们的主食 但是人们往往是不喜欢吃主食的 就像是很多小孩子挑食不喜欢吃饭 但是喜欢吃零食和小吃什么的 林雪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年纪 林默摸摸女儿的小脑袋瓜 微笑道 喜欢吃的话 那以后 妈妈经常带你吃怎么样 林雪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真的 林默温柔点头 嗯 真的 只要小雪乖乖吃饭 努力长大 妈妈就天天带你吃糖葫芦 林雪使劲点点头 嗯 小雪一定会努力吃饭 乖乖长大的 乖孩子 林默柔柔林雪的脸颊 路人无意间听着母女俩温馨的对话 看着这场面 无不被他们治愈 这些人并不知道 林默所说的好好吃饭 指的就是让林雪乖乖多吃点生物进化 好让林默也享受到多子多福系统的奖励 早日变得更强 今天带着女儿出门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林默带着林雪装作路人一样 随意地来到了机场附近 看着手机的时间 中央检查组的人 这时候应该也要到了 林默看向机场上空 一架军方的直升机缓缓落下 一位的青年从飞机上缓缓走下 看着那位青年的一瞬间 林默的心脏咯噔一下 她看到了熟人 俊秀的外貌 黑色长发扎着五十头 身穿白色卫衣 看上去大了很多马 与对方的身材完全不合 外加她那漫不经心的表情 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小兽气息 就如同是从画卷中走出的人一般 这个人既不是虫族的人 也不是英雄协会的那群人渣 如果说 要问上一世的林默 为什么明明是虫族 却还是依旧坚定的 站在人类那一边 帮助人类对抗虫族的话 除了当时的她 想要保护自己的妹妹之外 就是因为这个她 诸葛南北 诸葛家的第114位传人 同时也是林默上一世的挚友 不要被对方那弱瘦的外貌骗到 在林默的印象中 这个人是她所知道最强的异能者 强到她完全都摸不清 对方的异能到底是什么 在林默上一世的记忆里 这个男人 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 在人类和虫族大群意识的化身 虫族女皇的最终决战中 诸葛南北为了人类的未来 最终牺牲 结果 他的牺牲换来的却是 英雄协会的那些人的作威作福 人类也走向毁灭 到底是过了多久呢 林默都已经忘记 上一次见到对方是什么时候 等等 林默心头猛的一颤 看着那直升机的舱门走出的青年 林默愣住了 不是吧 难道说 诸葛南北就是这次检查组派来的特使 林默心里再次咯噔一下 如果真的要跟这家伙交手的话 林默还真的有点没底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用系统的检测功能 看向这位自己的固有 这一世 终于可以看看 他到底是什么异能了 林默看着诸葛南北 查看起他的属性 姓林 诸葛南北 血脉 人类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真武大帝 净化度 等级 LV 基因索 接 技能 因您和对方的等级差距过高 无法查看 林默因等级过高 无法查看属性 这种情况 林默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了 自从他超越了基因索的限制 经过了最初的第九军区 和陈哥的那场战斗之后 他就一直都没有遇到过 比他更强的对手 而现在 他遇到了 真武大帝 全称北极镇天真武玄天 上帝玉须师相金雀 化身当魔咏镇 终结祭苦天尊 难怪上一世的时候 感觉诸葛南北 除了在最后一场生死决战前 遇到的虫族 都是被他秒秒秒 好像根本就没有对手一样 不奇怪了 那这就不奇怪了 不过 林默并没有因为 对方的实力强大而担心 他现在很高兴 这一世 诸葛南北还没有死 林默明白 诸葛南北的立场 他是绝对不会容许异能者 用自己的能力 骑在一般人的头上 作威作福的 这也很可能就是为什么 他会作为中央检察组的代表 来到这里的原因 上一世的诸葛南北 压得其他觉醒者抬不起头 很多有作威作福的心思的觉醒者 在他面前 都得装作顺从的小绵羊 所以 在他死前 很多觉醒者 都还装装样子 在诸葛南北死后 林默当时也跟他一样 不过压制效果不太理想 但勉强也能压制住 结果就是 林默被自己的妹妹和英雄协会被刺 决心者的利益集团 终于还是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林默在思考着 要不要把上一世的情况 跟诸葛南北说 将对方拉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 想想还是算了 诸葛南北是个好人 正因为对方是个好人 林默已经无法跟对方再站在一起了 上一世的林默手上 没有沾过无辜的人的血 两人才会成为挚友 这一世的林默 接受了重族的身份 他和他的子嗣 杀过不少人 好的 坏的 都成为了他虫群的食物 林默不知道 怎么面对诸葛南北 要是让对方知道了 他做出这些事情后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诸葛南北 确实不会帮英雄协会 但是他也不会帮助重族 林默拉起林雪的手 转身必要走 小雪 走了 我们回去 林雪有些疑惑 妈妈 我们不是来找人的吗 林默冷声道 不用了 不找了 在知道了检测组来的人士 诸葛南北之后 林默没有了联合杨勇 对付检查组的想法 原本是打算借刀杀人的 但是现在看来 杨勇绝对杀不了对方 就算能杀 林默也不知道 自己真的要杀死诸葛南北的话 能否下得去手 他想尽可能地远离这里 然而 一道声音从林默的身后传来 诸葛南北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林默的身边 这位小姐 请问我们可曾在哪里见到过 青年文质彬彬的向林默问道 就连说话的声音 都是轻声细语 林默摇摇头 我没有见过你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诸葛南北盯着林默看了一会 又看了看林默的女儿林雪 随即 他轻叹一口气 好吧 你很像我曾经认识的一位朋友 抱歉 我可能的确是认错了 嗯 告辞 林默牵住女儿的手 转身叫走 然而 对方却是强势的 一把将手按在林默身旁的墙壁上 挡住的林默的去路 等一下 可以先别走吗 林雪见自己的妈妈被欺负 挡在林默的面前 张开双手 不许你欺负妈妈 诸葛南北笑了笑 不是欺负她 小朋友乖 咱们大人说话 你在旁边玩去 说着 诸葛南北像是提起小猫咪一样 一下将林雪提起来 放在了一旁 随即 他再次壁咚林默 就这么一直盯着他 咚咚 林默紧张起来 等等 诸葛南北这小子 该不会发现我就是林默了吧 很有可能 毕竟 这小子说了 他跟他的一位朋友很像 这不就是暗示了他 已经发现他的身份了吗 是什么时候 难道说 刚才在用系统查看他属性兰的时候 就被他发现了 我擦 还真有可能越想到这里 林默就越是有些局促不安 林默头一次慌了 在重生之后 这是唯一一个 让他感觉到无法掌控的人 就连陈哥 都被林默制得服服帖帖的 唯独诸葛南北却是例外 不怕 不怕 现在对方掌握了多少情报 都还说不准呢 说不定这个家伙 只是在炸他 诸葛南北的血脉 是真武大帝的话 应该是强在战斗方面的 毕竟是荡魔天尊 所以侧重点是除魔 也就是干虫族 另外 真武大帝又是玄武的进阶 掌管长寿和不死 虽说林默没有办法查看对方的具体技能 但是他觉得 诸葛南北的能力 应该就是这几个方面 在情报方面 诸葛南北大概率是无法靠技能获得 血脉上 诸葛南北的血脉 就是纯主C的能力 当打输出的角色蛮合适的 然而恐怖的就是 诸葛南北是诸葛家的人 他的祖先是诸葛亮 没有血脉的时候 这个家伙就是个深不可测的老狐狸 这让他似乎没有了任何短板 好在 只要不是用技能 直接发现林默的身份 那么林默只要一口咬死自己不是林默 对方短时间 应该也没有办法验证真伪 林默若若道 什么 难道说 你打算对我这个弱女子做些什么 诸葛南北一正 对你做些什么 不 我不会做出那种事情 林默当然知道 诸葛南北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小子对女人 似乎就根本没什么兴趣 林默还记得上一试的时候 他问诸葛南北 为什么不找女朋友 对方直接跟他说的是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对他做什么 诸葛南北严肃道 我是来这里办一些事情的 听说这里有个叫做杨勇的觉醒者 打了人 以后还觉得自己挺厉害 甚至还说 即使自己杀了普通人 也是应该的 林默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你别问我 林默不想跟这件事扯上关系了 要是被诸葛南北知道 在网上疯狂带节奏的人 其实就是他 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林默 简直想都不敢想 他有些担心 本子里面此小鬼大放厥词以后 被狠狠教训的剧情在他的身上应验 虽说他只是在网上反穿带节奏而已 但是 谁知道诸葛南北这家伙 会不会这样想 林默打算带着林雪跑路 可是再次被诸葛南北拦下 别走 我是检查组的 你不用担心异能者的报复什么的 我这次来就是整治这里的问题的 林默生气了 你烦不烦 不要问我 这里有那么多人 为什么你偏偏找上我 诸葛南北盯着林默 认真道 因为你很像我以前认识的固有 林默 林默很确信 诸葛南北也重生了 不然 他不会一直重复这句话 毕竟 林默跟诸葛南北成为朋友 也是末世后 这一世就没有见过诸葛南北 只可惜诸葛南北死得早 根本就不知道 英雄协会的那群人的嘴脸 林默轻叹一口气 拿出手机 拨打了110 喂 是警察叔叔吗 嗯 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缠着 他非要说我跟他朋友很像 要跟我认识一下 嗯 我在机场 麻烦尽快过来一下 我不知道 他会不会对我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举动 谢谢 林默还想说着 结果手机被诸葛南北一下夺过来 你干嘛 林默想要抢回手机 却发现自己根本过不到 因为诸葛南北一米八 林默一米五 对方将手机举得老高了 林默蹦起来 都摸不到自己的手机 林默急了 你还给我 诸葛南北 你这混蛋 诸葛南北看着林默 笑了 林默 你还在老样子 稍微逗逗就急眼了 林默 林默愣住了 两人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去 林默一猛逼 我不是林默 你在说什么呢 诸葛南北将手机还给林默 我没有跟你说过 我叫诸葛南北吧 你怎么知道的 而且 你的气质和性格也是一点没变 算了 总之 你也跟我一样是重生的吧 跟我说说 我死后发生的事情呗 完蛋 暴露了 现在要是再跟诸葛南北扯东扯西 就属于是把对方当傻子了 林默常常叹了一口气 重来一世 你还是这么讨人厌 诸葛南北笑了笑 重来一世 你还是这么好玩 说完 他伸出手 捏了一下林默的脸颊 软软的 手感很好 你怎么突然想到 变成女人了 说实话 倒是意外的很合适 林默轻哼一声 拍开对方 捏住他脸颊的手 要你管 KFC店里 诸葛南北和林默 两人相断坐 林雪则是坐在妈妈的身旁 好奇地看着面前的叔叔 所以 这一世很多人都重生了 诸葛南北盯着面前 正在损着炸鸡腿的林默 轻声问道 林默点点头 对啊 你重生也有段时间了吧 才发现 这一世很多事情 都跟上一世不一样了 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重生 导致了整体的事件 发展进程发生改变 可以说 这一世的进展 应该跟上一世 都会完全不同 完全可以当作 宇宙重启之后的 另一平行世界 一个很多觉醒者们 都记得重启世界之前 发生了什么的平行世界 诸葛南北笑了笑 对啊 我才发现 毕竟我怎么可能有 林小姐这么聪明呢 林默美好气地 瞥了眼诸葛南北 他能听得出来 这小子是在阴阳怪气的 面对阴阳怪气 林默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方法 对啊 我就是比你聪明 林默的应对方式就是 装作没有听出 对方是在阴阳怪气 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 这样一来 对方就会有一种 一拳打在空气上的无力感 原本 林默以为 诸葛南北会被气到来着 但是林默却注意到 对方对于他的话 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微笑着看着他 林默 林默咽了咽口水 喂 诸葛南北 你倒是说话啊 一直盯着我做什么 诸葛南北微笑道 只是觉得 你的性格 确实挺适合做女孩子的 林默 这个家伙 等等 他该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吧 听到诸葛南北的话 林默呼的一慌 林默倒吸一口气凉气 刚刚吃着鸡腿 差点噎着 嗨嗨 诸葛南北 不要以为你亲我吃 KFC就能随便跟我开玩笑 你不是说 语言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吗 诸葛南北点点头 对啊 林默拿起可乐 喝一口润润喉咙 紧接着 便听到诸葛南北开口 但是 你不会影响 噗 林默刚喝下去的可乐 噗嘶一下 喷在了诸葛南北的脸上 林默诧异的看了眼诸葛南北 喂喂 你小子 该不会上一试 早就寄予我了吧 林默回想着 当初上一诗诸葛南北 波澜壮阔的去赴死的场面 当时的林默 还以为两人是好兄弟 咱拿你小子当兄弟 你小子竟然想 诸葛南北 拿着桌子上的纸巾擦了擦脸 有些疑惑的看着林默 哈 觊觎你 你在说什么呢 我只是觉得 你的性格当女孩子挺合适的 你怎么朝着那方面想的 林默 你小子不会是变成女生之后 就对我有什么想法了吧 诸葛南北擦着脸 同时朝着离林默远一点的距离挪了一步 林默满脸问候 这个家伙 还搁这儿 恶人先告状是吧 滚啊 再胡说撕烂你的嘴 林默有些生气地说着 随即 他解释道 我一直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没有其他任何方面的想法 诸葛南北点点头 嗯 我也一样 你对我是什么想法 我对你就是什么想法 林默 这家伙 这句话是直接开了立体防御了是吧 则 果然 诸葛南北这混蛋就是个老鹰笔 正在两人谈话间 诸葛南北话风一转 你有女儿了 这么说 你已经接受了自己重足的身份 对吧 林默 林默看了看林雪 默默点头 嗯 林默不想再跟诸葛南北撒谎了 而且 他也撒不了 在诸葛南北面前 任何谎言都只是拙劣的表演 会被对方直接洞穿 上一世的时候 诸葛南北其实就发现了 林默是重足的事情 但是因为林默并没有伤害人类 再加上跟林默的相处中 诸葛南北发现 林默是真的帮助人类对抗重足的 所以 他并没有因为林默的身份 就对他有所防备 在诸葛南北眼中 林默一直都是人类 只是被重足感染了的人类 人之所以是人 并不是看他的构造 而是看他的内心 在诸葛南北看来 只要有一颗人类的心 那么你的外在再如何改变 都没有关系 不过这一世 林默生下女儿之后 就代表了 他彻底放弃了人类的身份 诸葛南北盯着林默 林语呢 他现在在哪儿 林默听到林语 眼中浮现一抹杀意 他 被我送精神病院了 现在每天过着很惨很惨的生活 林默知道 只要诸葛南北想查 一定能查到 与其之后对峙 不如跟对方摊牌 他并不奢望对方能理解他 他只是不想 对上一世这位唯一真心 对他的朋友撒谎 即使诸葛南北因为这个 现在当场跟他翻脸 他也认了 诸葛南北伸出手 林默还以为 对方是要揍他 或者给他一耳光什么的 结果 诸葛南北只是拍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道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很辛苦的事情吧 道歉 那时候没有办法站在你身边 诸葛南北当然明白 林默对他的妹妹有多好 能让林默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在他死后绝对是发生了很多事情的 诸葛南北相信一件事 那就是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他想要知道 在林默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林默 你愿意告诉我 上一世发生的那些事情吗 林默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上一世的事情说出来 英雄协会的人 如何勾结林语背叛杀死他 在林默死后 又是如何联合觉醒者奴役人类 最终导致人类灭亡 诸葛南北目光逐渐冷下 好好 英雄协会这些人 这么玩是吧 搞觉醒者特权 真有他们的 觉醒者在获得异能之前 也都是普通人 明明都是普通人 在获得了更强的力量后 便追求特权 这样的人 跟禽兽又有什么区别 诸葛南北轻叹一口气 那些家伙我会处理的 至于你 林默 林默的蜘蛛感应 感知到空前的危机 他起身打算带着女儿跑路 却被诸葛南北单手按住他的手腕压制下来 无法动身 诸葛南北严肃地看着林默 你这一世 应该杀过不少人吧 你哪儿也别去了 跟我走吧 诸葛南北 你放手 林默凶巴巴地 用他那对赤红色的眼眸 瞪着诸葛南北 对方却是直接说道 不放 林默咬紧牙关 诸葛南北 你打算带我去哪儿 诸葛南北回答 不去哪儿 就跟在我身边 以后我在哪儿 你就在哪儿 林默滚啊 你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 咱还要繁衍子嗣多子多福呢 咱还要带着虫群蔑视呢 哪儿有闲工夫 跟着你这老小子到处跑的 林默拒绝道 不要 诸葛南北 我知道你很久没有见到我很想我 但是也没有必要把我强留在身边吧 听我一句劝 强扭得瓜不甜 你就放弃吧 林默和诸葛南北的谈话 引来了KFC里其他顾客的注意 不过他们并没有插手这件事 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两个小情侣在闹别扭吵架闹分手什么的 他们插手别人的家事也不太好 林雪则是生气的 用小拳拳捶着诸葛南北 你这个坏人 放开我妈妈 说着 林雪便打算变成蜘蛛的形态 跟诸葛南北拼命 见到这一幕 林默和诸葛南北都慌了 要是林雪在这里变成了蜘蛛形态的话 那这件事可就不好收场了 明白这一点的林默和诸葛南北 互相看了看后 心有灵犀的点点头 随即两人摸摸林雪的小脑袋挂 林默对林雪说道 妈妈这是在跟叔叔开玩笑呢 你不要当真 叔叔是个好人来着 诸葛南北则是说道 我跟你妈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会伤害她的 林雪看了看林默 又看看诸葛南北 真的 小萝莉歪着脑袋 看了看诸葛南北 又看看自己的妈妈 林默点点头 嗯 所以小雪要乖乖的哦 林雪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随即又严肃的看向诸葛南北 妈妈是小苏阿姨的 你不许打妈妈的主意 诸葛南北看向林默 小苏阿姨 林默不吱声了 一种在外面偷吃 被当场抓现行的 感觉在林默脑海涌现 诸葛南北似笑非笑的看着林默 林默呀林默 原来你变成女孩子 是为了正大光明的 去找女人贴贴呀 真有你的 林默听到诸葛南北这么说 一下子就不乐意了 他扎舌道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种事情就 懒得跟你解释 正在这时 林默注意到 诸葛南北抓住他的手 林默一正 喂 你做什么 诸葛南北随意道 你现在是要饭 抓住你 防止你跑了 说着 诸葛南北又把林雪滴溜起来 这个小家伙也得跟我走 你们俩都跑不掉 就这样 诸葛南北去前台结完仗 左手抓住林默 右手提着林雪 就这么出了KFC 喂 诸葛南北 你到底想做什么 林默恼怒的看着诸葛南北 有些无可奈何 他目前的水准 不足以应对诸葛南北 而他唯一战胜对方的方式 就是将之前跟陈哥交手的那次 唤醒体内的另一个存在 不过林默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并不想杀死诸葛南北 要是真这么做了 林默不确定 体内的那个存在 会不会顺手 又把诸葛南北给杀了 诸葛南北抓着林默的小手 走在路上 同时提着林雪 就像是一家三口一样 在路上走着 诸葛南北轻声说道 我说过 你这一世做的事情 我不怪你 林默哼哼道 你不怪我 你倒是放我走啊 我明明那么相信你 还告诉你 上一世的事情 我都已经那么配合了 你为什么还要抓我 诸葛南北盯着林默 停下了脚步 林默感觉 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惹诸葛南北生气了 正当林默这么想着的时候 对方却是对着林默的脑门 弹了个脑瓜崩 疼林默捂着额头 这是这一世 唯一一个能欺负他的家伙 诸葛南北无奈道 你觉得我是抓你 林默嘟囔着 不然呢 你这不是抓我 你这把我跟我女儿一起抓了 诸葛南北摇摇头 我是在保护你 说着 诸葛南北解释道 林默 你向上一世背叛你的人复仇 这件事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就是把他们千刀万剐 我都不会阻止 甚至 你想让我帮忙 我都乐意帮你一起做 但是 其他普通人是无辜的 唯独这一点 我不会让你继续错下去了 说着 诸葛南北看向街边的路人 路边 有着恩爱的情侣 有着幸福的夫妻 有着充满阳光和活力的小朋友 人性不只有黑暗的一面 不是吗 你以前做过的事情 我会帮你隐藏 我会帮你摆平 你还有机会回头 林默看着诸葛南北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果然 诸葛南北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真心对他的人 诸葛南北对他无条件的好 让林默觉得自己重生所做的一切 都显得很卑鄙 但是 诸葛南北说错了 林默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因为 林默没有告诉诸葛南北的事 背叛他的人 不只有淋浴和英雄协会 当时的审判庭 是由全体人类联邦共同投票的 所有的人类 都是杀死他的参与者 林默知道 诸葛南北不可能帮他杀掉全人类 他们两个 已经渐行渐远了 林默轻叹一口气 诸葛南北 我的事情你就别管了 如果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 就放我走 诸葛南北盯着林默 立刻回答 不放 林默咬咬牙 你不放我走 我就让我的另一个女儿 带着重裙 把这个城市的人全都杀了 我倒数三声 三 没等林默说完 诸葛南北直接拿出了胶布 把林默的嘴给封上了 诸葛南北微笑着 摸摸林默的小脑袋挂 林默 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 比较可爱 放心吧 你的另一个女儿 我也会抓过来的 保准你们一家团聚 林默气急败坏 骂骂咧咧 可是却说不出来 只能吱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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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默的手机响起 他拿出手机一看 上面的电话号码是杨勇的 诸葛南北看着林默 又看看他的手机 朋友打来的 林默有些无语 你觉得我有朋友吗 诸葛南北点点头 也对 你这性格确实交不到什么朋友 林默撇撇嘴 虽说他知道 诸葛南北说的都是大实话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有一种想要给这家伙的念头 所以 不接电话吗 诸葛南北的目光一直放在林默的手机上 林默摇摇头 不想见 对面估计是准备跟林默商量 一起弄死检查组的人的计划的事情的 现在接电话 要是让诸葛南北听到那头的谈话内容的话 影响不太好 接吧 诸葛南北微笑道 诸葛南北对于林默的这个来电 非常的在意 为此 他不由的督促着林默去接电话 毕竟 现在可是末世的特殊时期 一般大家都不会随便打电话交流 要打电话 得话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被诸葛南北盯得紧了的林默 长叹一口气 随即跟诸葛南北解释道 这个电话是杨勇打来的 嗯 就是之前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欺负普通人的异能者 嗯 那更要接了 诸葛南北点点头 林默 不管是前世的你 还是被被刺的你 都不太可能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不是吗 所以我很好奇 他找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林默 林默看着诸葛南北 发现这家伙的眼中 竟然带着一抹玩味的神色 没有办法 被诸葛南北盯得紧了 林默终于还是接起了杨勇的电话 喂 什么事 林默接起电话 装作没事人一样跟那头的杨勇聊起来 没事 就是检查组的人来添书室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来商量一下 除掉他的事业 杨勇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虽说林默没有开免提 但是林默 从诸葛南北那眼神的变化可以看出 他绝对是听到了谈话的内容的 恐怕诸葛南北的技能里面 也有类似林默的无感强化的能力 诸葛南北看着林默 林默也看着诸葛南北 你继续诸葛南北微笑着对林默摆摆手 表示他完全不介意 林默 林默看着诸葛南北 饶有兴致的听着他 跟别人商量杀死他的事宜 还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总觉得这小子是不是脑袋不太好使 但偏偏诸葛南北的脑袋还挺好使的 或许他是乐子人 也不像 诸葛南北并不是乐子人 难道说 他单纯是想看他的乐子 对别人的乐子没兴趣 则 林默没好气地扎舌后 对电话那头的杨勇说道 行吧 你订个时间 等下晚饭后 我来找你 好的 电话那头的杨勇 对林默的安排 没有任何质疑 在之前跟林默接触之后 杨勇便将林默看作是他的同类 看作一个支持异能者特权的人 他将两人看作是知己 惺惺相惜 等到挂断电话之后 诸葛南北愉悦地看着林默 露出一抹笑意 林默 你要跟那个人一起杀我啊 林默扎舌道 对啊 杀的就是你 有意见吗 诸葛南北打去道 没意见 你来杀吧 说完 诸葛南北蹲下身 牵住林默的小手 放在了他的脖子上 林默轻哼一声 滚啊 你还真让我心想杀你啊 换作是别人这么做 林默还真就把对方给杀了 毕竟这种行为 跟挑衅的区别不大 林默是不介意满足对方的要求的 但是面前的人是诸葛南北 是林默的挚友 为此林默并不会这么做 诸葛南北站起身 摸了摸林默的小脑袋瓜 林默 你还是跟上一世一样 口是心非的 让我猜猜 你原本的计划 是打算借刀杀人 让杨勇杀掉来天书室的检查组成员 让中央的人盯上英雄协会 你好来的坐山观虎斗 是吧 林默没有说话 不过有时候 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 诸葛南北确信 他猜对了 随即诸葛南北继续说道 不过 当你发现检查组的人是我之后 你放弃了这个计划 果然你的心里还是有我的 感动 林默 滚犊子 你压得 别往自己脸上贴近 随即 林默解释道 是因为你的实力太强了 我才放弃这个计划的 林默嘴上是这么说 不过 诸葛南北还真没有说错 即使林默自己 也不得不在心中承认 如果检查组来的人 不是诸葛南北 而是其他人 就算对方有着极强的实力 真武大帝的血脉异能 林默也依旧会动手 又不是没有打过跨等级的逆风局 况且 林默还有个底牌 那就是他脑海中的另一个他 真动起手来 打到最后胜负还真不好说 不过 因为对方是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笑了笑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 林默歪着脑袋 喜欢什么? 诸葛南北回答 喜欢看你口是心非嘴硬的样子 很可爱 林默捏紧了拳头 果然 这个家伙真的是欠揍得很啊 路边 一辆崭新的跑车停在酒店前 林默坐在副驾驶 主驾驶则是坐着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在知道林默的计划后 主动开车带着林默来到杨勇这边 所以 你为什么要送我来这边? 林默歪着脑袋看向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耸耸肩 你不是打算让我跟杨勇见面吗? 我现在过来不行吗? 林默 林默 是这样没错 但是我们两个一起过来 不会让杨勇那家伙怀疑吗? 到时候直接就猜到我们俩是一伙的了 诸葛南北笑了笑 没事啊 让他猜到我们是一伙的又怎么样 说着 诸葛南北将手搭在林默的肩膀上 直接就带着林默下了车 林雪在车后座看着在自己妈妈身上占便宜的诸葛南北 眼中浮现一抹敌意 她悄悄拿出手机 拍了个照片发给苏雪儿 同时编辑要消息小苏阿姨 糟糕了 妈妈被别的男人给偷走了 与此同时 林默则是被诸葛南北搂着肩膀 进入了五星级酒店内 进入酒店 便看到早已在这里等候林默的杨勇 杨勇看着林默 又看看搂着林默的这位 有着盛世美颜的文弱书生模样的诸葛南北 愣住了 那个 苏雪儿小姐 请问这位是 杨勇诧异的看着诸葛南北 向林默问道 林默刚想要开口 诸葛南北便微笑说道 我是他的男朋友 在听到诸葛南北的话后 杨勇和林默同时满脸诧异的看向诸葛南北 两人的心里同时冒出了各自不同的想法 杨勇 啊 苏小姐竟然有男朋友了 真是可惜 林默 诸葛南北你个混蛋 这时候还想着占我便宜是吧 不过林默也没有解释 毕竟他跟诸葛南北来这里 就是为了来收拾杨勇来的 为此 在杨勇看来 他跟诸葛南北是什么关系 都完全不重要 在听到林默和诸葛南北的关系之后 杨勇也没有介意 今天他是来跟对方商量 怎么对付检查组的人的事情的 他也并不关心这位苏小姐 跟别的男生的关系就是了 杨勇将林默和诸葛南北请到了包间内 很快酒店的服务生将菜肴端上来 来来来 边吃边聊 这位兄弟叫什么 诸葛南北微笑道 小声名为诸葛南北 杨勇 杨勇总觉得 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 但是他有些想不起来了 估计是什么地方的名人 算了 不管了 能成为苏小姐的男朋友的人 应该是什么明星或者演员之类的吧 所以 偶然在电视上面 听说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杨勇也没管那么多 举起酒杯向诸葛南北敬酒 诸葛兄 我这里呢 先敬您一杯 诸葛南北白白手 我今天来呢 是打算谈事情的 酒呢 就先不喝了 杨勇一愣 酒桌文化不是讲究的事 饭桌上先不谈生意 等到吃饱喝足酒过三巡 之后一切生意都谈好了吗 结果 这位诸葛兄弟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上来就要谈生意吗 不过无所谓 杨勇是求人办事的一方 现在别人都说 要直接切入正题 杨勇倒是求之不得呢 杨勇微笑点头 好 那我们就来商量正事 杨勇给自己的秘书一个眼神 秘书便带着包间内的服务生 一起出去门外等着 给杨勇谈事情的私密空间 杨勇随即说道 我明日不说暗话 苏小姐 我希望你们这边能处理配合我一下 诸葛南北点点头 嗯 配合 肯定配合 杨勇满意道 有诸葛兄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祝我们齐开得胜 弄死检查组那群家伙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很在意 诸葛南北点点头 但说无妨 杨勇疑惑地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诸葛兄 我总觉得你的名字有些熟悉 不知道你在哪里高救 诸葛南北微笑道 我 我在检查组担任检察官来着 说话的同时 诸葛南北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展示给杨勇看 杨勇一愣 下一秒他的背后被冷汗打湿 完犊子了 哄 意识到自己被林默给卖了这件事之后 杨勇直接使用自己的能力 乍响雷霆的同时 将雷霆之力附着在自身身上 如同电影中的闪电侠一般 杨勇就这么刷的一下 瞬间冲出 打算就这么逃出去 然而 林默和诸葛南北是有备而来 杨勇就像是撞在了一面无形的墙壁上面 啊 杨勇撞在无形墙壁的同时 头破血流 这一世的他 从未受到过如此重创 当即痛得大喊出来 林默和诸葛南北走到撞得 头破血流的杨勇面前 杨勇朝着外面大喊 救命 快来人啊 这两个家伙是检查组的人 快救救我 然而 杨勇的呼唤 却换不来外面的人半点的回应 要问原因的话 是林默使用万事皆虚这个能力 让杨勇永远无法到达 声音传递到外面的真实 外面的人听不到里面的动静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做出回应 喊了好一会 发现自己 在做无用功的杨勇 似乎也明白过来 现在的他是戴在的羔羊 想到这里 杨勇看向林默 苏小姐 您这是做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的 要一起对付检查组的人吗 随即杨勇看向诸葛南北 这个女人之前一直在嚷嚷着 要联合我一起杀了你呢 现在他反水跟你来对付我 保不准之后就被刺您了 诸葛南北点点头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让我放了你 还是说 跟你一起对付他 诸葛南北那稀松平常的反应 让杨勇摸不准眼前的男人 在想些什么 他原本是打算策反诸葛南北 一起对付那女人 但是现在看来 诸葛南北也知道他的想法 杨勇还想说什么 诸葛南北再次笑道 哦 对了 他不叫什么苏小姐 他都不姓苏 杨勇 杨勇有些诧异的看着诸葛南北 那他是谁 诸葛南北微笑道 给你个提示吧 他姓林 林宇 你别骗我 林宇不长这样 杨勇诧一道 诸葛南北白白手 不是林宇 是林墨 林墨无语地看着诸葛南北 喂 干嘛跟这家伙说我是谁啊 诸葛南北回答说 在杀死你的仇人之前 总得让他知道 为什么被杀吧 妈 你不喜欢这样的话 就用你的能力 把他的记忆清楚吧 林墨轻哼一声 懒得这么麻烦 诸葛南北 按照我们刚才说好的呀 杀了他之后 就对外宣称 英雄协会的杨勇 袭击了你这个中央检查组的人 你被迫击毙了他 这件事 跟我林墨一点关系都没有 诸葛南北摸了摸林墨的脑袋 嗯 只要你别再滥杀无辜 复仇这种事情 我陪着你 好啊 我不会滥杀无辜的 林墨无所未斗 你跟我保证 诸葛南北说 嗯 我保证 林墨回答 反正上一世审判他的 是整个人类联邦 所有人 参与审判的人类幸存者们 都是林墨复仇的对象 他杀的人 也都不无辜 当然就不存在滥杀无辜 他也因此无所谓 他会跟诸葛南北保证 得到了林墨的保证 诸葛南北看向了杨勇 所以 这个家伙 你打算怎么杀 直接杀了他 还是说 留着折磨一下 林墨诧异的 看着诸葛南北 你小子 居然还会问我这种问题 诸葛南北笑了笑 从你复仇 林渔选择把他关进精神病院折磨 就能猜到你的兴趣 复仇这种事情 复仇的对象 也不是什么好人 过程倒是不重要 你开心就好 所以 你选什么 林墨看向杨勇 这还用说吗 那当然是好好地折磨一番了 林墨 你听我说 我上一世没有想要背叛你 真的 杨勇见无法逃脱这个房间 他慌了 他开始歇斯底里 开始向林墨求饶 林墨 你听我说 上一世审判你的时候 我还跟会长求情呢 我跟他说 林墨大哥 可是一手把我们带出来 帮助我们对抗末世那些重足的前辈 怎么能够对他做出这种事情呢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一切都是会长他的决定 我就算再怎么阻止 也没有办法劝好 最后审判开始 你被判处死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我也没有办法左右审判的结果不是吗 林墨看着面前的杨勇 听着他歇斯底里的狗叫 不由的气笑了 哈哈 有点意思 你继续说 我在听 林墨对着杨勇微笑点头 他觉得杨勇这家伙说的这些东西 还蛮有意思的 杨勇继续说道 你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都是林宇 是他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 都是会长 是会长想要夺取政权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英雄协会高层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种情况下 我只能站队站在会长那边 不然的话他会杀了我的 杀 下一秒 只听着一声微风拂过的声音 杨勇的一只腿 如同被苍蝇拍拍中的苍蝇腿一样 被轰击成一片烂肉 失去一条腿的杨勇轰然倒地 杨勇首先意识到了自己失去了一条腿 紧接着剧烈的疼痛在脑海中袭来 他不由的吃痛叫喊出声 哈哈 林默蹲下身子 看着面前被他打断一条腿的杨勇 脸色冷下来 你刚才说 如果你站在我这边的话 你家会长会杀了你 对吧 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 你站在他那边 我就不会杀了你 因为他会杀你 我不会杀你 所以 你就要杀我对吧 怎么 好人就活该被人拿枪指着呗 说吧 林默抬起手 再次废掉了杨勇的一条腿 剧烈的疼痛再次在杨勇的脑海中传来 他不由的痛苦喊出来 眼泪从杨勇的双眼流出 并不是因为他伤心 而是这份痛苦 并不是他能承受的 一直以来 靠着超能力的他 从未吃过瘪 从没有受过如此之重的伤势 自然 他的内在 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 一直是那自私软弱的普通人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拥有了雷不正神的觉醒血脉能力 除此之外 不过就是个废物一样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可以帮忙的 我可以当你的内应 帮你对付会长杨勇还在求饶 然而 林默却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伸出手 将杨勇的手抓住 捏了个粉碎 啊 没等他反应 林默再次抓住杨勇的另一只手 再次捏碎 就此 杨勇失去了双手双腿 成为了一个 废得不能再废的废物了 林默冷眼看着眼前的金发青年 露出满意的笑容 你这样的废物 就该变成现在这样才好呢 杨勇失去了双手双腿 却依旧不忘跟林默求饶 林默 我真的知道错了 给我一个机会吧 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再被刺我的机会是吧 林默脸上露出一抹冷意 你放心吧 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也不可能被你这个卑鄙的家伙在背叛 你认为 就你这么一个为了活下去 甚至连英雄协会的同伴 都想要背叛的墙头草 真的会有人能用正眼看你也吗 我觉得吧 就连你家会长都觉得 你只是个没用的废物 才会把你安排来做这种走行事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位置 杨勇林默的话语 如同一把把利刃 直接戳中他内心最薄弱的地方 他破防了 知道林默肯定不会放过他 他也懒得求饶 懒得再继续演下去了 杨勇破口大骂 林默 你这个婊子 你就该死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被背叛 那就是活该 是你自己选择 站在我们英雄协会的对立面 我们不搞你搞谁 觉醒者奴役人类本就是大势所趋 低等种族被高等种族奴役 是自古以来的必然定律 你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弄死你不是很正常的吗 所以 你就该死 你活该 林默听到杨勇的话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哈哈 所以我才说 你是个墙头草吗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好玩的 马上才要开始呢 说话间 林默轻抚自己的面容 如同穿剧变脸一般 当林默将手捂着脸 从上往下滑落 原本绝美的面容 变成了八只眼睛 满口尖牙的恐怖扭曲 不可名状的恐怖外貌 杨勇 有一点我倒是觉得 你说的对 高等种族 就是要奴役低等种族 不过 好像没有搞清楚 谁才是高等种族 所以 作为虫族的我 踩在你们这种垃圾 觉醒者的头上 很正常不是吗 毕竟 按照你们的观点 这么做是对的不是吗 半小时后 林默将杨勇折磨的面目全非 这期间没有任何人 打扰林默的雅兴 毕竟林默使用了他的能力 隔绝了外界 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会被酒店外的任何人知道 最终 林默手刀一挥 斩落了杨勇的脑袋 这家伙 总算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林默看向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你把头转过去 背过身子去 诸葛南北疑惑道 哈 你打算做什么 林默淡淡道 你少管 诸葛南北倒也无所谓 毕竟杨勇在被林默折磨的时候 他也没有管 诸葛南北很相信一句话 那就是 以德报怨 何以报德 林默上一世 被这些家伙背叛 被他们害死 那么这一世做出的任何复仇 都不应该被指责 诸葛南北很支持林默 毕竟两人是挚友 不过 这杨勇都死了 林默要对这家伙做什么事情 居然都不想让他看到 真是奇怪 诸葛南北背过身子去 等了五分钟 诸葛南北问道 好了吗 林默回答 没有 再过了五分钟 诸葛南北继续问道 好了吗 没有 林默哼哼道 诸葛南北想看看 林默到底在做什么 转过身子一看 刚才还在原地的杨勇 已经消失 而林默 则是变成了一只虫子的模样 正在吓蛋 诸葛南北 林默 你他瞄的诸葛南北 你就这么爱偷看是吧 草 半小时后 生下一颗小孩子那么大的蛋之后 林默恢复成 原本白发红铜的少女模样 想到刚才 生蛋被诸葛南北看到的场景 林默的脸色浮现一抹微红 虽说林默也明白 对于人类而言 虫子生蛋什么的 应该不算什么色气的画面 但是作为虫族的林默 还是因为这件事 被诸葛南北看到 而感觉到了羞耻感 抱歉 诸葛南北一开视线 林默没有说话 脸颊鼓起有些烦躁 我会负责的 诸葛南北倾壳一声 脸死了 林默气呼呼地踢了诸葛南北一脚 结果 因为对方的等级和身体素质远高于他 像是踢到了一块铁板 则 林默有些郁闷 随即 他的目光看向那颗蛋 当蛋壳碎裂的同时 一只身上带着雷电的蜘蛛 从里面缓缓爬出 并在下一秒化作人形 变成了一个白发红铜的小正态 林默汲取了杨勇的异能 生下了新的小宝宝 不过汲取了上一次吃了陈哥 生下陈哥的教训 扎了对方的灵魂 只是吸收了异能的同时 再生出了小宝宝 这样一来 他就不可能生下杨勇那种垃圾人渣 而是属于他的孩子 小正态看着面前的林默 天生的本能让他感觉到 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 就是他的妈妈 小正态拉住妈妈的衣角 眨巴着眼睛 妈妈 林默微笑着摸摸小正态的脑袋 乖孩子 你是雷属性 我想想以后你就叫林雷吧 噗 林默 你取名的方式还真是有趣 诸葛南北听到林默给自己的孩子取名的思路 小出声 林默美好气的看了诸葛南北一眼 你别多嘴 林默看着林雷的属性 姓名 林雷 血脉 雷魔珠 子嗣 净化度 19%等级 LV19 基因锁易接 血脉技能 掌控雷电 控制天雷作为进攻手段 磁暴锁链 雷暴化作锁链 将对方捆住 使对方麻痹的同时 限制对方行动 迅雷疾持 对自身附着雷电之力 短时间极大程度提高自身速度 五雷轰顶 大范围 也有一技能 在五公里的范围内 引爆天雷 但是消耗极大 神霄天雷 锁定对手的位置 精准锁头自动跟踪降下天雷 提高精确度 但威力减弱 子嗣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默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林雷完全拿走了杨勇的全部技能 不过等级低了点 但没有关系 作为林默的子嗣 林默会好好照顾他 让他变得比这能力曾经的拥有者更强 诸葛南北看着面前的白毛小正太 除了是白色的微分碎盖之外 光看脸的话 会感觉跟林雪差不多外貌 简直就和林默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孩子还小的时候 还真是分不清楚性别 跟他妈妈一样漂亮 正在这时 刚出生的林雷看向诸葛南北 又看看林默 下一秒 小正太歪着脑袋 妈妈 她是爸爸 林默 诸葛南北 林默刚想要解释 只见诸葛南北摸摸小正太的脑袋 微笑道 嗯 小雷猜对了 真乖 给 这是爸爸给你的礼物 说着 诸葛南北从身上拿出了一叠符纸和一个玉佩 递到小正太手中 这个符纸能强化你的雷法 还能辅助你修行 至于这个玉佩 关键时候能帮你挡在 原本林默还想跟儿子说 那家伙才不是你爸爸 但是 看诸葛南北给林雷的 是诸葛家的镇天雷符 和诸葛家的祖传玉佩 这俩可都是好东西 也就没有揭穿 但是林默心中 还是默默给诸葛南北记上一笔 诸葛南北 你小子占老娘便宜 以后 嗯 肯定没你好果之事 哼 林雪在车上玩着手机 等着妈妈跟诸葛叔叔出来 两小时后 林默和诸葛南北 带着一个白发小正太出来 林雪看着那个白发小正太 顿时在对方身上 感知到了同族虫群的气息 看着对方黏着林默的样子 林雪大概知道 那孩子是她的弟弟了 妈 怎么去吃个饭的功夫 给我生了个弟弟啊 林雪看向林雷 怎么 不喜欢弟弟吗 林默看着林雪 微笑问道 林雷乖巧地凑到林雪的身边 似乎很喜欢这位姐姐 姐姐 我叫林雷 以后叫我小雷就好 林雷很黏着姐姐 很热情地坐在她身旁依偎着 林雪见自己的弟弟这么可爱 原本还觉得 妈妈把爱分给新弟弟的她 呼得觉得 有个弟弟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正当林雪沉浸在有了新弟弟的喜悦中的时候 却听到林雷对林默和诸葛南北说 妈妈 爸爸 走吧 我们回家 林雪诧异地看了眼林默 再看看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这个老匹夫 跟妈妈去酒店也就两小时时间 就给她造了个新弟弟了 草 完蛋了 必须要把这件事跟苏阿姨说啊 想到这里 林雪悄悄给苏雪儿发去消息 小苏阿姨 不好了 妈妈她跟别的男人生孩子了 军区中 苏雪儿焦急地等待着林默姐姐回来 默默姐去找那个杨勇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好担心 那个杨勇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就连天真无邪的苏雪儿都能明显地察觉到这一点 她总觉得 林默去跟那个男人见面 准发生不了什么好事 要是林默姐姐一不小心 失手把那家伙打死就不好了 哎 咱们还在别人的天书室地盘上呢 到时候英雄协会的人追究下来 再把天书室的所有英雄协会的人都打死了 可就难办了呀 没错 苏雪儿担心的并不是林默的安全 而是担心 如果林默把那些家伙全都给打死了 应该怎么办 在苏雪儿的心中 默默姐就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没有人是默默姐的对手 但是苏雪儿也觉得 林默不会是整个英雄协会的对手 要是被那些觉醒者一个个的全都盯上 成百上千的超强能力者都对林默姐姐发起围剿 恐怕事情就不好办了 所以苏雪儿才很担心 默默姐想对付那些人的话 跟我说也行啊 我可以想办法动用官方力量 针对那些人没有必要直接跟他们硬碰硬的 要是默默姐出事 那就不好了 正在这时 苏雪儿收到了一个短信 是林雪发来的 上面是林默和诸葛南北的画面 好像是林雪偷拍的 苏雪儿 然后 她便再次看到苏雪儿发来的消息 小苏阿姨 不好了 妈妈跟别的男人生孩子了 正当苏雪儿还在疑惑之际 她注意到了林雪拍下的照片 林默和诸葛南北 坐在前面的驾驶位置和副驾驶 而林雪 和另一个白毛 小正太 坐在后面 顿时 苏雪儿的心态崩了 哦 默默姐明明是她的才对 为什么被别的男人给抢走了啊 不对啊 苏雪儿忽然想到 林默姐姐 不可能这么快就给别的男人生孩子 就算林默今天刚跟那个男人认识 光速就去酒店里面大战三百回合 正中把心 就算今天立刻怀上孩子 也不可能现在就生下来啊 而且 苏雪儿光是看照片上面的林雪 和那个小正太 感觉林雪的年龄 也就最多比那个小正太 大一两岁的样子 哪有小孩子刚生下来 就那么大的 想到这里 苏雪儿皱起了眉头 嗯 有点不对劲 对了 苏雪儿呼的想明白了 一定是林雪搞错了 嗯 应该是这样没错了 苏雪儿自顾自的点点头 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想想看 林雪现在也就一个不到十岁的小萝莉 所以 她的话是不能当真的 毕竟 不到十岁的小孩子 自己本身就没有太多的逻辑能力 都还在读小学的年纪 也就是个小朋友而已 小朋友很多都喜欢 将自己看到的东西 夸张话的说出来 不过 根据林雪的说辞 她大概明白 那个诸葛南北是什么人了 那个男人 是林默姐姐的前男友 嗯 一定是这样了 林雪的脑海中 脑布出来了一个 林默跟诸葛南北的小剧场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林默和青梅竹马的诸葛南北 淋着雨水 浑身湿透 两人回到家中 正换着衣服 看着对方那诱人的姿态 俩人在荷尔蒙的促动下 品尝起禁忌的果实 一夜过后 两人成长了许多 不过作为青梅竹马的两人 选择将这件事埋藏在心底 后来 林默姐姐一发中奖 怀上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不过因为各种原因 默默姐没有办法养对方 就这样 那个男人带着孩子离开 多年过后 在天书市的机场 林默姐姐看着熟悉的男人 以及那已经长大的孩子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啊 苏雪儿捂着脸 脑补着小剧场 虽说林默姐姐遇到前男友 我很吃醋了 但 那个男生也的确郎才女貌 有点响客怎么办 天穷市 英雄协会总部 与其说是总部 不如说 这里是一座岛屿 这里是曾经的米国领土 不过在末世爆发之后 米国的政权便不复存在 对外的消息是 虫群攻陷了米国 杀死了这里的全部管理层 实际则是 英雄协会 趁着米国被虫群袭击之际 一石二鸟 将米国的官僚 以及袭击的虫群一并抹除 然后纠占雀巢 而这座岛屿 便是米国有名的萝莉岛 有某位富商投资 米国高层站台建设的岛屿 曾经这座岛上 以高薪工作为由 将米国年轻漂亮的女孩 欧布 甚至有漂亮的男孩子 全都骗到这座岛上 然后 这些被骗到岛上的人 便成为了来这边娱乐的 社会名流消遣的玩物 据不可靠消息 来这里玩的 有不少是皇室成员 以及高层政要 不过随着建立 这座岛的那位富商被抓 然后背后身中竖枪自杀后 很多去过的人是谁 也便无从考究 不过现在 这里 倒是成为了英雄协会的总部 为什么要选取这脸 嗯 大概 是为了继承传统一能吧 金发碧眼的绝美少女 手中端着一杯红酒 躺在躺椅上晒着日光玉 感受着微微吹拂的海风 在她的身旁 是好几位面容交好的可爱少年 大概是年轻时候的小李子那种 少女将手轻轻放在对方的腰间 揉了揉 享受着这种被美少年们包围的愉悦感 正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起 安娜接起电话 目光却依旧是寒情默默的看着身旁的美少年 顺手将对方一把搂在怀中 喂 什么事 安娜心不在焉的 跟电话那头聊天起来 与此同时 那头传来了惊慌的声音 会长 杨勇他没有消息了 安娜眉头一皱 杨勇没有消息了 英雄协会的高层成员 定期都会跟英雄协会总部 汇报自己的情况以及实时位置 以防出现什么意外 也好提前得到一些消息 然而现在 杨勇却没有了汇报消息 身为英雄协会的会长 安娜深吸一口气 杨勇那个混蛋 该不会大白天的 就去玩麻子去了吧 务必马上把他找出来 这个月的奖金他别想要了 安娜正这么说的时候 那头却再次回答 杨勇他是真的失踪了 他就没有出过酒店 但是却在里面找不到他的踪迹 现在最坏的情况就是 他可能已经被某个虫族吃掉了 安娜冷笑一声 呵呵 你直接说被林默吃掉了 不就得了 现在除了林默 其他虫族根本就不可能 对我们英雄协会出手 英雄协会表面上帮助人类 对抗虫族 实际上 英雄协会已经跟虫族 达成了某种交易 只要定期向虫族上供一些 普通人当作祭品 那么虫族 便不会对英雄协会 管辖的区域出手 他也不会担心事情败露 毕竟每年失踪那么多人 又有谁会真正关心 这个世界 最不缺的 就是做这种坏事的人 有骗到金山脚区嘎腰子的 有卖到山区给别人生孩子的 有绑架儿童卖给其他家庭的 既然别人都能做 那么他 为什么不能 其他人做坏事 做了也就做了 他上贡人类给虫族 还能换来虫族的西式宁人 这不是双赢 以他们的超能力 想要将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很简单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那么 在跟虫族达成合作之后 他们的人还能被虫族吃掉 答案就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 是林默这个家伙做的 安娜脸色铁青 林默这个时候 实力应该不足以祭拜杨勇才对 难道说 重生之后的他 也得到了某种机缘 总之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 若是继续这么散漫下去 迟早要完蛋 正在这时 安娜怀中的少年夺过他的手机 安娜大人 不要管这种小事了 让我们来做一些快乐的事情吧 安娜眉头一皱 下一秒 一道残影闪过 安娜面前的少年暴体而亡 安娜冷声道 我快了你麻辣隔壁 滚远点 话音落下的同时 安娜随手将少年的尸体 扔在一旁的地上 如同一只死狗 她分得清楚主刺 在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 她不介意纵情声色 沉迷于美色与欲望之中 但若是有威胁到她计划 和地位的不稳定因素 她就会毫不保留地灭掉对方 安娜从堂椅上起身 她刚才的举动 让其他的少年们 都吓得目瞪口呆 安娜微笑着看着他们 你们怎么看上去那么害怕 没事 你们都是姐姐的小可爱 姐姐不会伤害你们的 少年们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安娜随即继续说道 姐姐要到天书室一段时间 可能会很久没法回到这里了 安娜知道 她想要除掉林墨 绝不可能去了 就能立马成功 她可不会自大地以为 自己能跟上一世 以一人之力带领人类 对抗虫族的家伙媲美 所以 这注定是一场很长久的战斗 要做充足的准备 你们很好看 姐姐很喜欢 但是 姐姐也知道 你们这么好看的小男生 喜欢你们的女孩子 也很多吧 就算没有女孩子 在我不在的期间 你们说不定互相也会 嗨嗨 所以 为了保证我不被虑 就麻烦你们去死吧 少年们原本还以为 安娜是说 要她们在这段期间 截身自好呢 结果 当她们听到安娜的 最后一句话后 全都是一脸猛逼 而且没等她们反应过来 她们便发现自己的胸口一痛 伴随着鲜血 从空洞的胸口喷涌出来 少年们痛苦地跪倒在地上 没有心脏攻血的她们 呼吸困难 身体冰凉 在死亡的最后一刻 她们注意到 安娜将一颗颗鲜活的心脏 包含爱意的赤下 所以 你接下来打算带着我去哪儿? 林默看着正在开车的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微笑道 嗯 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调查杨勇 现在调查的对象都已经死了 我也没有留在天书室的必要了 所以我问你 你要去哪儿啊? 林默不耐烦道 诸葛南北回答 当然是回去 回中央那边 中央 就是人类联邦的检查组 最高军区那边 没有多少好感 在她的心里 人类联邦和英雄协会 本来就是一丘之和 她比起跟着诸葛南北去人类联邦 更想要单干 诸葛南北继续道 现在先带你去军区那边 接上你的女儿诚哥 我们就出发 林默 林默信信道 不带苏雪儿 诸葛南北怂怂肩 我调查过了 那女孩喜欢你 所以 不带 林默眯着眼睛 看着诸葛南北 喂 你不会真的是喜欢我吧 咋 不带她是因为你吃醋极度 不想把情敌留在身边 诸葛南北轻笑一声 伸出右手 在林默的脸颊捏了捏 你可以当做是这么回事 林默 林默的直觉 告诉她 并不是这样 虽说林默不知道 诸葛南北 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但是林默很清楚一点 那就是 诸葛南北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而排挤一个人 诸葛南北见林默还在疑惑 干脆解释道 我们杀了杨勇 你觉得英雄协会那边查不到吗 他们肯定想要弄死我们了 苏雪儿只是个普通人 与其把她留在你身边遇到危险 不如让她自己在军区更安全 不是吗 林默意外地看着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没想到你这人还挺温柔的呀 诸葛南北无语道 我以前就不温柔是吧 林默点点头 对啊 你这人在我的印象中 见兮兮的 温柔个锤子 诸葛南北笑了笑 那你看到我还活着的时候 为什么看上去还挺高兴的 就在机场的那时候 难道说 你就喜欢见兮兮的那种类型 嘖嘖嘖 品味有点独特 林默回击道 再独特也没有你独特 你这难通 后排的林雪和林雷 听着两人吵架 满是好奇 林雷看向林雪 姐 妈妈和爸爸一直这么爱吵架吗 林雪摇摇头 这你就不懂了 有句老话叫 打是亲 骂是爱 吐口水是谈恋爱 林雷点点头 虽说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感觉姐姐说的很厉害的样子 小苏 我最近一段时间 要出一趟远门 所以 麻烦一下你 照看一下军区这边 辛苦你了 林默在诸葛南北的陪同下 回到军区这边 她刚一开口 便是跟苏雪儿道别 听着林默的话 苏雪儿心中 更是确定了她之前的想法 林默姐姐 这是要跟着这位前男友私奔去了 没错 这两人一定是旧情复然 所以打算去度蜜蜜 想到这里 苏雪儿看向诸葛南北的时候 目光中不免带上了一点敌意 诸葛南北当然注意到了 苏雪儿那要杀人一样的目光 那个 林默 你这位朋友看上去好像不怎么有啥 林默看向苏雪儿 没有啊 我觉得小苏一直都很有啥 诸葛南北刚想说 林默是不是故意装作看不出来的 结果当她在看向苏雪儿的时候 却发现少女满脸都是 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 完全没有了刚才那可怕的表情 诸葛南北 果然 林默身边各个都是卧虎藏龙 诸葛南北总觉得 随时都要被他们刀了一样 苏雪儿拉住林默的手 眼巴巴的看着林默 默默姐 我知道我不该阻止 你去追求幸福 但是 我喜欢你 林默 哈 听到苏雪儿那突如其来的告白 林默一猛逼 苏雪儿对林默有好感 林默是知道的 但是 林默对感情这种事情并不太在意 相反 她甚至还一直利用苏雪儿对她的好感 来操控第九军区那边 她没有想到 苏雪儿竟然会直接跟她坦白 难道说 诸葛南北的出现刺激到了苏雪儿 苏雪儿牵住林默的手 林默姐姐 我喜欢你 不要走可以吗 我也可以给你幸福的 我会很乖 什么都听林默姐姐你的 我很听话的 不要丢下我林默看着苏雪儿 那可怜巴巴的模样 很像她以前养过的一只小狗狗 一样粘人 说起来 苏雪儿的这举动还蛮可爱的 让林默都不由的想要揉揉着孩子的脑袋 不过 不行 林默不可能留在这里 现在 她已经跟英雄协会彻底撕破脸皮 杨勇的死只是开始 英雄协会那边肯定也有什么大动作 如果林默继续在这边 反而会波及到苏雪儿 她不在苏雪儿的身边 她反而会安全一点 林默很想要跟苏雪儿解释 但是却无从说起 苏雪儿不是重生者 甚至连觉醒者都不是 苏雪儿自然也就不可能知道 林默上一世跟英雄协会的那些纠葛 也不会知道 英雄协会是一个多么丧心病狂的组织 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林默解释了 所以 林默做出了一个她不愿意做出的决定 林默看着面前的苏雪儿 小苏 你说 你会听话对吧 苏雪儿点点头 嗯 只要姐姐不走 我什么都听 林默深吸一口气 那么 我希望你能不要再干预 我跟诸葛南北的事情 我想跟他走试我自己的事情 你管不着 你要真的听话 就乖乖的 好好的 照看军区 履行你第九军区组长的职责 而不是像个黏人精一样 整天希望姐姐抱抱哄哄你 说完 林默将手从苏雪儿的手中抽回 看向诚哥 小哥 走 诚哥看了眼苏雪儿 嘴角洋溢一抹看乐子的笑容 好 诚哥起身 跟随着转过身离开的林默的脚步 苏雪儿完全没能理解现状 他只感觉 他好像失恋了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 你好不容易跟自己心动的对象谈恋爱 两人轻轻握握甜甜蜜蜜 正在这时 对方的前任回来了 两人狼才女貌天生一对 对方直接跟人跑路了 虽说苏雪儿觉得 柯林默姐姐跟那个男生也挺好 但是 总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 军区外 诸葛南北看着林默 林默 这样真的好吗 林默轻声道 这样就好 让苏雪儿断了念想 要是跟她说 我是为了她的安全 那她肯定还是会担心我 来找我 就这样 让她认为我丢下她离开 让她伤心 她才能安心待着 而且 我也利用她很多次了 就当作 是我发发善心 放她一马好了 其实 林默的心里 也觉得空落落的 因为 对林默来说 苏雪儿比林语更像是她的妹妹 她也真的将苏雪儿 当作妹妹看待 为此 即使是装出来的 但是当她抛下苏雪儿的那一刻 林默还是有些自责 诸葛南北 将手搭在林默肩膀 林默 等灭了英雄协会 再跟那女孩解释就好 林默点点头 嗯 我知道 还有 诸葛南北 把你的猪蹄子 从我肩膀上拿开 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着 所以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南北 陈哥坐在车子的后座 打量着正在开车的男人 林默回答 嗯 诸葛南北开着车 自然也是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她饶有兴致地观察了一下 后视镜里的陈哥 赤红的长发和双眸 似乎前世对于这么一个少女 没有什么印象 毕竟 前世的林默是没有女儿的 不如说 前世的林默作为男生 没有跟女生恋爱 自然不会有小孩 说起来 林默 你的女儿为什么姓陈 诸葛南北好奇地问道 她可不记得 林默在上一世 有过姓陈的男生朋友 等等 男生没有 好像倒是有个小迷妹来着 那个小迷妹 似乎叫做陈哥 诸葛南北眉毛一条 顿时明白了各种缘由 你把她变成了你的女儿 林默 真有你的 林默单手扶着额头 不管你信不信 这是一场意外 嗯 我信了 诸葛南北回答 林默撇撇嘴 啊 看她那样子 根本就没信 陈哥随即问道 所以 诸葛南北你跟我妈 嗯 跟林默大人她好上了 嗯 诸葛南北点点头 才没有 林默扎舌道 两人异口同声 林默美好气地看着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这种玩笑不要随便开 我们俩是好朋友 才不是 那种关系 诸葛南北波澜不惊 只是微笑 哪种关系 林默一开目光 就是 就是那种关系啊 诸葛南北继续微笑道 所以说 那种关系 是哪种关系 林默扎舌 就是说 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啊 林默说话的同时 脸色涨红 他总觉得 诸葛南北 是在故意逗他玩呢 诸葛南北会心一笑 他确实觉得 逗林默挺好玩的 重生遇到林默 比上一世遇到他更好玩 真是不错 林默先是不爽地 看着诸葛南北 随即叹了口气 毕竟 诸葛南北是要帮他 向英雄协会复仇的 自己帮助的人 确实也不太好摆出 一副不爽的态度 明明知道这一点 林默却不知为何 还是想给诸葛南北来上一拳 林默看着行驶的道路 诸葛南北 这条路 也不是朝着你们中央那边开的 你打算带着我去哪儿 诸葛南北看了看导航 再看着路 不急 再回中央那边之前 得绕一段路 我们被人盯上了 听到诸葛南北的提醒 林默看向车子的后视镜 后方 几辆黑色轿车 似乎紧紧尾随着他们车子 诚哥脸上露出一抹残酷的笑容 哦 跟踪 那岂不是又能开饭了 诸葛南北说道 不 你们不能开饭 我是代表中央检查组的人来这边的 要是让中央发现我带回去的是虫族 那可就麻烦了 我们只要把那些家伙甩掉就行了 等对方做出出葛的举动 由我出手摆平 诚哥听到诸葛南北的话 嘻了一声 嘻 饭都不让吃 林默偷偷用自己的能力 给诚哥传达新声 诚哥 听话 等这次的事情处理完 我们从诸葛南北身边离开 就放开了吃 没事 忍一忍就过去了 哦 诚哥听到林默的话 顿时开心起来 原本他还以为林默跟诸葛南北真的好上了 不过现在看来 两人只是暂时的合作关系 根本没有到恋人的程度 而诸葛南北跟林默那看似亲密的互动 应该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不过 后面的几辆车子 看上去也确实挺招人烦的 不能杀掉那些人 真是麻烦 正当诚哥这样想的时候 只见诸葛南北一脚油门 直接将车子开到了200马 车子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飞驰出去 后面的车子显然没有料到 诸葛南北的车会这么快的加速 就像是速度与激情的电影一般 诸葛南北的车子在急速行驶的同时 不断超越前方的车辆 以漂亮的飘移过弯 当后面跟踪的车子 还想加速追上诸葛南北的车子的时候 却早已看不到车子的踪迹 诸葛南北的车子很快开出了高速公路 并开往隧道处 这里 另一辆跑车早已在此停住 同时 一位老管家也在这里等候 少爷 恭候多时了 老管家很专业的 为诸葛南北打开车门 将他迎接下车 随即便为林默和孩子们也打开车门 少夫人 还有孩子们 也请下车吧 林默 少夫人 我少你奶奶个腿 不过 林默看老人家一把年纪 都能当他的爷爷了 也就没有抱粗口 对这老灯该有的尊重 还是要有的 毕竟林默虽说不当人了 但该有的尊老爱幼 还是有的 林默愣神之际 诸葛南北 早已在另一辆跑车上 按了按喇叭 嘟嘟嘟 听到车的声音 林默看过去 诸葛南北随即说道 林默 快上车了 等下那些人该追上来了 林默也没有耽搁 带着孩子们上了车 这里是监控和天网的死角 那些追踪的人 应该没有发现这里 换车之后 老管家开上原本的那辆车 继续沿着隧道往前开去 诸葛南北则是开着新换好的车 顺着相反的方向 开向原本的高速公路 就这样 诸葛南北开车 与追踪的那伙人 就这么擦肩而过 那些人追着老管家的车子而去 想必等他们发现车上换人的时候 诸葛南北早已顺着高速路 开出天书市的范围 前往中央了吧 林默坐在车副座 诧异地看了眼诸葛南北 前世听说过 你默示前家里有点钱 现在看来 不是有一点点钱啊 跑车一辆辆的换 还有个老管家 你当你是蝙蝠侠吗 诸葛南北微笑着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试 林默 虽说林默不知道诸葛家的具体家产 但是看诸葛南北这自信的态度 想当蝙蝠侠应该问题不大 尤其别人蝙蝠侠 是普通人纯靠科技和钱砸出来的 最多也就是学了很强的格斗术和身体素质 但是诸葛南北不一样 他是神话系的真武大帝血脉异能 一整个就是个投胎到了 哥塘维恩家族的超人科拉克 跟蝙蝠侠的区别不是一点半点的 诚哥听到诸葛南北有钱 双眼发光 那个 诸葛叔叔 你家真的很有钱吗 诸葛南北不置可否 我也不清楚 反正买了那么多的游艇跑车别墅啥的 我的卡就没有刷完过 我不喜欢钱 也不知道我家有多少钱 不太关注这么庸俗的事情 诚哥点点头 嗯 那 如果你跟我妈结婚 是不是可以把我当亲女儿一样 诸葛南北微笑道 那当然 到时候你想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林默诧异的看了诚哥一眼 随即看向诸葛南北 小孩子跟你开玩笑呢 诸葛南北 你瞎凑什么热闹 诚哥却是继续道 爸 以后你就是我爸了 我妈那边你不用管 我来帮你搞定 以后我就是 你的贴心小棉袄 林默 他喵的 直接被不孝女妻晕过去 第九军区 白灵山墓园 血红的月色照耀下 让夜晚的白灵山显得格外森然恐怖 有军区特工的家属 正跪在自己哥哥的墓前 感叹过往 正在这时 他听到了一声沙沙的动静 一只苍白的手 正从另一处的坟墓土壤中 就这么直接伸了出来 顿时 冷汗从这名特工的背后留下 不是吧 大晚上来扫墓 难道还真撞鬼了不成 特工的亲属 咽了咽口水 强行让自己的情绪平复冷静 不行 根本冷静不下来 特工的家属 可不是特工 他只是个普通人 为什么大晚上来这边 大概是因为 晚上是阴谋的网易云时间 这个时候 来跟死去的家人亲属新生 效果比较好 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居然真的撞鬼了 妈呀 我不想死呀 特工的亲属 终于还是绷不住了 直接一抬腿 固头不固定的撒鸭子溜了 带到这人跑路 一道身影从目中爬出 黑色的长发 红色的双眸 小小的身子 颜小爱缓缓站起身 皱起眉头 他记得 他好像死了 死在了那场第九军区和陈哥的大战之中 不过因为他的地狱猪的专属技能 使得他 能从地狱和人间来回穿梭 CD一个月时间 每一个月一次 能无限的从地狱归来 他的爸爸颜良死了 他爸爸的特工手下们 也全都死了 想到这里 颜小爱的眼泪 哗啦啦的流下来 呜呜 爸爸 颜小爱虽说变成了虫族 但是他对他爸爸的爱是真的 他可以毫不顾忌的吃掉任何人 但是也会为了他的爸爸颜良 做出任何事情 而现在 他没有了家人 没有了第九军区组长家的大小姐身份 现在的他是个孤儿 也没权没势 这一切 都要从老爸跟那个姓林的扯上关系说起 如果不是为了帮助那个女人对付陈哥 他家现在也绝对不会遭遇这种事情 都怪林默 可恶的坏女人 想到这里 颜小爱的心中对林默有些不满了 姑 这时 颜小爱的肚子咕咕响起 饿了 算了 还是先找点东西吃好了 抱歉 我们跟丢了高速公路外 一车队的黑色轿车停在停靠区路边 下车的一众身穿黑色西服戴着墨镜的家伙 正是英雄协会的底层异能者 他们的异能并不是欧米切级别的 所以即使在英雄协会中 也只能充当这种跑腿小弟的角色 他们面前 一位银灰色长发 身穿黑色紧身皮衣的少女 面露蕴色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他喵的 这么多人跟一辆车子都能跟丢 你们丢不丢人啊 少女叫做沈青也是英雄协会的人 不过 她的异能是比较不错的 所以是这些跑腿小弟的领头上司 而她接受了英雄协会会长安娜的任务 前来拦截准备离开天书市的林默等人 原本以为 这次是在会长面前表现的机会 可是很显然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跟丢了林默 这样看来 说不定会长会将这件事算在她头上 等之后 会长坐飞机赶到天书市 她估计少不了挨一顿骂 沈青银牙咬碎 看得出来她相当的生气 毕竟 他们英雄协会的人被杀了 被林默那个家伙给杀了呀 虽说沈青觉得 杨勇是在英雄协会里的人渣 垃圾中的垃圾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 那也是英雄协会的成员 英雄协会怎么做事 还轮不到其他外人指手画脚 更轮不到其他人杀死杨勇 现在他只想找到林默 然后弄死他 至于调查组来的家伙 那也不能放过了 既然调查组的人 跟林默联手弄死了杨勇 那么就代表着杨勇做的那些事情 早已被检查组的人证实 若是让那人将这件事上报给官方上面 那指定没有他们好果之痴 明白这一点 沈青才更为林默和诸葛南北的逃脱而震怒 沈青拿起手机给安娜打去电话 那个 会长 怎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了女人冷漠的声音 沈青心中一紧 很快在脑海中 挠补了那头会长生气的面容 他随即回答道 抱歉 会长 我们没能拦下林默他们 电话那头沉默半场之后 那头的会长冷声道 嗯 所以呢 你是要我夸你干的好吗 沈青求饶道 那个 会长 都怪那林默太狡猾了 这也不能全怪我身上 这些手下也一个个的都是饭桶 想抓到林默实属不易啊 安娜气急返效 哼 亏你们还是异能者 真的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沈青 你也不动动你的脑子想想 诸葛南北他们想要回到中央 需要经过哪些路线 呼 算了 我觉得你肯定也想不明白 好了 我其实也早料到 你们这些饭桶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在各大机场和港口 安排了人口排查 你只需要等待消息 前去支援就好 沈青委屈的应了一声 一点都不敢顶嘴 哦 好 在安娜的面前 她乖巧的像一只温顺的小绵羊 带到挂断电话之后 沈青才重新表现出 浮现出那嚣张跋扈的面容 看向自己的手下们 她喵的 都怪你们 害得我被会长老大骂了 回去就等着跪搓一板吧 一群废物 与此同时 正在前往天书市这边的半空飞机上 安娜深呼吸着 试图平复自己内心的生气的感觉 虽说她本来也没指望靠沈青找到灵墨 但是在听到沈青的汇报后 还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养的这群人都是些什么饭桶 只知道炒粉的杨勇 还有这个没有脑子的沈青 英雄协会里成千上万的觉醒者 愣是凑不出两位数的脑子 也怪不得前世的时候 反抗军这些没有能力的普通人 都能靠着当时的科技跟觉醒者队伍抗衡 最后人类灭亡 光觉醒力量 脑子却蠢得跟猪一样的队友们 确实没救了 好在 英雄协会里也不全都是饭桶 安娜拨通一道电话 喂 老灯 有活给你做 帮我查个人 嗯 查谁 还能是谁 林墨呗 一处古宅内 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人 正盘坐在院内 她是英雄协会中隐世不出的幕后指挥 大概安娜是英雄协会的明面的会长 而她则是在英雄协会之后 布下大局的操盘手 两人一鸣一暗 主持着英雄协会的运行 可以说 没有安娜的血腥统治 以及老者的运筹帷幄 很难将英雄协会的那群乌合之众凑到一起 还能形成规模 她的血脉是 神话系 中斗星君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八卦一经 样样精通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她算不到 可以说 是整个欧米前异能者中 情报系最厉害的一个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也是英雄协会里最神秘莫测的那位 老者接收过来手机里 安娜会长传来的林默的照片 原本 老者是不打算对林默使用补算之法的 因为林默是虫族 虫族对于精神系方面多少有点免疫 毕竟虫族的主脑是整个虫群意志 其中涉及虫群那成千上万的精神意识 入侵起来不仅费时费力 甚至还容易被反噬 而且 就算查到对方的信息 对方也很容易根据精神流动 感知到这边的存在 对虫族使用精神系的战术 可以说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不过 现在林默对于英雄协会来说 是莫大的威胁 她想不出手也不行了 老灯深吸一口气 在自己的房间内 早已布置好的大眼八卦阵内 摆好了架势 同时将林默的照片放在正中 开始算起了林默的位置 无法探寻 老灯完全无法感知到 林默那边的位置 老者皱起眉头 不可能啊 我的血脉 可是最高内荡的 中斗星君乃是道教五斗星君之中最高的尊神 司长天下一切事物的流向 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 只要她想要查的东西 是绝对不会查不到的 然而 现在的问题就是 她查不到林默的位置 难道说 林默有什么办法可以躲过她的追查 不信邪的老灯继续作妖 使用她的血脉技能 打算隔空对林默下咒 重创林默 然而 在她动手的那一刻 老灯当场吐血 气绝身亡 临死前 老灯都想不通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怎么可能 我可是堂堂八街基因所的觉醒者 凭什么高速路上 林默还在因为成哥叫诸葛南北爸爸 搞得有些下不来台 他才不要跟诸葛南北在一起 就诸葛南北这个臭毛病 谁喜欢他 跟诸葛南北做兄弟倒是挺好的 但是要是想让他把诸葛南北看作是男友什么的 多少还是有些心理障碍的 林默他接受不了 而且 他多少也感觉 诸葛南北肯定也不是认真的 绝对是想要逗他玩 正在这时 林默有一种被人探查打感觉 从身上袭来 浑身冰冷 然而 这感觉只存在不到一秒 便立刻消失 域外天魔 免疫一切精神系的能力 并且能将对您使用的精神攻击 百倍返还给使用者 这是林默的其中一个技能 林默自从得到这个技能之后 就从来没有遇到 任何一个精神系的使用者 这时看起来 他终于遇到一个精神系的对手了 看样子 英雄协会的人 终于还是忍不住要出手了 正在这时 林默呼的感觉 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林默的身上 但这种感觉 紧接着便再次消失 林默乐了 哈哈 诸葛南北开着车 不禁问道 林默 你笑什么 林默笑道 我笑有人偷鸡不成18米咯 诸葛南北还是不太懂林默的意思 但是 这是他这段时间遇到林默以来 他看上去最开心的时候 就连折磨洋涌的时候 林默都没看上去的那么开心 诸葛南北不知道的是 林默之所以开心 是因为他的系统 定 检测到宿主越级击杀高于自己基因所等级的对手 奖励 等级突破 检测到 对方的等级过高 再次等级突破 林默直接看到自己的经验条蹭蹭蹭的往上涨 性鸣 林默 血脉 天魔珠 虫母 净化度 50%等级LV50 基因所 五阶 林默直接从三阶跳到了五阶 当场就完成了智德飞跃 林默大概知道 那个对自己下手的家伙是谁了 是英雄协会幕后的那个老逼灯 上一世的时候 林默就曾听说过那个家伙 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 似乎是英雄协会的幕后大佬 应该还挺厉害的嘛 不过 看上去那家伙 是属于精神系或者情报系的 擅长的应该是道法和辅助之类 属于能力特别强 但是脆的 跟一张纸一样 怪不得整天见不到人 上一世林默都没能够见到他的真人 现在看来 果然是太脆了 怕被打死才躲起来的 结果现在直接对他使用精神攻击 被反弹死了 哈哈 还真是适合老逼灯的死法 活该 林默感觉 说不定他自己当面对峙那老灯 还不一定打得过 但对方的精神系攻击 弄他结果反弹 直接就把他自己弄死了 真旧 我杀我自己 诸葛南北也是呼的感觉到 林默的气息 此刻比之前强大了不少 惊讶的看向他 你怎么突然变厉害了 林默笑了笑 你猜呢 嘿嘿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 对了 现在我应该可以 查你的等级了吧 让我康康你多少集 林默心想 要是诸葛南北 跟他等级差的不多的话 等诸葛南北再欺负他 他就好好收拾这小子 林默一看诸葛南北信息 果然能查了 但再看等级 他傻眼了 姓名 诸葛南北 血脉 人类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真武大帝 进化度 85% 等级 LV85 基因索巴结 林默 林默 他喵的 诸葛南北 你压上一试 到底瞒了我多少 诸葛南北 你他喵的 已经是基因索巴结了呀 林默惊愕中 带着一抹小小的生气 不满的对诸葛南北问道 他很惊讶 他知道诸葛南北很厉害 但是没想到 诸葛南北会这么厉害 他生气是因为 不管是上一试还是现在 诸葛南北都从未告诉过他 他的实力有这么强 林默即使在上一试被审判处决的时候 也只是摸到了第八阶大圆满的状态 而这一试的末世才刚刚开始呢 诸葛南北就已经将异能修炼到如此炉火纯青 这很难不让人多想 诸葛南北轻笑一声 林默 不要慌吗 看样子 你已经能看到我的信息了吗 挺厉害的呀 林默 看样子 你现在应该已经到第五阶了吧 进步很快 说着 诸葛南北腾出一只手 来摸摸林默的小脑袋瓜 林默美好气地 瞥了诸葛南北一眼 他很想把诸葛南北 放在自己脑袋上的这一根猪肘子给拍开 但是现在诸葛南北 是正在路上开车的状态 林默又担心 拍开诸葛南北的手 会让他身子失去重心 导致车子没开吻 到时候出车祸就不好了 在车子上的时候 还是不要打闹得好 林默可是非常注意行车安全的 倒是诸葛南北 开车的时候 还去摸人家女生的脑袋 要是让交警叔叔发现 绝对是要扣分和罚款的 不过现在是默示 基本没几个城市 像是天书市那样依旧稳定运行 很多外面的路上 是没有人监管的 毕竟 谁在默示 还会冒着生命的风险 去给别人的驾照扣分的 不想活了 诸葛南北 你他喵的 为什么能这么快就第八戒 啊 林默满脸疑惑的看着诸葛南北 现在这个人对他来说 充满了神秘 他实在是搞不明白 这默示才过了多久啊 哪来的这么高的等级的 诸葛南北听到林默的话 倒也不打算隐瞒 对林默 他没什么好隐瞒的 诸葛南北开口了 因为我从小就在修行这方面 而且有着诸葛家的传承 很正常 林默 哈 从小 什么意思 林默的脸上露出一抹疑惑的神色 他有些搞不明白 诸葛南北到底是说的什么了 诸葛南北则是继续回答 林默 你不会真的认为 默示开始以后才有的异能者吧 还记得99年的保密协议里的那场战役吗 林默 那到底是啥 林默看向后座的陈哥 他记得当初的陈哥也跟林默说过这句话 陈哥一开目光 吹着口哨 呼呼妈妈 你别看我 诸葛叔叔 不是正在跟你解释吗 你听他说就好 他要是有什么说错的地方 我再帮你纠正补充就行了 林默再次看向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你可要好好的跟我说清楚了 在99年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诸葛南北看着远方 像是想到了过去的时候 那时候 我还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子 就跟着我老爸 踏上了一条修罗之路 林默总觉得越听越玄乎 这诸葛南北 不会是拿他寻开心的吧 蛤 修罗之路 这么玄幻的吗 林默看向诸葛南北 眼中带着一抹好奇 诸葛南北的这个说法 确实很吸引他 至少 就像是小时候 喜欢听故事那样 林默上一世 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这实在是有些超出了 他对这场重群末式的认知 诸葛南北见林默 一副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 轻笑道 形容词了 并不是什么玄幻 不过 我们的血脉 倒也挺玄幻的 不是吗 林默 林默沉默了两秒后点点头 确实 那些什么神话系的异能 根本来说就是太过玄幻 像是古代的神话故事一样 根本就不是正常世界该有的 林默都快感觉自己生在灵气复苏的时代了 正当林默 想要问诸葛南北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对方却是先开口了 林默 在99年的时候 崇族就早已入侵过我们的世界 那时候的觉醒者们 就早已展开了跟崇群的交手 而我们各个世家 也早已在培养觉醒者 对抗崇群 林默 所以说 官方其实早就知道 这次灾难的内幕 诸葛南北没有否认 继续说道 官方知道 这一年会有崇群袭击 所以各个军区都开始招募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招来异能者 但是 官方没有料到的是 崇群这一次的数量和实力 并不是曾经的规模能比拟的 这一次的崇群入侵是蔑视级别 林默好奇地看向诸葛南北 这一次 除了这一次和99年 还有吗 诸葛南北笑了笑 一般人什么都不知道 很正常 林默随即说道 我上一世 可是进入了人类联邦的高层 也没有相关记录 诸葛南北白白手 上一世在末世爆发之后 知情的老人们 全都死在了跟崇群的对抗中 而之后的人类联邦成员 很多都是完全不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的 而知情的人 更不会将这件事说出来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第一次崇群入侵的时候 是恐龙灭绝的时代 小时候书本告诉我们 恐龙是死于陨石的坠落 怎么可能 一颗陨石直接把所有恐龙全部砸死是吧 哈哈 恐龙真正灭绝的原因 是伴随着陨石落下的虫群 虫群在寄生吞噬恐龙之后 将这个星球掠夺一空离开 而躲在地下的那些生物 则是逃过一劫 重新发展新世界 直到人类社会再次发展 虫群重新降临地球 那时候的人们 首次跟虫群再次交锋 其中不少人在交手中获得了异能 而那时候的古人 因为对异能的不了解 将其当作了神迹 什么雷公殿母 三清四玉 东皇太一 其实就是 获得了强大异能者的觉醒者们 因为其恐怖的实力 以及改变天道的力量 被当时的人们奉为神明 并开宗立教 设立世家祠堂 时代传承异能者的香火 而世家们 则是对外隐藏了 关于虫群天灾的所有消息 将那些虫群们 记录成为山海经 以及神话故事里的妖魔和凶兽 林末 诸葛南北笑了笑 怎么样 现在大概了解事情的经过了吧 林末白了 诸葛南北一眼 诸葛南北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诸葛南北点点头 你说吧 林末无语道 你当我是白痴吗 编这种骗小孩子的神话故事 结合科幻故事的东西来骗我 真当我傻是吧 诚哥点点头 附和道 就是就是 妈妈她本来就傻 你还骗她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林末不满地看了诚哥一眼 诚哥 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 你不是我的粉丝吗 诚哥笑了笑 我当然是妈妈的忠实铁粉啊 但是既然诸葛南北是我未来的爸爸的话 当然也要帮他说说话 要是我一直帮你 结果你们俩好上以后 一起找我算旧账 我不是亏马了 林末 他喵的 我就不可能跟诸葛南北好上好吧 少在那打你的小算盘了 林末美好气地轻哼一声 随即看向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等回到中央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诸葛南北笑了笑 我这边已经掌握了杨勇所在的英雄协会 威胁人类的证据 回去以后便能带着官方的队伍 围剿英雄协会的人了 林末 这么狠啊 你这是要把英雄协会一网打尽 诸葛南北点点头 你不是要复仇吗 我帮你把他们全一起抓住了 你慢慢复仇 一个个复仇多麻烦 全抓起来一起整 多过眼 林末差一得看了眼诸葛南北 没想到诸葛南北平时看上去儒雅随和 结果帮人复仇起来倒是有一套 避难所内 尸横遍野 严小爱手中拿着一根人手 津津有味的啃着 她看着避难所内的电视播报 以及拿到的报纸 了解到了最近的情况 在她爸爸死后 林末帮助苏雪儿 成为了第九军区的新的组长 同时 杀了她爸爸的陈哥 也成为了林末的女儿 这么一看 林末一开始 恐怕就是跟陈哥一伙的 怕不是早就涂抹我爸的军区位置了 真是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 说到这里 严小爱的牙关咬紧 看上去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她恨 恨自己没有力量 恨林末利用了他们一家 原本和谐的妇女生活 就这么被林末破坏 现在的严小爱 俨然成为了一名孤儿 这一次都要拜林末所赐 我家如此帮助你 你却这么对我和我爸 该死坏女人 杀 杀 杀 不要 宰了你这家伙 精神病院内 林宇还在被蔡院长折磨着 今天的蔡院长拿到最新的电机器 用电流帮助林宇输活一下筋骨 滋滋滋 电流从林宇的身上窜过 林宇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废物 连弄死我都做不到 真是废物啊 哈哈 林宇蔑视地看着面前的蔡院长 眼中透露出一抹寒意 仿佛此刻她并不是受刑的病人 蔡坤被林宇的表情激怒 冷笑 呵呵 你就继续得意吧 你的日子还长着呢 林宇用被绑住的手 对蔡坤竖起了终止 有种你就弄死我呀 呵呵 蔡坤无视了林宇的话 林宇继续道 你真当我姐是什么好人吗 你现在帮她 等到她利用完你 就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 跟我合作吧 我帮你对付她 滋滋滋 电流再次从林宇的身上流过 林宇的身子不住地颤抖着 直到她的身体被烤得焦黑不堪 可是下一秒她的伤口就愈合了 哈哈 再来再来 放心吧 我死不掉的 我会亲眼看着你被我姐反手杀死 蔡坤被林宇的一句句话激怒 我会不会死我不知道 但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蔡坤戴着白手套 走到林宇的面前 一巴掌一巴掌地扇着她的耳光 然而 这是林宇早已等到的机会 林宇将手臂的骨头折断 随后将手从束缚的手铐中抽出来 因为治愈的能力 林宇身体恢复 同时一口咬住了蔡坤的脖子 直接咬断了她脖子上面的大动脉 鲜血喷涌 蔡坤倒在地上没抽搐几下 便死去了 林宇拿起房间中的手术刀 顶着剧烈的疼痛将自己的身体破开 顿时血液 内脏都顺着伤口显露出来 林宇没有管这些 而是将体内的异能来源的核心挖了出来 失去异能核心的林宇 使用针线将身体缝合起来 她的身体感知到她失去了异能 由于之前的痛苦 林宇的异能得以加速生成 她再次获得了上一世的异能 神话系斯芬克斯 现在的她 能感知到短暂的过去和未来了 林宇长叹一口气 姐姐姐姐 怎么说呢 上一世的我确实对不起你 所以即使你对我做出这么过分的复仇 我也不怪你 但是我真的好痛 真的好痛 好痛 好痛 抱歉 我并不怪你 但是 姐姐 你为什么能忍心这样伤害我呢 林宇说话的同时 病房外的安保人员早已被这里的警报引来 众人举枪包围林宇 然而 他们的动作全在林宇的能力预判之中 林宇直接迎面朝着他们走去 面对射来的子弹 优雅地从中穿过 一击捅破了这些人的喉咙 林宇杀出重围 轻松地来到了精神病院外 面对我的哀求 面对我的泪水 无动于衷 既然你已经不认我这个妹妹了 那么 林宇的脸上露出一抹病态的笑容 那么 我这一世再杀你一次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嘻嘻嘻 我的力量好像变强了 陈哥看着在车子前面座位的林墨和诸葛南北 愣住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感觉到 自己的等级提升 再次突破了基因所的限制 按理说 虫族的等级是不可能高于虫母的 而陈哥 现在无缘无故升级突破基因所 唯一的解释就是 林墨升级了 而且 升级增加的不是一星半点 林墨看了眼后排作者的陈哥 你也升级了 陈哥点点头 嗯 我好像境界提高了 林墨使用他的系统检测起来陈哥的面板 姓名 陈哥 血脉 黑山羊幼崽 虫族鼠 净化度 45%等级 LV45 因子四等级不能高于虫母 其等级已被限制降级 基因锁 四阶 血脉技能 子四 附属于虫母 林墨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不可名状 除此技能外 其他技能极属性无法查看 自己家虫母无视该技能 盲目斥鱼 扭曲对方的意识 使其思维混乱逻辑崩坏 全知 通晓世间一切领域的知识 全是 能监测到任何想要寻找的对象位置 等级低于自己时级 百貌 能变成任何想要变成的样子 并让周围的人感到毫无违和感 承哥的基因锁等级再次突破了 虽说没能在突破之后 进化血脉或者学习新的技能 但是仅仅是一阶之差 对于虫族来说 差距也是极为恐怖的 就像是玩网游的时候 明说了吧 就像是玩地下城的时候 转直的一转和二转 觉醒的一觉和二觉的区别差不多 看似仅仅只是一个境界的提升 但是其中蕴含的属性提升和能力提升 那可不是一心半点的 诚哥的实力提升 就能更好地帮助林默 繁育虫群 虫群得到繁衍 多子多福的系统 就会再次持续累积 帮助林默 获得更好的奖励 更强的力量 不断地良性循环 明白这一点的林默很欣慰 这样一来 他就能一直一直 不断地变强下去 恐怕过不了多久 说不定超越诸葛南北也不是梦吗 想到这里 林默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嘿嘿 诸葛南北这个家伙这么讨厌 林默真的很期待 等到他变得比诸葛南北更厉害的那一天 他可得好好欺负一下诸葛南北 让这小子也感受一下被人耍的感受 咱林默可是有仇必报的 不过 鉴于诸葛南北是咱的朋友 另外欺负咱的时候 也没有伤害咱 或者伤害咱的利益什么的 在欺负他的时候 就稍微手下留情一点哦 就比如 让诸葛南北贵搓衣板之类 嗯 一定要让他贵搓衣板 狠狠地贵 彰显一下咱的地位 诸葛南北一脸疑惑的看向林默 傻笑什么 这么高兴 林默哼哼着 我笑什么关你什么事 反正你平时笑点也高 听了肯定不会觉得好笑的 诸葛南北道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不会笑 林默表示 你肯定不觉得好笑 肯定不觉得好笑啊 这天底下哪有人会觉得 别人让他去贵搓衣板好笑的 也只有让别人贵搓衣板的那一方 觉得好玩吧 不过林默可不打算 现在让诸葛南北知道 他打的这个小算盘 不然诸葛南北趁着现在比他厉害 提前变本加厉的欺负他 可就不好了 林默正其乐融融的 跟诸葛南北 打算前往官方的中央呢 结果这个时候 他感知到了一缕不祥的感觉 他感觉到 自己的子嗣似乎正在不断减少 在一支支的被杀死 林默伴随着子嗣的死亡 林默只觉得 身上有种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感觉 虽说已经获得了的系统奖励 不会收回 倒是没少一些子嗣 就会让林默少得到一些之后的奖励 只要不断的出生子嗣 林默的经验值 就会源源不断的增加 甚至会得到血脉和技能的各种奖励 然而现在 伴随着子嗣的减少 经验值在不断缩水 这让林默极为不悦 上一世林默有这种不悦的感觉的时候 还是那回诚哥杀了林雪带过去的子嗣大军的时候 不过 因为当时的他已经吃掉了诚哥 将他重新生出来 另外加上系统的各种奖励 林默这才决定不杀诚哥 而这一次再次出现这种感觉 这让林默相当的不爽 诸葛南北察觉到了林默的不悦 林默 怎么了 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刚才不是挺乐的吗 我惹你生气了 诸葛南北在猜测 刚才路上的时候 是不是逗林默玩逗的太过分了 让他生气了 抱歉 林默 林默摇摇头 不关你的事 是有人对我的子嗣出手 诸葛南北严肃的看着林默 林默 默不是你的子嗣袭普通人 然后被别人反杀了 林默看向诸葛南北 你确定有普通人能反杀我的子嗣 林默最近一段时间 都没有让自己的子嗣去袭击普通人了 袭击普通人得到的收益太低了 伴随着林默等级的快速上升 林默子嗣的等级也在随之上升 袭击普通人得到的净化值 根本比不上袭击觉醒者的 基本上要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 才能抵得上一个基因所两界的觉醒者的经验值 大概就跟杀个两三级的小怪 和杀一只二十多级的小怪的得到的经验天差地别 玩游戏的时候出了新手村 就很难回来 杀这里的小怪练击是一个道理 就算要杀新手村小怪 那也不会是为了练击 而是虐菜好玩 后面林默都是让自己的子嗣们 猎杀异能觉醒者 以及其他的虫族 这样升级比较快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不杀普通人 会让普通人慢慢发现 林默的这只虫群似乎不袭击一般人 到后面觉醒者跟普通人的矛盾激化 林默带着虫群打败觉醒者的队伍 就能将普通人拉拢 最后圈养 普通人圈养起来 可比直接全杀了要好 就像是人类圈养了家禽家畜一样 总不能因为要吃他们 就把他们全杀了不是吗 诸葛南北看着林默的双眸 明白林默的子嗣 最近真的没有袭击普通人后 松了口气 诸葛家是站在人类这一边的 如果林默的虫群滥杀无辜 诸葛南北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继续护着林默 他在两边很难抉择 他个人的情感方面 让他想偏护林默 他的身份 他的责任 他的立场 则是让他想保护人类 自古忠义两南拳 诸葛南北也知道 从林默接受了他重足立场的那一刻 两人就注定了彼此的未来 不过 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诸葛南北 现在只想帮助林默复仇 除掉英雄协会的那群人渣 至于之后的事情 诸葛南北摇摇头 他不是想不到 而是不太想去想 随即 诸葛南北再次看向林默 缓缓开口 林默 你先回你们室里吧 你的子嗣被一个个消灭 你现在一定很着急 我这边要回中央报告 关于杨勇和英雄协会的调查报告 以及动员官方处理英雄协会的事 你回去把对付你虫群的家伙处理掉 我去中央报告完以后 再回你这边找你 林默点点头 也没说非要跟诸葛南北去中央 他现在心根本不在对付英雄协会上 这一事 他对自己的子嗣更加的关心 这是出于宠母的本能 毕竟子嗣不断地死去 他本身的利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诸葛南北开车带着林默回到了他原本的市区 而诸葛南北则是联系管家开直升机 带着他回中央去了 林默领着陈哥林雪和林雷三个孩子回到原本的城市 看着城市内燃烧着的熊熊烈火 目光灼灼 他的城市被烧了 在其中汇聚的虫群们被一支支的活活烧死 林默眼中带着一抹愤怒 不过这道愤怒很快平息 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到可怕的目光 林默来到城市之中 看着这里被杀死的虫子们全都是他的子嗣 或者说是林雪和陈哥的子嗣 几人的面色沉下 他们现在很生气 正在这时 林默的手机响起 那头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喂 我的好姐姐好久不见 在天书室那边还玩得开心吗 是林雨 林默冷声道 林雨 这些都是你做的 那头 少女的声音再次响起 嗯 可以说是这样 不过也不全是 我这里有不少朋友 不少想要杀了你的朋友 很快 电话那头传来了另一声熟悉的少女的声音 林默 还记得我吗 林默听着少女的声音 总觉得很熟悉 但是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你又是谁 随着林默的质问 那头回答道 我哥我爸帮助你对付陈哥 你却跟陈哥站在一面 哼 你害死了我爸 你对得起他吗 林默想起来了 是前帝九军区的组长颜良的女儿 也对 那个家伙有着从地狱复活的能力 会出现倒也并不意外就是了 林默冷声道 你爸帮我 是被当时的情况所破 你们一家各怀鬼胎 本身我们也不是一路人 你爸会死是他的命 好好 你这么说是吧 没关系 我也觉得你会这么说 所以我们这次可不是找你要说法的 林默 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复仇 我们也要向你复仇 林默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 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妙 复仇你想做什么 颜小爱微笑道 当然是让你也失去最重要的人啊 林默疑惑道 最重要的人谁啊 我可不记得 我有最重要的人 林默早已封闭了内心 她不承认自己 现在还在乎任何人 就算是诸葛南北 若是阻拦她复仇的道路 林默也会翻脸 正在这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似乎有人被拖拽过来的声音 随后 电话那头颜小爱似乎在跟谁说着话 来 跟你家林默姐姐说说话 随即 那头传来了苏雪儿的声音 林默姐姐 不要管我 你快走 他们设下埋伏 你来会死的 林默心头一震 小苏 颜小爱轻笑道 怎么样 现在知道我们抓了谁吧 如果你不想她死的话 现在一个人来第九级军区 我们等你 在林默跟诸葛南北出去之后 颜小爱和林语 以及他们找到的帮手 从圣地而来的尼谷阿珍 三人合作攻陷了第九军区 他们特意将这件事透露给身在天书市军区的苏雪儿 苏雪儿 带着特工赶回去之后 正中对方下怀 特工被全部歼灭 苏雪儿也沦为了这些家伙的人质 那头 苏雪儿继续喊道 默默姐 不要管我 这些人就是想把你骗过去杀的 林默轻笑一声 林语 颜小爱 你们觉得我会为了这个女人来找你们 那你们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林默爱的人 只有我自己 其他人不过是我的棋子而已 你们这些人已经跟英雄协会勾搭上了 对吧 林默话语一出 那头沉默下来 林默之所以能猜到 林语他们跟英雄协会勾搭起来 是因为林默和诸葛南北 刚被英雄协会追杀 林语这边就开始行动 这也太巧了吧 而对方利用诸葛南北 必须回调查组中央汇报这件事 将林默跟诸葛南北分开 你们表面上是 引我来第九军区 而你们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诸葛南北 不是吗 林默看穿了这些人的伎俩 他只觉得想笑 这些人的算计 放心吧 我会来的不是因为我在乎苏雪儿 也不是因为我中了你们的伎俩 我林默会来 就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阴谋诡计 在绝对实力的面前 不过是个笑话 林语 你姐姐永远是你姐姐 洗好脖子 等着挨打就完事了 第九军区内 满地都是特工们的尸体 不过这里并没有多少打斗的痕迹 因为林语和颜小爱他们 跟这里的特工们 并不是一个量级 对于他们来说 杀死这里的特工 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更不用说 颜小爱的老爸颜良 原本就是第九军区的组长 他对第九军区的了解程度 可以说 比这里的任何人都要熟悉得多 本土作战 优势在我 颜小爱他们 将这里的特工全部杀掉 就等着林默上门找死 来找林默报仇的 不仅仅只有他们俩 还有之前在金山脚地区 被摧毁了老巢的尼谷阿珍 本来身为金山脚地区 原区老板的尼谷阿珍 在那边呼风唤雨的正开心 结果吃着火锅唱着歌 自己的老窝就被林默给端了 这让他对林默怀恨在心 早就想要收拾林默了 在林语和颜小爱找到他以后 他二话不说就加入了他们 尼谷阿珍倾笑着 现在的他可是不同往日 在他到达礼堂最高层的圣地之后 他便带着他的动物朋友们 将他的觉醒异能开发到极限 现在的他认为自己已经 今时不同往日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现在的他是全新的阿珍 尼谷阿珍来到苏雪儿的面前 清脆一口 我测你们马 说完 尼谷阿珍伸一口瑞克武 将白色的烟雾喷到苏雪儿脸上 都怪你们 毁掉了我的园区 不过 也是拜你们所赐 现在的我是圣地的圣子 吉红韵齐天于一身 所以 我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 当时在园区收拾尼谷阿珍的不只是林默 当时的苏雪儿 也是第九军区派去卧底的特工 关于这一点 尼谷阿珍一直都是耿耿于怀 记仇地将这件事放在心底 面对尼谷阿珍的威胁 苏雪儿却是一脸默然地看着她 视死如归 她一点也不害怕尼谷阿珍 也不怕死 她唯一担心的 就是林默姐姐 为了救她遇到危险 但是 刚才听到电话里面 林默姐姐说 根本不怕这些家伙 这也让苏雪儿的心中 多了几分底气 让她相信 林默姐姐 不会被这些家伙拿捏 没错 林默姐姐说的对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的阴谋诡计 都不过是一场笑话罢了 林默姐姐的实力很强 强得难以想象 至少在苏雪儿看来 林默姐姐至少稍微出手 就已经是这个分段的极限 绝对不是这些人能够碰瓷的 苏雪儿轻蔑地看着尼谷阿珍 和其余两人 哼 就凭你们几个 就想对林默姐姐下手 放心吧 你们是不会得逞的 到时候就等着 被林默姐姐给收拾掉吧 正当苏雪儿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从阴影处走出一个少女 对方的脸上带着一抹笑意 愉悦地看着苏雪儿 确实 这些家伙并不是林默的对手 但是 我们英雄协会可不是他们能比的 他们杀不了林默 不代表我们不行 等着给你林默姐姐收拾吧 遥光是 四人停机坪 诸葛南北的直升飞机还未落地 早已有众人在此等候 然而 这些人并不是中央调查组的人 也不是诸葛家的人 这些人身穿黑色骷髅夹克 脸上戴着獠牙面具 面色中戴着反派独有的阴狠 这些人全都是上一世的 异能犯罪者组织成员 而他们真实的身份则是 英雄协会的暗棋 原本 英雄协会和异能犯罪者组织 是相互对立的 至少上一世是这样的 因为异能犯罪者组织的成员 利用异能在末世初期 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 让人们将他们当作死敌 最初的英雄协会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后来 英雄协会尝到了 觉醒者特权的甜头 他们才明白异能真正的美妙 从曾经的质疑异能犯罪者 到理解异能犯罪者 到成为异能犯罪者 最后超越异能犯罪者 其中经历的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 众活一世的英雄协会 当然不会错过异能犯罪者这些人 上一世 他们过早的联合歼灭了异能犯罪者们 赢得很艰难 结果当英雄协会想要招揽异能者的时候 才发现错过了好多队友 这一世英雄协会 直接就找到了异能者组织的老大 让他们加入英雄协会的阵营 不过明面上 异能者犯罪者们 依旧在外面兴风作浪 引起人们的恐慌 然后再由英雄协会的人 出手阻止他们得到名声 这样一来二去 不仅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效果简直不要多好 杀死诸葛南北这件事 英雄协会的人肯定不能出手 诸葛家是觉醒者世家 背后的水太深 如果不是诸葛南北 执意要帮助林末对付英雄协会 英雄协会 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的 要杀掉诸葛南北 很可惜 诸葛家战队没有站好 今天灭了诸葛南北 就是要让诸葛家知道 到底该站在谁那边 而让异能反对者出手 则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即使诸葛家知道 英雄协会派人杀了诸葛南北 也根本没有理由 对英雄协会出手 人是异能反对者杀的 你找我们英雄协会做什么? 主打的就是一个 让你想揍我 但是又找不到揍我的理由 伴随着直升机落下 众人的目光也都聚焦在旗上 只见一黑色长发的青年羽扇观惊 先锋倒鼓 从直升机舱缓步走出 举手投足中 无不透露出他那一股高雅气息 惊为天人 异能犯罪者组织成员们 无不看傻眼 他们曾听说 诸葛南北很强 而且很帅 但是却没能见到真人 今日一见 还真是比传闻中的 更加让人惊艳 一个男人让女人觉得帅 那不一定是真的帅 但是如果他让其他很多男人 都心中不有感觉帅 那是真的牛皮 不过他们依旧是要杀诸葛南北的 这是他们的任务 诸葛南北在飞机上的时候 看到下面的阵仗 心中便早已猜得七七八八 他大概扫视了一下众人 异能犯罪者组织中 带头之人便是觉醒异能 神话血脉 九龄元胜的能力者 那人是这些人里最强的 也是他们的老大 后面跟着的则是穷奇 物 滔天 藤蛇等等妖兽的血脉能力者 诸葛南北轻笑一声 哦 英雄协会的人 就让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来对付我 拥有九龄元胜血脉的 异能犯罪者老大 顿时心中燃起一抹怒意 乌合之众 诸葛南北 你很狂吗 说吧 楼宇之间浮现一道道的身影 个 十 百 千 诸葛南北 黄眼一看 竟是在此处各个楼层 埋伏了三千多个异能犯罪者们 阵仗倒是摆得挺足的 诸葛南北随意道 异能犯罪者老大冷声道 诸葛南北 今天我们就要让你死在这里 要怪就怪你自己 选错了战队吧 诸葛南北身后的老管家 扶着额头 有些无奈 哎 这下可麻烦了 天书市 英雄协会办公楼内 安娜坐在主座 眼眸中带着一抹青浪 他轻轻摆弄着桌前放着的国际象棋 嘴角勾勒起一抹玩味的效应 不管是诸葛家 中央组 第九军区 还是诸葛南北那边 全都在他的算计之内 原本安娜是不打算这么早对诸葛家出手的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诸葛南北明晃晃的 站在林默那边 再加上林默对他们肆无忌惮的复仇 安娜这要是再不出手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这次行动 由七街基因所的沈青前去对付林默 整个异能犯罪者组织对付诸葛南北 而英雄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闲着 分别去牵制住诸葛家的人 与其他各个世家 免得他们坏了英雄协会的好事 对林默下手倒是只有诸葛南北这一个阻力 但是对诸葛南北下手 就等于跟整个诸葛家作对 不过安娜考虑到了这一点 这才让英雄协会的人牵制他们 沈青一个人对付林默就足够了 沈青的异能是火不正神 司长着火系的能力 但火不正神的火 可不是一般的控火能力者能比的 那火与太上老君炉内的六丁神火相近 只要被他烧到 基本很难有人能活下去 欧米切级别的异能 随便哪个放出来都是碾压级别的 杨勇的雷步正神异能也很强 只是可惜 杨勇的基因锁等级太低 天赋太刺了 才会被林默如此轻松杀死 这一次 林默绝对不会有如此好运 安娜将手中的棋子走到了对面国王正对面 哼 将军了 第九军去 林语和严小爱 焦急地坐在座位上 皱起眉头 为什么林默还没有来 阿珍不爽道 随即她看向一旁被捆住的苏雪儿 轻笑道 你家林默姐姐可是不要你了 看样子 你在她心中的地位也不值一提吗 从一开始 你就是林默的棋子罢了 苏雪儿冷笑道 那正好 我还不想林默姐姐来遇到危险呢 她不来免得中了你们的奸戒 林语和严小爱 皆是不懈地看着那边的苏雪儿 在他们看来 苏雪儿真的很可悲 被人卖了 还帮着人家数钱的 可惜林默估计都没拿正眼瞧过她 尼古阿珍来到苏雪儿的面前 轻浮的将手拖着她的下巴 要不这样 反正林默都不要你了 你来当我的媳妇 我是圣地的圣子 你以后就是圣地的圣女 一旁的雪豹跟着附和 嗷嗷嗷嗷 苏雪儿对着面前的阿珍 就是一口脆过去 我呸 你也呸 尼古阿珍恼羞成怒 动手就要打苏雪儿 正在这时 第九军区的灯光全部熄灭 这里的店员被完全截断了 几人皆是一喜 看样子 林默终究还是舍不得这个女人 来这边来啊 一直站在一旁的沈青 双手抱在胸前 一言不发 不过她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道寒芒 跃跃欲试 她可是盼着 跟林默交手好久了 林默跟诸葛南北 在高速路上 把她当作狗来溜的事情 沈青可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呢 光是想到这个 沈青就感觉自己 气不打一处来 她可是堂堂英雄协会会长的 金牌御用打手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耍的 她很自信 自己的实力是强于林默的 所以 她也就很期待 真正跟林默面对面交手的时候 该怎么样羞辱林默 把她直接打得鼻青脸肿成猪头 正在这时 一道道的影子 从四周涌来 几人皆是一惊 正欲防御 却见无数的虫子 从黑暗中涌出来 林语和颜小爱皆是一荒 林语虽说 现在恢复了斯芬克斯的血脉 有着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力量 但是可惜的是 因为现在的她基因所等级太低 所以 能看到的未来的程度还太低 效果不太明显 而颜小爱 则是能力是掌控生死 只可惜 在场基本没有人比她等级低 她只能掌控 比她 还弱小的人的生气 为此 她现在慌得一批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林默的子嗣 还有这么多 几人皆是一慌 毕竟他们 已经把林默的子嗣 杀了很多了 不可能突然间 就再次聚集了如此之多的虫子 来围攻的 只有沈青注意到了事情的异样 她的等级在林默之上 所以她看出来了 眼前的虫子 并不是真正的虫子 而是凭借幻想创造出来的 用的是林默的幻念心经 以及陈哥的不可名状 两项技能配合之下 创造的幻觉大军 才能让虫群如此生动 看上去就像是真的一样 沈青疑惑 林默创造这些幻觉 是打算做什么 正在这时 沈青的目光落在一旁的苏雪儿身上 却见那边的苏雪儿不见了踪影 结果是 林默又一次骗了她 吸引注意力 就走了苏雪儿 草 又把我当傻子来耍 林默姐姐 苏雪儿被林默双手公主抱着 躺在林默的怀中 眼巴巴地望着眼前这白发少女 明明刚才还故作坚强的苏雪儿 之前积压下来的恐慌 无助等情感 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终于还是克制不住 她将脑袋埋在林默的胸口 就像是一个孩子对妈妈倾诉般 说着自己的无助 林默姐姐 我好怕 我真的好怕 我害怕死掉 我怕再也见不到姐姐你 林默面无表情地看着怀中的少女 没有人知道她心中在想什么 林默轻轻摸了摸苏雪儿的脑袋 轻叹一口气 你刚才不是还说让我不要来救你吗 现在说自己好怕 岂不是让别人看了笑话你 苏雪儿抽气了一下 揉揉眼眶 只是看到林默姐姐来 太高兴了 苏雪儿其实很害怕 很少有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会不害怕的 但是 刚才她让林默千万不要过来救她 也是发自真心的 虽说再害怕 但是比起林默姐姐的安危 苏雪儿还是更希望林默姐姐能安全 即使林默姐姐放弃她 把她扔下 苏雪儿的心中也绝不会有半分怨言 但 在知道林默姐姐并没有抛下她的时候 她除了心中的感动之外 也还是忍不住 将刚才的委屈发泄出来 林默在刚才第九军区内 其他人被她骗过去的时候 早已将苏雪儿给带出去 现在 林默将苏雪儿交到林雪那边 小雪 你跟小雷带着小苏阿姨走 这里交给我 随即 林默看向成哥 成哥 你跟我来 林雪问道 妈妈 我也要跟妈妈一起去打坏人 我不想光看着 林默走到林雪的面前 将苏雪儿交到了林雪的手中 并且摸了摸自己女儿的小脑袋瓜 小雪乖 妈妈把小苏阿姨托付给你是相信你 妈妈不确定 外面会不会有那些人的埋伏 你要照顾好小苏阿姨和小雷 好吗 比起让林雪 跟着自己去里面对付林语那些人 林默更希望林雪能保护好她自己 而林默选择让成哥跟自己去里面 则是因为 成哥也喜欢跟林默一起杀杀杀 同时成哥跟苏雪儿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 林雪倒是跟苏雪儿很亲 要是把成哥留在外面看着苏雪儿他们 成哥未必会做到尽心尽力 所以 对于林默来说 现在的决策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 林雪也明白了林默的用意 使劲点点头 放心吧妈妈 我一定会照顾好小苏阿姨的 乖孩子 林默摸了摸林雪的小脑袋瓜 随即林默的目光 微不可查地看了眼成哥 他带上成哥的另一个目的 则是为了能够盯紧成哥 在跟成哥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林默越发地觉得 成哥似乎没有他想的动机那么简单 成哥不可能仅仅是林默的小迷妹那样 从一开始见面起 就有如此诚服的女人 最近却完全一点动作都没有 而且成哥的妹妹也一直没有现身 这让林默不得不多想 还是把她带在自己身边 好好看着比较好 该死 沈青面色一黑 现在的她很生气 她感觉自己 就像是被人耍了的傻子一样 而且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她不允许 有人敢这么对她 好似泄愤般 沈青抬起手 手中浮现出一团幽蓝色的火焰 轰隆 伴随着一声炸响 沈青一掌打在一旁墙壁的同时 那面第九军区 用超强密度打造的防御铁壁 竟然直接当即被融化 一旁的颜小爱和阿珍看到这一幕 皆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集 恐怕已经到达了上千摄氏度的高度 才能将这面第九军区专门打造 甚至连火箭弹都难以击穿的防御给一瞬消融 凌羽倒是并不意外 身为上一世人类联邦的执剑人 凌羽大致也对英雄协会内部成员的能力有着了解 而且上一世的最后 凌羽的等级也大概在七阶左右 见过大场面的她 自然不会被这一幕惊掉下巴 甚至 凌羽在经历两世 再加上那段在精神病院里被折磨的事情后 反而磨练了她的心性 现在在她眼中的沈青 不过就是个空有力量 但却是个小孩子心性的人罢了 沈青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孩子 因为被羞辱 就通过暴力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一样 这样的人注定走不到太远 最好的结局就是被人当枪使 让他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 不过凌羽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她也不过是打算借用英雄协会的手 来向自己的好姐姐复仇而已 这些人怎么样 她管不着 不如说她同样在上一世被英雄协会利用背叛 在跟姐姐复仇结束之后 凌羽还打算继续向英雄协会复仇 拿回她上一世的一切 只知道逃跑的懦夫 废物 垃圾 去死 连跟我正面交手也不敢 亏的还是虫族的虫母 还是上一世的救世主 正当沈青还在这边发泄的时候 却听见一声少女的声音 沈青 是谁给你的错觉 会觉得我是害怕跟你正面交手才走的 凌羽的身影从正门进入 用看弱智一样的目光看向沈青 与此同时 赤发红彤的少女也紧紧跟在林默的身后 脸上带着一抹让人背后一凉的笑意 林默继续道 沈青 我之前在电话里说过的吧 我早就看出了 你们埋伏我的诡计 但我还是来了 我电话里说穿你们的计划 是让你们别把我当成随便就能骗到的傻子 而我依旧过来 意思就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就算我踏入你们的阴谋 就凭你们也根本无法撼动我 上一世的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你们凭什么认为 重活一世就能逆天改命 没等林默说完 沈青的身形如同一道赤红带着火焰的流星般 瞬间杀向林默 他的脸上带着狂暴扭曲的笑容 能不能打得过你 试试便知 碰 沈青的这一击轰在林默的身上 然而沈青却并未感受到自己的这一击击中的实感 沈青的攻击穿过了林默的身体 就仿佛这是一道虚影一样 且是幻象吗 沈青不爽的扎舌 刚才还说的那么高大上 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刚正面的 林默 结果你也就只能嘴上跟我这么娇笑一下了 也是 现在的我是七阶 而你恐怕也就三四阶 敢跟我硬碰硬才有鬼 哼 林默 现在的你实力被我碾压 一定很不好受吧 沈青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四周 他在寻找真正的林默在哪里 上一世的时候 沈青最高 也就到达了七阶止步步前 而林默则是达到了八阶大圆满 只差半步便可到达九阶之上 那是觉醒者们从未有人到达过的领域 沈青记得 只有三个人到达过八阶大圆满 诸葛南北 林默 还有英雄协会会长安娜 为此 沈青一直将林默视作自己的心头大患 凭什么 同样都是觉醒者 林默能比他进步这么快 他因此恨透了林默 最终才得知了林默是重足后释然 然后参加了英雄协会陷害林默的事 前期的进步速度是比重足快的 这一事 沈青已然期接 他就是要让林默看看 被人踩在脚下到底是什么滋味 正当沈青打算找出林默本体的时候 他只觉得腹部一阵刺痛 低头一看 林默身后冒出的八根蜘蛛脚 如同利刃一般刺入他的腹部 一口鲜血从沈青口中喷出 怎么会攻击他的 正是沈青之前认为是幻象的林默 林默淡淡看着沈青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面前的我是假象的错觉 对付你 我需要用到那种东西吗 嗯 性命 沈青 血脉 人类 觉醒者 觉醒异能 神话系 火部正神 觉醒度 73% 等级LV73 基因所期间 技能 火神 被动 司长火神神职 能随意使用所有火系异能技能 强运 改变命格 提升自身幸运度 焚天 消耗自身三成觉醒度 能一瞬爆发上一摄氏度的温度 燃尽一切 温度堪比太阳核心 林默在对沈青出手的时候 看了看他的能力 确实不错 别看沈青堂堂七阶觉醒者 只有三个技能 看似很捞 其实猛的一批 首先 火神这个技能 是被动技能 这个被动 看似只有一个技能 却是等同于千千万万个小技能 又因为是被动 所以基本使用是无消耗的 而且 天下火系异能技能都囊括其中 一个技能进入CD 还能继续用别的技能 强运 能改变人的运势 运气这种东西 很玄玄 有人觉得运气没用 但是有人又觉得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林默对此不好评价 但他曾经看过一个叫做 JoJo的漫画 其中一部作品的BOSS的技能 叫做奇迹于你 能力就是让所有打探自己消息的人 被抽走所有的运势 失去了运势的那个人 就会倒大煤 并且根据倒霉的程度 甚至会直接暴毙 还有某大总统的爱之列车 将所有的运势聚集在自己身上 基本也是很猛的 强运这个技能 就约等于一个削弱版的爱之列车 虽说消耗比较大 但是效果基本等于 直接将太阳砸在别人身上 很少有人能接下这招 这样的异能 给了沈青 简直就是浪费 林默都快要常哭了 林默的异能都挺不错 但是是因果滤技能 说强也强 但正面表现力来看 还是那种威力巨大的效果 威慑力更大些 林默冷笑着看着沈青 沈青的那一击 之所以从林默的身上穿过 就是林默改变了因果 万物皆虚 能让人永远无法到达 自己想要到达的真实 本来这个技能是无法作用于 比自己等级高的多的人身上的 所以 林默直接作用于自己身上 林默用万物皆虚的能力 直接让自己无法到达 拥有实体的真实 这样一来 沈青即使比林默高了二十多级 也依旧没能将这攻击 打在林默的身上 这也让沈青刚开始的试偶以为 眼前的林默是他创造出来的幻觉 沈青冷笑一声 倒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 以你的能力 你真的认为自己能杀死我 沈青单手捏住林默那刺入他腹部的蜘蛛腿 稍微用力 直接捏碎 同时 沈青将手放在流血不止的腹部 使用力量 火焰在他的手中燃烧 不多时 刚才沈青身上的伤口 直接被沈青烧糊了 看上去变成了一块扭曲的血肉 沈青的能力中 并没有自愈的能力 他现在完全是在 靠着自身七阶的肉体强度强撑着 打算赶在体力消耗完之前 结束跟林默的战斗 即使打败了林默 他的身体 应该也是要留下疤痕了 对此 沈青看向林默的眼神中 更是带上了几分恨意 林默 我发誓 我沈青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我要把你活活八皮抽筋 我要让你无比痛苦地死去 林默看着眼前女子歇斯底里的样子 嘴角勾勒起一抹笑意 嗯 好啊 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无比痛苦地死去的 沈青被林默激怒 周身火焰缠绕神腾 一旁的淋雨见状 赶忙说 沈青 我们还在这边呢 你要是再继续下去 我们几个怎么办 身为沈青暂时的队友 林语他们可扛不住沈青的温度 沈青没有回头 却是冷声道 你们怎么办 管我啥事 闭嘴吧你 林语看到了短暂的未来 那个他们都被沈青烧死的未来 他在这个未来实现之前 二话没说 当即跑路 与此同时 沈青也像是在蓄力一般 四周持续升温 直到天际一直苍蓝色的火焰凤凰凝聚而成 重重砸向地面 沈青的眼中带着狂热 你们都给我去死吧 幽蓝色的火焰凭空降落 整个第九军区 在上百万摄氏度的高温之下 仅仅一瞬便当场气化 林语早就预料到这样的情况 跑路的他并没有被波及 严小艾被瞬间烧的灰都没有 但是问题不大 他的异能就是从地狱复活 而且 每次死掉后在地狱中 他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只有尼古阿 真是最倒霉的 他跟他的动物朋友 瞬间被烧没了 不过临死之前 尼古阿真也不忘抽一口瑞克武 走得没有一点遗憾 非常的安详 沈青冷着脸 扫尸周围 第九军区偌大的场地 此刻已经化作一片 火海与气化的钢铁的废墟 炙热的温度 让地面都泛着高温融化的亮光 这一下总该弄死林诺了吧 正在这时 响起了鼓掌的声音 沈青 不得不说 你这一下 效果还挺好的 林诺拍手叫好 同时从阴影中走出来 沈青抬眼一看 林诺和陈哥 都一点事情都没有 毫发无伤 沈青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整个人都气炸了 凭什么 他这一击 可是仅次于他 焚天那招的技能了 可是 落在林诺的身上 却一点事都没有 林诺当然不可能告诉沈青 自己又一次用万物皆虚的能力 让自己虚化 这一招类似带土的神威 非常的耍赖 这让林诺现在 即使只有五阶 也能越积无伤 抗下沈青七阶的招式 沈青的脑袋比较笨 根本想不明白这一点 还以为是 自己真的没办法 对林诺造成伤害了 林诺脸上带着一抹嘲讽 英雄协会的人 也不过如此嘛 你是这样 杨勇也是这样 哎 沈青听到林诺 把他跟杨勇对比 顿时怒了 不要把我跟那个废物相提并乱 林诺看着沈青 牙刺欲裂的表情 好像就像是要把林诺 给生吞活泼一般 林诺不禁笑道 急了 急了 林诺曾听说过一个道理 当你的对手是光有实力 却没有什么脑子家伙的时候 你只需要不断激怒他就行了 这样一来 这个家伙会自己上头冲上来送的 而此刻 沈青就是这样 林诺微笑道 沈青 要不你试试用你引以为傲的 凡天对付我看看 沈青 凡天这一招的威力 可以超越当前阶段的极限 即使他是基因所七阶的觉醒者 也能靠着这招重创八阶的觉醒者 然而代价就是 使用这招消耗的不是一般的东西 而是觉醒度 以沈青的觉醒度来看 使用完这一招 估计要当场倒退到六阶 甚至五阶也说不定 但是沈青咽不下这口气 前世本就将林默视作眼中钉的他 无法容忍杀死林默的机会 摆在自己眼前却错过 上一世的林默太过强大 对于沈青太过遥远 而现在是沈青很少能强于林默的时候 要在这次错过机会 下一次遇到林默 林默的实力估计就会更强了 为此 沈青认为自己不能再有所保留了 沈青深吸一口气 果然 还是要使出那招才行了吗 只见沈青抬起手 四周的能量汇聚 画作一团人造的太阳 举过他的头顶 这还不算完 一道道的火焰生腾 好似那九条火焰化作的火龙般 围绕着这轮太阳 盘旋于九天之上 沈青将手往下压下 这蕴含他全力外加 30%觉醒度修为的一击 砸向林默 整个第九军区原本的废墟 连带着林默和陈哥母女二人 一同完全蒸发 沈青眼中带着一抹狂热 终于 我终于沈青的话还没说完 却从身后 被一只手冻穿了胸口 挖走他的心脏 林默出现在沈青背后 冷笑开口 嘿嘿 傻子 你还是这么好骗啊 噗 一口鲜血 从沈青的口中喷出 心脏被林默挖出的他 此刻 已经再无回天之力 坟天的威力是很强的 可惜使用这一招的代价 也同样高昂 此刻的沈青 由七阶中阶 直接倒退到了六阶出阶 实力大不如前 再加上刚才被林默掏心掏肺 距离他的死亡也不远了 林默眼中没有任何感情 现在的他 如同看死狗一样看着对方 沈青他知道 自己快死了 他只感觉身体慢慢变得冰凉 呼吸也越发困难急促 没有了心脏的弓血 即使是强如他这样的觉醒者 也依旧难逃死亡的命运 临死之前 沈青不甘地看着林默 凭什么重活一世 我还是比不上你 林默微笑道 上一世 你本就赶不上我 同样是重生 凭什么你一定觉得这一世 自己就比得上我了 沈青沉默了 他明白 林默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 他的心中 却是依旧不服气 他恨 恨自己的无能 明明已经在等级和血脉上高于林默 却依旧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还有来世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林默听着沈青那发言 对方那傻子般的形象 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 沈青咽了气 林默看着那死掉的沈青 轻笑一声 如果有来世 一定会杀了我是吧 好啊 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林默走向沈青 变成了蜘蛛的状态 一口一口开始吃了起来 我要报仇 我要报仇 一道道思绪涌来 沈青睁开双眼 他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处温暖的地方 眼前的光亮让他想要从这里离开 伴随着蛋壳的破开 沈青从蛋里面钻出来 外面白发红彤的少女在这里等候着 林默微笑着看着沈青 沈青疑惑 林默 你怎么在这里 沈青以为自己是再次重生了 毕竟他记得他已经被林默给杀了来着 林默淡淡开口道 你不是想要对我复仇吗 好啊 我给你这个机会 林默看着眼前 这由一团团火焰汇聚而成的小生命 温柔说着 同时 林默查看着眼前新女儿的属性 性命 沈青 血脉 刻图格亚幼崽 紫四 净化度 19% 等级LV19 基因所一阶 血脉技能 火神 被动 司掌火神神职 能随意使用所有火系异能技能 强韵 改变命格 提升自身幸运度 焚天 消耗自身三成觉醒度 能一瞬爆发上一摄氏度的温度 燃尽一切 温度堪比太阳核心 紫四 附属于蜘蛛虫母 林默 不得违抗对方的命令 现在的沈青已经变成了林默的子嗣 林默并没有消除沈青的灵魂 在林默看来 虽说沈青跟杨勇同样是英雄协会的成员 但是对于沈青这样笨笨的 没什么心机的蠢货 林默却是没有对杨勇那样的反感 甚至 林默还觉得 逗一下这个傻姑娘有点好玩 沈青除了有点嫉妒心 外加脑子笨一根筋外 倒也没什么 林默并不是对沈青有什么好感 只是 沈青这样笨笨的孩子 对林默来说 是个不错的工具人 林默倒也没有指望沈青能归顺他 沈青越是叛逆 林默越开心 林默看着沈青 沈青 你说要是再活一世 你一定会向我报仇是吧 沈青凶狠的看着林默 咬牙道 没错 林默 你复活了我 我不会感激你 相反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报仇 林默满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保持住你现在的情感 好了 你可以走了 期待你的报复 沈青 饶恕沈青 也被林默的这个态度给弄猛逼了 哈 这是什么情况 你真的不杀我 真的 林默再次点头 顺带 林默还好心提醒道 对了沈青 现在的你 已经变成虫族了 开心吧 沈青一惊 林默继续说道 虫族变强的方式 跟人类觉醒者 有一点点的区别 你繁育的子嗣越多 越能变强 沈青委屈的看着林默 你把我变成了虫族那种恶心的东西 林默笑道 对啊 你能拿我怎么样 沈青怒目看向林默 杀了你 杀了你 我一定会杀了你 林默微笑着摸摸沈青的 那带着火苗的小脑袋 好啊 我等你 林默的态度 让沈青感觉自己 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 沈青起身离开 林默 你不要后悔 看着沈青离开的身影 林默脸上带着一抹愉悦 后悔 他怎么可能后悔 沈青越是努力变强 林默获得的系统奖励就越多 就越是更强 正所谓 吃得苦中苦 老板开路虎 林默感觉自己 已经找到了多子多福系统正确的使用方式 把沈青这样恨他的对手 变成他的子嗣 这样一来 沈青越是努力变强 想要复仇 就越会适得其反 给林默源源不断的奖励 林默嘴角勾勒一抹笑意 好玩 真好玩啊 真是个可爱的小笨蛋啊 屋顶 诸葛南北看着身上的白衣 满是染上的血迹 不禁摇摇头 何必呢 面前 那些在这里早已埋伏好的异能犯罪者集团们 此刻只剩下了半截身子 原本平常的楼顶 此刻满是血液和内脏交杂的人间地狱 诸葛南北轻叹一口气 小生本无意这样做 不过 倒也不介意顺手抹出你们这些人渣 说完 诸葛南北将那一袭白衣脱下 匀衬的身材和八块腹肌展露出来 老管家将另一套新的衣服递到诸葛南北手中 少爷 给 诸葛南北接过衣服穿上 你去中央报道吧 我去林默那边看看 诸葛南北总觉得自己有些放心不下林默 他这边都被异能犯罪者集团全体来埋伏他了 林默那边的情况恐怕也有些不容乐观 并不是说 诸葛南北不相信林默的实力 但 英雄协会的人可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没错 英雄协会的人很多都是酒囊饭袋 但是里面确实是有几个真有点东西的人在的 就比如英雄协会的会长以及幕后的那个老头 要是林默有什么三长两短 诸葛南北得难受死 老管家自然也是看出来了诸葛南北的顾虑 随即应道 中央那边就由我来应付吧 少爷 你就去找邵夫人去吧 诸葛南北倾咳一声 嗨嗨 不是邵夫人 算了 不解释了 中央那边就交给你了 我去去就回 呼呼 林默喘着粗气 从第九军区跑出去 少女的眼中闪过一抹怨毒 沈青 你她喵的 这个没脑子的女人 打起架来连自己的队友都不管了 放威力那么大的杀招 要死啊你 林语想到 刚才沈青的那一招 直接将整个基地都融化了 想想都还有些心境 要不是她通过自己的异能 提前看到了即将发生的未来 不然早就被沈青的那招 波及死掉了 想到这里 林语有些烦躁 果然 在这个世界上 靠任何人都靠不住 对啊 你才发现啊 此刻 熟悉的声音从一旁路灯传来 昏暗的灯光下 白发红彤的少女 站在路灯上 俯视着自己的妹妹 林语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我从被你被刺的那个时候就明白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靠得住的 你能依靠的 永远只有自己 正所谓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凡有所向 皆是虚妄 只有向内寻求自己的帮助 才永远不会被背叛 咚 林语从路灯上一跃而下 一步一步走向林语 林语害怕的往后退一步 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要杀我 林语笑了笑 我的好妹妹 你可是我的妹妹啊 我怎么会杀你呢 刷 下一秒 林语双腿一阵剧痛 她发现 她的双腿被折断了 刷 再下一秒 林语的双手也被斩断 林语脸上浮现一抹病态的笑意 小语啊 都是姐姐不好 姐姐没想到你居然会跑出来 放心吧 现在你没手没脚的 应该就跑不出去了吧 这样的话 姐姐就能好好地照顾你一辈子了呢 谁叫咱俩姐妹亲身呢 嘿嘿 林语看着林语那可怕的冰冷笑意 不仅感觉有些汗流加倍 她的恐惧甚至都大过了肉体的疼痛 当场吓晕过去 林语不是吧 直接就晕过去了 亏你前世 还是人类联邦的执剑人 心理素质也不行啊 唉 都怪咱前世对你太腻爱了呢 小语 不过没关系 以后相信你会习惯的 第九军区废墟 林语让自己的女儿们 去集结剩下的重群子嗣们 却把陈哥留在自己的身边 林语面色冷漠 陈哥 陈哥 跟我说说吧 你真正的打算是什么 陈哥眨巴着眼睛 满脸无辜 妈妈 我哪有什么计划 我对您的忠诚天地可见 陈哥说得很真诚 但是太真诚了 真诚的 不像是他能说出来的话一样 林语能明显的感觉出来 陈哥在说出这话的时候 有很浓的表演气息 林语会怀疑 陈哥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林语将陈哥变成自己的子嗣之前 陈哥一手谋划了一起起的大旗 运筹帷幄 俨然一副阴谋家的样子 然而 自从陈哥成为虫族之后 反而听话了不少 林语让他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 原本这是一件好事 可就是这样的好事 却让林语的心中产生满满的危机感 林语冷声道 你最好是 随即 林语追问 陈哥 你妹妹在哪 虽说你之前说过她变成了虫族 但总不至于不管你这姐姐吧 提到陈哥的妹妹 她这才面色微变 陈哥解释道 我不知道 从我变成您的子嗣之后 就没有了她的消息 你为什么不去找她 林语眯起眼睛 陈哥回答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 您才是最重要的 林语盯着陈哥看了好一会 她不确定 陈哥竟会对自己如此忠心 不过 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了 林语站起身 脸上重新浮现出一抹笑意 拍拍陈哥的肩膀 好了 起来吧宝 我就是随口一问 随即 她的目光看向远方 既然英雄协会那些家伙 已经盯上我 那么我也没有必要再躲藏下去了 陈哥疑惑道 妈妈 您打算怎么办 林默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既然安南的女人都打算弄死我 我当然要好好回敬一下她了 林默带着陈哥 离开已经被破坏的第九军区 坐上车子 正在这时 林默的手机响起 林默看着手机上面的电话号码 是诸葛南北打来的 林默轻笑一声 看样子 诸葛南北那丝也被埋伏了呀 林默嘖嘖称叹 竟然有人想不开 要去弄诸葛南北 嘖嘖嘖 要知道 诸葛南北在上一世 可是跟重族的女皇同归于尽 极限一换一的人物 是有多想不开 才会去跟诸葛南北动手啊 脑袋没毛病吧 林默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诸葛南北的声音 林默 你没事吧 林默笑了笑 我好得很啊 诸葛南北听到林默的回答 这才输了口气 林默打去道 怎么 知道我有危险 就急着打电话 确定我的安全 诸葛南北 你就这么关心我啊 电话那头 诸葛南北答道 嗯 你没事就好 听着电话那头 诸葛南北温柔的声音 林默不禁扎舌 则 原本林默是打算 逗一逗诸葛南北的 可是对方的回答 却让他有些猝不及防 烦死了 林默刚打算挂电话 那头诸葛南北继续说道 林默 我来你这边了 安娜那边应该是盯上你了 林默冷声 用不着你帮忙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我说过 我上一世被背叛 这辈子 我只信我自己 诸葛南北却只是一句 发你的定位给我 林默轻声扎舌 则 他挂断了诸葛南北的电话 然后 把定位发给了他 报告会长 亦能犯罪集团全军覆没 报告会长 我们派去对付诸葛家的手下 也被全灭 报告会长 审请他够了 听到一声声手下传来的报告声 身为英雄协会会长的安娜 脸色通红 急火攻星 要不是有着觉醒者的超强体质 恐怕现在 他已经被弃的原地晕过去了 安娜一拍桌子 眼前的桌子 被震得变成积粉 一个个的 全他喵都是废物 这么多人 一个活下去的都没有 正在这时 传讯的人提醒道 沈青他没死 安娜 这才面露喜色 哦 难道说 林默被他杀了 真不错 不愧是我们英雄协会的七阶强者 安娜话还没有说完 传讯的人却再次说道 沈青他败给林默 被林默变成虫族了 安娜 安娜一愣 下一秒 他又是一阵暴怒 又是一阵狂笑 精神状态变成异常不稳定起来 好好 都这么玩是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都别玩了 天穷之上 被黑暗笼罩 原本晴朗的白天 此刻竟是变成了黑夜 没有一点光芒 这幅场景 让原本就因为虫群袭击的人们 惊慌不已 一个个开始人人自危 要知道 夜晚对人类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首先 人体是需要日光照耀的 长期处在黑暗中的人类 身体的抵抗力 会大幅下降 其次 在黑暗中 人类的视线会受到严重影响 可是虫族并不仅仅是 靠着视觉行动 而是靠着嗅觉和触觉感知对方 要想像平时一样看清虫族 就得使用灯光照出他们 没有了白天 电量的损耗将会大大增加 林默倒是无所谓 他是虫族 白天还是黑夜 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相反 他还觉得一直是晚上挺好的 这样一来 方便他虫族的子嗣出去猎食 诸葛南北与林默会合 接上他们母女上车 诸葛南北则是皱起眉头 是安娜 嗯 安娜 林默疑惑地看向诸葛南北 不禁问道 安娜能把太阳变眉吗 诸葛南北点点头 嗯 安娜的觉醒能力是 竹龙 竹龙 林默眉头一皱 竹龙的争议性很强 有的传说里 竹龙只是个小小的山神 然而在一些朝代的传说里 竹龙是睁开眼睛即是白天 闭上眼睛即是黑夜 掌控万物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看现在的情况 安娜掌控竹龙的力量 应该是后者的传说里的 怎么 你怕了 林默轻笑一声 看向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摇摇头 不怕 林默歪着脑袋 那家伙的异能那么厉害 你为何不怕 诸葛南北回答 不怕就是不怕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说吧 诸葛南北捏住林默的脸蛋揉了揉 随即 诸葛南北继续道 林默 我要去对付安娜了 你带着你的孩子们避一避吧 这场战斗 应该会波及很大的范围 林默冷哼一声 怎店 你不怕 就觉得我怕是吧 林默此刻回想到了上一世的时候 眼睁睁的看着诸葛南北 去一个人对抗重组女皇大军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林默实力太弱 当时的他没能进化 没能变强 没有改变一切的能力 但是这一世 他已经做了那么多 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诸葛南北摸摸林默的脑袋 乖 听话 车子开到了诸葛家的开发的一处别墅区 这里 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幸存者安顿的社区 诸葛南北将林默和陈哥带到别墅之后 将房门关上 在这里封上了禁制阵法 这道蕴含诸葛南北巴结能力的阵法 凭林默硬闯是出不去的 诸葛南北让自己的老管家也留下 你看好林默 在我回来之前 让他在这里安静待着 林默 林默有不好的预感在心中浮现 不是 诸葛南北 你小子又想要像上一世那样送死 林默正打算硬闯出去 却被诸葛南北的阵法挡住 诸葛南北淡淡地看着林默 待到小生死后 你想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 但此番前去是小生自己的选择 拯救苍生乃是小生的责任 没有必要让你跟这小生一同赴死 林默 林默 诸葛南北 你以为你去送死很帅 那些被你救的人没有一个会感谢你 你知道上一世你死后 那些人怎么说的吗 他们说 那个诸葛南北真是蠢 放着功名利路不要 却去白白送了性命 人类不会感谢你的 诸葛南北转过身 小生知道拯救苍生 为的不是回报 但求心安罢了 说完 诸葛南北转身 开车离去 林默望着诸葛南北的离去 着急了 回来 草 那些家伙 有什么值得你去救的 林默看向一旁的老管家 放我出去 我要去找那混蛋 老管家摇摇头 少爷吩咐过 在他回来前 不能让你离开 林默冷下脸 你不放我出去 你家少爷会死你知道不 老管家默默点头 诸葛南北的实力虽强 但并不是绝对无敌的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诸葛南北是为了救人 而安娜会将所有人当做人质 情况对诸葛南北来说相当被动 正在这时 一道声音在林默身后传来 林默 很想去救她吗 林默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又是那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女 对方脸上带着一抹愉悦的笑意 单手撑着脸颊坐在沙发上看着她 林默眉头一皱 又是心魔 又是你 林默看向另一个自己 上一次见到她 还是当时诚哥是反派的时候 林默的心魔嘴角泛起一抹愉悦 我可以把力量借给你 这样你就能破开诸葛南北的阵法 同时也能左右那边的战局 如何 林默不傻 她当然明白自己的心魔不会那么好心 林默看着对方 随即开口问 你想要什么 心魔笑了 嘿嘿 真不愧是我 一看就看出了 我不会白帮忙 随即 心魔紧接着说 我想跟你玩个游戏 什么游戏 林默皱眉 也不难 就读你的虫族身份 在世人面前暴露后 诸葛南北还会不会站在你这边 心魔的语气带着愉悦 我会帮你 但是这个过程里 你的身份控制权交给我 可以吧 如果诸葛南北选择你 那么我这次免费帮忙 如果诸葛南北选择放弃你 我会把在场的人都宰了 林默不知道 她觉得 如果在全人类和她之间 诸葛南北很可能会放弃她 但是 她不想看到诸葛南北去送死 她很纠结 她不想面对那种情况 那种二选一的情况 这种选择就很烦人 就像是电车男体一样 一辆电车驶向轨道 其中一个轨道上 有着一个你喜欢的人 另一个轨道上有 好几十个你不认识的人 你会选择让电车驶过哪里 让林默来选 她肯定会选择救自己认识的人 但是她觉得 诸葛南北会选择救人多的那边 毕竟 诸葛家的理念就是 以解救苍生为己任 星魔见到林默犹豫 催促道 想好了吗 另一个我 你要再继续犹豫下去 诸葛南北可就真死了哦 林默最终 林默还是点点头 行 我跟你赌 林默管不了那么多了 与其眼睁睁看着 诸葛南北赴死 不如赌一次 就算诸葛南北没有选择她 那他们死在被星魔附身的自己手里 也比死在安娜那婊子手里好 天书士 市政大楼顶部 金发少女喝着红酒 优雅地看着外面的一切 她很享受这种 站在云端的感觉 就好像是世间万物 全都被她踩在脚下一样 这全都是你们逼我的 本来想着同为人类 不要赶尽杀绝 只可惜 你们动了我的利益 英雄协会和异能犯罪者集团 在这次诸葛家和官方的联合围攻下 损失惨重 安娜可以算得上是气坏了 按照她的计划 她是要一步步的在思想上奴役那些普通人 让他们觉得异能者是高不可攀的 就像是末世之前的印度那边 所有的普通人都将婆罗门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就连亲吻婆罗门的脚都是一种恩赐那样 然而 林默和诸葛南北的提前出手 让大众看清了英雄协会这些觉醒者的真实面目 这给了官方和诸葛家对英雄协会出手的理由 安娜红温了 所以她跟所有人一起自爆 安娜直接动用自己的能力 将这个世界变成了永远的黑夜 再也没有了白天 这让所有人不得不随时靠着灯光照明 原本陷入末世以后 电力战就被重群破坏了不少 电力资源非常匮乏 现在没有了白天 各个产业都将陷入崩溃 而安娜则是找上了之前合作的那些虫族们 让他们随便去对普通人下手 到时候 安娜就跟全世界的人宣布 这一切都是官方和诸葛家的错 除非官方向她妥协臣服 并杀了诸葛南北和林默 不然就永远别想看到明天的太阳 报告会长 楼下有一群志愿者在抗议 英雄协会的成员向安娜汇报着情况 安娜往楼下一看 是天书市上万人集合的抗议人群 他们举着抗议的牌子整齐的大喊 安娜 你这个人类的叛徒把太阳还给我们 原本这么高 楼上是听不清楚下面的声音的 但安娜可是巴结觉醒者 无感已经远超人类的极限 安娜看着底下那些抗议的人群 冷笑一声 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抗议 安娜走到窗边 轻轻一跃 从二十多楼跳出去 直接俯冲砸落在地面 顿时 地上被砸出军裂的深坑 被波及的人群 直接变成了残枝断壁的碎肉 剩余的人群惊恐地看着安娜 安娜则是脸上带着凝笑 与以前那可爱漂亮的人类守护者 形象天差地别 叫啊 你们怎么不叫了 哼哼 我告诉你们 要不是我 你们早被那些虫族吃完了 我他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轮得到你们在这里狗叫 抗议的那些人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身为英雄协会的会长 安娜真的敢在这里 当场打开杀戒 安娜轻声说道 给你们30秒时间走 时间到了以后还在这里的 我见一个杀一个 30 29 28 人群一开始 这些人还没搞清楚情况 当众人反应过来以后 一个个都惊慌地转身逃走 上万人的人群朝着反方向跑路 混乱之中无数人跌倒 被踩踏 活活踩死 安娜并没有因此满意 而是继续倒数着 15 14 13 12 人群更慌了 为了不让前面的人挡路 甚至有人将自己面前的人拉到身后 人性的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展现得淋漓尽致 3 2 1 伴随着安娜的倒计时结束 她的脸上带着残忍的笑容 好了 时间到了 只见她轻轻抬手 你们不是想要太阳吗 好啊 我给你们啊 一颗三米左右半径地创造出来的小太阳 汇聚在安娜头顶 当即砸向了那些没来得及跑掉的人 瞬间 安娜眼前的众人连带着周围的建筑 被炸得连灰都不剩 安娜这一世 终于再次感觉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才是觉醒者该有的待遇 安娜在这一顿发泄之后 脸上的表情开心不少 果然 这些蝼蚁不好好敲打一下 真不知道谁才是主人 舒坦 真是舒坦 诸葛南北家的别墅里 林默和陈哥 目前被诸葛南北设置的禁制阵法 限制在里面 陈哥倒是无所谓 他并不在乎诸葛南北的死活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林默 笑道 妈妈 看样子 诸葛叔叔要比上一世还死得早了 他并没有得到林默的回应 正在这时 陈哥注意到 林默好像看上去不太对劲 妈妈 陈哥试探性地叫了林默一声 依旧没有回答 陈哥走到林默面前 却见对方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林默此此刻比起之前的他 看上去要更加的愉悦 没等陈哥多想 林默便直接站起来 紧接着舒活了一下筋骨 嗯 终于拿到身体的控制权了 舒坦 陈哥诧异地看着林默 他想起了那个晚上 林默灭了陈哥 引到林默身上的重裙抑制的夜晚 总觉得情况有些似曾相识 没等陈哥再多思考 林默直接单手抓住了陈哥的后衣领 将他整个人都提起来 陈哥慌了 妈妈 等等 我不是要故意说诸葛叔叔坏话的 林默笑了笑 你说不说他坏话关我什么事 哦 你还以为我是他吗 不不不 我不是你印象里的那个我 陈哥跟林默四目相对 仿佛自己的所有想法 都能被眼前这个女人看穿一般 林默没有跟陈哥多说什么 一道道赤红色的气息 在林默身上凝聚 伴随着林默单手按在门上 那诸葛南北设置的禁止 竟然当即被轻易破开 走吧陈哥 带你去看点好玩的 林默就像是提着一只小猫蜜一样 单手拎着陈哥 就这么离开了诸葛南北家 天书市 诸葛南北坐直升飞机回到天书市 他清楚地看到市政大楼那边 有着一个约十米半径的深坑 充斥着焦土 尸体似乎在那边经历过一场变故 能轻易造成这个场面的 除了安娜 应该也没几个人了 看样子 她还是来晚了 正在这时 市政大楼的周围 一道道大楼的广告牌上 屏幕呼得亮起 屏幕上面的内容 正是诸葛南北目前直升机的画面 诸葛南北看向四周 似乎有不少媒体 在对着它进行拍摄直播 诸葛南北意识到了不对劲 同时 安娜的画面出现在直播中央 金发少女手持话筒 淡淡地看着诸葛南北 诸葛南北 正好你也过来了 不妨听听我的条件吧 诸葛南北冷冷看着安娜 我跟你无话可说 安娜轻笑一声 先别忙着拒绝啊 你还没听过我的条件呢 说着 安娜轻轻拿出手中的遥控器 我在市区的不同位置 都安放了遥控炸弹 那些炸弹经过我的附魔强化 威力可以比得上一颗小型氢弹 同时引爆 这里的人全都会死 所以 你现在要考虑听听我的条件了吗 诸葛南北沉默了 这座城市所有人的生命 都在安娜和诸葛南北的一念之间 对于诸葛南北的沉默 安娜很满意 很好 不说话 我就当作是你默认了 随即 安娜看向镜头 我的条件很简单 官方必须承认 英雄协会和觉醒者的特权地位 同时 诸葛南北和林默两人必须死 答应我这个条件之后 我会让太阳重新出来 英雄协会也会继续庇护全人类 不然 我就直接把天书士炸了 然后英雄协会会向全人类宣战 安娜的话刚说出来 天书士 乃至全球能看到这场直播的观众们 全都瞠目结舌 如果是之前 或许天书士的民众还不会相信 但是经过不久前的那场屠杀后 所有人都明白 这个女人是认真的 一面是不认识的诸葛南北和林默 一面是全人类 所有人都明白 应该怎么选 牺牲两个人 拯救大多数人 更何况 他们这些人 就在被救的人之中 就像是所有人在一个人 经历苦难的时候 都会劝那个人大度 为什么 因为遭殃的人不是他们 而且 他们还可能是那既得利益者 直播平台德弹幕 都在求官方向英雄协会妥协 并希望官方交出诸葛南北和林默 就连天书士 之前那些屠杀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也都在喊着交出诸葛南北 还他们一片太平 诸葛南北 就当我们求求你了 为了我们 牺牲一下吧 没错 都是因为你们诸葛家 不然英雄协会也不会把太阳变霉 我们也不会遇到危险 诸葛南北 林默 去死 这些人并没有将矛头对准 真正威胁他们的人 他们在责怪诸葛南北 认为 若不是诸葛南北 英雄协会也不会翻脸 市政大楼顶部 安娜愉悦地看着诸葛南北 前世也是这样 审判庭在宣判林默的死刑的时候 大部分人也是这样 大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会管牺牲的人是对是错 只要关系到他们自己 那么 谁都是可以被牺牲的 上一世是这样 这一世同样如此 关键是 诸葛南北这样的正面人物 更容易被民众裹挟 诸葛南北 你可要好好听听 这些被你保护的人们的呼声啊 安娜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拿捏住她的命脉了 但我不能伴亡 准备到 不过